西南一中高三玉兽三班中,体态凹凸有致,充满成熟诱惑的美女班主任王兴走上讲台,对着下方的50多个同学道,同学们,这个世界危机四伏,只有强大的玉兽师才能走出城市,去体验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没有觉醒的同学也不要沮丧,在城市中平淡生活也是不错的选择。现在,都去操场,参加今年的天赋觉醒。 高三学生觉醒,比前高考还重要,今天就是决定他们是否能进入上层社会关键时刻。三班同学陆续走出教室,灵异很自觉地走在最后,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的灵异已经死了,被一个来自21世纪和平年代的灵魂占据身体。三天前,学校给每个高三学生分发精神药剂,淬炼和提高学生的精神力。回家路上,灵异和死党灵小被校霸王虎带几个小弟堵在巷子中。 一顿爱的教育后,抢走精神药剂,前身也一口气,喘不上了一命呜呼。 你安心地去吧,我会带着你的那份活下去。 一哥,等我觉醒一个MB天赋,一定把这群逼仔子响都打出来。 说话的是一个高少男孩,一米八的个子,一眼望去,仿佛没有完全净化一般,和猴子差不多。 猴子,别搞事情,王虎家里有个白银级的老爹,我们惹不起。 两人精神药剂被抢,还好灵仙特意从帝都大学返回,给了灵小两瓶完美精神药剂。 灵小还把一瓶分给他,让两世孤独的他感觉到了兄弟之情。 希望你不是和他们一样。 灵异继续往前走,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哥,一哥,你在想什么? 猴子的声音降,灵异从回忆中拉回。 几分钟后,众人来到操场,不同的是,今天操场中央多了一块十多米高的觉醒石碑。 觉醒石碑漆黑如墨,表面布满各种玄奥符文,以他多年小说动漫的经验,此物绝非凡品。 提示 觉醒石碑,人族先贤历经千辛研制,极大增加人类觉醒天赋概率。 灵异揉了揉眼睛,觉醒石碑上的提示框还在。 不会吧? 这难得是我的金手指。 三天来,灵异消化了部分前身记忆,得知这是一个和地球极为相近的世界。 直到百年前,天地突变,各种秘境,空间裂缝出现, 人类才进入修炼时代。 就算如此,他可没听过有提示这一说。 提示 吕清风,西南义中校长,薄金八级玉寿师,为人师表,心胸宽广,对你没有任何威胁。 提示 王明宇,西南义中高三年级主任,白银四级玉寿师,小肚鸡肠。 你最好不要惹他,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提示 密密麻麻的提示出现,灵异却没有感到,有什么违和感。 橙色,夏千千觉醒了超稀有天赋,不愧是天才校花,爱了爱了。 曹贼,校花是我的。 校花夏千千给所有人开了好头,所有人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哥,夏千千人美,天赋也如此高,要是抱得美人归,岂不是名利双收? 猴子剑兮兮的声音传来,眼睛更是没有离开过台上的倩影。 夏千千很美,老土的校服也遮挡不住她的美,宽松校服都无法束缚风鸾,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在网上是雪白的预警和精致的翘脸。 配置太高,驾驭不了。 看清夏千千面容,灵异就知道不是现在的她能驾驭的,果断掐灭幻想。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 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 拍了拍灵小肩膀,灵异开始研究突然出现的提示。 莫多久,玉兽一般六十名学生觉醒完。 结果和往年差不多,六十名学生有五十四个成功觉醒,成为预备玉兽师,不过质量就有待斟酌了。 超稀有天赋只有夏千千一个,稀有天赋三个,普通和优秀天赋的很多,灵异就没有仔细数。 一个,你说我会觉醒什么样的天赋?要是和我姐一样,觉醒稀有天赋就好了。 提示,灵小将在两个小时后,觉醒传说天赋。 传说级别天赋,灵书家这是祖坟冒青烟了吗? 两个普通天赋,夫妇生的两个孩子,一个稀有天赋,一个传说天赋。 只要你不浪,以后这天下,绝对有你一席之地。 觉醒时,觉醒时悲会发出白色,绿色,蓝色,紫色,橙色,红色和金色,以及传说中的彩色。 对应的天赋,分别是劣等,普通,优秀,稀有,超稀有,传说,史诗和神话。 神话天赋,自御兽诞生以来,只出现过一个,二百年前的夏眼,如今夏国的最强者,御兽联盟的盟主,蓝星唯一地级御兽师。 史诗天赋者,一年最多,也就一两个,很多时候一个没有,非常稀有。 传说天赋,可以说是蓝星最顶级的天赋了。 有一个传说天赋的小弟,我是不是该隐居幕后?嘿嘿,猴子,你到我前面来。 灵小不明白,但也没有问什么,与灵异调换了位置。 猴子,为了哥的幸福,你就牺牲一下吧。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排在他们前面的人越来越少,灵小双拳紧握,十分紧张。 轮到灵小,只见他靠近觉醒石碑,双掌贴在石碑上。 一秒,两秒,三秒。 就在人们以为灵小觉醒失败的时候,觉醒石碑仿佛瞬间被加热,瞬间变得通红,其中还有不明液体在流动。 哄,人群沸腾,传说天赋。 居然是传说天赋? 西南市今年出了一个传说集天才。 灵小觉醒完成,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校长等一干领导,从台上跃下,围在灵小旁边,负责觉醒的老师,注意力也全部集中在灵小身上,灵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的时候,上台开始觉醒。 在灵异手掌放上去的那一刻,觉醒石碑散发九色光滑。 早有准备的他,在采光发出的那一刻收手。 灵弥之中,似乎有某众牵引,人们目光都集中灵小身上,选择性遗忘石碑一闪而逝的采光。 过了许久,领导们才散去,觉醒继续。 同学,把双手贴近觉醒石碑,觉醒石碑会自动为你觉醒天赋。 老师,我刚刚已经觉醒了,我的天赋是稀有,现在没有精神力再次觉醒。 灵异低着头,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目光却偷偷看向灵小。 老师,老大不会骗你的,他一定是稀有天赋。 朗朗乾坤,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有人公然作弊,但却没有人敢说什么。 灵小是灵异的小弟,对他言听计从,谁也不愿意为了一个废物得罪未来的大人物。 作弊,不好意思,天赋作弊是没有用的。 资质决定预售师能走多远,不仅决定你初始灵宠的资质,更是固定了一个人灵宠的数量。 天赋越高,不仅契约灵兽的初始资质高,契约灵兽的数量也更多。 普通资质预售师,一生只能契约两只灵兽,优秀三只,稀有四只。 而且,资质的高低,决定一个人精神力的强弱。 精神力若知能契约资质差的灵宠,精神力强的契约资质好的灵宠。 普通人也有精神力,可微弱的精神力连最普通的灵兽都无法契约,只能一辈子做一个普通人。 历史上,跨资质契约的人不少,但绝不是第一只灵兽,都需要经过后期严格打磨才能越资质契约。 如果灵异的资质不是稀有,去契约稀有灵兽,轻则精神受创,重则暴体而亡。 不管是哪种情况,对三中对西南市都是有好处的。 稀有资质已经很高了,可以在灵小成长路上给予帮助。 如果灵异说谎,最后知识害了自己,用一只稀有灵兽换一个传说天才的好感,绝对物超所值。 所以,就算有人羡慕极度,也不会站出来。 回到教室,所有人都围在猴子边上,女同学们更是暗颂秋波,就连一项高冷的斑花都往灵小身上靠。 资质好,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啊。 羡慕的同时,灵异很自觉地退到一边。 天赋已经觉醒,明天我会契约到一只什么灵兽。 拿着学校的觉醒证明,可以到玉兽联盟契约一只对应资质以下的灵兽。 之所以要到第二天才契约灵兽,完全是给同学们恢复精神力的时间,否则今天,他们就能见到自己的灵兽了。 灵小觉醒了传说天赋,受到学校和下国官方的重点保护,自然就不能和他一起走路回家了。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灵异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明明才三天,没有猴子的一惊一炸,还真的有些不自在呢。 就在这时,一辆垃圾车从灵异身边驶过,那滋味叫一个酸爽。 提示,破损的灵兽弹,极大概率孵化出神话生物宇宙之蛇,错过了,你一定会后悔的。 谁干的?哪可是神话级灵兽弹?就这样丢垃圾车上了。 来不及思考,灵异土豪的在路边花了二十信用点,刷了一辆电动车,远远掉在垃圾车后面。 靠近垃圾厂,各种气味飘入,灵异一刻也不想呆。 如果连这点都忍受不了,还怎么出人头地?神话级灵宠,他一定要拿到手。 西南市虽然知识二级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可是一个庞大数字,几天就会有专门预售师来清理这些垃圾,他必须今天把东西拿到手。 垃圾车停下,一群大爷大妈立即围上来,垃圾倒下后立即开始翻炒。 职业没有贵贱,如果不是为了活着,谁愿意到这种地方? 将电瓶车停好,加入大爷大妈们的队伍。 每个人都忙着寻找有用的东西,完全没有发现队伍中多了一个人。 灵异没有工具,只能凭借双手翻炒。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灵异能够通过提示准确定位零售蛋的位置。 很快,灵异就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摊散发着恶臭的漆黑液体,提示就在这摊液体上。 液体中还夹杂着不明尖锐物,说明这些液体应该是某种零售蛋的蛋液。 忍着不让自己吐出来,双手扒开蛋液,一颗碗大椭圆形物体赫然在其中。 将零售蛋放入书包,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被包围了。 三个大爷拿着钳子不怀好意盯着他的书包。 在这种恶劣环境讨生活的,都有自己的领地范围。 莫看到周围的大爷大妈们并没有踏入这片区域。 被逮到,自己至少要脱层皮。 跑! 一定要在更多人注意到他前跑出垃圾场,一旦陷入包围,零售蛋绝对保不住。 俯身,抓起漆黑蛋液扔向三人,三人本能挥手格挡。 就在三人分心之际,灵异迅速绕开,冲向垃圾场大门。 抓住他,他身上有宝物。 灵异锁在位置,距离大门不过百米。 声音发出时,灵异已经跑了十多米,速度更是达到极限。 听到有宝物,所有人都看向奔跑中的少年,有的甚至已经追上来。 捡个垃圾都如此要命,活着真的太不容易了。 一边跑灵异,一边掏出钥匙,一个跳跃穿过大门,几步来到电瓶车旁。 插入钥匙,点火,一气呵成。 待众人追出来的时,电瓶车已经启动,一个白尾快速朝山下驶去。 包老头,拿小子翻到了什么? 灵兽蛋。 什么?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灵兽蛋,那可是灵兽蛋。 就算不能契约,改善一下伙食总是好的,一顿肥美的大餐就这样错过了, 所有人都爱声叹气,有的甚至责怪他们,没有守好自己的区域,逃离垃圾场,灵兽成了最亮的仔,回头率百分之百。 是好是坏,就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回到官方分配的小屋,灵兽立即冲进喜悦间。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高中毕业以前,无父无母的孩子都能分到一间四十来坪的房子。 房子虽小,五脏俱全,该有的一样不少。 这也算另类的投资,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同时培养他们的爱国之心。 可惜,一切都只在高中毕业前,要是能住一辈子,自己不是有防疫族了。 半个小时后,灵异打量着桌上的灵兽蛋出神。 你确定,这是神话及灵兽蛋? 这也太普通了,和一般的的蛇蛋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还有一条几乎把整颗灵兽蛋分为两半的裂缝。 神话及灵兽蛋,每次出现都引起各方抢夺,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存在。 极大概率孵化,值得冒险一试。 割破手指,鲜血滴落在灵兽蛋上,然后按照前身记忆,将精神力注入灵兽蛋中。 灵兽蛋像一个饥饿的孩子,疯狂吸收灵异的精神力。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灵异与灵兽蛋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到最后,甚至能感受到他的想法。 WOW! 灵异身体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随时都可能爆炸,但又被某种力量在束缚,只能在他身体中运动。 灵兽反哺,灵异打破普通人的界线,成为一名真正的玉兽师。 黑铁一级,黑铁二级,黑铁九级。 提升到黑铁九级,身体的能量并没有多少损耗,继续淬炼着他的身体。 咔嚓! 一声淬响,灵异正式踏入青铜一级,成为一名青铜玉兽师。 青铜一级,青铜二级,青铜五级。 灵异的境界提升到青铜五级才停下,剩余的能量不再冲击境界,而是不断修复, 因快速突破损伤的经脉。 神化生物。 恐怖如斯。 刚刚契约,他就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成为青铜玉兽师。 可以说,钱无古人了。 玉兽师是一个吃软饭的职业,一身实力,全都在灵宠身上。 人类无法吐纳空气中的灵气修炼,只能通过培养灵宠。 灵宠突破后,反补玉兽师,过程中还不用担心境界不稳。 世界是公平的,神把人类的大门关上,却打开了窗户,让人们有领略世界的机会。 体内灵气恢复平静,灵异盯着灵兽弹,想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灵宠。 咔嚓。 弹壳上破一个小洞,一个指头大白色小脑袋伸出来。 看到灵异后,快速缩回去。 过了一会儿,小家伙才探出头,小心翼翼爬出弹壳。 感觉到,除了充满信任和亲近的灵异外,没有任何生物。 小家伙才安心,咔咔吃起弹壳。 好可爱。 即使是一个男孩,也被面前的萌物萌到了。 小指大小,一尺来长,全身上下仿佛有羊之鱼雕刻的一般。 灵动的毛子让人心生怜爱谁说蛇是可怕的冷血动物的,出来看我不打死你。 与此同时,灵异脑海中多出一些奇怪的信息。 这些信息组合成一个和他前世玩游戏时的面板差不多。 宇宙之蛇。 资质,神话。 等级,青铜五级,582年。 天赋,吞噬,空间掌握。 技能,食骨之牙,灵蛇刺,震动空气泡。 十二星资质,双天赋,一出生就是青铜五级。 如果宇宙之蛇的蛋没有被破坏,他又会强到何种地步? 思思。 吃完蛋壳,宇宙之蛇瞬间来到灵异肩膀上。 小脑袋抬得老高,不停蹭他的脸。 小家伙的意思,是他很饿,要吃东西。 比他大几倍的蛋壳,居然都吃不饱。 问题是,地主家也没有存粮啊。 你全身犹如白玉,以后就叫你小白好不好。 小白点头,表示十分喜欢这个名字。 从今天开始,哥就成一名蝉使官了,真期待以后的生活呢。 看到灵异没有动静,小白不停思鸣,提醒灵异他还饿着肚子。 真是造孽,自己都养不活。 现在又来一个大卫王,真是天要绝我。 将银行卡揣进兜里,带着小白出门买兽粮。 小白很有灵性,出门后缠绕在他手腕上,不在意的话,还以为他带着镯子。 随着预售师的发展,服务预售师的一系列职业也都纷纷问世,培育师、训练师、治疗师、炼药师等应有尽有。 灵兽对食物的需求极大,尤其是食肉灵宠,一天可以吃下身体好几倍的肉食。 人类生存空间被压缩,只能归缩在高墙之内,不可能存储如此多的肉食。 因此,炼药师特意为灵兽研制了填饱肚子提供能量的丹药,类似于人类压缩饼干这类食物。 在城市里,预售师都是使用寿粮喂养灵兽。 一阵讨价还价后,灵异一脸肉疼离开药店。 预售师果然是一个烧钱的职业,一颗低级寿粮居然要一千大洋。 前身省吃俭用攒下的10W,按照小白一天三顿,一顿一颗低级寿粮来算,10W之够一个月零三天。 也就是说,一个月后他就要吃土了。 不过,青铜五级御兽师已经可以去野外猎杀凶兽,让灵宠吃到新鲜的肉食。 等明天选择完灵兽蛋,就去御兽师协会认证御兽师,外出历练。 回到家,灵异小心翼翼掏出兽粮,递到小白面前。 嘶嘶。 小白闻了闻,一脸嫌弃,一副看傻子一样盯着灵异。 唉,灵兽太聪明也不好。 小白,我们没有钱,你饿了就将就吃一下低级寿粮,我们后天就去野外,到时候你就能吃到新鲜的凶兽肉了。 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表示安慰。 小白很懂事,知道主人墨前,张开嘴巴一口将寿粮吞了,还舒服地眯起眼睛。 放心吧,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高强之外,危险与机遇并存,是御兽师成长的天堂,也是御兽师的地狱。 每天,都有无数御兽师,葬身授口,尸骨无存。 也有无数人,收获天才地宝,实力突飞猛进。 总之,到了野外,一切皆有可能。 来到这个危险的世界,灵异一直十分紧张,害怕自己没有天赋,一辈子做一个下等人。 今天,他不仅觉醒神话及天赋,获得神话及灵兽,还有了一个未知的提示。 他灵异,已经有立足在这个世界的基础。 只要不浪,将来这片天地间,一定有他一席之地。 放下心中的包袱,一股疲倦感传来,灵异很快陷入梦乡。 叮铃铃,叮铃铃。 一时回归,脸上冰冰凉凉的,小白抬起小脑袋一直看着他,等待他苏醒。 看到灵异睁开眼睛,小白吐出粉红色性子,轻密舔着他的脸颊。 睁开眼睛,就看到一条小白蛇,灵异却没有丝毫慌张,就像相处了很久一样。 契约可不是单方面的,受到影响的是签订契约的双方。 灵兽一旦签订契约,一生都会坚定不移地跟着主人,任他驱使。 但你不要以为,签订契约就没事了。 冷落或虐待灵兽,轻则灵兽消极代工,重则是主。 历史上灵兽顶着契约反是攻击御兽师的例子可不少。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主动权就能为所欲为。 契约后,双方都会受到契约影响,本能地亲近对方,就算契约的是恐怖巨兽。 你也不会感觉他的存在有什么违和感。 就如灵异,刚睡醒脸上爬了一条白蛇,不仅不害怕,还十分亲切。 房间还是那个房间,一样空荡荡的,不同的是他不再是一个人。 嘶嘶,饿了。 好吧,看在你刚刚出生的份上,就将就你一回。 PS 御兽师等级,划分黑铁、青铜、白银、黄金、薄金、钻石、王者、皇者、尊者、圣人、大帝。 其中,每个大境界分九级。 小白很听话,吃饱后就卷在他手腕上,根本没有人发现他已经契约灵兽。 走进教室,一眼望去,有十多个位置是空的。 都是没有觉醒御兽资质同学的位置。 今天是契约灵兽的日子,他们没有必要来学校,甚至没有必要继续读书,回家找一份饿不死的工作, 把希望放到下一代。 这个废物,真以为棒上灵晓大佬就能为所欲为,看他今天如何装。 你们说他会不会连一只普通灵兽都契约不了? 谁知道呢? 早知道是这样,我也跟大佬打好关系了。 众人的窃窃私语对灵异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真的很活泼。 希望你们能一直这样元气满满。 这些年,史诗天赋者不守,成长起来的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外有一族,凶兽,内有反人类的兽神会,各国还在明争暗斗。 总之,没有成长的天才永远都只是天才他没有任何背景。 不想成为别人的小白鼠,不想死,现在只能苟着。 利用猴子吸引所有人,完全是无奈之举。 他需要时间。 高中毕业到大学入学,有近两个月的间隔期,这两个月是最危险的。 他可不想被人盯上,怎么隔屁的都不知道。 看到教室后面的两个黑衣人墨。 说是保护灵晓,何尝又不是监视。 美女班主任走进教室,来到灵异座位,严肃道。 灵异,来我办公室一下。 灵异一愣,然后狂喜,哥的帅气终于隐藏不住了吗? 班主任难道要在毕业前发声点什么? 嘎嘎。 王兴办公室十分简单,一个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个饮水机。 值得一赞的是,整个办公室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闭上眼睛吸一口,真香。 王兴也不恼,自己的魅力他知道,对这种懵懂的男孩杀伤力是极大的。 耐心说道。 灵异,你一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老师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有什么困难,可以和老师说。 王兴很美,二十多岁,高耸的苏兄,精致的面容,天使与魔鬼相结合。 提示,王兴,玉兽师协会副会长王启明的孙女,薄金级三级玉兽师,二十三岁,玉兽薄金三级笑月狼王,黄金九级六维火狐,黄金四级玄英,剑袭女武神,三维。 三维,可嗨嗨,这提示,也有不正经的时候,不过我喜欢。 原来提示,是可以跟着自己的想法改变的。 以后,嗨嗨,想多了,哥可不,就是那种人。 不过,王兴老师的条件,也太豪华了,简直毫无人性。 二十三岁,玉兽师协会副会长的孙女,剑袭女武神。 玉兽,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思绪被打断,听到了,老师我有分寸,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王老师,我偷偷告诉你哦,我的天赋可不止西游。 靠近王兴,在他耳边低语,说完还吐了口热气。 王兴翘脸通红,这个混蛋,从小到大,哪个男人敢靠他那么近? 为什么怪怪的,还有一丝舍不得? 王兴,你到底在想什么? 他可是你的学生。 抬头,哪里还有灵翘的影子,气得他咬牙切齿,波涛滚滚。 可惜办公室只有他一个人,如此美景却没有人欣赏。 臭小子,要是选不到一个我满意的灵兽,你就死定了。 王兴捏了捏粉拳,一副小女人姿态。 灵翘离开后,王兴便回那个不苟言笑,生人物尽的冰山美人。 一哥,老师叫你做什么? 刚回到教室坐下,猴子脑袋就伸过来,八卦之火,熊熊燃烧。 没事少打听,以后你就知道了。 切,说得像你有机会似的。 我可听说,老师的背景不简单,要不要兄弟帮你一把? 一对猴眼光芒四射,不知道在谋划什么。 这家伙真的飘了,打老师注意,就是不知道你皮够不够厚行啊。 哥的幸福生活,就靠你了。 那是当然,我们可是兄弟,不帮你帮谁。 灵翘十分开心,终于有帮得上忙的地方了。 提示,高明中,西南市城卫队大队长,京都张家外围成员,黄金二级玉寿师,玉寿黄金二级苍云狼。 白银四级悟救,已经对你产生杀星,请小心行事。 提示,张云,西南市城卫队大队长,黄金三级玉寿师,玉寿黄金三级鬼灵王。 白银六级悟救,对你利用兄弟的行为十分鄙夷,如果有机会,他不介意为天才消除障碍。 余光看了一眼后面两人,灵翼眼中闪过杀意。 想杀我,不可能。 哥可是挂逼,你们的一举一动,在提示下无处遁形。 不过还真是莫名其妙,自己啥都没干,就有两个黄金强者,想要他的命。 没过多久,王兴走进教室,带着众人前往西南市玉寿师协会。 玉寿师是蓝星最尊贵的职业,协会大楼是每个城市最豪华的地方。 整个玉寿师协会战地上千亩,几十米高的大楼全部由不知名的石料堆砌。 二线城市分布都如此,京都总部又是怎样的?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都想拼一把,但我希望你们明白契约失败意味着什么。 所以,一定要量力而行,老是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玉寿师协会零售但仓库,只有持有特定证明才能进入,而高中毕业觉醒证明就是其中一种。 这一次,林小走在班级最前面,紫色资质的灵异也不再是最后一个。 踏进仓库,立即有一只手搭过来。 猴子,跟我去稀有区域。 林一躲过林小搭过来的手,向工作人员出示觉醒证明后,快速跑开。 林小很不解,协会给他们挑选的灵兽弹都知标明资质,其他全靠学生机缘,老大为什么那么着急? 多年的友谊,林小并没有深究,跟着林一冲进稀有灵兽区域。 提示,稀有区域第五个货架第十七颗灵兽弹为神话及九尾灵狐,请注意,该灵兽弹半小时后将被人取走。 提示,稀有区域第十二个货架第十三颗灵兽弹为神话及泰坦蛇王,该灵兽弹先天不足,目前资质只有稀有级。 随着灵兽增长,资质会逐渐恢复,短时间内没有人会选择它。 进入稀有灵兽区域,里面已经有很多人,第五个货架已经有人在挑选。 夏千千,一般的天才,这一届的笑花,莫想到她没有去抄稀有区域。 夏千千小心翼翼将一颗灵兽弹拿起,仔细感应。 不管提示中拿走九尾灵狐的是不是夏千千,灵异都不可能让她拿走。 侧身从夏千千边上走过,顺手将第十七颗灵兽弹取走。 从始至终,夏千千都没有看两人一眼,想这样引起她的注意,太幼稚了,众人想嘲笑。 但看到灵异身后的灵小,就没有人敢出声。 两分钟后,灵异从第十二个货架取下一颗黑不溜秋,表面坑坑洼洼的灵兽弹。 只要不瞎,就知道这颗灵兽弹不能选。 猴子,如果你信我就契约这颗灵兽弹,不契约也帮我带出去。 猴子可是天才,多带一颗稀有灵兽弹,相信协会会允许的。 好的老大,青铜玉兽师可以契约两只灵宠,他正好可以契约九尾灵狐。 灵异,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差异看了一眼灵异,第一只灵兽谁不是慎重挑选,进去直接拿的他,还是第一次选。 作为工作人员,他有自己的职业素养,并没有问灵异什么,再三确定后,给灵异登记。 西南一中学生灵异,选择稀有灵狐灵兽弹一颗。 灵狐?原来他们没有检测出来,这就便宜我了。 灵异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去,他要等灵小,确保他把泰坦蛇王灵兽弹带出来。 不久后,灵小就来了,他手中多了一颗火红色灵兽弹。 提示,传说级灵兽弹,可孵化出传说双头火龙。 传说八星的双头火龙,猴子那么快就出来了,绝对不是他自己选的。 资质好就是不一样,灵兽早就有人准备好了。 猴子登记时,工作人员看了一眼觉醒证明,直接给他登记。 西南一中学生灵小,选择稀有附蛇灵兽弹一颗,传说双头火龙灵兽弹一颗。 老大,嘿嘿嘿。 猴子一阵傻笑,这混蛋果然一开始就知道双头火龙的存在。 传说八星,自己要不把泰坦蛇王忽悠过来,到时候双蛇走天下。 还是别了,猴子契约了泰坦蛇王,成长起来的反补足够他契约更稀有灵兽,就算全部契约神纪灵兽也不是不可能。 灵异不知道的是,泰坦蛇王灵兽弹很快就会回到他手中。 猴子,这颗灵兽弹不比双头火龙差,哥希望你选择它,当然你要是不要的话,就送给我。 灵异一边说一边走向契约室,根本没有发现灵小看他的眼神变了。 灵小,我知道你很相信他,因为你只有他一个朋友。 今天,他利用你获得紫色资质,明天他依旧会利用你,甚至利用你的信任,欺骗你契约低资质的灵兽。 他可能还会以退未进,说什么,你不要,就给他留着之类的,让你觉得他选择的灵兽弹多珍贵一样。 你只有他一个朋友,他何尝不是,他不需要一个天才兄弟,他要你泯然众人,和他一样,是一个废物。 你的资质很好,希望你能看清他的真面目。 高明忠的话一直回荡在灵小脑海,不是他不相信灵异。 为什么? 为什么灵异所做的一切都按照高明忠推测的发展,老大真的想让我变成废物吗? 我们一起被人看不起,一起挨打,一起笑一起哭,就连姐姐给的精神药剂,自己都分给他一瓶。 为什么? 望着越来越远的身影,灵小身体就像灌了签一样,无法向前迈开一步。 进入契约室,灵异将灵兽弹放在桌上,滴血,注入精神力。 有契约宇宙之舌的经验,九尾灵狐很快契约成功,一只全身雪白,毛发柔顺的小狐狸出现。 九尾灵狐,资质,神话,等级,青铜七级,七百四十八年,天赋,自然清合。 技能,治愈术,恢复术,力量增幅,奶妈。 脑海中出现九尾灵狐,灵异是激动的,宇宙之舌搭配九尾灵狐,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哥从来都没有这样欧过,要不要去买几张彩票,说不定就成亿万富翁了呢? 啾啾,在灵异歪歪的时候,九尾灵狐不高兴了,跳到肩膀上,对他头发一阵挪。 别闹,别闹,我错了,我再也不走神了。 看在主人认错的份上,九尾灵狐不再挠他,但啾啾声就没有停过。 造孽,又来一个大魏王,该如何是好? 思思,真是念不得。 刚刚才说,小白就出现在他另一个肩膀上,可怜兮兮地等着头位。 知道了知道了,还有你,都是自己的孩子,可不能厚此薄彼,再苦也不能苦了他们。 玉兽师协会四楼,灵小双眼无神,仿佛失去灵魂一样。 老高,怎么办?真被你说中了。 鉴定出来的那一刻,就连张云都惊了,灵异真的给灵小选了一颗低级灵兽弹。 稀有附蛇灵兽弹,因先天不足,孵化星级不超过三星。 要说稀有度,决定一支灵兽的起点,星级则是灵兽的终点。 高星级灵兽,就算起点低一些,也有成为强者的可能。 三星,就算是稀有级别的附蛇,这辈子将止步于黄金级。 资源呢?中间花费的资源,庞大到让人绝望。 灵异真的要毁了他。 等了很久,灵异都没有看到灵小的身影,最后还是老是告诉他灵小因为身体不适,先离开了。 离开了?灵异并没有多想,上街开始采购。 去野外可不是为了游玩,会出人命的,多准备一些,总是好的。 几个小时后,灵异拎着大包小包回来,看到灵小和两个黑衣人在他门口。 猴子,我听老师说你身体不适,摸问题吧? 没事,我今天来时来送东西的。 老大,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老大了,希望你好自为之。 灵小将一个包裹挂在他肩膀上,根本不给解释的机会,转身就下楼。 这猴子,搞什么鬼,还最后一次叫我老大,说得歌稀罕一样。 灵异一脸不屑,记忆中,这小子都绝交多少次了。 打开包裹,灵异愣住包裹内饰泰坦蛇王零兽弹,还有御兽失协会的鉴定报告。 这小子拿零兽弹去鉴定了,先天性缺陷稀有。 什么意思? 从前身的记忆中得知,这是两个人的暗号,猴子到底发生过什么? 提示,你该走了少年,他们是不会允许一个未来强者有短板,还听从一个废物的话,离开是你唯一的选择。 除非你原因暴露身份,被各种刺杀追杀。 该走了吗? 前世自己也是一个孤儿,毕业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职场上到处都是尔虞我诈, 好不容易有一个兄弟,居然要分开了,希望再见时,我们都有底气说不。 又成孤家寡人了,内心有些沉重,对未来充满迷茫。 啾啾,嘶嘶,感觉到主人的低沉,两个小家伙赶紧安慰,让灵异哭笑不得。 他可不是一个脆弱和钻牛脚尖的人,知识感慨一下。 与两个灵兽玩耍一阵,灵异就回到床上,两只灵兽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 你们要去御兽空间吗?灵力波动,灵异手腕上出现一个九芒星,其中两个点已经点亮。 去小黑屋,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 两只灵兽脑袋摇成波浪鼓,坚决不回御兽空间。 灵兽是御兽师最亲近的伙伴,灵异不想强迫他们。 当然,要是来一只体型庞大的灵兽,就算不愿意,他也会强制塞进御兽空间,这是御兽师的特权。 睡前亏贫是一个好习惯,收集信息的同时还不会暴露自己。 你们说灵异为什么这样做,有一个天才兄弟不好吗? 人性的劣根,你不懂。 我是不懂,如果我是灵小,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毕竟多年兄弟,灵小如此处理不是证明他大度吗? 什么跟什么? 把九十九的信息上拉,灵异终于明白事情的经过。 三中论坛上出现了关于灵小和他的帖子,是一个叫做高大人的ID发的。 灵小觉醒传说天赋,在整个西南市都是风云人物。 帖子立马被置顶,转发量高达百万,还在持续增加中。 帖子的内容很简单,从灵小分灵异完美精神药剂,灵异利用灵小获得稀有资质, 再到灵异在御兽师协会随意挑选一颗先天不足的灵兽弹给灵小让他契约。 其中没有一句添油加醋的话,完全就是事实。 他灵异极度灵小,想把兄弟拉下水,泯燃众人。 不过,这一切都要建立在泰坦蛇王,是稀有灵兽的基础上才行。 这些年,凶兽和异族越来越活跃,人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西南市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传说集天才,居然有人想毁掉他, 众人自然对他一阵口诛笔伐。 评论区中,灵异看到自己的照片和住房位置。 这个小区不能呆了,透过窗户,原本没有人的街道尽头,出现人群。 该死的。 这是要逼死我啊,小白。 小黎。 我们走。 将两只灵兽收进预售空间,穿好衣服,戴好凉帽,将帽颜压低, 打开屋后窗户一跃而下。 下国每个公民,至少都是高中毕业,人手一部手机, 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下国,甚至传到世界。 在他展现天赋前,这个留言就是真相。 除非他暴露两只灵兽中的一只,证明泰坦蛇王比双头火龙强。 他是对的。 暴露天赋,我还不如做一个人人喊打的老鼠呢。 最起码恨我的知识普通人,强者哪里有时间理会我这个小虾米。 三人成虎,这可是百万人啊。 林小啊林小,真会给你老大找麻烦。 等个发达了,就好好收拾你一读。 不过这小子,这么突然变化那么多。 放在以前,不明白的事情,他会直接上门问自己的。 这次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提示。 林小的天赋能力顺风耳,得知高明中等人,准备无声无息让你消失的计划,只能分开。 真的是一个好提示。 顺风耳,不知道现在我的一言一行,他能不能听到。 这能力,怕是晚上要睡不着喽。 灵异邪恶地想到。 脑海中胡思乱想,他的速度可不慢。 在提示的帮助下,灵异轻松躲过所有人。 不管对他有没有恶意,多点心,还是有必要的。 来到三中,灵异没有从大门进入。 而是一个跳跃,跃过围墙。 提示。 你被吕清风发现,请小心行事。 提示。 你被王兴发现,请小心行事。 西南三中前身可是待了三年,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 只要他小心一点,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至于吕清风和王兴,这两个已经精神力外放的薄金级强者,他就没有想过隐藏。 一个是德高望重,教育无数学子的校长,另一个是一年来对他十分照顾的美女老师。 这两人,根本不会胡乱对他动手。 提示。 王兴正在等你,请准备好你的狡辩。 这个提示,我也是服了。 你有必要这样幸灾乐祸吗? 来到班主任宿舍前,还默等他敲门门就自动打开,一股距离将他拉入。 光荡! 房道门狠狠关上,整栋小楼都抖了抖。 老师,校长,你也。 这个老不休,大晚上进一个美女老师的房间,如果不是知道王兴背景不简单,他都想歪了。 灵夜,你能来找老师,老师很高兴,但能给老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提示,女武神作为蓝星的尖道之一,王兴即将转正为女武神,你可以信任他。 提示,吕清风作为史诗天赋者,深受其危害,在一次刺杀中精神力受创,终生止步于薄金级。 一心投入教育下一代御寿师,是值得你信任的长辈。 原本灵异还担心,看到这两条提示,他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 老师,你能封进这片空间吗? 封进空间,只有钻石及强者,才能做到作为副会长的孙女,即将转正的女武神,灵异相信他能做到。 看到灵异期待的眼睛,王兴心软了。 这是自己的学生,就当老师离开前最后,帮你一次吧。 蓝光一闪,王兴手中多了一个卷轴,随着他精神力注入, 整个房间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将其与外界隔绝。 西南市作为边陲城市,最强者不过薄金,根本不会有人发现这里被封禁了。 提示,目前无人能探查该房间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尽情发挥。 看到提示,灵异的心完全就放肚子里了。 老师,校长,我没有骗猴子,我给他选的灵兽比他现在的双头火龙强。 你们看这脸,灵异不再隐藏自己修位,青铜七级的实力展露。 同时,他的右手腕上一个彩色九芒星出现,有规律转动着。 这……两人长大嘴巴。 他们看到了什么? 神级天赋。 西南市这个小嘎啦居然今年不仅有一个传说天赋,还出现了一个神级天赋的天才。 收回精神力,灵异又变回一个没有境界的普通人。 灵异,你的天赋还有谁知道? 王兴紧张询问。 除了你们没有人知道,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听到灵异的回答,两人都松了口气。 人人都知道,下眼无敌蓝星,但有谁知道,当年为了让他成长起来,牺牲了多少,多少强者用生命为他铺路。 臭小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兴瞪着灵异,眼中满是威胁,心中已经做好暴躁他一阵的准备。 吕清风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浑浊的双眸变得明亮,期待看着他。 深呼吸,整理一下思绪,昨天我上台,双手触碰觉醒石碑时,石碑变味彩色,吓得我赶紧收手。 我好害怕,或许我连一天都活不了。 可能是老天爷都觉得我以前很惨,所有运气都集中到觉醒天赋的时候。 当我回头,你们所有人注意力都在灵小身上,所以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至于给灵小选择灵兽,觉醒后,我能感觉到灵兽弹中能量的强弱。 我给他选的灵兽弹的能量比他们给他准备的双头火龙墙十几倍。 觉醒石碑智能检测出天赋的强弱,天赋能力要等日后慢慢挖掘,把神秘提示推到天赋上,我果然是个机灵鬼。 把你两只灵兽放出来看看。 灵异接触到灵兽弹只有今天,他的九芒星有两个点已经点亮,也就是说,他把今天选择的两颗灵兽弹都契约了。 放出小白和阿黎,两个小家伙瞬间出现在他肩膀上,阿黎伸出小爪子挠他头发表示不满,小白吐着性子不停抗议。 好了好了,刚刚不是事情紧急吗? 我只能把你们收进预售空间了。 我道歉,但我真不是故意的。 不知道是不是神秘提示的原因,只要他不想暴露实力,谁也看不出来的蛋,两只灵兽可不行,它们一出现,等级就暴露了。 一只青铜七级白色小狐狸,一条青铜六级的白色小蛇。 狐狸和蛇。 史诗级灵兽出生也就青铜一二级的实力。 灵异的灵兽,一只青铜六级,一只青铜七级,只有神话灵兽。 一堆稀有灵兽弹中,出现两颗神话级。 这是要疯了,还是这是上天专门为他安排的? 他们似乎弄错了什么,不过他不准备解释。 财博动人心,让他们知道自己身上还有一颗神级灵兽弹,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神话级灵兽弹可不是大白菜,错过了不知何时才遇到。 灵异,你的选择是对的,现在也就普通民众对你不利,等一段时间风波过去,他们就会忘记。 如果你的天赋暴露,要应对的就不是民众那么简单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打算? 赚钱算吗? 老师,校长,我准备离开城市,磨练我们的战斗技巧。 我东西都准备好了,如果没有这件事,明天我就会离开城市。 灵兽升级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吞噬天才地宝,训练和战斗。 天才地宝他没有。 训练,他可没前请训练师给他制定合理的训练。 没办法,他只能去野外与凶兽战斗,谁让他穷呢? 两人很赞成灵异的打算,外出战斗是普通人升级最快的办法。 能升级,能积累经验,能培养灵兽与玉兽师的默契,最重要一点是能赚钱。 现在呢? 不知道,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灵异摊坐在沙发上,一脸茫然。 王兴是谁? 玉兽师协会副会长的孙女,即将转正的女武神。 他既然提到,一定有解决办法。 我这里有一件宝物,可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但你得答应姐姐一件事。 姐姐,告诉你,哥不是这种人。 哈哈,真香,真香就对了。 啪,王兴一巴掌拍在灵异头上,将他从思绪中拉出来。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一天就胡思乱想。 就是这个,接过王兴手中的东西,仔细打量。 面具,这玩意在街上几个信用点就能买到。 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 灵异同学,你可不要小看这面具,这个面具叫鬼面,戴上后,可以重新选择一张脸。 除了一些有特殊探查天赋的人外,很难被人发现。 这样子啊,原来我错怪老师了。 谢谢,这个宝物我很喜欢。 今年下国有三个史诗天赋天才,传说天赋有一百多位。 林小芝契约了一只传说八星双头火龙,是最不起眼的人了。 敌人的目光不会集中在西南市,鬼面暴露的概率基本未灵。 别急着线。 老师要你在两个月后去青龙学院报到,能不能做到?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座学院可是大厦最好的四座玉兽大学,天下学子挤破脑袋都想进去。 灵异也不例外,这是什么条件,是福利好不好。 我答应,我的目标本来就是帝都的大学。 好,姐姐在青龙学院等你,要是赶不来。 身体一凉,仿佛被什么洪荒猛兽盯上一样。 唉,认命吧。 还好老师是我喜欢的类型。 哈哈,灵异啊,王兴老师本是青龙学院的学生,此次来我们三中是为了积累教学经验。 你去了青龙学院,王兴老师就是你的学姐,让你叫姐姐并没有错。 年轻真好啊。 想当初她也是这样年轻帅气,红颜知己无数。 可惜,一切都过去了。 原来是这样。 姐姐,听完校长的解释,灵异恍然大悟。 我捂个锤子,你就是对我有其他想法。 未聊鬼面,割忍了。 小易,我可以这样叫你吧? 王兴撬脸羞红,他都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让灵异叫他姐姐。 可以。 得知灵异第二天要去野外,吕清风带她到学校仓库选择装备。 灵异选择两把稀有长剑和一套皮甲,一些驱兽粉和各种药剂。 这么多东西,灵异自然拿不了。 吕清风作为校长,还是薄金级强者,慷慨捐献了一个三立方的空间玉佩。 空间宝物,有价无市。 一立方的空间带,就要上一信用点,预售师果然是最富有的职业。 吕清风一年四季都在学校,居然轻轻松松就拿出十多亿的空间玉佩,真是人不可貌相。 选完宝物,吕清风很自觉离开,刘灵异和王兴独处。 灵异可不是肤浅的人,知识向王兴请教野外该注意什么,不能做什么。 王兴是什么人,对他好可不是什么一见钟情,知识在投资而已。 天刚蒙蒙亮,一个俊俏青年跟着人群离开西南市。 城墙上,一道倩影一直注视着远去的青年,眼中满是柔情与不舍。 心儿,喜欢就去追,错过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有一种预感,这小子日后一定有出息。 清风爷爷,你说什么呢? 他是我的学生。 是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话是如此,但语气和表情怎么那么讨厌呢? 王兴气得直跺脚,气鼓鼓的,哪里有冰山女神的样子。 只有在他们这些长辈面前,他才会表现出小女人姿态。 王兴内心很矛盾,怎么说呢? 见到灵异的开始,他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莫想到这种特殊感觉会成为牵绊。 前世,灵异经常露营,原始森林也莫少去。 但,城市千米外,就是参天大树的,还是第一次险。 刚出城门,灵异就打起十二分精神,关注周围的一草一木。 提示,前方140米处有一只落单的苍狼,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危险。 你做死的话,还是有危险的。 提示,右前方560米的十峰中,生长有一颗火灵草。 火灵草,可以提高火属性灵兽火属性强度,在药店十万起步。 城外果然是玉兽师的天堂。 刚出城门,就遇到价值至少十万的火灵草。 开挂的人生就是爽,所有宝物无处遁形。 谁会想到,距离城墙如此近的地方会有火灵草。 灵异没有采集火灵草,现在人群众多,可能他还没有采集,就被人盯上了。 再说,他有神秘提示。 荒野的灵药根本无处遁形。 何必为一颗野草放弃森林? 他可不傻。 每天,都有无数玉兽师外出,加上军队定期轻角,城市周围凶兽都不强。 提示,沿着这条路200米的树上有一条黑铁八级附射。 你已经被他盯上,请做好战斗准备。 黑铁八级? 还不够。 灵异没有任何情绪,依旧小心翼翼前进,东张希望,目光没有在腹蛇身上停留一秒。 小白,阿脸,你们给我压阵,只要我没有危险,就不要出手。 玉兽师不能修炼,但可不是没有武力。 黑铁八级的腹蛇,正好可以用来练练手。 100米? 50米? 与腹蛇的距离越来越近,灵异看似没有看腹蛇的位置,心中却一直计算他们的位置,随时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4 腹蛇吐出一道黑色毒雾,身体从树上落下,水桶搬粗的蛇尾卷向灵异。 好聪明的处上,还好哥早有准备。 腹蛇开始攻击,灵异何尝不适,毒雾一出,灵异一个,剑步躲过,灵气覆盖长剑斩向蛇尾。 扑吃。 鲜血飞剑,腹蛇被一剑斩为两截。 不可力敌,带有舌头的半截腹蛇立即做出反应,冲向草丛。 来都来了,就留下吧。 一剑挥出,紫色剑气将蛇头斩成两半。 瘦。 腹蛇死亡,两只灵兽分工明确,阿里取兽精,小白取蛇胆。 真是懂事的孩子。 啾啾。 死死。 小白与阿里一左一右,举着战利品邀功,灵异毫不吝啬他的夸奖。 收好战利品,灵异开始研究刚刚斩出的剑气。 作为一个被无数网闻和动漫熏陶的穿越者,灵弃附在武器上知识简单操作。 知识莫想到,攻击如此之强,黑铁八级凶兽都挡不住一剑。 老师和校长为什么不提醒我,还是说要等我上大学了才会接触到。 按照刚刚攻击的消耗,自己至少能打出百来的剑气。 剑气知识灵异的简单运用,还远不到5G程度,不过是自己拥有5G的开始,那就叫气刃吧。 思思,准备离开时,小白传来禁食意愿,难道他要吃这条毒蛇,这可是有毒的? 你要吃它?灵异不确定问饱。 小白点点头,更加急切。 如果对你没有影响的话,就去吃吧。 副蛇被斩成两段,破坏了蛇皮的完整,剥下来价值也不高,灵异并不准备药。 既然小白想吃,他自然不会阻拦。 他也想看,小白是如何吞下一条水桶粗的大蛇的草。 这见小白身体快速变大,瞬间就有轿车大小。 一口就将腹蛇闷了。 将小白从肩膀上扒拉下来,仔细打量,问道。 小白,你本来的体型有多大? 灵兽是十分特殊的存在,是人们从秘境中找到的。 不管生前是什么生物,灵兽弹都只有碗大。 契约两只灵兽灵异总有忙不完的事,也就没有与他们沟通。 思思。 突然,灵异脑海中出现一片璀璨星空,两颗明亮的星星格外显眼。 随着镜头拉近,那根本不是什么星星,那是一对巨大瞳孔。 宇宙之蛇,我早该想到了,这家伙一定是星空巨兽的一种。 知识不知道为什么成了灵兽。 阿黎,你呢? 同位神话灵兽,阿黎不可能只有巴掌大巴。 而且,它只有一条尾巴,与九尾灵弧不搭边啊。 啾啾。 阿黎一跳到地上,身体快速变化,不一会一只雪白的大狐狸出现, 九条毛茸茸的尾巴在风中摇摆。 好大,好软,一定很舒服。 啾啾。 阿黎感觉全身凉嗖嗖,直觉告诉他会发生很不好的事情。 危机还是来自旁边的无良主人。 是因为自己变大了吗? 是不是变小就没事了? 啾啾。 阿黎身体快速缩小,很快变成一只巴掌大的萌雾, 跳到灵异肩膀上轻腻地蹭着。 阿黎,没有人的时候,你变大好不好? 啾啾啾。 毛茸茸的脑袋摇成波浪鼓,坚决不变大, 最后把头歪到一边,不再看一眼满脸忧怨的无良主人。 嘶嘶。 小白蹭了蹭灵异,表示自己可以变大。 啾啾。 叛徒。 嘶嘶。 你才是叛徒。 啾啾。 嘶嘶。 一蛇一狐狸在灵异肩膀上掐架, 渐渐地还开始人身攻击, 最后还是灵异劝架两只灵兽才安静下来。 我这是造了什么念? 让你们两个家伙来折磨我。 有神秘提示的帮助, 灵异在荒野中如鱼得水, 第一天就收获满满, 玉佩空间内躺着十四株灵药, 寿精四十七块, 凶兽皮毛牙齿等材料一大堆。 夜晚是凶兽的天堂, 每当太阳落下, 凶兽们都会离开藏身之地, 外出猎食。 太阳奚落, 灵异爬到一棵直径一米多的松树上, 利用枝鸭和松叶, 简单搭一个窝。 今晚, 自己就在这里过了。 啾啾? 思思, 都说夜路走多了, 总会遇到鬼。 可我才出城市一天, 有必要这样对我吗? 提示, 三十分钟后, 这片区域有空间裂缝出现, 黄金六级血纹带领大量白银级一纹冲出空间裂缝, 建议立即撤离。 你也可以留在原地, 或许能阻挡一纹群一秒。 贡献, 我贡献你大爷。 校长, 我发的坐标即将出现空间裂缝, 有白银级一纹群出现, 其中还有黄金级的血纹, 不用谢我, 请叫我雷F。 一纹是变异昆虫, 极为凶残, 所过之处万物灭绝, 无不被其吸干血肉, 成为干尸。 是你们玩不起, 还是割太霉了? 空间裂缝这种小概率事件, 都降临到我头上。 空间裂缝中, 还有一纹这种恐怖生物。 溜了溜了。 把位置发给吕清风后, 灵翼一脚油门, 冲出所在松树林。 小白, 辛苦你了, 不像某兽, 一天就知道卖萌。 灵翼坐在小白头上, 轻轻拍了拍, 肩膀上的阿黎一脸比一。 想我高贵的九尾灵狐, 绝对不可能做别人做起。 嗯, 如果是主人的话, 就给他骑一下。 窝默了, 茂密的森林将月光挡住, 森林黑漆漆的, 只能看到很近的距离。 还好有两只灵兽, 要不然就完了。 提示, 前方出现荒狼群, 免费上门的经验不要, 活该你一辈子垃圾。 操, 给你脸了, 吐槽就算了, 怎么还上, 人身攻击了? 我这小豹脾气能忍。 小白, 上, 阿黎, 看好小白, 不要让他受伤了。 揪揪, 嘶嘶, 战斗一天, 一人两兽配合得很默契, 小白主攻, 灵翼收割, 阿黎治疗。 夜晚限制了灵翼, 但两兽本质上可是凶兽, 夜晚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再说了, 战斗对他们来说可是好事, 战斗让他们变得更强。 跟着系统提示, 很快发现前方出现了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 这么多,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提示, 狼群虽多, 最强者不过白银四级, 打不过只能证明你是废物。 哦吼, 看不起谁呢? 不就白银? 白银, 哪还打个吉尔? 小白, 我…… 提示, 宇宙之蛇生存在域外星空, 一生都在战斗厮杀, 在挑战中突破。 你想让他一辈子先天不足的话, 就逃吧。 小白停下, 等待主人的命令。 阿里很奇怪, 主人什么时候如此婆婆妈妈了? 小白, 阿里, 敌人很强, 你们怕吗? 揪揪, 死死, 既然如此, 我们一起干翻他们。 小白负责白银四级的狼王, 狼群交给我, 阿里注意整个战场, 负责掌控全局。 一声令下, 灵异取出长剑, 率先冲向狼群。 看不见又如何, 我可不只有眼睛。 哦! 哦! 狼群受到挑衅, 眼睛立即变为血红, 一时间狼嚎不断。 生死, 可不是声音大就行。 一人两兽, 看似在胡乱冲锋, 其实却互相配合。 阿里虽然实力都在辅助上, 神级的他, 攻击也是, 很可观的。 几百米的距离, 很快就短兵相接。 侧宜躲过荒狼的攻击, 错身的那一瞬, 双手同时释放气刃。 噗哧! 噗哧! 从腰部斩成两截, 余微不减, 又击中三只荒狼一击, 就废了狼群七个有声力量。 气刃果然很好用。 小白更是变态, 嘴巴一张, 数十颗牙齿飞出, 荒狼立即倒下一片。 阿里也不错, 娇小的他在狼群中不断挪移, 小小的爪子每一次挥动, 都带走一只荒狼的生命。 我可是主人, 怎么可能让你们超过? 手中的剑更快了。 噗哧! 噗哧! 灵异调动了全身力量, 蛇皮走位的同时手可没有停下, 每一剑挥出都带走一只荒狼。 狼群残暴, 猎物往往被它们活生生撕碎。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灵异默想到狼群也会怕死, 打着打着角色就转变了。 一个人压着凶兽群打, 这可是头一遭, 不过局势也很快反转。 噗! 狼群后面传来狼嚎, 原本不停后退的狼群眼冒凶光, 全力向他扑来。 来吧! 我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噗噗噗, 灵异犹如沙神, 全身都是狼血。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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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异没有发现他, 原来很享受这种杀戮的感觉, 怎么说呢, 就是尽情地放飞自我。 同时, 脑海中两兽的面板也在缓慢变化。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青铜六级, 六百八十四年, 天赋, 吞噬, 空间掌握, 技能, 石骨之牙, 灵蛇刺, 震动空气泡, 九尾灵弧, 资质, 神话, 等级, 青铜八级级, 八百四十五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小白今天才升到青铜六级, 六百八十四年, 还在不停增加。 这才打多久, 就增加了三十四年的年限, 阿里也增加了十八年。 不愧都是神级灵兽, 这升级速度, 还有谁? 灵异不知道的是, 两个灵兽之提升那么快, 还是拖了狼王的福。 狼群都是凶残的, 应对时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但是, 狼群后面有一只强大的狼王虎士丹丹, 给他们极大的压力, 也就加速了他们的成长。 随着时间推移, 死亡的荒狼越来越多, 到处都是荒狼的尸体。 血腥味, 可能会引来强大的凶兽。 小白, 阿里, 全力出手, 不能再拖了。 砰砰砰砰。 恢复本体, 荒狼在十几米大的小白面前, 犹如蚂蚁, 蛇尾扫过, 轻出一片空地, 所有荒狼被打爆。 雪白的狐狸尾巴, 犹如一根根充满毛刺的当边, 锁过之处, 血肉横飞。 两只灵兽犹如绞肉鸡, 只要靠近, 无不立即丧命, 狼群只能朝灵异所在移动。 狼是一种十分聪明和狡猾的生物, 哪怕狼群伤亡过半, 依旧没有狼王的身影。 你慢慢高傲吧, 等我们把这些狼仔子全杀了, 再好好招待你。 哦! 狼王很聪明, 每次传出声音的方向都不同, 他一直在换位置, 哦哦哦。 狼王的吼叫越来越急促, 狼群也变得非常狂暴, 不再躲闪, 以死换伤, 灵异的压力顿时大增。 要开始了, 灵异知道狼王要出动了, 利用狼群消耗敌人的体力, 等敌人筋疲力尽时偷袭, 终结利用的生命。 不过遇到灵异, 注定要落空了。 狼群不要命的冲击, 仅仅增加了一丝压力。 三只荒狼冲来, 灵异脚踏地面, 双腿发力, 在躲过扑杀的同时两道剑气打出。 两只荒狼立即毙命。 在他前力未尽, 后力未生之际, 前方被一只荒狼挡住, 身后同样有荒狼扑来。 夹击, 看我自一行走位。 碰! 两只荒狼在空中撞在一起, 瞬间投破血流。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荒狼无穷无尽的攻击下, 后背被荒狼抓伤, 顿时火辣辣的。 好疼! 你们成功击几个的怒火! 杀! 狼群狂暴, 最艰难的, 不是挡下大部分狼群的小白, 也不是时不时被抓伤的灵异。 阿黎不仅要躲避狼群, 还要给灵异和小白治疗, 而他们却杀红眼, 专门冲向狼群密集的地方。 都小心一点, 狼王出现了。 狼王出现的第一时间, 灵异就通过契约联系两只灵兽。 提示, 白银四级狼王擅长偷袭, 请注意他的撕咬和爪击。 狼王比普通荒狼小一圈, 皮毛更加鲜亮, 在激烈战斗情况下, 很难被人发现。 想做老硬币, 不看看爸爸是谁, 在挂逼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浮云。 把我当软世子了。 狼群攻击十分猛烈, 再上要防备狼王偷袭, 灵异变得手忙脚乱起来。 十字斩。 狼王靠近, 就在他准备发动攻击时, 灵异突然转身, 双剑交叉快速斩出, 任由荒狼咬在他身上。 扑哧。 十字斩发动瞬间, 荒狼也咬中其肩膀, 强大的咬合力, 差点将他整个肩膀都咬碎。 肩膀本能麻痹, 左手握不住长剑, 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上, 同时灵异也没有歇住, 灵异果然阴险, 假装莫发现他, 在他靠近后直接放大, 以伤唤命。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他一定躲得远远的。 可惜世界没有如果, 狼王带着不甘死去, 眼睛到死都没有闭上。 失去狼王, 狼群一盘散沙, 各自未战。 灵异单手持剑, 剑气不断, 斩杀一只又一只的荒狼。 渐渐的狼群开始撤退, 留下一地尸体, 其中赫然有他们的王。 没有狼群威胁, 灵异才感觉肩膀火辣辣的。 阿黎的治疗能力很强, 但荒狼獠牙咬穿他的肩胛骨, 如果不是斩下狼头, 荒狼的撕咬一定会撕下整个肩膀, 不死也只能做一个独臂大侠了。 真狠, 死了还不松口, 调动体内灵气集中到左肩, 将狼头震碎。 肩膀血肉模糊, 鲜血沿着手臂滴落到地上, 阿黎在一边不停刷自御树, 渐渐的伤势得以控制。 小白, 走。 一人两兽快速逃离现场, 只来得及带走狼王的尸体。 战斗持续了二十多分钟, 血腥味不知道会引来什么恐怖的存在。 黑铁级别的荒狼尸体, 不值得他冒险。 越级战斗, 还是太冒险了。 如果不是狼王大义, 重伤的自己, 还是对手吗? 最近自己是飘了, 得找个地方好好反省。 时间回溯到战场, 发现狼王出现, 灵异就一直暗中警惕, 分心之下, 身上多了无数抓痕。 在阿里这个大奶妈的治疗下, 战力没有丝毫减弱, 身上的疼痛让他越战越勇。 狼王十分聪明, 知道玉兽狮是核心, 躲在狼群中靠近, 殊不知灵异早已做好准备。 十字斩? 灵异白天摸索出来的大招, 两道剑光交叉在一起, 同时斩出, 威力是普通剑气的三倍左右。 狼王出现时他, 就想知道能不能把狼王秒了。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同样差点把自己玩死。 玉兽师经过灵兽反补, 全属性都有质的飞跃, 但应该做不到越级战斗。 是自己天赋太强, 还是因为自己的灵兽都是神话级? 这些原因只能日后慢慢去了解了。 怎么不疼了? 灵异转头看自己的左肩, 发现伤口已经结巴。 阿里孩子不停地刷治愈术。 阿里的治愈术那么好, 如此重的伤就结巴了。 提示, 五分钟后将与黄金四级赤焰虎相遇, 仅做好战斗准备。 小白, 停下。 小白, 小白。 白银四级的狼王就让他变成这副鬼样子, 黄金。 他还不想死。 在提示的指引下, 他们成功躲过有凶兽的区域。 松树林内, 两道身影站在灵异白天搭的窝上, 一脸煞气。 这两人赫然是三中校长吕清风和班主任王兴。 得知空间裂缝和一文群, 两人一刻不停欲空而来。 你就让我们看你搭的窝。 是该好好教育了, 不过他去哪里了? 问。 就在这时, 空间开始强烈震动, 出现一道道波纹。 王兴小嘴微张, 满脸不可思议。 接着一脸严肃, 将灵兽全部放出来。 吕爷爷, 他是怎么知道, 这里会有空间裂缝的? 小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深究之会让你失去更多, 吕清风捋着胡须, 空间震动的风暴, 让他看起来是那样的先锋倒鼓。 王兴并没有纠结, 精神集中在空间震动最大的地方, 准备随时出手。 灵异给的消息中提到, 空间裂缝中有一文群。 裂缝真的出现了, 一文群呢? 他可不敢用西南市500多万个生命做赌注。 西南市, 市长白鞋接到吕清风电话, 立即拉响二级警报, 所有部门立即行动起来, 整个西南市顿时灯火通明。 警报拉响, 西南市被一层压抑的气氛笼罩。 最近的一次警报, 是12年前, 百万凶兽工程, 城市外围全部沦陷那一次, 西南市付出了百万条生命, 灵异的父母也是在那次灾难中丧生。 伤口还没有抹平, 灾难又一次降临。 各位市民不要恐慌, 请大家关好门窗, 不要乱走动。 市长已经带领强者前往空间裂缝, 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天空中, 宣传喇叭一刻不停安抚。 市民们积极配合, 警报拉响的那一刻关闭门窗, 不给工作人员添麻烦。 你们说这次会不会又是? 有可能, 但概率不大, 问一个传说天赋打开空间裂缝, 根本不值得, 这次应该知识意外。 真是多时之秋, 前脚有人想毁掉人族的天才, 后脚就出现空间裂缝。 希望空间裂缝内的凶兽不要太降, 我可不想去其他城市。 谁愿意去? 要是真的守不住, 我们也只能被警力向往。 多年的灾难, 人民对灾难早已习惯。 灾难降临时, 官方会第一时间撤离孩子, 给人族留下希望。 此刻, 正有一辆辆军用卡车在大街上飞驰, 他们要么运送物资到城墙, 要么将孩子们送往撤离点。 灵异并不知道他的一条信息让整个西南市都调动起来。 空间裂缝外, 吕清风和王兴都骑上飞行零售飞到半空, 做好战斗准备。 咔嚓! 震动达到临界点的时候, 空间破裂, 一阵阵刚风将周围的松树绞成碎线。 裂缝越来越大, 最终露出一条十多米宽的漆黑通道。 某个空间异文群领地, 异文纷纷逃离裂缝范围, 紧接着裂缝中传来猎物的新香。 脑容量不大的异文被食物吸引, 在三只黄金级异文的带领下, 冲进空间裂缝之中。 嗡嗡! 煽动翅膀的嗡嗡声传来, 听声音应该到出口了。 异文们十分兴奋, 他们感觉到猎物越来越近, 就在光亮之外。 就在此时, 出口变得火红一片, 大量火焰朝他们奔袭而来。 吱吱吱。 异文发出信号, 让后方的赶紧让开。 但狭窄的裂缝可没有反应的空间, 瞬间大量异文被烤成焦炭, 整个空间裂缝传来一股奇异的肉香。 前方异文倒下, 后方的异文补上, 接着又是新异轮的炭烤异文。 空间裂缝外, 一只火壶和一条火龙正对着空间裂缝轮流喷火。 对付这些变异昆虫, 最好的办法就是火攻。 就如现在, 火龙一个龙吸进去, 就会轻掉一大片异文。 在火壶和火龙的, 不远处是王星的笑月狼王, 在火壶攻击的时候, 他总会补上几个锋刃。 让人奇怪的是, 吕清风这个薄金八级强者, 放出一条薄金八级的火龙外, 再没有其他灵兽。 丫头, 拖累你了。 吕爷爷说什么呢? 在希儿心中, 吕爷爷永远都是英雄。 英雄。 吕清风浑浊的眼眸中, 闪过金光, 接着陷入回忆。 曾经, 他是何其意气风发, 史诗天赋, 第一只灵兽, 就是强大的史诗及火龙, 跨入薄金, 挤进强者之列, 带着一腔热血, 踏入异族战场, 杀得异族天才, 溃步成军。 可他永远也想不到, 自己最爱的人, 会在关键时刻给他一刀, 逼得三只灵兽自爆救主。 这么多年了, 他没有再契约一只灵兽。 吕爷爷, 城主他们来了。 两个薄金强者, 就把一文压在空间裂缝之中, 更何况, 现在可是有十多个薄金强者, 还要一个半步钻石的城主, 这一战算是稳了。 火系是非常常见, 攻击力又比较降的。 如果有可能, 每个人都会契约一只火系灵兽。 有了大部队的加入, 吕清风和王兴的压力大减, 吕清风也从王兴的悬婴上下来。 吕校长, 情况如何了? 城主白鞋急切问道, 裂缝内应该是几只黄金级翼文带领的翼文群, 只要不让它们冲出空间裂缝, 就没有多大问题。 那就好, 白鞋一颗星总算松了一些。 变异昆虫很多, 翼文绝对是排在前列的。 翼文个体实力并不强, 但繁殖能力却极为恐怖, 一词一凶两只翼文, 只要食物足够, 它能在一个月内, 生出上一只翼文出来。 而且, 翼文只要有足够血肉, 就能快速成长, 最高可达钻石。 上一只钻石级翼文, 到时候受难的就不是西南市了, 也不外乎白鞋如此紧张。 大家加把劲, 一定不能漏掉一只, 否则整个人族都会受难。 不停歇对空间裂缝施展火攻, 时间一久, 就有人开小差, 攻击强度变得更弱了。 人群之中, 一个二十多岁青年, 格外引人注目。 他的灵兽, 是一条双头火龙。 火龙, 至少都是传说级的存在, 加上他帅气的外表, 在人群之中格外显眼。 笨蛋, 那么卖力做什么, 不知道省点力气吗? 下棋责怪双头火龙。 听到主人的责怪, 双头火龙开始出功不出力, 看似十分恐怖的吐息, 却没有多大攻击力。 下棋, 你个笨蛋在做什么? 急了。 他急了。 王兴你这个婊子, 等拿下你, 看我不。 不吃, 一闻尖锐地贯穿他的胸膛。 怎么会? 下棋不敢倒下, 不到三秒, 活生生的人被吸成一具干尸, 只剩下皮包骨头, 血肉全部成了一闻的养分。 好胆。 白鞋怒不可遏, 一记刀光将一闻分成两半, 黄荆棘一闻就这样死了, 同时死的还有一个黄荆九级的人足天才。 一闻变异后, 智慧也得到极大提升, 黄荆棘的一闻智力已经不低于人类八岁孩童。 增援到来, 作为薄金强者的吕清风和王兴自然不用亲自动手, 站在后面给黄荆棘的御守师妹压阵。 攻击变密集, 但强度却降低了三只黄荆棘一闻同样发现火焰变弱了。 在一闻群的包裹下, 一只黄荆棘一闻冲向攻击最弱的地方。 虽然有一闻群包裹, 但几十个黄荆棘的攻击可不是开玩笑, 他也受到很大伤害族群被烧那么久, 可能上天都看不下去了, 冲出攻击的那一刻居然有人背对着他。 都给老子打起精神, 用十二分的力攻击, 如果因为你们自己开小差死了, 没有人就得了你们。 白鞋的话, 下棋的死, 没有一个人在搞小动作, 真的会死人的。 灾难开始之初, 一些大家族子弟在战场上为所欲畏, 造成了巨大损失。 为此, 达到王者的强者都必须签订一个协议, 自己子嗣或后人参加对外战争中, 只要不是人类一方刻意制造谋杀, 任何人不得找相关人员的麻烦, 否则会遭到官方严厉惩罚。 开始时, 很多人很不屑, 我行我素, 直到一位遵级玉兽师给后人擦屁股被联邦灭杀, 家族成员全部被驱赶到第一线, 终生不能返回母星, 人们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下棋作为下家嫡系, 从京都一路追王星摆到西南市, 现在, 他把自己玩死了。 就算下家出面, 最多把他纳入烈室, 其他的就不用想了。 真的会死人, 这一刻, 没有人敢有丝毫懈怠, 把吃奶的镜都用上了。 十个小时后, 东方出现一片白, 空间裂缝外, 就连薄金级的强者都加入攻击队列。 姿姿, 黄金级一文疯狂呼唤, 但除了一颗不停涌进来的火焰, 裂缝内再没有一只一文身影。 两只一文对视一眼, 冲向火焰, 欣然赴死。 薄金强者的感知何其敏锐, 黄金一文冲过来的那一刻, 加大攻击强度, 两只黄金级一文连空间裂缝都没有飞出, 就化为一堆焦炭。 一文被消灭, 空间裂缝开始缓慢闭合。 结束了。 所有人脸上都充满喜悦, 十个小时高强度攻击早已筋疲力尽, 裂缝消失后, 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四仰八叉躺在地上。 一场战斗拉近了无数人的心。 原本敌对的两个人互相一笑, 恩怨消。 一场没有蔓延的灾难, 让矛盾重重的高端战力恩怨化解。 这是白邪最想看到的。 同一时间, 西南市将城外胜利的消息通过广播传遍城市。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战斗胜利, 孩子们不用撤离, 市民们也走出家门。 劫后余生, 家人团聚。 一时间,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鞭炮震天, 城门口站满人, 他们要迎接英雄回归。 没过多久, 在白邪的带领下, 一干人等从荒野飞来。 欢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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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耳欲聋的呼唤, 让疲倦的强者们精神一震, 这一刻所有的付出都止了。 什么财富, 什么荣耀, 没有比这一张张真诚的笑脸 更值得他们去战斗的。 强者们互相对视一眼, 都露出真诚的笑容, 他们这一刻找回了自己的初心。 这一切都在白邪眼中, 他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这群从十二年前大灾难活下来的老家伙, 这些年来明争暗斗, 不知干了多少, 龌龊式淡一场灾难, 又将他们紧密联合到一起。 或许, 这就是一族始终无法奴役人类的原因吧。 感谢诸位的鼎力相助。 你们的功劳, 我会如实上报, 大家都先回去, 给家里报个平安。 诸位, 大家也好酒, 没有一起喝酒了吧? 今夜, 比人在辉煌酒楼坐东, 特邀诸位前来。 一定, 一定, 打了一晚上, 的确该和家里人报平安, 同样也该好好休息, 再说, 晚上还要参加市场的宴会。 众人离去, 白邪却把王兴和吕清风留下来。 白邪叔叔, 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我回去睡觉了, 叔叔应该知道, 打扰一位女士休息, 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哈哈, 白邪小子, 打了一晚上, 老夫也累了, 有什么你就直说, 可别打扰老夫睡觉。 眼前两人身份都不比他低, 但作为市长, 有些事情他必须搞清楚。 侄女, 叔叔其实想知道, 是谁告诉你们空间裂缝位置的, 他是如何确定空间裂缝出现的。 抱歉, 我不能告诉你, 王兴直接离开, 根本不鸟白邪, 有个副会长的爷爷, 就是NP, 连市长都不放眼中。 李清风摇摇头, 心中叹息, 新丫头, 选择他, 以后你们的路可不好走。 吕校长, 白邪不死心, 还想继续问, 但被吕清风打断, 市长, 到此为止吧。 我们承担不了后果, 就算白家也不行。 吕清风走了, 白邪满头雾水, 白家也承担不起。 白家可是下国一流家族, 强者无数, 就算超级家族的四大家, 也会给三分薄面。 这样的家族承担不起, 他们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提前预知空间裂缝, 会是谁呢? 或许时间会, 找到答案。 带着疑惑, 白邪回到市长办公室开始工作, 作为市长, 他可没有休息的特权。 西南市一百公里外的一座小山上, 一身满是雪鱼的, 灵异成一个大字躺在石板上, 任由阳光洒落。 在神秘提示下, 灵异一路高歌, 所过之处, 鸡犬不留。 或许老天爷看不下去了, 准备休息的地方, 出现空间裂缝, 后来更是一夜逃亡, 就连杀了多少凶兽他都不记得了, 最后知识本能的灰剑。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 他连一根手指都不想动, 就地睡在这块石板上。 揪揪, 揪揪揪, 阿黎伸出粉嫩舌头, 在灵异脸上不停舔着。 主人, 阿黎要战斗, 阿黎要升级, 小白都比阿黎降了。 不管阿黎如何呼唤, 灵异连眼睛都没有睁开过, 他实在是太累了。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白银一级, 1058年。 天赋, 吞噬, 空间掌握。 技能, 石骨之牙, 灵蛇刺, 震动空气泡, 空间转移九尾灵弧。 资质, 神话。 等级, 青铜九级, 984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小白后来者居上, 境界已经超过阿黎, 怪不得阿黎如此迫切想升级。 一晚上, 阿黎不仅要战斗, 还要负责治疗, 是仅次于灵异的核心。 小白是谁? 十二星的成长, 还有吞噬天赋。 得知灵异不要那些凶兽尸体, 小白就一路吞噬, 一晚上连升四级, 达到白银一级。 从觉醒到现在, 满打满算, 也就四天时间。 白银一级的实力, 不可谓不逆天。 灵小十分无助, 更多的是绝望。 还有什么比不能保护亲近的人, 还痛苦的吗? 十多年的兄弟, 就因为自己太弱了, 被迫分开, 还不知道老大能不能看懂, 想明白。 二级警报拉响, 灵小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灵异, 他的大哥, 一个不管做什么, 都会站在他前面的男人。 他不顾反对, 不顾自身安危, 什么威胁。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他只想看到老大平安。 感到灵异的住处, 入眼一片狼藉, 熟悉的一切都不在了。 如果房子, 不是联邦建的单元房, 或许连房子, 都会被复制一句吧。 一哥去哪里了? 一哥, 一哥。 他大声呼唤, 但再也不见那道熟悉的身影。 他想去找他, 却被高明忠和张云强行带到撤离点, 保证他能第一时间撤离。 经过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后, 警报终于解除, 灵小没有和其他人一样欢呼。 那个和他一起笑一起哭的人, 消失了。 他风一样冲出撤离点, 找遍了每一个灵异可能去的地方, 一次次期待, 又一次次失望。 一哥, 你去哪里呀? 说好的, 一起去看星辰大海, 你的大骗子。 灵小撕心裂肺嘶吼, 跪在学校后山巨石上。 这是最后一个地方了, 同样没有灵异的身影。 俯瞰整个城市的高楼大厦, 脑海中回顾着两人在一起的一幕幕。 猴子, 这里能看到外面的大山, 好漂亮。 等觉醒了, 我就一起去外面闯荡。 你来不来, 我们一起大杀四方。 猴子, 我怀疑你藏了狐狸精, 要不然身上一点肉都没有。 你真的想变成猴子吗? 猴子, 猴子, 灵小哭了, 眼泪不争气掉在暴晒过的石板上, 激起屡屡青烟。 这样对他, 是不是太残酷了? 张云不忍说道, 高明忠看着灵小, 一脸关怀, 这个坎他得自己跨过去。 谁也没有发现, 高明忠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但很快就消失了。 既然消失了, 那就永远消失。 七月灵兽当天, 他发现灵小诗神从七月市出来, 拿灵兽弹去鉴定付出极大代价后, 鉴定师给出了他满意的答案先天不足的稀有灵兽弹。 暗中, 鉴定师告诉他, 灵异选的灵兽弹很奇怪, 具体哪里奇怪他, 看不出来。 奇怪的灵兽弹, 这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灵兽弹不是腹蛇, 要么就是腹蛇的心急非常高。 不管是哪一种, 都说明灵异没有害灵小的意思。 好不容易煽动他们分开, 想要和好做梦吧? 死人是不可能起来解释的。 未了给张家拉拢天才, 高明忠也是够拼的, 这两天一直在打探灵异的住处, 杀手都准备好了。 只是他不知道,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灵小的耳中。 可这小子就像消失了一样, 一点踪迹都没有。 不过, 他又能逃哪里去? 灵小身体不错, 但却是一个铁憨憨, 如果没有自己, 说不定真的会契约灵异选择的蛋。 不管好坏, 契约了那颗灵兽弹, 灵小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高明忠控制内心的杀意, 但还是被身边的张云感觉到了。 这里只有他们两人, 杀意不可能针对他, 那就只有。 想到此处, 张云全身冒冷汗。 高明忠实力比他强, 如果他要杀灵小, 他绝对拦不住, 这件事必须告诉市长。 灵小在三中后山待了很久, 一直到黑夜才离开。 老大没有亲人, 他会去哪里呢? 路过教职宫宿舍, 还有几个房间灯是开着的, 其中一个他还去过班主任王兴的宿舍。 嗯, 老师居然没有回家。 老师, 饶饰灵小脑子笨, 这一刻也想到了一种可能, 而且极有可能发生。 灵异是个大活人, 必须要有落脚的地方。 国家安置房无法住, 唯一的兄弟又闹掰了。 王兴这个班主任, 是唯一可能会帮他的人。 想到此处, 暗淡的眼睛再次明亮起来, 步伐也快了许多。 教职宫宿舍内, 灵小很顺利见到美女班主任王兴, 知识你一脸怜悯, 是什么意思? 诺, 你老大走之前, 让我交给你的, 看了, 就赶紧毁掉。 拆开信封, 灵小的瞳孔急速放大。 哈哈, 猴子,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说明老子没有看错人, 你还是你, 我的兄弟, 那个憨憨的猴子。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你要当心高明忠, 他是京都张家的人, 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你被孤立, 觉得全世界只有他可以依靠, 然后让你投入张家。 你老大我就是他们清除的第一个, 没有我, 就你这脑袋瓜子, 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张家再下国, 也是非常强的家族, 如果想加入一个势力, 张家是一个不错选择。 下次见面灵小弹就没了, 我会拿你送回来的灵兽, 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哼哼, 敢不和我商量就做决定, 是不是不把你老大放在眼中。 哼哼哼敢质疑你老大的能力, 把屁股准备好, 等着爱的教育吧。 好了, 屁话不多说, 以后不管走到哪都多长点心, 以后的路, 可是要一个人去走的, 谁也帮不了你。 偷偷告诉你, 灵兽弹送你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 感谢你把他送回来了, 结结结。 最后, 记住一句话, 弱小是原罪, 没有实力前不要多管闲事, 更不要强出头, 你不犯错, 大家族也拿你没有办法。 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鸵鸟, 还在乎最后几年吗? 灵小双拳紧握, 连指甲陷入肉中都不知,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他不傻, 知识很少用脑, 以前灵异说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 一切都连接上了。 完美精神药剂, 除了老大和自己, 就只有张云和高明忠两个知道。 一哥, 我好傻。 对不起,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记住你的每一句话, 在没有实力之前装鸵鸟, 等我有实力了, 我会全部讨回来。 老师, 你知道老大去哪里了吗? 灵小期待看向老师, 得到的只有老师的摇头, 不过王兴接下来的话, 让他看到希望,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过, 我知道他两个月后会去青龙学院。 灵小从王兴宿舍回家后, 就像变一个人一样, 疯狂地修炼和训练双头火龙。 如果没有市长特意给他请训练师, 规划合理有效的训练, 他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投入训练之中, 他永远忘不了, 离开时老师说的话。 你再不努力, 大学开始时, 你连站在他身后的资格都没有, 跟着他只会拖累他。 从小他样貌丑陋, 又没有背景, 常被同龄人欺负, 直到遇到未了就他奋不顾身的小小身影, 他才鼓起勇气与他并肩作战。 老大绝对不会抛弃他, 可他不想做拖油瓶, 不想成为老大的拖累。 快了, 自己现在已经黑铁九级, 等自己突破青铜, 就能外出狩猎, 就不用这样枯燥地训练了。 西南市西北方向200公里的一条小溪旁边, 一个少年正不停翻烤着火堆上的肉, 他右肩站着一条白玉般的小蛇, 左肩有一只巴掌大的雪白狐狸, 两灵兽的眼睛死死盯着芝芝冒油的乳猪。 就在刚刚, 他们杀翻了一个野猪群, 成年野猪除了野猪王全部进了小白的嘴巴, 而小猪仔全部收进空间玉佩。 空间玉佩要是再大点就好了, 三立方真心不够用。 开始的时候, 灵异还收集凶兽材料, 后来也就懒得收集, 直接让小白吞噬了。 不是他富裕, 实在是装不下了, 三立方的空间玉佩已经被各种珍稀草堆满, 让小白吞噬掉才是真的不浪费。 姿姿, 别催, 再催就不给你们考了。 玉兽师做到他这地步也是莫谁了, 一天天被灵兽齐步说, 大热天的还要给他们考食物。 都是自己宰宰, 再苦再累也得忍着。 提示洛西儿, 史诗集天赋, 青铜二级玉兽师, 灵兽青铜二级黄金雕, 黑铁四级雪狐, 圣级强者洛坤独女, 十八岁, 三维, 前往京都途中被兽神会截杀, 护卫全部战死, 危机时刻使用随机传送卷轴逃离, 五分钟后将坠机在你所在位置, 不想辛辛苦苦的美食毁于一旦的话, 建议你现在就出锅。 还美食, 逃命要紧啊。 兽神会, 邪恶的代名词, 圣级强者的独女都敢截杀, 他这个毫无背景的小喽啰, 还是有多远滚多远。 提示, 洛西儿使用随机传送卷轴, 就算尊级强者短时间也无法定位, 短时间内兽神会不会出现? 提示, 洛西儿身中剧毒, 一小时之内得不到救治便毒发身亡, 救治洛西儿将得到圣级强者洛坤的友谊。 祝, 洛西儿可是绝世有物, 说不定就以身相许, 满足你老色批的愿望。 史诗级天赋, 又是十八岁, 今天的高三毕业生, 却不是已知的三个史诗天赋者, 看来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 思思, 姿姿, 灵异收取三只即将出炉的烤乳猪, 梁小枝顿时不干了, 疯狂地挠他头发。 无良主人, 把我的烤乳猪还给我, 说好的一人一只, 你全部收起来是几个意思, 自己偷偷吃呗。 别闹, 有人来了, 等没人的时候, 我们再吃。 梁小枝虽然是吃货, 但也知道轻重缓急, 得知有人靠近, 梁小枝警惕四周。 洛西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呢? 灵异摸着下巴思索, 莫反应, 是直接传送过来还是? 依旧没有反应。 这提示是真的狗, 想知道的时候, 他就不提示了, 灵异严重怀疑, 提示应该是某个系统的功能, 说不定是哪个懒鬼系统之灵爱于规则给的提示。 阿秋, 某个空间内, 一个瓷娃娃般的小女孩, 打了一个喷嚏, 她知道自己的无良宿主, 又在抱怨她了。 可她又有什么办法? 她也很绝望。 谁会想到, 这个世界居然存在那种恐怖的存在, 如果不是她机灵, 现在连提示都没有了。 赢? 天空传来一声哀鸣, 然后就有一个庞然大物直直坠下, 目标正是她所在的地方。 靠靠! 还以为是天上掉下一个灵妹妹, 真给我来个坠机现场。 灵异几个跳跃逃离现场, 同时对阿黎发出指令, 阿黎, 尽力治疗, 别让, 他们摔死了。 千万别死啊, 哥还等着你一身相许吗? 洛西儿漂不漂亮他不管, 圣极强者的友谊他也不管, 但他就是不能死, 就算要死先给哥用用, 要不然真的浪费了。 121, 56108, 他看不懂, 但可以比对啊。 王兴老师的是, 108, 54, 97。 王兴老师, 已经是巨无霸的存在, 到哪都吸引着男同胞们的眼球, 一个18岁少女比大姐姐还恐怖, 我。 老色胚承认, 他心动了灵异不断调整方位, 保证自己不被砸到的同时, 尽量缩短阿黎的治疗距离。 在阿黎的治疗下, 重伤的黄金叼在快要落地时清醒, 十多米长的双翅山洞, 狂风呼啸, 但他的伤势太重了, 根本飞不起来, 但也大大减小了下坠的冲击。 碰, 地面烟尘滚滚, 碎石纷飞, 巨大的冲击波破坏周围的树木, 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距离城市200公里, 已经很深入荒野了, 如此动静, 绝对会引来强大凶兽, 得赶快转移。 冲进烟尘, 一个金黄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 我不是坏人, 你主人必须得到救治, 否则有生命危险,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就回到玉兽空间,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子子, 死死, 梁小枝也在附和, 告诉他主人是在救他们。 黄金雕艰难地看了看阿黎, 又看看灵异, 最后将沾满鲜血的翅膀张开, 露出一个紫色衣裙的女孩。 她披头散发, 满身鲜血。 到手了, 给给给。 黄金雕回到玉兽空间, 灵异抱着洛心儿跳上小白的头顶, 快速离开现场。 好, 好, 好。 灵异离开不久, 烤肉的地方传来一声声愤怒的咆哮。 小样, 还想找到我, 做梦吧? 发出咆哮的是一只身高十多米的深渊河园, 她已经追灵异五天了, 每一次她到的时候, 灵异都提前离开, 只留下一片鲜红的土地。 泽泽。 颤抖的手, 激动的心, 我老灵的, 春天来了, 嘿嘿。 灵异一脸猥琐, 发出给给的笑声。 阅读无数套路的她, 到手的肥肉, 还能让你飞了不成。 火车头大的舌头上, 洛西儿, 皮肤贩子, 中毒已深, 微弱的呼吸, 仿佛随时会挂掉。 又被坑了。 阿黎一边治疗一边驱散, 但并没有多大效果, 还越来越严重。 强者, 都有回溯死者生前一小段时间影像, 洛西儿死在小白头上, 她如何解释? 黄泥掉裤裆, 你还想解释? 根本解释不清, 洛坤上门, 她绝对死得很惨。 唉, 自己怎么就那么命苦, 要不死之前先? 灵异邪恶地想着, 目光一到两座宏伟的山峰, 一只小恶魔围着她飞舞, 不停催眠。 占有她, 单身四十年, 你甘心吗? 占有她, 占有她, 给我滚出去。 小白一个机灵, 差点撞到树上, 阿黎站不稳, 从肩膀上落下去。 没事, 没事, 不是说你们, 将罪恶抛出脑海, 开始为洛西儿检查伤口。 雾草, 雾草, 狼面啊。 动手的人, 绝对是一个狼面, 怎么忍心下得了手啊? 洛西儿的胸口上, 插着一根筷子, 大小透明, 支露出不到一厘米的长度, 加上衣物阻挡, 不仔细看的话, 很难发现。 一发入魂, 命中把星, 高, 实在是高。 灵异按按给动手的人竖起大拇指, 如此完美雄伟的风鸾, 说破就破, 不是女人就是gay。 提示, 冰魄藏魂钉, 钻石集深渊, 和原大宝贝 与九九八十一众毒药炼制而成, 入体后缓慢融入人体, 药食难医。 会融入人体, 越来越疲了, 为什么不早说? 小姐姐, 日月可见, 我就是为了救你啊。 灵异伸出罪恶之肘, 即将触碰到神圣之地时停下, 接着给自己一个耳瓜子。 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他想到, 这玩意包含九九八十一众毒药, 用手去拔, 人末就到, 自己就先挂了。 不过, 在预售师的世界, 取出某样东西可不一定要守。 将精神力附着在冰魄藏魂钉上, 轻轻松松拔出来了。 我, 我怎么流鼻血了? 刺激他妈给刺激开门, 刺激到家了。 精神力覆盖下, 两座魂园挺拔的圣山一览无余。 心率突然暴增, 还好他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姿姿, 主人在做什么? 自己累死累活地刷治疗, 他还在出神, 我要罢工。 刺! 冰魄藏魂钉离体, 过程很丝滑, 没有一丝脱泥带水, 知识这血再喷得也太大了, 不要钱吗? 阿黎, 加大治疗。 要不要钱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 继续喷下去会死人的, 催促阿黎加快治疗速度。 绿光一道接一道, 落在洛西儿身上, 但并没有多少效果。 该喷的还在喷, 毒素也没有驱散的趋向。 提示, 冰魄藏魂钉入体后, 破坏人体的凝血功能, 终者将血流布止。 附着的毒药无药可救, 只能针对性治疗。 但你的出现, 有了一丝希望, 请先出你50C要血液让其吞服。 一日三次, 三日后除冰魄藏魂钉副作用外的毒素将解除。 还有后血? 还留着后血? 灵异抓狂了, 洛西儿绝对是他的克星, 遇到他不到一个小时, 心率不知道高多少次了, 还好自己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不就是血吗? 给你就是了。 割破手臂, 鲜红的血液沿着匕首流入女孩干裂的红唇, 洛西儿就像一个恶极了的孩子, 本能地吞咽着。 一分钟后, 灵异拿开匕首, 伤口立即止住。 京都市一座豪华的别墅内, 一道雄壮挺拔的身影死死盯着眼前的影像, 影像播放的正是灵异救人现场。 很有意思的小家伙, 希望心儿没事, 否则, 兽神会, 真的很好。 中年身上杀意狂勇, 但被他很好的控制, 并没有破坏别墅内的任何东西。 吞了灵异的血, 洛西儿身上的毒斑得到缓解, 在灵异再给自己来一刀后, 他胸口的血也止住了。 呼, 死不了就好。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前辈们留下的名言他一刻, 也忘不了。 但, 一个孤独了四十岁的灵魂, 我要该如何才能做到? 灵异在心中呐喊, 从遇到洛西儿开始, 精神一刻都没有放松过, 每时每刻, 他都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 为此, 他一刻不敢停歇, 不停地移动着, 但暗中之人, 犹如复古之躯, 从来没有离开过。 不是深渊河源, 也不可能是寿神会。 难道是荒野中的强大凶兽? 额头皱成一个穿字, 灵异实在是想不出, 难道让人心悸的目光来自何方? 还无处不在。 被动挨打, 可不是灵异的风格, 他必须还击, 就从深渊河源开始。 深渊河源, 黄金九级巅峰, 守护阴阳树, 想吞噬阳果, 突破伯金。 阴阳果成熟瞬间, 一道白光闪过, 深渊河源抓了个寂寞。 百年等待, 就这样没了, 果树都被人连根拔起, 彻底断绝了深渊河源一族的未来。 让他如何不愤怒, 利用百年用鲜血浇灌得来的一丝感应, 追了灵异一个星期。 一次次扑空, 他没有放弃, 是要把小偷碎尸万段。 这一次, 他依旧扑空, 不过却闻到雌性人族的气味, 让人迷醉, 极品香味, 人类也绝对是极品, 想不到会有这种收获, 不乏不由地加快了几分。 如果不是洛西尔, 吃完烤乳猪灵异就回城了。 契约的两只灵兽都达到白银极限, 无论如何杀戮, 就是无法跨过最后一步。 现在, 他可不敢回西南市。 那是他的家, 他不能把一个未知的目光带到西南市。 洛西尔前往京都, 身边绝对高手无数, 现在之剩下他一个, 寿神会出动的武力, 可想而知。 西南市, 只是一个二线小城市, 把寿神会的目光, 转移到西南市。 圣级强者独女, 金色天赋玉寿师, 寿神会会把西南市和洛西尔, 一起从这个世界抹掉。 真会给自己找麻烦, 提示也是。 这时候哑巴了, 出来这个声也好啊。 提示, 之, 我, 深渊和原属狗皮膏咬的, 怎么甩都甩不掉。 洛西尔就像黑暗中的灯塔, 走到哪深渊和原都能找到。 三天, 整整三天, 只要停下, 深渊魔原都会准时出现。 洛西尔, 你还真是我的克星。 黄金九级巅峰深渊魔原, 小白一个就能打翻, 但薄金级呢? 一只随时进阶的深渊魔原, 可不能用黄金级来衡量,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如果没有那双未知的眼睛, 打不过他, 可以跑回城市, 让市长这些薄金大佬收拾他, 但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他也不能把这种未知存在带到城市。 失去阴阳果, 深渊和原累了还会休息, 现在他就像没陷过女人的痴汗一样, 没日没夜追赶。 最累的还是小白, 三天三夜都在跑路, 一旦停下, 就会被追上。 小白, 去明月山谷, 我们跟这只大猩猩拼了。 林毅最终做了决定, 干掉深渊和原, 暗中之人要真动手, 他也只能认命现在的情况, 拖得越久, 对他们越不利。 嘶嘶, 听到不用跑, 小白很高兴, 向着明月山谷方向快速前进。 被欺负那么久, 他早就想回头揍他一读, 知识碍于主人的命令, 一直在逃跑而已。 提示, 深渊魔原随时会进阶, 建议快速斩杀。 进阶是深渊和原最大底牌, 一旦交手, 必须快速解决, 一旦突破薄金级, 战力得到质的飞跃, 想要战胜就困难了。 明月山谷内, 一米大小, 非常深, 是很好的藏身之锁。 黄金雕, 出来! 黄金雕狠听话从玉兽空间出来, 除了摔断的翅膀, 身上的伤势在阿里的治疗下, 已经好得差不多。 黄金雕? 作为史诗吉林兽, 我相信你能听懂我的话, 请你记住我的每一句话, 否则, 我一定会杀了你和他。 黄金雕快速挡在洛西儿前面, 一脸警惕。 灵异没有看黄金雕, 继续道。 我们被一个未知的存在钉上, 回城市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只随时突破黄金九级巅峰的深渊河源, 追着我们不放。 再逃下去, 我们一定会被饿死累死, 所以我决定和我的伙伴, 把深渊河源解决掉。 我没有和伯金雕的凶兽战斗的经验, 也不知道他战力如何, 所以, 接下来, 你的主人就靠你了。 我会把大部分物资留下, 你只需照顾好他就好。 记住, 一直有一双危险的眼睛盯着我们, 一定不要带他去人类城市, 否则, 他就是人类的罪人, 一辈子都别想抬起头。 听明白了吗? 灵异双目冰冷, 随时可能抱起杀人, 这可把黄金雕下坏了, 只能不停点头。 小白, 一会我们这样。 教训完黄金雕, 灵异开始部署战斗。 梁小枝虽还不能说话, 但已经能领悟灵异每一句话的意思。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白银九级, 九千九百九十九年。 天赋, 吞噬, 空间掌握。 技能, 石骨之牙, 灵蛇刺, 振动空气炮, 空间转移。 九尾灵异。 资质, 神话。 等级, 白银九级, 九千九百九十九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驱散。 根据两只灵兽的技能, 灵异制定了战斗计划, 不出意外的话, 它们能一波秒掉深渊魔源。 离开山洞的灵异并不知道, 在它离开后, 洛西儿就睁开了眼睛。 它真的能胜利回来吗? 黄金雕一身实力, 基本上都在翅膀上, 翅膀受伤无法飞行, 站立实不存一, 根本帮不上任何忙。 小剑, 你把这几天的事情跟我说一下。 雪白的玉手伸出, 黄金雕把头送到洛西儿手边。 盈盈。 黄金雕一边讲述, 一边迈着步伐笔划, 断了一只翅膀的黄金雕动作, 怎么看都这么滑稽, 洛西儿听着, 脸蛋越来越红, 几次想让黄金雕停下, 又很想知道, 后面发生的事情, 内心十分复杂。 色呸! 大坏蛋! 听到灵异给她清洗身上, 和包扎伤口的时候, 她想了很久, 才吐出五个字。 明月山谷谷口, 灵异站在一处石台上, 手上拿着一白一黑两颗圆润的果实, 身前插着两把紫色长剑, 双眸死死盯着远方。 碰! 碰! 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大地晃动, 一只十多米高的庞然大雾不停在灵间跳跃, 每一次跳跃都跃过几十米。 好丑! 灵异第一想法就是丑, 全身上下就没有一处是看得过去的, 全身不满一层厚厚的鱼垢, 身下的罪恶都快拖到地上了, 一点美感都没有。 如此身段, 女人落到她们手中, 下场可想而知, 这种生物就不该存于世上。 但, 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像深渊和源这类生物, 已经发现人类就会组织强者围剿, 这么多年了, 荒野中还是有它们的身影。 好! 是那个无耻的小偷, 等我找到雌性人类, 再来收拾它, 一刻不停冲向山谷。 灵异傻眼了, 她低估了女人对深渊和源的诱惑, 宝贝都不抢了。 洛西尔所在位置很安全, 是建立在没有白银级以上凶兽的情况下。 黄金级, 披山碎石, 普通山洞分分钟给你挖出来。 让你过去, 我不是很没有面子。 将阴阳果收到玉佩空间, 持双剑一跃而下。 气刃, 给我死! 大喊一声, 两道紫色剑气朝山谷上方的巨石斩去。 出招喊出招式名字, 不是灵异犯傻, 她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听到灵异的吼声, 深渊魔源停顿了一下, 观察四周。 就在此时, 无数剑气铺天盖地朝她斩下。 灵异虽然只有白银九级, 经过两支神话级灵兽的反补, 实力超越大部分的黄金级强者, 可以说是一个戴着白银头衔的黄金级。 扑扑扑, 每一道剑气都在深渊魔源身上, 剑起一道血花, 疼痛让深渊魔源怒不可遏。 双腿发力, 就想冲上高空, 双脚却被雪白的狐狸尾巴缠住, 让她无法移动分毫。 吼! 深渊魔源身上, 黑气弥漫, 身体暴涨近一倍, 阿黎被震退好几步。 阿黎作为神兽, 毫不退让, 体型迅速暴涨, 比深渊魔源还大几分, 扑上去就和深渊魔源打成一团。 战斗很快波及到四周, 小兽们躲在窝里瑟瑟发抖。 灵异也没有闲着, 双剑狂舞, 一道道剑气仿佛机关枪一样, 就没有停过。 吼! 深渊魔源发誓, 他一定要撕碎眼前的蚂蚁, 放弃阿黎冲来。 阿黎怎么可能让他如意, 一直贴身战斗? 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 我斩! 斩! 斩! 深渊魔源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 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剑痕差不多了。 突然, 九条虎尾江深渊魔源牢牢固定。 给我死! 十字斩! 一道恐怖十字剑芒呼啸, 恐怖威视, 周围的空间都在震动。 愚蠢的人类, 以为这样就能打败伟大的深渊魔源吗? 好! 深渊魔源额头睁开一只心红的树眼, 一道血红光芒飞出, 击溃十字斩剑芒, 依旧一往无前。 同时, 小白为一道深渊何源身后, 一道紫色光束吐出。 长时间消耗, 又强制使用天赋技能, 身体还被狐狸尾巴死死缠住, 根本躲不开。 轰! 轰! 两声巨响同时响起, 燕尘遮盖了半个山谷。 这小家伙不得了啊! 要是心儿, 骆昆赶紧把这种想法赶出脑海, 自家的小白菜, 怎么可以让猪拱了? 燕尘散去, 灵溢从悬崖艰难爬出来, 口鼻一血, 一看就受了很大内伤。 深渊何源也不好过, 胸部空荡荡的, 星红的双目已经失去神采。 结束了? 不! 跑! 灵溢算到了一切, 却没有算到深渊何源有天赋技能, 还是强大的精神攻击。 深渊何源已经死亡, 主人为什么让他们跑? 不明白, 不代表他们不执行。 哄! 两小只刚逃开, 深渊何源再次睁开眼睛, 全身气势磅礴。 钻石级? 怎么可能? 居然是钻石级强者。 套! 提示, 深渊何源身上有某强者的印记, 不可敌, 请尽快逃离。 提示, 请尽快逃离。 灵溢被深渊何源精神攻击, 脑袋一直嗡嗡作响, 分不清东西南北, 提醒两小只逃离, 就已经很是极限。 灵溢情况不对, 两小只同样感受到了, 第一时间冲到灵溢前方。 人类, 就是你弄坏了我的玩具吗? 那就去陪他吧。 苍老的声音在脑海炸开, 金神海。 这年代, 谁还没有点背景呢? 打了小的, 老的出来不过分吧? 平民是真的玩不起, 一定也不友好。 灵溢全身抽搐, 五官一出鲜血, 赫然要挂掉了。 金神海中, 一个透明的身影, 茫然地看向水蓝色的世界。 我死了吗? 就这样结束了, 好不甘心, 还有好多事情莫做, 好多地方莫去, 还没有脱单。 遗憾真的太多了。 咦? 深渊何源背后之人诧异, 一个王者强者, 控制一个白银菜鸟, 不是轻轻松松吗? 为何? 精神力犹如石沉大海。 这个人类小子有古怪, 既然控制不了, 那就毁灭吧。 嗡。 天地震荡, 一只晴天巨兽, 朝明月山谷拍下。 你敢? 洛昆发出嘶吼, 但远在万里之外, 根本身手莫及。 这个混小子, 为什么回城市? 回到城市, 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一刻, 这个圣级强者也开始抱怨, 这是他的女儿, 唯一的女儿就这样摸了西南基地势, 黄金级以上强者纷纷升空, 惊恐地望着白里外的巨手。 钻石强者, 还不是一般钻石级, 希望不是敌人。 弱者在强者面前, 只能抱以侥幸。 吼。 吱滋滋。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条山越般的白蛇冲向天空, 口中喷出一道蓝紫色光束, 其身后跟着一只雪白的九尾狐, 九尾狐身体也在快速变大。 光束轰击在巨掌上, 遮天蔽日的手掌瞬间泯灭, 化为漫天星光。 就在所有人以为要结束的时候, 深渊河源再次抬起手掌, 天空巨掌再次出现。 王者, 居然是王者。 这种山达拉居然有王者强者前来, 刚刚到钻石级攻击居然不是极限。 王者级跨越了四个大境界, 就算是神兽也无能为力, 但两小之病没有退缩, 真身显现。 吼。 神兽的骄傲不由他们退缩, 震动空气炮没有任何停歇, 一次又一次轰击在巨掌上。 九尾狐同样在攻击, 九条尾巴犹如灵活的鞭子, 在空中挥出一道道残影。 巨掌压下, 九条虎尾纷纷碎裂, 紫色光束同样没有挡下巨掌。 砰。 巨掌拍在两个庞然大物身上, 恐怖的冲击波扩散数百里, 还好是在高空对地面并没有多大影响。 冲击过后, 阳光明媚, 仿佛刚刚的知识幻觉一般。 明月山谷, 灵异躺在地上, 五官血流不止, 全身抽搐。 在他边上, 躺着一条白玉般的小蛇和一只纯白的小狐狸, 只是此刻, 他们全身骨骼断裂, 五官同样流泻不止。 强者印记消耗殆尽, 深渊河源倒在地上, 赫然之是一具尸体。 白蛇, 九尾狐, 希望不是那小子, 否则我怎么跟新丫头交代? 吕清风不停自我安慰。 灵异成为玉兽师才多久, 如果城外的真是他, 现在已经死了吧。 在妖孽, 在王者面前, 也仅是一只强壮一点的蚂蚁而已。 某个空间内, 一个被黑袍笼罩的生物睁开眼睛, 然后又缓缓闭上。 有意思, 居然能吞噬我的印记, 真的太有意思了。 希望能在万族战场遇到你, 抹杀天才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黑袍人之获得模糊的感应, 根本不知道灵异身在何方。 战斗结束, 灵异惨胜, 一人两兽全部陷入昏迷。 灵异不知道的是整个过程, 都被山洞内的洛西看着。 此刻, 他也十分震惊, 什么灵兽在白银级的时候, 就能硬刚王者。 就算知识强者的一个印记, 那也是王者的一击。 希望他不要死, 要不然就太可惜了。 时间过了很久, 深渊河源没有动静, 只有灵异和梁小枝还在抽搐。 整个明月山谷境的可怕, 连一生虫名都没有, 让人十分压抑。 洛西儿刚苏醒, 伤势之事得到控制, 身体非常虚弱, 黄金雕翅膀被摔折, 横涨一段时间无法飞行总之, 几十米的悬崖的, 对他来说就如天谦, 对近在咫尺的恩人有心无力。 灵异还在抽搐, 仿佛生命在做最后挣扎。 善良的他, 怎可让恩人死在面前,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个蝴蝶模样的滑翔机, 固定好后, 义无反顾一跃而下, 根本没考虑后果。 鞋止住了, 但气息微弱, 看起来随时都可能挂掉。 怎么办? 怎么办? 掏出治疗伤势的丹药, 含在口中嚼碎, 未给梁小枝, 灵异也在脚位范围。 灵异精神海上空, 一道黑袍覆盖的身影被九条彩色锁链束缚住, 不停地在挣扎。 他每挣扎一次, 灵异的精神海就会被撕裂一次, 撕裂的疼痛让他身体不停抽搐。 无论黑袍人如何挣扎, 都无法摆脱束缚, 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堂堂一个王者, 栽在一个人组小孩手中, 他本尊都不敢说出去。 你不要脸, 也得有人信才行啊。 九条彩色锁链不仅将黑袍人固定在精神海上空, 还一刻不停炼化, 吸收精神力修复灵异的精神海。 王者级别的精神体, 就算知识分身, 对灵异也是巨大的补药, 这也是他精神海被撕扯后, 又快速恢复的原因。 同时, 灵异的精神体也在快速凝食, 五官逐渐清晰。 羊毛出在羊身上, 就是离谱。 喂, 醒醒, 醒醒。 洛星儿轻轻拍在灵异脸上, 他不知道呼唤了多少次, 没有得到一丝回应, 值得高兴的是他的呼吸稳定, 已经脱离危险。 多亏了爸爸的丹药, 下次回去一定多要点。 眼看天就要黑, 灵异还没有醒来迹象, 洛星儿只能拖着灵异离开。 时间悠悠而过, 眨眼三天过去, 灵异没有醒来, 梁小枝也没有醒。 三天时间, 洛星儿成长了很多, 学会照顾人, 学会采摘野果, 学会下河抓鱼。 总之, 他学了很多, 可能不及格, 但他已经很努力了。 京都, 洛昆看着女儿, 满是心疼。 他这种位置, 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 没有保护好妻子, 现在连女儿都保护不了。 哎, 他不能出现, 不能暴露女儿位置, 否则兽神会这群老鼠会毫不犹豫杀了他们。 臭小子, 敢欺负我女儿, 到京都看我不收拾你。 都说之女莫若母, 妻子牺牲后, 他既当爹又当妈, 女儿的心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山大拉的野小子, 只要女儿喜欢, 他可以不在乎。 只要对女儿好就行, 自己不也是从山大拉出来的吗? 问。 一阵空间波动, 两小只消失, 回到玉兽空间。 同时, 灵异的气息在增强。 青铜级的洛昆儿知知灵异变将了, 具体怎么变强他不清楚, 一直偷窥的洛昆可是看出来了。 黄荆级 灵异才多大, 从样貌来看最多二十岁。 二十岁的黄荆级, 再大下也是很好的天才鹤。 有自己在, 天才不天才都无所谓了, 用资源堆也能给你堆出一个强者出来。 阿黎不愧是治疗型神兽, 三天时间不仅恢复还突破白银瓶颈达到黄金级。 又是三天过去, 洛昆儿伤势好的差不多, 此刻的他一身紫色长裙, 乌黑亮丽的袖发如瀑布披在肩上。 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有了落脚点后, 洛昆儿一直像一个妻子一样照顾灵异, 为他洗衣, 为他清洗身体, 熬汤给他喝。 他不知道的是, 有两对小眼睛贼溜溜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还互相交谈着。 小白, 你出去吗? 不去, 主人要是知道我打扰他好事, 一定会打死我的。 阿黎, 要不你出去, 就你这小身板, 主人一定不会打你的。 我才不去。 哼, 阿黎很傲娇地转过身, 不再搭理小白。 不知道为什么, 阿黎总是很不舒服, 就是不想让任何人靠近主人。 可, 可, 主人也要有女主人的, 小白拥有强大战斗力, 还是坐骑是主人不可缺少的。 自己呢? 不仅帮不上忙, 玄, 想到自己一直以挠威胁, 主人根本不敢再提让自己给他骑的事情。 其实只要你坚持一下, 人家还是愿意的。 阿黎醒来,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疗主人, 可主人没事啊, 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灵异也不是不醒来, 怎么说呢? 他以为自己死了, 所以直接躺平, 在精神海中陷入深度睡眠中。 就是说, 他现在屁事没有, 纯粹是睡着了。 这你感谢, 又十天过去, 洛西儿已经习惯灵异的存在, 更加像一个小妻子, 照顾得无微不至。 两小只经历生死, 体验生死间大恐怖, 修为提升迅速, 十多天时间不仅打破瓶颈, 更是双双提升到黄金后期。 利益动人心, 半个多月过去, 无名强者和两只巨兽都没有动静。 人们就冒出, 会不会他们同归于尽了? 为此, 很多冒险者开始接近明月山谷。 不过, 他们注定要失望了, 洛西儿灵兽黄金雕恢复后, 他们就换地方了。 明月山谷内只有一片狼藉, 深渊河源的尸体也被小白偷偷吞噬, 山谷内一无所有。 越来越多的人靠近明月山谷, 洛西儿也在暗中得知附近的情况。 百里外有一座二线城市, 灵异很有可能来自。 百里外就是城市, 结合遮天蔽日的首长, 洛西儿相信黄金雕告诉他的。 不过, 现在莫必要隐藏了冒险者们早就把城市暴露了, 他们去不去都没有区别。 经过仔细观察和了解西南市的情况后, 洛西儿决定前往西南市给灵异系统的治疗。 两天后中午, 西南市城门处以个身材火爆, 样貌绝美的女孩背着一个帅气青年登记。 然后, 他就瓦特了。 进城需要下国公民身份证, 他不知道灵异名字也没有他身份证, 也就是他们无法进城, 除非找一个担保人洛西儿很想哭, 最近倒霉透了, 传送被人打爆传送通道, 还被他看光身体, 照顾了他半个多月, 还没有一丝醒来的迹象。 现在, 他连城门都进不了, 他好绝望, 难道真的要和他在野外住一辈子吗? 嗯, 怎么办, 洛西儿慌了, 变得手足无措, 他愿意陪他在野外生活。 可是, 父亲还在京都等他, 那么久了, 他很担心。 西南市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举目无亲, 更没有什么朋友, 谁会给他担保? 烈日下, 洛西儿在等待, 希望遇到认识灵异的人。 但直到日落西山, 依旧没有等到要等的人。 搭讪的道不少, 不过都被他无视了。 就在洛西儿快要绝望的时候, 一个老者出现在他视野中。 吕清风最近很烦躁, 灵异走之前说过, 最多一个月返回。 现在一个多月了, 还不见灵异的影子, 没有任何消息。 神话天赋的天才, 如果死在野外,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再不暴露灵异的天赋情况下, 他只好亲自到野外寻找。 几天下来, 城市周围百里都找遍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很多时候, 他都认为灵异。 挂了, 自己该如何向心交代。 吕清风来去匆匆, 莫注意要找的人就坐在城门口。 嘶嘶, 姿姿。 看到熟人, 梁小枝很高兴, 主人有救了。 然后, 吕清风像是没有看路一样, 从身边走过。 正在烦心时, 头发被挠了几下。 他发现, 不知何时, 肩膀上多了个小可爱, 还不停地比划着什么。 这不是小家伙的灵兽。 怎么会在这里? 带着疑惑, 顺着阿里所指的方向, 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最重要的是他身边的人。 灵异? 怎么在这里? 老爷爷, 你认识他吗? 洛心儿站起来, 露出甜美的笑容。 老人肩上的小小狐狸他认识, 他还抱过几次, 都是在小家伙没有一时的情况下就是了。 李清风从教多年, 周深浩然之气, 还得到阿里的认可, 洛心儿放心不少, 但也做好逃离的准备。 这个臭小子, 女人缘真不错, 这么快就遇到如此漂亮的女孩, 看样子还对他死心塌地。 唉, 可怜的心儿, 希望他没事。 李清风穿过洛心儿, 拍打灵异的脸, 臭小子都什么时候了还睡。 老爷爷, 他受伤了。 受伤? 不可能啊, 身体没有问题, 都摸摸, 吸碰碰, 不一会全身都给他检查个遍。 如此折腾, 还不行, 真出问题了。 小姑娘, 我是灵异的校长, 我们先回学校再说。 将灵异扛到肩上, 脚下生风, 不一会已经进城。 洛心儿, 我能说不然都被你扛走了。 现在的老人, 一点也不讲武德。 西南三中教职宫宿舍, 李清风一脸古怪, 好奇地问小姑娘, 灵异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 洛心儿没有丝毫隐瞒, 把知道的如竹筒道斗, 把前后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死。 灵异大战黄金深渊和园, 梁小之硬抗剧长时, 李清风吸了口凉气。 听完洛心儿讲述, 李清风感叹的同时, 又是一脸古怪。 白银抗钻石, 比他还疯。 校长, 灵异他没事吧? 洛心儿紧张询问。 他没事, 知识睡着了。 啊, 烟红的小嘴张得大大的, 双眸如明亮星辰一眨一眨的, 甚是可爱。 灵异被钻石强者攻击, 他以为自己死了, 陷入深度睡眠中, 只要进入他精神海, 将其叫醒就好了。 这这, 还带这样的, 自己以为自己死了, 这也太儿戏了。 校长, 求求你救救他。 李清风摇头, 精神海, 不能闯入, 只有让一个他熟悉的人进去唤醒。 自己不行, 灵小已经去帝都, 现在只有。 感受到老人的目光, 洛心儿总感觉, 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小姑娘, 以我的精神力, 进入他的精神海, 会造成巨大损伤。 不过你就不一样。 鬼使神差的, 洛心儿答应进入灵异精神海。 在吕清风施展秘法的帮助下, 青铜二级就精神体离体, 还进入另一个人的精神海。 从自己身体出来, 洛心儿就进入一片蓝紫色的海洋。 海洋很广阔, 无边无际。 在海洋的中央, 一个帅气少年正在熟睡, 不知道梦到什么好事, 哈喇子留了一地。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洛心儿缓缓靠近, 就在他伸手触摸时, 少年突然坐起, 伸手掐住他脖子, 看清来人后松开。 你也死了, 借给你一点。 灵异挪了挪身体, 留一个身位后倒头继续睡。 洛心儿抓狂, 谁要和你睡, 还有本小姐活得好好的。 灵异, 给我起来。 不起, 活着的时候累死了, 现在死了, 还不让我睡, 做梦。 果然, 校长说对了, 这家伙以为自己死了, 就沉睡在精神海。 灵异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父母都在寿潮中丧生, 亲戚朋友没有一个收留他, 一个六岁的孩子靠着联邦的补贴长大, 就在一个月前, 他唯一的朋友也离开了。 你以后不会一个人, 你还有我。 鬼使神差的, 洛心儿躺在灵异流出的空位上, 从背后抱紧他。 灵异, 你莫死, 这是你的精神海, 一个月前, 你的灵兽把你救了。 啥? 没死。 灵异转身, 四目相对。 啊, 洛心儿精神体受精, 从灵异精神海退出。 黄荆级, 精神体能理体。 摇了摇昏沉沉的脑袋, 但脑袋清醒一些, 精神力扩散开。 真没死。 入眼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蓝紫色海洋。 海洋的尽头, 他看到校长吕清风, 洛心儿, 还有一脸紧张的梁小枝, 我滴个乖乖。 自己没死, 一直睡下去, 也就离死不远了。 一时一动, 灵异掌控自己身体, 伸手盖住眼睛, 缓慢睁开。 适应周围环境后, 灵异才坐起来, 对着吕清风说道, 校长,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你小子, 得好好谢谢人家, 这半个多月, 都是人家, 在照顾你。 吕清风几眉弄眼, 一副你懂的表情, 在灵异还一面, 蒙圈的时候离开, 还顺手, 把门关上。 哪个?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小声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 洛心儿没有反对, 灵异趁热打铁, 一把将他拉入怀中。 无论洛心儿如何挣扎, 灵异的臂膀, 就像铁箍一样, 无法挣脱。 累了, 就随他认他。 这小子, 以前像木头一样, 莫想到追女孩子, 挺有一套的。 馨儿, 不是爷爷不帮你, 天才对异性吸引是很降的, 你得学会包容。 天才少年让人喜欢, 灵异注定, 是这个时代最闪亮的明星之一。 夜草不肥劳命马, 横财不负苦命人。 这个时代, 缘分不重要, 容貌也不重要, 但没有天赋。 你永远抬不起头, 更不要想高配另一半。 灵异不帅吗? 很帅, 帅到没边。 但, 十八岁了, 没有女孩子地址条, 没有一个朋友。 为什么? 没有背景, 天赋不定, 谁会和你做一辈子的下等人? 灵异魅力大吗? 非常大。 但洛西儿没有经历明月山谷一战, 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一个人, 要学会看清自己的。 第一次和女孩子拥抱, 灵异一开始很强势, 后面却不知道该做什么。 想进一步, 两人的关系还不到, 就这样一直抱着, 又不是一回事。 灵异如此, 洛西儿这个十八岁少女, 何尝不是, 最终他没有熬住, 红着脸跑开, 到门口似乎想到什么, 回头说道, 你好好休闲, 明天我们去京都。 怪不得青年男女, 都希望在楼下搂搂抱抱, 温香软郁的感觉让人迷醉。 去京都? 小白, 阿里, 我睡了多久? 灵异突然有个恐怖的猜测。 主人, 你睡了十七天了, 呜呜, 一道清脆女婴传来, 阿里出现在房间中, 将灵异扑倒在地, 脑袋轻腻, 在他脸上蹭着。 阿里, 你犯规, 我们说好的。 又一个声音传来, 小白也从玉兽空间出来, 同样便大把灵异缠住。 小白, 灵异被小白蛇身缠起来, 阿里自然不干。 眼看梁小之有大大出手的异象, 灵异赶紧阻止。 好了好了, 我不是回来了吗? 都是一家人, 你们是不是想把这里拆了? 哼, 哼哼, 哼哼哼。 梁小之变小, 互相较劲, 看得灵异又好笑又心酸。 自己不在, 他们很担心吧。 好了, 是主人不好, 让你们担心了。 伸手将梁小之拎到肩膀上。 阿里和小白都很懂事, 开始给灵异讲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听到洛西尔为了照顾她, 经历的各种心酸苦楚, 内心是感动的。 一个高高在上大小姐, 为她能做到这一步,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你若不弃, 我带你走遍朱天。 灵异暗中决定。 漂亮, 还愿意为你付出, 这样的女孩要是辜负, 她还是男人吗? 不过, 短时间小白和阿里, 是不能出现在人前了。 十八岁, 黄金八级, 她的天赋绝对隐藏不了。 不过, 背包内的泰坦蛇亡灵兽蛋, 正好可以解决眼前的困难。 小白, 阿里, 你们守着, 我现在契约新的伙伴。 对不起, 是主人太弱了。 抚摸着肩膀上的小家伙, 内心愧疚。 小白和阿里都是神兽, 很快明白主人的意思。 洛西尔有背景有天赋, 现在也才青铜六级, 他这个紫色天赋的人是黄金级强者, 天赋自然不言而喻。 神话级的泰坦蛇亡, 让他的光芒在人们能接受的范围内。 主人, 你睡着的时候, 我和阿里可是很努力的。 你看, 小白全身灵气涌动, 黄金八级的实力一览无余, 在他的控制下, 除灵异和阿里之外, 没有任何人察觉。 主人, 阿里也有好好努力修炼。 阿里同样灵气翻涌。 两小只献宝, 灵异毫不吝啬夸奖。 玩闹过后, 小白和阿里趴在灵异肩膀上, 好奇地盯着桌上的灵兽弹, 都想第一时间看到新伙伴。 滴血, 输入精神力, 过程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咔嚓。 一声脆响, 泰坦蛇亡灵兽弹破了一个小洞, 一个小眼睛从小洞看外面, 对上三对直勾勾的眼睛, 下意识地躲开了。 咔嚓。 蛋壳上的洞又大了一点。 这…… 新伙伴挺勇的, 这么想出来。 带王字的, 就是不一样。 咔嚓。 咔嚓。 洞口伸出一个绿色的脑袋, 扫了一眼, 自顾自肯吃蛋壳。 擦嘞。 这不是青竹镖吗? 换个世界, 摇身已变成恐怖的泰坦蛇王了。 颜值和实力并存。 白蛇和青蛇都有了, 许仙和伐还有吗? 契约第三只灵兽, 灵异开始仔细探查三只灵兽的情况。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黄金八级, 85,792年。 天赋, 吞噬, 空间掌握。 技能, 石骨之牙, 灵蛇刺, 震动空气炮, 空间转移, 空间囚龙。 九尾灵狐。 资质, 神话。 等级, 黄金七级, 七万八千六百四十六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驱散, 圣玉光辉。 泰坦蛇王。 资质, 神话。 等级, 青铜六级, 672年。 天赋, 钢筋铁骨。 技能, 吐刺, 剧毒沼泽。 王子守护出生, 就青铜六级, 没有埋没神话资质, 以后就叫你小青了。 嘶嘶。 蹭了蹭灵异的手掌, 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反对。 总之, 堂堂的泰坦蛇王的命运, 就这样决定了。 肩膀上的梁小枝, 看着新伙伴, 露出果然的表情。 自家主人一定是取名困难者, 要不然会取什么小白小青的, 自己的名字, 就是这么来的吧。 小白, 阿里, 明天我们要去下国的首都京都, 京都龙蛇混杂。 现在还不能让人知道你们的存在, 所以, 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可能都要在御兽空间了。 主人, 我们知道的, 就算在御兽空间, 我们也会努力修炼的。 嗯嗯, 两只灵兽很听话, 也让人心酸, 以后一定要好好补偿他们。 都怪自己太弱了, 如果自己能傲视天下群雄, 就不用如此躲躲藏藏。 不过, 这一天不会太久了。 大学, 作用有各种秘境, 学生能在大学得到飞跃成长。 一定要利用好大一时间, 在大学秘境转一波。 当天空泛起雨堵白时, 灵异准时醒来, 多年养成的生物中, 不允许他多睡。 唉, 都穿越了, 还是劳累的命。 可以抱怨, 生活还得过, 喜宿过后, 继续计划未来四年的发展。 首先, 在老师的安排下, 他至少可以进入精英班, 乾隆班也不是不可能。 不管是什么班级, 私下的奖励绝对不会收, 进入秘境的次数不比乾隆班收。 四大学院掌握大量秘境, 除了一个月一次免费次数, 学生还可以使用积分兑换。 秘境任务获得积分, 积分兑换次数, 以他的能力可以无限套瓦。 美好的未来, 在向他招手。 单身四十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辽妹得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早早起来等女孩子去食堂, 凭实力单身能怪谁。 思思, 姿姿, 思思。 三只灵兽看不下去了, 都在为主人着急。 洛西尔极美貌, 天赋, 背景为一身妥妥的白富美。 不怕天才有天赋, 就怕天才有天赋的同时, 比你还努力。 没有让灵毅多久, 洛西尔就起来了。 早! 早! 射死, 那是不可能的。 灵毅伸出手, 自我介绍, 正是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灵毅, 今年十八岁, 没有什么特长, 就是有点皮。 哥哥, 洛西尔捂着嘴哥哥直笑, 胸前的红尾高低起伏, 波澜壮阔, 灵毅不由地看呆了。 吸引自己喜欢的人, 洛西尔没有丝毫隐藏, 昂首挺胸, 勾勒出完美弧线。 这小妮子, 真是大胆, 等在数点就把你吃了。 洁白的御守伸出, 轻轻一握后松开, 洛西尔, 十八岁, 其他的秘密, 还秘密, 三维都在搁的掌握之内。 你还有什么秘密可言? 不过, 两个人不应该坦诚相待吗? 前往帝都前, 灵毅决定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现实, 解除鬼面效果, 露出本来的面貌。 帅! 帅气中带着稚嫩, 比鬼面幻化的样子更加吸引人。 心儿, 有些事情我得告诉你, 我是个孤儿, 没有家人没有朋友, 就连我现在的样子都是假的。 我, 洛西尔没有言语, 将灵毅手臂抱在怀中, 对他的依恋更近了一分。 昨天晚上, 洛西尔可是好好了解了灵毅的过去, 其实也没有特别注意了, 稍微一搜索, 网络上都是各种灵毅的消息, 喷子们把他十八代都挖出来了。 如此信任我吗? 嘿嘿, 忍无可忍, 我就无需再忍了。 不准乱想, 现在不可以, 洛西尔骄亨, 抱着他的手臂紧了几分。 不过你掐我腰间干嘛, 旋360度旋转。 难道女生都配备这种技能? 我没想, 是你想了。 灵毅更加猥琐, 不过还是那么帅气。 用餐过程不是很愉快, 食堂阿姨们投来的目光中带着鄙视, 愤怒, 害怕, 惋惜。 等个一飞冲天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自己有多可笑了。 心儿, 很抱歉, 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都要面对这种目光。 我们, 我不在乎, 只要和你在一起, 就算天下人, 我都不怕。 得妻如此, 福福何求?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有望在一个月内拿下。 玉兽师, 高贵和死亡的代名词, 大学并不反对学生谈恋爱, 在学校结婚都可以。 在错过旧领盒饭的年代, 今朝有酒今朝醉, 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 心儿, 你真好,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灵异恢复本来面貌, 走到大街上, 就像过街老鼠都对他指指点点。 猴子, 我真的得好好感谢你。 学校论坛帖子的出现, 灵异和猴子的关系就断了。 没有了信任, 再亲再好的朋友家人都会淡去。 灵异之事建议他契约泰坦蛇王, 又莫说必须签, 就算过程中有人挑唆, 何尝又不是猴子潜一时的选择。 这个世界可是非常危险的, 失误一点就会带来灭顶之灾。 他可不想未来在战场上挡在他后背的人躲开, 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狮之东鱼, 收之桑鱼, 如果不是猴子, 他又怎么遇到他呢? 拉着洛仙儿的手又紧了一分, 害怕他逃走一样。 多好的女孩子就毁在这个小人手里了。 谁说不是呢? 传奇天赋的兄弟多大的荣耀, 居然想毁掉, 脑袋进水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就是人性。 荒野是凶兽的天堂, 即使有预售师定期对城市之间的交通沿线清理, 也无法保证真正的安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方式有三种, 传送阵, 飞行零售和地下列车。 传送阵, 只有强大的预售师和家属用, 每一次启动都耗费大量资源, 快速安全。 但, 一旦被人提前知道, 在半岛拦截, 非死即伤, 洛仙儿如果没有洛坤流的宝物, 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飞行零售, 同样也只有强大预售师使用。 除此之外, 地下列车是官方为大众特意打造的交通工具, 便宜又实惠。 不过, 对林毅就不怎么友好了。 他已经很低调了, 但还是被人认出来, 谁让洛仙儿如此优秀, 男女通杀。 一路走过, 男人们都露出诸葛样, 女人们则下意识低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拿飞机场跟崇山峻林比, 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 对此, 林毅早有准备, 让校长给他们订了卧铺, 最多面对两个人。 小义, 莫想到你怎么出名, 走到哪都有人知道。 哥哥, 知道林毅的情况后, 洛仙儿也是哭笑不得。 为了自己安全, 林毅掩盖了自己神话天赋, 让所有人误会。 林毅不是故意隐瞒, 神话天赋, 三只神话灵兽, 真的太惊世害俗了。 还不都怪你, 我隐藏得好好的, 都是你太吸引人, 我才暴露的, 所以, 你必须补偿我。 林毅双目放光, 满眼的小猩猩, 挺住骄傲, 一脸狡黠, 如果爸爸同意了。 你想做什么, 都可以, 但之前你要是有坏心思, 心儿, 心儿就再也不理你了。 天海市地下车站, 人群涌动, 两道欠力的身影, 在人群中瑟瑟发抖。 觉醒天赋, 是平民走向上层社会的开始, 对于上官希儿和上官灵儿, 却是噩梦的开始。 十八年前, 他们父亲上官云为家族战死, 留下普通人的母亲和在墙堡中的两姐妹, 上官家狠心把他们赶出家门。 十八年, 一个普通人女养活两个女儿的艰辛。 两姐妹同时觉醒传说天赋, 成功契约了传说灵兽。 上官家看到他们的价值, 上门各种威逼利用。 姐妹俩是一个母子, 客出的, 一冷一热, 都是顶级美女。 消息传开, 追求者无数, 门槛都被踏破了。 二代三代们, 哪怕被拒绝, 依旧没有离开一步。 一个多月, 两姐妹不胜其烦。 列车到站, 两姐妹立即挤开人群进入列车, 试图甩掉这些人。 但他们赫然低估了这些人的无耻, 一窝蜂跟着上车。 票! 先上车后买票, 又不是不可以。 灵溢依依不舍从上铺爬到下铺, 准备迎接新的伙伴。 各位乘客, 天海战马上到站了, 要下车的旅客, 请带好行李准备下车。 各位乘客, 灵溢为什么那么积极, 当然是跟着提示做准备。 提示, 对面床铺乘客上官希儿即将在上车, 请保持形象。 提示, 对面床铺乘客上官林儿即将在上车, 请保持形象。 上官希儿, 上官林儿最近可是风靡全网, 相同容貌, 性格一个火爆一个冰山, 觉醒传说天赋, 同时契约一伙一兵两只传说凤凰灵兽。 这样的姐妹花谁不想要, 风头不亚于史诗及天赋者。 为此, 无数麻烦找上他们。 灵异保持形象可不是老色胚发作, 知识单纯接近。 为了提高学生的团队意识, 很多大学秘境和任务是不许单人的, 他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队伍。 大学队伍至少则六人, 没有上线。 你就算把一个年级都拉入队伍, 学校不仅不管, 还会大力支持。 身上的秘密注定无法大量招人, 只能走精英路线。 洛西儿是一个, 把这对姐妹花拉进来, 队伍就差两人了。 如何把两姐妹拉进小队? 二代们可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天下走不完的路就是套路, 自古套路的人心。 车厢的尽头, 两个身材火爆的女孩急匆匆, 一个冷若冰霜, 一个娇艳如火。 此刻正一脸焦急, 在快速查看床号。 灵异承认她被惊艳到了, 人比照片美多了, 焦脆的模样让人忍不住去恋爱。 嘎嘎, 一定要把他们拉进队伍, 期间要是发生点什么? 飘了飘了, 上铺的都莫拿下, 就惦记上一对姐妹花。 不过, 梦想总要有的, 这个世界, 你情我愿, 养得起, 三妻四妾, 都是自由的。 两姐妹来到床位, 根本不敢再下铺, 两姐妹同时挤到上铺, 就坐在扶手边上, 防止有人爬上去。 围着一大群人, 灵异忍着暴走的冲动, 继续盯着手机玩游戏。 这位兄弟, 我是天海市李家的李天宇, 可以把这个位置换给我吗? 我可以给你两倍价格。 一个自以为很绅士的青年走过来, 伸手问道。 殊不知, 东施孝平, 什么也不是。 不, 三倍。 哈哈, 李天宇, 你们李家就是小气, 我网友才出五倍。 十倍。 在两人互相抬价, 都想距离女神近一点的时候, 一个肥胖的身体, 从灵异边上扶梯爬上去。 张青海, 天海市四大家族之一, 张家嫡系, 西装革履, 头发光亮, 脖子上金链子, 奉命追求上官两姐妹。 张青海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得到家族大力支持, 上官家更是主动提出这门婚事, 就你们还和我抢。 一身肥肉的他来到床位时, 已经气喘郁郁, 没有抢到位置, 下铺, 还有灵异空着的半肩铺上都坐满人。 还有两个公子哥在抢夺灵异座的地方。 我可是得到支持的一群傻帽, 以为跑得快就有用吗? 这个贱民全身上下不到一百信用点, 一点眼力净都没有。 他们这么多公子哥过来, 要是让个坐后半生不救。 不过, 这才体现本少的不同。 下铺并不能满足张青海的欲望, 他要到上铺, 到两姐妹的对面, 与之促膝长谈, 逐一打到袖红着脸, 夺裹在被窝里的洛心儿之药, 拿下上铺。 我看, 砰砰砰。 啊, 就在肥猪手扯向被子的时候, 脚下一股大力传来, 硬将他从扶梯上扯下来。 与扶手床檐几次亲密接触后, 张青海成功落地, 趴在地上, 发出杀猪般惨叫。 敢伤我家少爷, 找死。 跟在张青海身后的中年人, 也莫想到, 会有人对他们少爷出手, 一时暴怒, 守成鹰爪抓向灵异。 招式凶狠残暴, 这一抓, 势必把气头抓爆。 灵异没有反抗, 也没有躲避, 自顾自看着手机,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也可能是认命了。 对方是黄金强者, 他出手不就露线了? 更何况从这群人上来开始, 就有一道目光, 一直盯着这片区域。 地下列车直属官方, 这段时间是学生报道的高峰期, 每一辆列车都有强者守护, 一个黄金级, 谁给你的勇气? 动! 中年手即将触碰到灵异的时候, 被一股无形力量拦住, 还发出敲击声。 再敢闹事, 别怪老富无情, 除了乘客全部给我滚。 声音雄混有力, 在每个人的脑海乍响, 一时间, 二代们各个脸色苍白, 精神违靡, 他们的护道者也不好过, 受到的冲击更大。 小子, 你很好, 我张青海记住你了。 张青海从地上起来后, 咬牙切齿。 都怪他, 我去上不关你屁事, 你扯老子做什么? 等查清你的来历。 你的家人, 在大厦, 没有人敢和官方叫板。 乱世用重点, 尤其是对年轻一辈预售师。 明文规定, 任何人任何家族, 不得参与年轻一辈争斗, 不得以任何方式打压年轻一辈发展, 否则灭族。 接班人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只有出于蓝而轻于蓝, 代代传承, 民族才能长胜不衰。 玉兽时代, 新一辈得不到保护, 没有成长空间, 势必会断层, 国家民族就会逐渐消亡。 为此, 大厦就青少年的保护, 制定了非常极端法律。 在大厦境内,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对年轻一辈出手, 为者灭族。 在大厦境内,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插手年轻一辈争斗, 为者灭族。 在大厦境内,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指挥或暗示他人 对年轻一辈出手, 为者灭族。 在大厦境内,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指挥或暗示他人 插手年轻一辈争斗, 为者灭族。 灭族是多么残酷, 但千百年来, 证明这些铁律是对的。 现在, 大厦是蓝星人口最多, 预售师比例最高, 等级和质量最高的国家。 国外为什么一直猎杀下国天才? 因为下国官方 对年轻预售师的保护 已经达到病态的地步。 每一个预售师 在走出大厦这个新手村之前 都得到非常好的保护。 在新手阶段, 他们是安全的威慑所有强者, 给年轻一辈发展空间, 放眼整个蓝星, 只有大厦做到了。 世人都有私心, 都想给后辈更好的修炼环境。 资源就那么多, 想要后辈得到资源 就要把其他人打压下去, 甚至让他们消失。 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永远都知是天才, 死人是不会有人记得的。 每年, 民间天才在数十亿人的基数上 都会诞生很多天才。 青少年保护法 就是要他们不受前辈的影响, 能发挥自己的天赋。 同龄人竞争, 被淘汰只能说你弱。 大学掌握了大量资源, 平民孩子在大学 可以争取到这些资源, 可能比不上有钱有势的二代, 但这是他们的希望, 也是大厦的希望。 家族也好, 王朝也罢, 存在久了就会腐朽, 人心就会变质, 总想用卑鄙手段获取利益, 青少年保护法 很好地杜绝了不公平竞争。 想汽车保帅, 不好意思, 官方直接掀桌子, 全足拿下, 你保什么? 在下国, 只要不做死, 年轻御寿师都能活到野外, 域外, 扩大和增强御寿师队伍。 坐列车前往其他城市上学的, 天赋自然不差, 是联邦未来的主力军之一。 凶兽, 兽神会在暗中虎视眈眈, 自然有强者坐镇列车。 天海市和西南市差不多, 最强者也不可能超过钻石, 联邦只要一个执法小队, 什么张家李家, 一夜时间通通消失。 小子, 你死定了。 张青海指着灵异, 全身颤抖, 都怪这个贱民, 让他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一定要杀了他。 杀了他? 我叫灵异, 青龙学院学生, 就你们这种垃圾, 老子一只手就能捶爆, 没有家族, 你屁都不是, 还在这里大言不惭。 你, 张青海指着灵异, 你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个穷笔, 现在动不了你, 不代表以后不行, 等你走出蓝星。 在未知强者的威压下, 天海市的二代们值得离去, 乃痴人的眼神, 这件事是无法善了。 大厦法律只在大厦起笑, 走出大厦, 你已经走出新手村, 死了只能说你记不如人, 当然也不可能出动超级强者就是了, 毕竟, 世家也是要脸面的, 有背景有靠山, 还是非常重要的。 列车已经启动, 这些二代们不可能跳车, 值得补票。 一群渣子, 坐回位置, 灵异的目光和手指继续在手机上飞舞。 那个, 谢谢你帮了我们, 不过你要小心, 这些家族没有一个是好惹的, 他们不会直接对付你, 但擦边球, 法律都有漏洞, 打擦边球, 在官方内部再有些人脉, 只要不过分, 官方也不能做什么。 就像这两姐妹, 人家又没有强制要你做什么, 完之是让年轻一辈追求。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不犯法吧? 没关系, 我可不是帮你们, 感谢我女朋友的被子, 他们简直在找死灵异眼中杀意一闪而过, 接着又没心没肺玩游戏, 仿佛周围肃杀之气和她无关一样。 啊, 真的吗? 不过还是谢谢你, 同时也很抱歉, 让你惹了那么多麻烦。 两人都没有特意压低声音, 周围的人都听到了, 都看着洛西儿的床铺, 刚刚他们被强者威压压破, 现在想起来灵异的确没错。 他们进去的时候, 灵异并没有拒绝, 有人坐他扑上, 他也莫说什么, 直到张青海想先上扑被子, 才被人扯下来。 说起来, 还都怪张青海这个废物。 不知不觉见灵异, 就把仇恨转移了。 当然, 其中也有被宠坏的孩子, 天王老子第一他第二, 灵异和张青海都被记恨了。 张青海有背景, 很多人不敢对他做什么, 当然只能在灵异身上找回场子。 列车过了两个站, 又有人员上车, 但二代们没有一个人下车,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想放弃。 这段时间没有好好休息, 两姐妹早就累坏了, 发现苍蝇们只能远远观望, 妹妹上官灵爬到下铺。 这个男人好奇怪, 是真的为女朋友, 还是像姐姐说的, 在欲情故纵。 两姐妹很善良, 对灵异是愧疚的, 但这些天被各种套路, 他们不敢相信任何人。 上官灵儿卡兹兰大眼睛盯着灵异, 心中满是好奇。 一个女人如果对男人产生好奇, 她就已经中招了。 果不其然, 心仰难耐的上官灵儿, 最先打破列车的宁静, 你叫灵异是吗? 刚刚听说, 你是青龙学院学生? 嗯。 你女朋友, 也是青龙学院学生吗? 嗯。 你们? 嗯。 嗯。 灵异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手机, 所有答案都是一个, 嗯, 明显是重度游戏患者。 自己不漂亮吗? 我们可是有心灵感应的双胞胎姐妹花爱, 难道真的在欲情故纵? 小易, 我饿了。 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传入所有人脑海, 治愈了她们的心灵创伤。 对于灵异的女朋友, 所有人都好奇起来, 什么样的女孩才能发出如此动听的声音? 声音好听的女人, 容貌都不会太差, 很多人都投来目光, 想知道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什么样。 咕噜咕噜, 一串咽口水的声音传遍车厢, 老色胚们心中荡漾。 好大, 这曲线,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天使面孔魔鬼身材, 这个吊丝何德何能获得这样一个美女清赖。 上官鲜儿一直很平静, 内心却早已惊涛骇浪。 上官铃儿则开放很多, 毫无顾忌的对比, 看看洛鲜儿又看看自己, 内心突然沮丧起来。 女人, 怎么可以犯规? 这也太大了, 自己都快道义了, 这女孩居然差不多是她的两倍。 而且在她身上, 看不出任何不适, 身材容貌完美结合, 不要问为什么。 男人, 都喜欢大的, 自己也不小。 但, 上官铃儿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一个容貌不亚于她们, 身材严重犯规的女孩出现, 给了她们极大压力。 而且, 她们看到了什么? 上铺女孩发出声音后, 原本一直在玩游戏的灵异, 立即把手机收起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 林毅虽一心玩游戏, 但也是注意外界的。 难道她真的知识保护自己女朋友? 两女不由出现挫败感。 两姐妹脸上的表情, 没有逃过林毅的眼睛。 她知道自己的套路有效果了, 只要在家把火, 忽悠她们组队绝对没有问题。 小叶, 你去买回来, 我要在这里吃。 啥? 林毅猛逼了, 仙儿要做什么? 不过, 林毅并不想深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 就算是老婆也不例外, 更何况还是女朋友。 在家中视下, 林毅在车厢和餐厅走了个来回。 这些眼神, 就像狗狗护食一样, 不过养不熟可不是好事, 人生出不该有的想法, 也不是好事。 哥哥。 走近, 林毅听到仙儿的笑声, 还有另外一个女孩的声音, 赫然是上官铃。 女人。 林毅摇头, 有时候女人建立友谊, 比男人还快。 当看到林毅只带回两份饭的时候, 洛仙儿一脸不高兴。 林毅, 再去买两份。 可我们只有两个人啊。 林毅装傻充愣, 既然补刀了, 织补一刀怎么行? 没看到我的新闺蜜吗? 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还不快去。 洛仙儿小嘴撅起, 你不去, 我就不高兴。 我这就去。 什么闺蜜, 刚见面, 低声抱怨。 作为预售师, 听力非常好, 自然听到林毅的嘀咕, 洛仙儿是真的不高兴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我说你闺蜜真漂亮, 林毅快速跑开, 那速度只有一个绝子表达。 馨儿, 你这小男友,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他呀, 洛仙儿陷入回忆, 孩子, 你此去一路坎坷, 但会遇到真命之人, 九世元缠身, 要包容, 老爷爷的话, 在脑海挥之不去。 九世元, 出现好快, 真是便宜了那个坏家伙。 林儿, 你们也是, 去大学报到吧。 是那个大学, 和你们一样, 青龙学院。 对上了, 对上了, 老先生算得很准, 自己刚刚传送不久, 到被人打爆, 无数兽神会成员冲进来, 将叔叔们拉进空间裂缝之中, 自己靠着父亲留的宝物, 勉强活下来。 遇到灵异, 被他吸引, 主要是这个坏家伙, 还很好色。 如果不是自己坚持, 现在都被他吃干净了。 洛仙儿, 你在想些什么仙儿? 你怎么了? 上官林儿御守, 在洛仙儿前面晃了晃, 担心问道。 洛仙儿回神, 歉意一笑, 我没事, 就是想到了一些事情, 不好意思, 让你们担心了。 感受到冰冷的寒意, 上官林儿对着姐姐吐了吐舌头, 火爆中带着一丝调皮。 上官仙儿皱眉, 看似很平静, 但心中已是惊涛骇浪。 遇到灵异两人, 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 两人很亲近, 值得信任。 这种感觉很奇怪, 所以他一直在思考, 更是严禁妹妹和灵异接触, 直到洛仙儿出现, 他再也拦不住妹妹。 说他对姐妹有目的, 人家女朋友很漂亮, 身材更是好到爆炸, 人家还非常爱惜。 这到底是怎么了? 姐姐, 姐姐, 你又发呆了。 兮兮, 思绪被打乱, 上官仙儿瞪了一眼妹妹, 莫好气道。 你要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管不住自己脾气, 就算了, 还什么都好奇。 嗯嗯, 上官林儿头摇成波浪鼓, 拉着姐姐的胳膊撒娇, 有姐姐在, 我什么都不怕。 你呀, 捏了一下她的穷鼻, 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们感情真好, 不像自己。 那个, 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子, 我会很难做的。 闭嘴, 林儿画着圈圈, 心儿你变了, 不爱我了, 三个女人唱戏, 就算是冰山也扛不住。 拿起我的小背脊, 合饭, 默默离开, 风消消息一去不复返。 瞬间, 一股悲怅感, 渲染整个车厢。 这小子, 真有肤浅。 暗中强者感叹, 年轻真厚, 那么有活力, 未来有无限潜力, 不想他就止步于此。 不过, 是时候找个办了。 灵异也莫想到, 激人的打闹, 会让一颗平静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心, 起了波澜。 这也算为国家做贡献吧, 毕竟增加了人口。 列车一路迟行, 三女越来越熟络, 倒是灵异彻底成了外人。 女儿家的谈话, 你插什么嘴? 好吧。 惹不起。 手机屏幕被敲得啪啪响, 仿佛这样就得到报复版。 手机, 有火, 你别往我身上撒呀。 你是不是玩不起? 灵异玩累了, 就一个人爬到上铺, 裹着小背脊, 吟吟吟。 梦中, 灵异被人追杀, 上天下地, 没有他的藏身之所, 只能一路推过去。 一路秒天秒地秒空气, 打到最后, 他到极限了, 斗大汗珠滚过脸颊, 滴在地上。 最后敌人之能将他压在地上, 一个接一个, 人山让他喘过气了。 各位旅客, 列车前方到站位, 本次列车终点站, 京都站, 请各位旅客。 两天两夜, 终于到京都了。 路上灵异可谓收获满满, 与洛西儿的关系更进一步, 利用两姐妹的愧疚, 成功让他们加入小队。 大学, 我胡汗三又回来了。 灵异, 我们要到了吗? 洛西儿挽着灵异胳膊, 心中满是忐忑。 爸爸应该不会打死他吧? 他为他担心, 爸爸救他一个女儿, 平时害怕他受到一点伤害, 如果爸爸知道他是花心大萝卜, 还要和九十元重逢, 自己。 洛西儿星辰到谷底, 只希望不是那么快遇到其他人。 当然要到了, 接下来就看好你男人是如何发光发热, 上达立带强者, 下替无数天骄, 中间拥。 死。 洛西儿杀气腾腾, 用什么? 这么快, 就想花心了? 上官两姐妹, 都还没有拿下呢? 腰间软肉, 又旋转了360度, 还有继续旋转的趋势, 灵异赶紧改口, 中间当然是拥抱我的心了。 哼, 油嘴滑舌, 胳膊上的力度加大, 灵异不由的好奇, 星儿是怎么了? 越是靠近京都, 他好像越担心, 他在怕什么。 放心了, 岳父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 实在不行, 我们就先闹出人命, 我就不信都当外公了, 还不同意。 闹出人命, 这小伙子有前途, 我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这一路, 他们是那个羡母, 一个穷调, 三个女神围绕, 听意思大学还组队, 岂不是? 真的是汉的汉死, 落的落死, 这都是命。 上官铃哦, 嘴巴可以塞下一个鸡蛋, 他才发现灵异心好大, 嗨嗨, 你们两个别腻歪了, 马上到站了, 我们一起去学院报到吧。 也好, 我们先去学院, 岳父大人知道的话会来找我们的, 所以, 我们的速度一定要快, 快你个头啊。 没有爸爸同意,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唉, 命苦啊。 在两人耍宝的时候, 列车靠站停下, 灵异也只能跟着人流下车出站, 不就是圣洁, 等个牛皮了, 分分钟让你叫爹。 啊, 好像不行, 你爹永远是你爹, 再这样也不行, 大一辈也能压死人呢。 蓝星的京都, 晴空万里, 蓝色的天空, 接连天际。 一族和凶兽, 到了压缩人类空间, 不过环境也得到进化, 这种天气, 在地球很难遇到了。 小叶, 你看那里是青龙学院的学姐们, 我们快过去吧。 新生报道, 大学学生会会, 安排学生到车站, 也有一些学长学姐自行组织, 接家乡的学弟学妹们。 灵异四人的出现, 整个广场都安静了。 太美了, 尤其是那个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孩, 让人一不开眼睛。 人群中, 一个长相帅气, 又带着阴柔的男子走过来, 向洛西儿伸手, 你好, 我是京都张家的张力群, 能有幸认识一下吗? 提示, 张力群, 青铜九级玉兽师, 十九岁, 玉兽, 青铜九级双齿猎魔椅, 青铜三级独角猪, 一流家族张家嫡系, 年纪轻轻百人斩, 比劳子好牛, 不过比哥差一点。 那是张家的张力群, 白虎学院乾隆班学生, 这回有好戏看了。 你们猜那个男的会怎么选择? 为什么不是我? 有了张家的支持, 飞黄腾达之势, 时间问题。 谁说不是, 这小子走运了。 一流势力, 最强者不过遵级巅峰, 有洛坤这个大佬在, 灵异根本不担心。 灵异不想惹事, 绕过张力群。 张力群怎么可能让他们离开? 这三个女人, 她一定要拿到手, 尤其是洛心, 她已经迫不及待了。 太大了, 大到犯规, 还不受引力影响, 后面的两女也非常不错, 容貌身材都是顶级, 知识被前面女孩震撼, 对比下稍有不如。 谁都看得出来, 这个四人小队, 是以灵异为首。 这位兄弟, 我是张家的张力群, 只要你把这三个女人给我, 我保证你进入四大学院, 要是兄弟有兴趣, 我们可以一起。 碰! 听着就恶心, 还进入四大学院, 还和你一起, 我特摩吃, 毒食不香吗? 还带着你。 这种二代, 打服就行, 灵异毫不犹豫, 给他送上黑眼圈套餐。 张力群感觉脑袋被锯锤锤一下, 脑袋嗡嗡嗡的, 眼睛传来剧烈疼痛, 还没有反应过来, 另一只眼睛也遭殃。 看不现, 眼睛又很疼, 疼得他眼泪都出来了。 在京都这地界, 自己背个土帽打了, 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该死, 该死。 等我拿下你们, 看我不, 张力群已经想好得到三女如何调教了。 至于男的, 一定要他死。 你好, 学姐, 我们是青龙学院今年的新生, 可以带我们去学校吗? 灵异走到青龙学院接待区, 在一个美女学姐前停下。 啊, 可以, 可以的, 白姐有些猛, 这四人哪里来的? 难道不知道张家的势力, 如此得罪张家老爷子, 最疼爱的孙子? 小子, 敢打我, 你死定了? 滋滋, 人群中出现一只墨盘大大双齿猎魔椅, 巨大的双鳄散着幽光, 一出现, 就朝灵异四人扑来。 双齿猎魔椅, 双鳄切金断玉, 加上火毒, 白银级的灵兽都要退避。 上官两姐妹花容失色, 但却咬牙挡在灵异身后, 就在他们准备召唤灵兽时被灵异阻止。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灵异, 他们前所未有的信任, 站在灵异面前, 等待死亡的到来。 最淡定的莫过于洛西儿, 灵异的本事他可是知道, 强杀黄金, 硬抗钻石一击。 青铜局, 手都用不上吗? 双齿猎魔椅, 以雷霆不及之速, 冲向四人, 接近时高高跃起, 口气大开, 目标是, 正是灵异的脖子所有人都闭上眼睛, 已经想到接下来血腥的画面。 碰! 众人睁开眼睛, 眼前的一幕超出他们的脑容量, 威风凛凛的双齿猎魔椅, 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四人皮都没有破一点。 就这…… 这孩子, 被宠坏了。 学姐, 现在可以走了吗? 灵异张嘴露出大白牙,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好好, 白家不比张家弱, 白杰自然不用担心张力群报复, 还有这个学弟好帅, 可惜自己没有机会了。 站住, 你不能走。 张力群再次拦住去路, 看到自己学弟学妹被欺负, 白杰也不惯着, 卢秀子就准备开干, 问题是对方还很害怕的样子。 这漂亮学姐, 不会是暴力狂吧? 不然。 白杰, 别人怕你, 我张力群可不怕。 今天要是不能让我满意, 就算你打死我, 你们也别想从这里离开。 你…… 白杰被气到了, 但又无可奈何, 张力群的地位太特殊, 他真拿他没有办法。 就在白杰在想办法时, 一道残影从身边越过, 然后…… 啊, 哎呀, 雨点般的拳头, 朝张力群脸上招呼, 不一会, 变得连他妈都不认识了, 简直惨不忍睹, 双齿裂魔已感觉到主人的痛处, 在地上不停撕鸣, 但就是, 无法挣脱。 我打, 我打我打, 死, 太残暴了, 这才是残暴吧? 这一定才是残暴。 灵异停手, 张力群双臂死捂住自己的头。 结束? 我打。 张力群像只熟透的虾米拱着, 顶着一个大猪头, 怎么看都十分解气。 灵异想踩一下猪头, 结束这场闹剧, 突然感觉一个黄金强者向他袭来, 灵异值得退后。 这里不是城市就好了, 心中感叹, 在野外就可以让他们消失了。 不对, 我什么时候如此冷漠, 两条生命说得如此轻松? 难道是在荒野杀戮太多的原因? 小子, 你知道打的是谁吗? 袭击者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全身气息浓厚, 死死盯着灵异和三女, 不用想他都知道, 一定是自己离开这段时间, 少爷看上三个女人导致了冲突。 不过, 我张家人可不是谁都能打的, 看他们衣着小地方来的, 天才突然有些实力就张扬。 这种人他陷多了, 最后不是成为他们的狗, 就是死了, 这就是现实。 中年一步跨出, 拦住众人去路, 四位, 还是跟我回张家。 张天涵叔叔, 这件事是张力群的不对, 你不能。 哈哈, 原来是白杰丫头, 最近你父亲还好吧。 有时间让他来张家聚聚, 黄金级, 在京都知能算中等, 但也不是他们这些普通大二学生能抗衡的, 加上张家的能量, 知识让他们去张家, 他还真拦不住怎么办。 这些可都是学院学生, 被人带走, 他会被学院。 学姐, 带路吧。 林毅实在是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什么垃圾玩意。 小子, 你。 张天涵气势如虹, 压得周围学生喘不过气来, 只有林毅和三女, 不受任何影响。 前辈, 你要再不出手, 今天这里就要死人了, 余不惊人死不休, 这小子莫看清状况嘛。 这可是黄金级, 黄金级强者。 张家的小子, 过了, 年轻一辈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解决去。 所有人身上微压消失, 同时也听到从车站内传来的声音。 钻石级, 京都地下车站居然坐镇一个钻石级, 不愧是京都, 或许暗中还有更将的人, 知识不屑出现而已。 是。 张天涵眼中闪过杀意, 盯着林毅四人, 已经给他们下了死刑。 不要那么看着我们, 想杀我们几个, 恐怕四年内, 你是没有机会了。 告诉你主子, 青龙学院前龙班灵异, 随时恭候大驾, 用年轻人的方式解决。 当然, 你们也可以不要连老一辈出手, 要么去幸福小区666号, 找我们长辈要说法, 要么全足去军法司喝茶。 三条路, 你们可以任意选择。 张天涵手捏的枝嘎作响, 但却不敢做出任何行动。 少爷被人打, 家主一定不会放过他, 还有列车站内的钻石几。 四人转身就走, 莫必要连累人家学姐, 再说, 没有人引路, 一滴滴就搞定了, 他们四个正好一车。 你们等等我, 说好我带你们去的。 白杰步伐飞快, 在四人上车时赖着挤上车, 林一只得把心儿抱在怀里。 幸福小区666号, 你们知道是谁的府邸吗? 不知道, 住在幸福小区的非富极贵, 一般人就算有钱也买不到。 就算是幸福小区中的人, 也无法和张家对抗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 张家家大业大, 人家刚刚说了幸福小区666号, 知识一栋别墅, 也就是一家人。 牛皮, 怪不得敢得罪张家。 你们在说什么, 我咋听不懂? 哪位大佬科普一笑? 张家家大业大, 不可能为一个后辈出动强者。 而人家不一样, 就几个人, 随时可以打也可以走。 这种强大的散人, 大势力一般不会去惹, 都会给对方面子。 原来如此, 是我肤浅了, 原来散人还有这好处? 不知道张力群醒来, 假了,会不会被气死? 死了更好, 省得再祸害人家。 听着周围的谈论, 张天涵差点暴走, 看了一眼车站大门, 智得灰溜溜带着张力群离开。 学姐, 给我们带路, 你不怕张家报复, 张力群一看, 就是被宠坏的孩子。 她的背后, 溺爱过度之会, 害人害己, 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样的家长, 不过这种人还真不好惹。 白杰一脸皎洁怕, 学弟, 既然这样, 你要如何补偿学姐呢? 目光从白杰身上扫过, 很漂亮, 九十分没得跑, 不过吃惯鸡鸭鱼肉的她, 可不会去吃青菜, 哪怕她再可口。 灵异也就心中想想, 让这个暴力女, 知道自己, 把她比喻青菜, 以后就没有好日子了, 女人是不能琢磨的。 要不, 一会, 请你吃饭吧。 好, 学弟, 你们四个都是乾隆班的吗? 他们三个是, 我不知道, 老师没有给我通知书, 只是让我来, 学院报到。 灵异说得很轻松, 但在四人耳中, 不亚于惊天炸雷。 老师, 这就说得通了。 四座一流学院, 分布在京都四个城区, 青龙学院在西城区, 乘坐半个小时的滴滴, 五人来到一个古朴的大门。 大门两边不是石狮, 而是两条青龙拱卫大门, 大门上书写着四个气势磅礴的大字, 青龙学院。 希望他们, 不要让我失望。 带着四人, 白杰心中期待。 街学弟学妹, 可不是谁都能做的, 这其中涉及到很多东西, 比如学分, 而且, 作为学弟学妹们这一厢第一个朋友, 日后好处多多。 越过大门, 是一条宽十几米的柏油路, 跟着白杰, 四人很快到新生登记处。 老师, 来这里, 现在报到的新生不多, 都是去连老师在登记。 由于凶兽的阻挡, 谁也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 新生报到时间是一个月, 照顾偏远的地方。 每天来的人也不是很多, 一个人登记也在情理之中。 把你们的通知书给我。 上官连上官仙从背包内翻出身份卡和录取通知书, 洛仙也一样拿出两样东西, 轮到灵异时就尴尬了, 他没有通知书。 老师, 我没有通知书, 是我老师让我来这里报到的。 屈连一连比仪, 又一个走后门的。 你老师是谁, 让他来。 出生平民, 他知道平民的不容易, 但好不容易争取的机会, 往往都被这些二代取代。 鬼鬼, 这个更年七大妈居然是王者强者, 还是给老师打个电话吧。 嘟嘟嘟, 通讯很快接通,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脑海, 臭小子, 知道给老师打电话了, 一个多月,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呸, 哪有老师咒, 自己学生的。 对了老师, 你不是说让我来青龙学院报到吗? 我们已经到了, 但是没有通知书。 到了, 王心脸上笑容, 撕, 扯到伤口, 疼得他呲牙咧嘴。 这个臭小子, 王心, 谁让你打电话的, 赶紧放下, 受这么重的伤悬。 嘘, 校长电话我发给你了, 一会你, 直接去找他就行, 老师我早安排好了。 老师, 你受伤了, 严不严重? 严重个屁, 挂了, 嘟嘟, 听电话里另一个声音的意思, 王心受伤很重, 受伤还如此兴奋, 看来他的女武神考核试过了。 老师, 麻烦你帮他们三个登记一下, 将三人资料递给屈莲, 莫想到的是他的手柄没有收回去, 一直伸着。 要钱? 我去, 不应该是免费吗? 将银行卡塞到老师手中, 老师, 这可是我的老破本, 你悠着点, 别给我刷完了。 屈莲收好力道, 差点就把银行卡捏碎, 这个混蛋, 是上天派下来惩罚我的吗? 把你身份证给我, 以后你, 就是乾隆班班长了。 啊, 灵异呆了, 不是要钱, 还有我什么时候成班长了? 最惊讶的莫过于旁边的四个女孩, 灵异居然是乾隆班班长, 今年最神秘的班长。 今年, 决行史诗天赋的有三人, 四大学院抢夺, 互相报价, 谁也不想成为没有史诗天赋的学院。 但, 中途不知道发生什么, 青龙学院退出争夺, 而且还组建了乾隆班。 乾隆班, 大厦大学地位最高, 资源最好的班级, 就连授课老师都知识授课, 真正班级掌权者是班长。 每个乾隆班班长, 必须是史诗天赋, 如此培养方式, 是在给人族添交积累班底。 你现在告诉我, 这个全身上下不到一百块的家伙, 是班长。 小子,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让希儿和校长一定要你做乾隆班班长, 但你要是不值这份殊荣, 就算, 上官林儿, 传说天赋, 上官希儿, 传说天赋, 洛希儿, 史诗集天赋。 这这, 这不是我给校长的通知书吗? 居然在这个女孩子手中, 还是和这个臭小子一起来的。 史诗天赋, 怪不得校长让他退出争夺, 只出现三个史诗天赋天才, 哪家没有抢到, 就会落后。 当时三家谁都不退让, 一直在加价, 待遇已经上升到十分恐怖的程度。 就在那时, 校长告诉他放弃。 怪不得, 一切都在校长的掌握之中, 这个女孩是史诗集, 这个男生呢? 史诗, 还是传说中的神话。 越想心中越是激动。 林一同学, 这里是九号宿舍的钥匙, 你拿好, 记得下一月一号来上学。 谢谢老师。 洛希儿同学, 这是八号钥匙, 一样的下个月一号来上学。 至于你们两个, 是和他们一起住还是等宿舍争夺? 啥意思? 宿舍争夺? 大学争夺这么残酷的吗? 宿舍都要抢, 抢不到岂不是要睡大街? 林一的疑惑很快被解开, 青荣学院有九个特殊宿舍, 宿舍内搭的灵器是外面的几倍, 甚至几十倍, 对灵兽有极大好处, 心生均可争夺。 听完解释, 林一也就明白了, 意思是, 到时候我守不住, 宿舍就不是我的了。 对, 如果你没有本事, 就算是校长开的口, 你一样去普通六人间。 六人间? 不行, 我可是要和老婆弄出人命, 让老丈人妥协的, 永远不可能去多人宿舍。 心生, 我一只手就能吊打, 你们两个, 还是和仙儿住吧。 剩下的二十来天, 应该能增加些实力。 好, 两女没有拒绝, 她们不会放过一丝变强的机会。 林一搂着洛仙, 上官两姐妹, 四人朝着老师指的方向走去。 白杰丫头, 老师希望你把今天的事情忘掉, 否则就算是白家, 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你。 白杰哭了, 不到十分钟, 脑海就被炸了三次, 还要不要人活了。 那个很漂亮的女孩, 居然是史诗天赋, 还有灵异, 居然没有录取通知书, 一个电话成了乾隆班班长。 上官两姐妹也不差, 都是传说天赋, 一个模子刻出来, 属性相反, 绝对能迷倒无数天骄。 老师,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 白杰望着熟悉的校园, 内心恍惚, 这还是被嘲笑的青龙学院。 青龙学院的一处山丘, 坐落着九栋别墅, 赫然就是九个特殊宿舍。 四道人影呆头呆脑地进入, 静悄悄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都跟我去九号宿舍, 开学前就住九号。 灵异将长剑背在背上, 不管三人同不同意, 朝九号别墅走去。 提示, 白晴雪, 十九岁, 白银四级玉寿师, 玉寿, 白银四级青灵脚蟒, 白银一级玄风鹰, 青铜八级黑眼马, 京都白家家主之女, 三围。 提示, 韩风, 十九岁, 白银二级玉寿师, 玉寿, 白银二级玲丰雕, 青铜六级魔眼熙, 来自天南市普通家庭孩子, 十分刻苦。 在提示下, 一切隐秘都无处遁形, 很快掌握九栋别墅内的情况。 九栋别墅, 八号和九号都只有一人, 实力也最强都是白银, 青铜别墅人数参差不齐, 实力都在青铜六级到九级之间。 怎么回事, 一年时间, 就两个白银, 青龙学院有点拉垮了。 又想干坏事, 我才不去。 洛西尔撅着小嘴, 一脸不开心, 带自己就算了, 还带他们。 再洛西尔额头弹一下, 洛西尔捂住额头, 泪眼汪汪。 屈老师说九个宿舍是给新生准备的, 开学时抢夺宿舍归宿, 往后每个月抢一次。 可以提高修炼效率, 抢到的人绝对在争分夺秒修炼, 现在还没有开学, 宿舍还在大二学生手中, 如果你能打败大二学生, 你也可以自己去抢一个。 哼, 打不过就打不过, 洛西尔头歪到一边, 身体却很老实, 紧紧跟着灵异也很奇怪, 这两天西尔会莫名发小脾气, 她还没有展露心机好不好。 难道这丫头的能力类似于预知之类的? 两人在前方打闹, 跟着的两姐妹心中不是滋味。 遇到灵异的时候, 他们就感觉很熟悉, 就像曾经认识一样。 看到她和仙儿打闹, 心中百味杂陈。 怎么会?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难道我喜欢她, 可是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还很漂亮, 她会接受。 啊, 赶紧把脑海中不切实际的想法赶出去。 灵异根本想不到, 两姐妹已经沦陷了, 还越陷越深。 她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四人住进九号别墅宿舍, 过两天去秘境看看。 希望这个叫白清雪的学姐能好说话一些, 否则就别怪哥辣手催花了。 咚咚咚。 踏踏。 白清雪很气愤, 学期结束, 老师就不再管这里。 二代们阴魂不散, 一天天骚扰她, 让她无法好好修炼。 捞起过卫生间的托布, 开门托布就是干。 刷。 剑光闪过, 托布被劈开, 寒光四射的长剑顶在白清雪脖子上, 随时可以要她的命。 这哪来的狼面? 我这是要死了吗? 啊。 白清雪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人丢出宿舍, 浑云的双臀与地板来一次紧密接触。 混蛋。 这个混蛋。 是不是男人? 一点不怜香西域。 怜香西域, 你配吗? 要不是自己反应快, 腥臭的托布就楚心脸上了。 就我这把脾气能忍, 丢出去算轻的了。 摸着快摔成两半的屁股, 白清雪很生气, 她女神的形象磨了。 还有那小子是什么人? 身边跟着三个不亚于自己的美女, 实力还那么强。 现在的新生都这么厉害了吗? 她这个年纪第一不要面子。 不行, 我要回去。 还有二十来天才开学, 正好利用这二十多天突破五级。 自己太冲动了, 现在道歉应该悬, 来得及吧。 对不起, 我以为又是那些来骚扰的公子哥, 所以。 对不起。 白清雪重新进入宿舍, 一个劲的道歉。 话里话外, 又是一个被二代祸害的羔羊。 学姐, 没吓着你吧? 小姨就是这样, 下手莫轻莫重的。 没事的, 是我不对在先, 我不该。 几分钟后, 林一生无可恋躺在沙发上, 自己又成外人了, 命真苦啊。 看来还得找几个玩得来的兄弟, 只有女人的, 世界男人真的太难了。 四女叽叽喳喳, 她还不敢插嘴, 只有默默掏出手机, 开始杀怪大业。 不知过了多久, 手臂被拉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除了心儿, 还有谁。 小姨, 我们让学姐住这里好不好? 林一一口拒绝, 莫商量余地, 不好。 小姨, 学姐她很可怜的, 经常。 特殊宿舍受学院保护, 除了每个月的争夺日外, 任何人不得踏入, 为者重罚白琴雪, 因此躲过一波又一波的追求者。 大一结束, 按照以往惯例, 她可以住到新生开学。 因为, 已经不是大一新生, 不在宿管管辖范围。 来人只要不破坏宿舍设施, 宿管和学校都睁只眼闭只眼, 白琴雪才会被追求者们迫害成这样, 卫生间拖不都用上了。 怪不得那么骚, 原来是特意准备的。 开学前, 学姐可以住在这里, 但我希望开学后, 学姐能自己搬走。 小一, 洛西儿撒娇, 拖着诱人的尾音。 宿舍是给大一准备的, 白琴雪不是她什么人, 入住是不合理的。 为她开先例, 抱歉她做不到, 学院也不会同意。 谢谢学弟了, 这段时间, 学姐就叨扰了。 你们都刚来, 要不我带你们参观学校, 晚些请你们, 吃京都的特色菜, 就当给你们接风洗尘了。 好好啊。 洛西儿和上官林儿都很开心, 只有灵异一直皱眉, 上官仙儿也是闭口不言。 三人容貌和身段都不比白琴雪差, 日后她这个护花使者, 有得忙了。 半个小时后, 灵异四人坐在白琴雪的悬浮跑车上, 在学院里穿梭。 不愧是四大学院之一, 占地是普通大学的几十倍, 各种设施齐全。 在校园内逛了很久, 灵异看到她十分感兴趣的建筑。 提示, 秘境传送塔, 可通过此传送塔, 传送到各大秘境。 看着人来人往的传送塔, 灵异好奇问, 学姐, 那座高塔是什么? 白琴雪露出微笑, 这小学弟终于开口了, 传送塔, 学院掌控的秘境都可以从这里传送, 除了学院福利外, 学分可以兑换传送次数。 在五人闲逛的时候, 青龙学院猎雁祖把三女的照片传到论坛。 诸位大佬别眨眼, 这是我们猎雁祖今天的收获, 校花榜三榜确定。 卧槽, 真大, 我愿意花十年寿命, 一亲方则。 放弃吧, 莫看到人家挽着男生的胳膊吗? 切, 什么青梅竹马, 在绝对利益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灵异根本没有想到, 他们才逛一圈就暴露了, 二代们已经想好, 如何瓜分三女。 你永远不知道, 女神逛街有多恐怖, 尤其是在一男多女的情况下, 你不仅不敢多嘴, 还要老老实实跟着。 厉害了, 一下午, 一粒米墨镜, 你们居然还能逛。 灵异发誓, 下回她绝对不来了, 宁愿跟凶兽干一架, 也不这样, 来回走走停停一下午。 歇儿, 灵儿, 歇儿, 我们去夜市吧。 我告诉你们, 夜市才是京都美食最集中的地方, 便宜又实惠。 咕噜噜, 四女脸颊红彤彤的, 听到吃的, 才意识到肚子在抗议。 看什么看? 哼, 秦学姐我们走。 还别说, 逛夜市是真的不错, 各种小吃应有尽有, 便宜又好吃。 过了许久, 面前出现一个提示框。 提示, 轩缘迭一, 十八岁, 神话及天赋者, 天度封印中, 可通过吞噬宝物逐渐恢复, 极度饥饿, 原本是轩缘家的大小姐, 三围114, 56104, 从小面貌丑陋, 不受长辈待见, 无法觉醒, 被赶出家族, 无家可归。 黑暗的角落中, 一个凹凸有志的女人, 抱着膝盖蹲坐在地上, 肚子咕咕直叫, 她根本不敢看小吃街, 害怕忍不住, 但这里又是她唯一活下去的地方。 自己的另一个队友, 这不就来了吗? 距离六人小队, 又进了一步。 老板, 来两碗米粥, 要咸的, 豆浆也要一杯, 要温热的。 四女发现, 灵异没有跟上, 站在原地等她, 没想到买完东西后, 居然不跟上, 还走向一个漆黑的角落。 四人互相看了一眼, 跟了上去。 你好, 我叫灵异, 这是给你的。 轩辕蝶一听到有人叫她, 抬起头, 就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手里端着的是米粥。 她太饿了, 抢过灵异手中的东西, 就往嘴里关。 还好灵异早有准备, 东西都只是温热, 又都是流食, 让她快速吃饱不噎着。 嗨, 吃得太急腔到了, 灵异赶紧拍她的后背, 恢复后, 又开始狼吞虎咽。 谢谢。 轩辕蝶的声音很好听, 是那种郁姐型的, 身材火爆, 看着又缩回一团的女孩, 灵异还是决定做一次恶人。 小姐姐, 你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吃的吗? 你可能要失望了, 我很丑, 丑到所有人看我一眼都想吐那种。 谢谢你的米粥, 如果有下辈子, 我会报答你的。 这, 原来她已经绝望到这种程度了吗? 大家族, 还真是残酷, 四大顶级家族, 随便滴滴汤都够这个女孩活一辈子了。 如果没有遇到自己, 她可能会死, 更大的可能, 是被兽神会这种恐怖组织吸收。 神话及天赋者, 成长起来可是另一个下眼, 人类的噩梦。 我是没有三女女伴, 不差你一个。 我差的是纯粹的战士, 为我冲锋陷阵的战士。 我叫灵异, 来自西南市, 孤儿, 现在在青龙学院乾隆班, 这里是十万块, 密码三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四。 是带着这十万块苟延残喘活着, 还是跟着, 我杀相万见,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后悔, 我们住在九号宿舍。 灵异知道, 不能逼得太紧。 不管她如何选择, 最起码不会活活饿死, 也不会堕落到与老鼠们威武。 灵异将是她黑暗中的一盏灯, 让她永远处于光明之中, 灵异走了, 轩辕迭一捏着银行卡, 心中既期待又害怕。 一个多月来, 她找过工作, 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要她, 就算干苦力也不行。 她太丑了, 会吓到人。 后来, 她蒙着脸, 想和站脚女们一样赚钱, 谁知道, 客人背下的差点布局, 对她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伤痕累累的她只能做一个乞丐, 但她有手有脚, 还年轻, 根本没有人会施舍。 真的有十万块吗? 如果有, 我会成为你的战士, 生生世世的战士。 灵异, 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 就是遇到一个落难的天才, 支持给她一个希望。 当然能把她拉到我们队伍就更好了, 这样再找一个人, 就能组成一个小队了。 什么人可以做我们队友? 我看看, 别看了, 八字还磨一撇, 她会不会来还不一定? 哼, 不看就不看。 小队, 难道是真的, 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轩辕蝶一将银行卡放好, 走进更黑暗的地方。 小义, 刚当那个人真的可以做我们队友吗? 我们可是乾隆班的。 难道她也可以进乾隆班? 小义, 灵异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巷子出来后, 洛西儿就像变一个人一样, 对轩辕蝶一十分感兴趣, 一路问到宿舍。 星儿, 你的能力是不是也类似于预言之类的? 也类似? 什么意思? 你的是预言类型的呗? 看什么看, 我的能力说是预言吧又不像, 说不是预言, 在特殊的地方, 我总能提前感知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对我不利的。 三人是她队友, 提示的预知能力早晚要暴露, 还不如提前告诉他们, 用天赋能力掩盖真正的天赋, 我真是一个天才。 我的天赋能力是操控火焰。 上官铃手上出现一朵火焰, 火焰随着她的控制一会大一会小。 我的天赋能力是操控兵, 杯中水飞到上官铅手中, 变成各种武器。 我, 我的能力我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和动物们交流, 植物的话只能简单沟通。 奇怪了, 不是预言。 那么她为什么那么在乎巷子里的人? 你别问了好不好? 深夜, 一道身影鬼鬼祟祟走进银行, 在自动取款机上插卡, 输入密码, 查询余额。 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九。 三十五。 零零? 真的有十万块, 比她说的多了近两万块。 她说的是真的。 杀象万鉴,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让他们后悔。 灵异的话一遍, 又一遍在脑海回荡。 这一夜, 她哭了, 父母失踪后, 没有一个人把她当人, 什么脏活累活都是她的, 家里的丫鬟都可以欺负她她努力学习, 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上天给她开了的玩笑, 一直名列前茅的她, 居然没有天赋。 最后的价值没有了, 净身出户。 爸爸妈妈, 我好想你们, 你们在哪里? 哭累了, 轩辕蝶依旧下到河边, 把自己清洗干净, 顺便把衣服也清洗了。 八月的京都夜晚寒风刺骨, 冻得她瑟瑟发抖, 但她没有出声, 抱着双膝等待衣服被体温烘干。 不愧是神话天赋, 普通人早就感冒或者发烧了, 她居然没事。 轩辕蝶根本不知道, 灵异走之前, 将小白留在巷子中, 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小白的监视下。 第二天, 太阳如约出现在天上, 洒下的光辉驱散夜晚带来的寒冷。 醒过来后, 轩辕蝶肚子又在响了, 昨天晚上, 只吃了两碗米饭和一杯豆浆, 又在寒风中消耗一碗。 不过, 她没有用灵异的钱, 而是朝着青龙学院方向前进。 轩辕蝶一道来, 灵异是开心的, 除去容貌上的缺陷, 身材是一等一的。 等天度封印去掉, 她是不是可以恢复容貌? 可可可, 老毛病又犯了。 作为家中唯一男人, 带饭这种事情当然得她去做, 不过, 她带的不是五分是六分。 你们听说了吗? 轩辕家的丑小姐又来了。 这轩辕家的小姐也是可怜, 被家族赶出来, 什么都没有, 能活到现在, 真是不容易。 你知道什么? 我听说她父母还在的时候得罪了人, 才会这样的, 又没有什么玉兽天赋, 其他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快去看看吧。 她又被轩辕城拦住了, 接下来又有好戏看了。 这丫头, 还真是多灾多难, 去看看吧。 青龙学院门口, 集聚了一大堆人, 他们都远远看着。 看热闹, 大吓得老传统了, 改变不了的。 你这种废物, 还敢来青龙学院? 这是你这种剑壁能来的吗? 告诉你, 想翻身, 门都没有, 和你爹一样, 无知故知。 轩辕一被打趴在地上, 双手抱头缩成一团, 不让对方打到要害。 鼻子酸酸的, 这丫头, 挨多少虐待, 才如此熟练躲避。 既然你做了选择, 我这个队长, 就给你上一课吧。 被赶出家族后, 轩辕一一直处于饥饿状态, 身体十分虚弱, 轩辕城的每一脚都疼得他身体快要散架。 不管多疼, 他都咬牙忍耐, 没有哼一声。 意志不错, 不过挨打可不是我的风格, 更不能是队员的风格。 灵异挤到人群前, 喝道, 站起来, 打回去, 他, 他来救我了。 但, 落在他身上的脚病没有停下, 难道是死前的幻听? 就在此时, 一个更大更愤怒的声音传来, 我让你站起来打回去, 这样一个垃圾, 你都不敢还手。 你让我如何相信你, 如何在比你强大千倍万倍的敌人前, 放心地, 把背后交给你, 给我站起来。 还是说你愿意一辈子做一个下等人, 愿意一辈子被欺负? 我不要, 我不要做下等人, 我不要再被欺负。 对, 我要做他的战士, 永远的战士。 青龙学院门口, 所有人都猛逼了, 这是傻子吧, 敢管轩原家的事情, 所有人都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看着灵异。 轩原成先是一愣, 随后就是愤怒, 这种贱民, 居然敢吼他, 他是垃圾, 你是什么? 你个贱民算什么? 抡起砂锅大拳头, 就像灵异冲来, 可他没注意, 脚下的人站起来, 在他转身的时候, 遍体鳞伤的轩原蝶衣, 从背后抱住他, 朝脖子上就是一口, 噗, 一口下去, 鲜血飞溅。 轩原蝶衣, 活生生从轩原成脖子上, 撕下一块肉来。 轩原成大动脉出血, 疯狂正扎, 连玉兽都忘记召唤, 知识本能捂住脖子, 想把轩原蝶甩掉。 被欺负十多年, 心中的恨起能是一口就能消的, 张口就想再来一口, 但知识咬在轩原成手上。 好胆, 敢在青龙学院撒野, 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青龙学院执法队, 带头青年冲出人群, 挥动狼牙棒对着轩原叠一脑袋敲下去。 白银七级的一击, 所有人都想到, 这个女人惨死, 脑僵爆碎。 哐荡, 扑痴。 金铁交明, 狼牙棒和手臂高高飞起, 在看执法青年, 肩膀空荡荡, 还在往外喷血, 另一只手根本阻止不了鲜血流淌。 啊, 我的手, 我的手。 青年前方, 一个两手, 持剑的少年冷漠地看着他。 双剑归翘, 灵异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悠闲地走回去, 竟如校门头也莫回道。 松口吧, 要杀他, 也不能在这里。 仇恨释放, 轩原叠一才发狂, 灵异让他放人, 他很听话松开。 轩原成死了, 一定会连累少年。 轩原叠一一蹶一拐地跟着灵异, 眼里充满希望的光芒。 执法队其他成员看到灵异要走, 赶紧拦住他的去路。 等等, 你知道伤执法者的后果吗? 队长被人一箭挑翻, 他们自然不敢出其锋芒, 语气也弱了许多。 执法者, 谁给你的权利,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同样是学生, 装什么大尾巴了? 我队友被打废你们不管, 现在反转, 你们想杀他, 支吠他一条手臂已经很轻了。 你们, 也不过一群欺软趴硬的垃圾, 我就不明白, 学员为什么保留这样一个双标组织。 不服, 一起上, 或者去到校长。 报告你们后台, 我灵异随时恭候。 灵异早就发现执法队, 对于轩原叠一被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他们眼睛藏在头顶, 眼中只有冷漠弹, 在轩原成受伤后, 居然想杀了轩原叠一。 他这个做队长的, 自然要给对方一点教训。 一个小时后, 灵异从学校医院大门走出, 手中拿着薛原叠一的伤势鉴定, 并微通知书, 脑出血, 身体多处内出血, 建议住院治疗。 有了这些东西, 就算执法队, 也闹腾不出花来。 他就想知道, 青龙学院这座家喻户晓的, 学院值不值得他待? 要是不值得, 就算是老师推荐的, 他也不会停留。 校长办公室, 一个满头引发的老人眯起眼睛, 灵异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下, 他不知道正是他的监视, 灵异才敢大动干戈。 九号宿舍, 三女非常不满, 买一个早餐都要那么久。 学院大道上, 一个背负双剑的帅气少年,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身后跟着一个满脸黑斑, 嘴角的血丝, 一直不停的女孩。 灵异, 你搞, 啊, 洛仙想臭骂灵异一毒, 然后被惊到了。 他, 他身后居然跟着一个一直在吐血的女孩。 灵异, 洛仙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的伤真的好重。 这个变态, 就想去扶, 但被灵异拦住了。 他的伤很重, 就靠一口气掉着。 你现在上去就是在害他。 听完, 三女都不敢动了。 在鸡女的注视下, 轩辕叠一进了灵异的房间, 最重要的是把房间门关上。 进入房间, 巴掌大的小狐狸出现, 一道道绿光笼罩轩辕叠一。 阿里的治疗, 加上自己愈合力非常强的血, 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好了。 医院知识走个过场, 鉴定伤势, 防止学生会反咬一口。 提示, 轩辕叠一多处内出血, 医院治愈率30%, 九尾灵弧100%治愈, 加上某人50米血的话, 还可以无后移症治疗。 这是灵异用提示得到的结果, 一天天就知道给我放血, 就不怕有一天割贫血了。 现在, 你就是这个家的一员了, 以后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任何信息。 家。 轩辕叠一视线模糊, 看到爸爸妈妈, 爸爸把他扛在脖子上。 现在我又有家了。 精神恢复, 他看到了这辈子难忘的一幕。 一个帅气的少年正拿匕首割腕, 下面还放着一个小碗, 血液沿着匕首滴落在碗中。 为了救你, 我可是大出血, 以后得给我挡好刀。 挡刀, 把我的感动还给我, 致我就是给你挡刀。 不过, 既然是他的战士, 挡刀, 好像也不错。 灵异把匕首拿开, 伤口立即凝固, 这速度也太快了。 而碗中的血, 却没有丝毫凝固。 喝了它。 轩缘叠一没有一丝犹豫, 一口将碗中的血闷了, 顿时一股热流传遍全身, 接着就是痒痒的, 十分舒服。 轩缘叠一的加入, 还要解决他灵兽和班级问题 灵异掏出手机, 看着老师发来的号码, 许久后放回兜里。 校长, 是时候去线一线了。 打开房门, 三对目光立即集中到他身上, 仿佛要把他看透一般。 坐到沙发上, 拿起包子就是一大口, 忙活那么久都默吃着, 预售师也不好做呀。 都不要看了, 他就是昨晚巷子里的人, 就是出现了点意外。 你们可都有加油了, 他或许很快就会超过你们。 别开玩笑了, 心儿可是史诗天赋, 这个人是神话不成。 面对三人期待的目光, 灵异知识点点头, 而且还转移话题。 一会我带新队友去找校长, 办理入学和给他找灵兽, 你们去不去? 给新队友找灵兽, 他们当然要去, 但一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 真的能契约灵兽吗? 大夏联邦, 任何18岁公民都有觉醒的机会, 无法到觉醒现场的, 官方直接上门服务。 轩辕一没有进入任何学校, 只能说明, 他是一个连普通灵兽 都无法契约的普通人。 想不明白, 他们干脆就不想, 以后总会知道的。 灵儿, 他的体型和你差不多, 把昨天买的衣服 给他送一套进去。 哼, 灵儿不高兴啊, 凭什么要我的衣服, 姐姐也一样啊。 不过, 队长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得买三套, 不行, 十套。 看到灵儿耍宝的样子, 他知道, 这丫头, 又在想办法坑他了。 不就是, 嗨嗨, 我出钱就行, 打死不去逛街, 对, 打死也不去。 半个小时后, 轩辕蝶一走出房间, 宽松的休闲套装, 完全掩盖不了魔鬼般的身材, 所谓的背影杀手, 也不过如此。 长长的刘海, 把整张脸都盖住, 根本看不到他的容貌。 这杯可是不行的。 丫头, 给我磕头绳, 给你。 洛西尔韦英托的老长, 明显告诉他我不高兴。 灵异是谁? 直男矮晚期患者, 怎么可能听得出来, 现在他都在想, 如何让轩辕蝶一找回自信, 把头发扎起来。 我们选择不了出身, 更选择不了容貌, 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你看看, 我帅不帅? 灵异摆个姿势, 给自己来个特写, 然后继续说道, 我这样一个帅到扎的人, 从小到大没有朋友, 更别说女朋友了, 他们都看不起我, 害怕我蹭吃蹭喝, 因为我是孤儿, 没有背景, 天赋也未知。 但是, 你看, 我觉醒后, 遇到了仙儿, 连还有仙儿。 我再告诉你一点, 我同班同学猴子, 长得跟个猴一样, 也没有任何朋友, 也没有任何人看得起他。 但是啊, 他觉醒了传说天赋, 一时间整个城市都围着他转, 各种名媛都往他身上靠。 我告诉你这些, 不是让你自卑的, 我只想告诉你, 这个世界容貌背景都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天赋, 比天赋更重要的是强者。 只要你成为强者, 不管你美与丑, 所有人都会卑躬屈膝地围着你转, 弱者不管你没也好丑也罢, 不过是别人随时能碾死的蚂蚱, 希望你能看清自己, 面对自己, 接受自己, 不断超越自己。 好了, 我说的就这么多, 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 如何活都要你去决定。 灵异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 尸山血海过来的人, 胃里翻江倒海。 太恶心了, 怪不得他连自己都养不活。 轩辕蝶一两边脸上额头上分别有一颗拳头大的浓疮, 浓疮里的嫩肉还在不停蠕动, 魔鬼身材配魔鬼面容, 这谁受得了。 灵异如此, 更不要说三女, 各个脸色煞白, 但都忍着, 害怕伤害眼前的女孩。 这样真脸真的能恢复? 提示, 轩辕蝶一脸部并无问题, 浓疮是天度封印引起, 封印解除自然就消失了。 天度封印, 恐怖如斯。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灵异, 青龙学院大义新生。 他们分别是洛仙, 上官铃和上官仙, 都是以后的队友。 至于房间里的那个, 是大二的学姐, 不出意外的话, 开学后我们应该不会有交集。 四只手伸到轩辕蝶一面前, 他手足无措, 这是第一次有人向他伸手。 在灵异的鼓励下, 轩辕蝶第一次有人握手, 这种感觉怪怪的, 不过心里暖暖的, 好幸福。 轩辕蝶一。 轩辕蝶一只说了名字, 说明他并不想提及其他。 妈妈, 我找到了你说的人, 他真的很温柔, 同伴们也很好, 你放心吧, 蝶一会好好活下去的。 握手过后, 轩辕蝶一就陷入回忆, 整个轩辕家, 只有父亲和母亲爱自己, 保护自己。 现在, 我又找到了真正接受我的人, 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 他做好被抛弃的准备, 但他看到的是恋爱, 愤怒, 他们没有一个人嫌弃我, 这就够了, 四人还不知道, 就这第一印象, 以后身边会多出一个 随时都可以用生命挡箭的大姐姐。 你们先别出来, 我去打发一下苍蝇。 这些人, 不给你们一点教训, 还真当自己是病猫吗? 路上, 一些人杀气腾腾, 直奔九号宿舍, 灵异也是这时候出来, 随手把门关上。 会长, 就是这小子, 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 会长, 难道是学生会主席, 这就好玩了, 莫想到连主席都来了。 你是谁? 为什么伤职法队的人? 原来也有讲理的人, 那就讲讲理, 实在不行在拳头解决, 黄金六级, 又不是打不过。 啪。 夏无双根本没想到, 灵异如此不讲武德, 猝不及防下一叠资料, 直接摔他脸上, 夏无双也不恼, 拿起资料仔细看起来。 果然, 能做到学生会主席位置, 没有一个是简单角色, 我以为可以降至直接忙呢? 跟这些家伙打交道, 真累。 等夏无双看完资料, 灵异立即将事件过程投影在空中。 投影是以灵异的视角拍的, 一堆人在围着什么, 六个穿着执法对衣服的人站在高处, 一脸冷漠, 根本没有阻止的意思。 视线越过人群, 一个女孩缩在地上瑟瑟发抖, 一个西装革履人母狗样的青年, 在不停地踢女孩, 每一下都往女孩的要害部位。 看完整个过程, 夏无双面无表情, 看向单架上的人, 犹如看死人一样。 会长,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 不是。 他知道自己完了, 就算薛元成为他撑腰, 他最多保留学籍。 他不敢怪夏无双, 更不敢去找执法队大队长贺连杰, 知识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到薛元叠一身上。 会长大人, 不知道你要如何解决。 来了, 准备上, 自己还没有和黄金玉寿师打过呢。 真的好期待, 这件事是我们的责任, 这瓶三瓶恢复单, 麻烦你转交给那位姑娘, 同时转告他, 薛元成的事情我们会摆平, 其他人会得到相应的惩罚。 我们走, 夏无双冷冷, 看了一眼六人, 转身就走。 啥? 就这? 不是, 我裤子都脱好了, 你就让我看这个。 没有架打, 灵异还有些小失望。 不过, 不动手就能摆平, 好像也不错, 青龙学院也不全是坏人嘛。 兄弟, 你这人不错, 下次常来啊。 再带些资源就更好了。 夏无双一个亮抢, 差点莫站稳, 这个混蛋比劳资还无耻, 别让我逮着小尾吧, 否则, 想到这里, 加快返回的步伐。 这是赔偿给你的, 那个家伙说了, 薛元成的事情他会帮忙解决, 所以短时间我们应该没有麻烦了。 对了, 你们准备一下, 一会我们去找校长, 让他出出血。 扑, 嗨嗨, 校长办公室, 王德发茶水喷出。 多少年了, 多少年没有人敢说让他出血了, 莫想到今天被一个小屁孩说出来。 我该准备点什么好? 不能让那小子小瞧了, 还有骆昆那小子的女儿, 史诗级天赋, 该有的待遇一定不能少。 这些天, 王德发未了乾隆班可是秃了不少, 都怪他们, 没事把班长的待遇提那么高干嘛。 还别说, 那小子还真说对了, 老头子, 我真的要大出血。 还是早做打算的好。 九号宿舍, 所有人看到灵异失望的样子都十分好奇, 一瓶三接丹药也满足不了他们。 灵异, 三接丹药已经很高了, 而且人家说了帮迭一百瓶事情, 你可不要太过分, 我没说他做不好, 就是想和他打一架, 没想到他不给机会。 啊, 一群乌鸦飞过, 感激你失望是没有架打, 对不起, 是我肤浅了。 上官灵, 上官昔和轩辕蝶都十分好奇, 灵异一个末入学的新生, 打得过大二大三的老生, 甚至还有大四的会场。 对队长最熟悉的星儿如此淡定, 那么队长到底有多强? 都别想了, 都收拾好东西。 等蝶一七月零售后, 我们就去了黑风峡谷, 先锻炼锻炼你们, 免得到时候拖后腿。 灵异? 哈哈, 失误, 失误, 星儿怎么可能拖后腿? 我是说我们去锻炼一下默契, 对, 就是默契。 哼, 还好抢救及时, 否则就翻车了。 你们啊, 一点没有挂件和工具人的觉悟, 要不是长得漂亮, 我才不会带着你们。 黑暗峡谷, 是京都市为了锻炼年轻一辈, 专门捐起来的一片区域, 高级凶兽会被定期清理, 时常抓捕或驱赶低级凶兽进来。 安全的同时, 保证有足够的凶兽, 给年轻一辈练手。 灵异四人有青龙学院录取通知书, 可以进入黑风峡谷, 轩辕一则不行, 转了转去, 还是得去县校长。 希望不是一个大富翩翩的秃顶老爷爷。 五人走出宿舍, 人群纷纷避让, 轩辕一的杀伤力太大了, 应该是天度封印的效果, 要不然, 三颗浓窗把人吓成这样。 见到校长, 灵异松了口气, 慈祥的老爷爷要比大叔好搞定一些。 校长, 我叫灵异, 是王兴老师介绍来的, 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心翼, 希望你喜欢。 说玩笑呵呵地把水果放下。 我信你的鞋, 楼下买的水果, 别以为我莫看到。 你来的目的我知道,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先谈谈你的待遇。 其他三个学院班长的待遇, 基本上都是别数一套, 圣级呼吸法一部, 可以随时进入藏书阁学习技能, 三颗不限等级零售弹, 每周可以进入任意秘境一次, 每个月对应等级零力单100颗, 信用点1000W。 这是你和新儿丫头的待遇, 这两个丫头, 享受乾隆班待遇, 乾隆班的资源开学后, 你们就会知道。 至于你要的零售弹和资源我也可以给你, 不过, 一旦它无法发挥出价值, 这些都算在你的待遇里。 怎么样? 想好了吗? 算得很清楚, 不过一点亏都不吃可不行。 没问题, 不过不能只有你老人家有条件吧? 王德发眼睛露出一条缝, 这小子倒是有个性, 他越来越喜欢了, 也好奇他会提什么条件。 说说看, 灵异微微躬身, 给校长行礼后说道, 学校资源是按学生前置发放的, 叠一没有前置要扣我的资源, 他要是体现出自己的前置, 学校是不是应该给对应的资源? 这, 这小子, 这么肯定吗? 真是一个好苗子。 老头子, 我就算豁出脸也会去找资源, 是看不起我吗? 好, 灵异没想到资源如此丰富, 一个月一千万信用点, 能解决他短时间的开销。 藏书阁弥补他技能少的短板。 三颗无上限灵兽, 但让他无压力提升到钻石。 逆境可以让他快速成长。 这样一来, 最没用的, 就是呼吸法了。 神兽都有专属的呼吸法, 除非遇到特殊灵兽, 否则低于神话级的灵兽, 他是不会契约。 学院功法, 又不能卖掉。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灵异的表情落在王德发眼中, 差点让他暴走。 如此条件, 你还不满意? 怎么? 不满意? 校长, 圣极呼吸法可以兑换成学分吗? 圣极功法兑换? 亏你想得出来。 看到校长脸色越来越黑, 灵异赶紧解释, 校长, 我的灵兽都有专属的呼吸法, 很长一段时间我用不到呼吸法, 所以, 兑换圣极呼吸法要一百万学分。 一旦校长同意了, 他要兑换多少宝物才能花完一百万。 有专呼吸法, 这小子运气真不错, 居然契约了有专属呼吸法的史诗灵兽。 灵异, 你要知道圣极呼吸法的重要性, 一旦换成积分, 再想换回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校长, 我确定请你帮我换成积分。 好吧, 希望你不要后悔。 天才都有自己的想法,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灵异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既然他坚持, 不如就随了他的愿。 五人跟着校长进入学院的灵兽弹仓库, 仓库分七层, 对应普通, 优秀, 稀有, 超稀有, 传说, 史诗, 神话七重灵兽弹, 比西南市的灵兽弹仓库还宏伟。 凭借校长给的令牌, 他可以选择任意一颗灵兽弹。 灵异没有丝毫迟疑, 带着四人直奔七层。 一个行为, 王德发的好感, 直将。 天赋是决定, 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 但莫成长起来, 一切都只是枉然。 轩缘叠一之有, 劣质天赋, 契约一之劣质灵兽都难, 没有超过两位数。 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而且, 灵兽契约失败, 不仅预售师受创, 灵兽弹也废了。 青龙学院灵兽弹仓库七楼, 宽阔的大厅中央有八个水晶台, 每个水晶台周围都布满灵石。 用灵石保证灵兽弹的养分, 真够奢侈的。 哇, 灵异灵异, 神兽啊, 我居然看到神兽了。 洛西尔像一只放飞的蝴蝶, 围着八颗光彩夺目的灵兽弹转, 哈拉子留了一地。 上官两姐妹也好不到哪里去, 都在仔细观看。 神话级灵兽, 或许这是人生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看到。 提示, 神话级九头蛇灵兽弹, 资质五星, 不推荐。 提示, 神话级九幽兵凤灵兽弹, 资质七星, 中等推荐。 提示, 神话级迷彩幻蝶灵兽弹, 资质八星, 高等推荐。 提示, 神话级青龙灵兽弹, 资质二星, 强烈不推荐。 提示, 神话级九头火狮灵兽弹, 资质六星, 中等推荐。 提示, 神话级玄武灵兽弹, 资质十星, 强烈推荐。 提示, 神话级虚空暗影兽灵兽弹, 本体, 资质九星, 强烈推荐。 提示, 神话级五爪金龙灵兽弹, 资质十星, 强烈推荐。 好东西不少, 居然有十星神兽, 不愧是青龙学院, 真是家大业大。 不知道哪个倒霉蛋会选中青龙, 二星, 这辈子连黄金都不到, 要你何用? 不过, 两颗十星和九星可以入手。 不知道其他三大学院有没有, 到时候给他洗劫一下, 自己不就有十只高星神兽了? 强压住心中的悸动, 看向轩辕一。 都是神级灵兽, 你自己去感应一下,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找不到我在帮你选。 轩辕一,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让自己去选神兽, 这可是神兽。 少爷, 我选一般灵兽就好, 这太珍贵了。 再珍贵的灵兽, 也要有御兽师契约才有价值, 而你就能让他们展现价值。 神话及天赋, 神鬼莫测。 灵异现在能确定的是, 强大恢复能力, 和极高的出使好感度。 不知道轩辕一被封印的天赋, 会是什么? 又能展现出多少? 轩辕一把自己交给了灵异, 认定他, 一辈子不离不弃, 让他自己选, 肯定有一定道理。 轩辕一走到灵兽弹前, 和三女不同, 他闭上眼睛去感受, 倾听。 小叶, 这真的是神兽吗? 为什么都不理我? 转弯一圈, 洛西儿一脸不高兴, 他的能力是与万物沟通, 莫想到区区几颗弹, 居然, 敢不理他。 知道为什么不能夸资质契约吗? 除了精神力, 最重要的就是资质。 这个世界天赋决定一切, 你虽然是史诗级天赋, 但这些可都是神话极灵兽弹, 以他们的骄傲, 自然不会理你。 灵异清风云淡, 阐述事实。 好气啊, 真的好气。 臭灵异, 就不能说好听点。 不就是一个神话灵兽弹, 我不稀罕, 可为什么会酸酸的? 不一会儿, 两姐妹也回到灵异身后, 只有轩辕蝶一还在挑选。 不要急, 找到最适合你的伙伴, 跟着自己的心就好。 大概一个小时时间, 轩辕蝶一伸手取下虚空暗影兽灵兽弹。 很不错。 虚空暗影兽不是八个神兽中最好的, 但绝对是最稀有的。 本体灵兽是一只十分特殊的灵兽, 无法自主战斗, 但与御兽师合体后, 爆发的战斗力绝对是大于一加一。 而且, 在灵兽死亡前, 御兽师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弥补了御兽师身体脆弱的短板, 是所有御兽师都梦寐以求的灵兽默想到, 他会选到本体灵兽, 该不会是某个废材开局的主角吧? 不过, 以后就都是自己的了。 说实在的, 他有点后悔了, 神话及本体灵兽, 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 确定了, 灵异看起来很不在乎, 心中却在第一选, 早知道就自己先选了。 薛元蝶一将灵兽弹抱在怀中, 内心激动, 对灵异的迷恋又加重, 兴奋道, 小易, 我确定了, 就是他, 八颗灵兽弹, 就他丢很清静的感觉。 清静, 果然是个走运的家伙。 仓库内, 有独立的契约室, 轩缘蝶一可以在仓库完成契约, 自然就不用到外面去。 去吧, 我们等你, 加油。 在无数双目光下, 契约室的门关上, 洛希儿抿着嘴巴, 小易。 小易, 蝶一选的真的是神话吉林兽弹, 他能契约吗? 他可是, 对啊, 小易。 蝶一的资质, 上官灵也附和道。 上官希儿没有说话, 其灵动的双眸告诉他, 他也在疑惑。 想知道答案, 我偏不告诉你们, 等着, 一会就知道了。 抓狂的可不止三女, 管理仓库的老人, 校长王德发, 都在关注着。 灵异直冲七层, 王德发是反对的, 但灵异用的是, 自己的资源, 他也无法说什么。 如果, 如果, 灵异说的是真的, 青龙学院这一届, 不是有一个神话两个史诗学生, 稳稳压其他三座学院。 就算最后失败, 他也没损失什么。 这些灵兽弹摆在这里很多年了, 每年还要花费大量零食供器吸收。 用这些用不上的灵兽弹, 看清一个人, 避免资源浪费。 总之, 你可能赚, 但他永远不亏。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气氛变得十分紧张, 只有灵异没心没肺坐在堂椅上, 甚是悠闲。 上官希儿走到灵异身后, 问出相识以来的第一个问题。 你不担心, 他已经成功了。 成功? 小灵异伸手, 示意所有人都安静, 喝了一口快乐水。 严肃说道, 蝶仪是我们小队的一员, 你们要相信他, 就算机会再渺茫, 也要相信他。 以后, 我们会遇到比我们强大千倍万倍的敌人。 你们要相信, 除非对我死了, 否则我的背后就是安全的。 只有这样, 我们才会互相信任, 互相扶持。 高中毕业, 我们就不是孩子了, 要学会成长, 许多没有天赋的。 说不定现在都在为为人父母准备了。 上官莲儿走近, 拿来吧你。 我? 冰阔乐墨了, 到了上官莲儿手中, 这个女流氓, 还一口闷了切, 一天啰哩啰嗦, 还小妾。 我小妾, 你身上衣服谁给你买的, 还说我小妾。 算了, 好难不跟女斗。 这种躺着喝快乐水的时间可不多了, 不能浪费。 不过这次灵异学乖了, 多拿出三瓶。 在众人焦急等待的时候, 契约室门打开, 轩辕一走出来, 怀里抱着一只毛茸茸的球形小兽。 哇! 三女顿时眼貌惊心, 伸手就想去摸, 摸上去软软的, 还有弹。 在场的知友灵异最自在, 四个女孩的脸颊都羞红欲滴。 在三人害羞的时候, 轩辕一扑通跪在地上。 少爷,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重生的机会, 我轩辕一在此起誓, 生生世世追随少爷左右, 如有背叛, 愿受炼狱之行, 永世不得超生。 誓言结束, 两人之间有了一种很神秘的联系。 灵异是想让轩辕一做工具人, 莫想到, 他会发那么重的誓言。 如此也好, 以后, 他就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在蓝星, 誓言一出必须执行, 否则就会被天地惩罚。 起来吧, 跟着我保证, 不让你后悔。 摇着冰阔乐, 直接飞起。 是, 少爷。 誓言一发, 轩辕一立即进入角色, 很自觉站到灵异身后。 还喝, 还喝, 我让你。 背看笑话, 上官林和洛西儿乃会罢休, 冲上来就是一阵挠, 还想他最爱的冰阔乐。 好了, 好了, 停。 真是麻烦,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才能独当一面, 不要那么毛毛躁躁的。 虚空暗影兽很怕生, 就你们这样, 扑上去, 他当然会躲起来。 什么虚空暗影兽? 众人听不懂, 王德发可听懂了, 虚空暗影兽, 十分特殊的神级灵兽。 一只灵兽, 轩辕迭一从此乌虎起飞, 往后四年, 吻压其他三院, 还有神秘的灵异。 王德发起身, 就想冲上七层, 被身边的老人拦下, 年轻人的事情, 就让他们自己去折腾, 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好。 甘老教训的事, 是晚辈着香了。 王德发坐回位置, 只是, 平常难得一杯的茶都不香了。 时间好长, 简直度日如年。 王德发的急促, 老人何尝不知, 只能摇头让他离开算了, 去吧。 晚辈告退, 改天再来和甘老喝茶。 百岁老人, 剑步如飞, 不到几秒钟, 王德发就冲到七层。 然后, 他就不淡定了, 灵异居然, 神兽蛋。 校长, 您来了, 我正要找你, 蝶仪已经契约成功, 还是神话级虚空暗影兽哦。 也就是说, 他也要享受班长的待遇。 您看, 我们三个班长, 拿走两颗零兽蛋, 不过分吧。 而且, 青龙学院也太穷了, 居然只有八颗神兽蛋, 还有一颗残次品。 我严重怀疑, 青龙学院有没有资源培养我们。 灵异摇头, 一脸失望。 你, 王德发手放在半空, 全身都在颤抖。 八颗神兽蛋, 你当这是大白菜, 要不要给你批发啊? 还少? 有本事你别拿, 一下子拿三颗, 你还有理了。 王德发是什么人, 什么风雨没有陷过, 很快平静下来。 这个臭小子, 赤裸裸的暴富, 不就是给你脸色吗? 有必要吗? 灵异就是在暴富, 刚来的时候, 王德发一脸失望, 他可是看到了。 小人报仇, 一天到晚, 有仇不报, 还是他灵异, 对得起穿越者的身份吗? 不过也得有个度, 人家好歹是大学校长, 还是一个尊者九级巅峰强者。 校长, 你看啊, 我们三个是不是有取九个资质 不上线零售蛋? 这五颗都太差了, 要不你把其他三个学院的搬过来, 让我们挑挑。 虚空暗影兽, 被轩缘蝶一契约, 玄武和五爪金龙被他拿了, 剩下的就迷彩换蝶好一些, 八星还是有点低了。 灵异的想法, 要是让人知道, 他一定会被打死的。 神话八星, 你还嫌低, 我们七约五六星稀有, 超稀有的, 是不是可以跳楼了? 普通和优秀, 我们已经蹲厕所里, 瑟瑟发抖了。 你小子, 神话灵兽, 青龙学院自然还是有的, 只要你们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你们都有机会获得。 至于三大学院和其他大学的神话灵兽蛋, 我也可以去给你们弄来, 前提是, 你们得有资格。 擦嘞, 我这小豹脾气能忍, 等着倾家荡产吧, 亲爱低校长。 一校直长, 不可能欺骗他们, 不过条件可能不会太简单。 校长, 你直说吧, 我们要如何才能获得其他三院选择灵兽的机会? 这小子, 果然与众不同, 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闯过这重重关卡。 神话吉林兽蛋, 虽然不能契约, 就神兽两个字就决定它的价值, 想要得到自然不能太简单。 你们才成御寿师, 也不能太难。 这样, 开学一个月后的新生大笔, 你们小队要是拿到第一, 我就承诺你们去三院选择一只适合的灵兽, 不仅如此, 这个承诺在你们没有毕业前都有效。 怎么样, 有信心吗? 王德发一脸戏血, 想到某件事情更是一脸奸笑, 看得四女瑟瑟发抖。 校长啊, 你就等着连裤子都赔掉吧。 挖坑, 不知道最后埋的是谁? 好, 我同意了, 我们一定会拿到第一的。 新生大笔, 是面对全大厦联邦设立的新生比赛。 比赛在特殊秘境中进行, 每一年的比赛规则都不一样。 由于是新人入学的第一个月, 战力都相差不大, 想要在百万新生中脱颖而出, 还要拿到第一, 真的很难。 但, 新生大笔还有一个半月时间, 自己说不定就薄金了。 薄金进新手村, 给给给。 灵异已经想到, 一拳一个小朋友的场景了, 绝对酸爽够味。 男人都好可怕, 两人在互相算计, 都觉得自己赢了, 完全无视了美女们的感受。 以自己的实力, 拿第一不是问题, 现在主要是解决小队的问题。 怎么, 才能找到最后一个队友呢? 提示, 甘宝, 普通天赋, 可成长, 黑铁一级, 十八岁, 玉兽, 黑铁一级二哈, 正在觉醒吞天狗血脉, 自知玉兽失之路无望。 现在和母亲, 在京都市西城街, 和姐姐甘家新卖菜, 三围。 则则, 又一个废财流女猪脚, 不过在我这个挂币面前, 一切都无所遁形。 那个, 校长, 能不能, 搓着手指, 示意校长表示一下。 王德发一生投入教育, 平时是死板了一些, 但绝对没有坏心眼, 看到林一要钱, 很豪横甩出一张黑色银行卡。 省着点? 啥? 看到银行卡, 林一都猛了, 我没说要钱啊。 校长, 我是说, 你能不能给我一张乾隆班录取通知书? 作为大厦的天才, 未来的顶梁柱, 我要一张录取通知书, 不过分吧? 这可是给联邦添砖加瓦, 真的不用谢我, 林一唾沫横飞, 在最底层摸爬滚打, 拍马屁说好话, 他就莫怕过谁。 拿着滚, 好嘞, 录取通知书到手, 此时不逃, 更待何时? 林一双腿就像小马达一样, 一溜烟不见了。 等所有人离开仓库, 王德发财后知后觉, 那小子坑了他十个亿, 那可是十个亿啊。 录取通知书, 加上提示卦, 最后一个队员不是轻而易举。 至于猴子, 早就被他忘了。 留下书信, 知识给前身一个交代, 更何况, 现在他们已经走到对立面, 成了对手。 六人小队, 舞女一男, 英胜杨衰, 希望甘板也是一个大美女。 洛西儿自己吃定了, 轩云蝶衣也是嘴边的肉, 上官两姐妹对他也有情义, 现在又来一个。 嘎嘎嘎。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变异不成就穿越。 甘宝是一个锅, 从小被人遗弃在锅院门口, 因为性甘, 被人嘲笑未甘大小见。 在他六岁的时候, 一个自称姐姐的人, 把他带出锅院, 从此两姐妹相依为命。 天赋觉醒后, 甘宝只有普通天赋, 干脆就契约了一条, 经常和他玩耍的流浪二哈。 而他的姐姐, 也不是普通人, 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正式女武神, 钻石器极的大高手。 不过, 既然选择卖菜, 就用你喜欢的方式解决。 灵异最终, 还是没能把两颗神兽灵兽弹 带出学校, 被管理仓库的老人 半路截胡了东西放我这里。 你随时可以回来契约。 老人把两个令牌丢还给他, 带着两颗灵兽弹, 直接消失了。 果然作者军们不欺我, 遇到扫地的, 守仓库的, 守图书馆的。 这种看似普通的老人, 绝对不能招惹,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烈日当空, 灵异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十分嚣张, 身后跟着四个角色美人, 一眼看过去, 直接秒杀。 反正就是各种秒, 男女通吃。 在大夏联邦, 虽然没有贫民窟, 但负贫之间, 有着明显的差距。 就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居住, 大街上很难看到强大的御寿师, 这才让灵异过把嚣张的瘾。 还没有进入菜市场, 灵异就看到要找的人。 太显眼了, 太鹤立鸡群, 也不过如此。 一群大妈中, 站着两个体态恶挪, 气质出城的女孩, 能不吸引人吗? 这样两个女孩, 买菜的却各个规规矩矩, 没有一个人敢越雷池一步。 看来这个女武神, 平时莫少下功夫。 英雄旧美, 肯定是没戏的, 直接上。 灵异, 帅气逼人, 进阶黄金后, 皮肤晶莹如玉, 比女孩子还女孩子, 身后跟着三个满分女孩, 至于薛缘迭衣, 也是也算满分, 身材满分。 这样一个队伍, 自然高度引人注目, 一出现, 就吸引了大量的目光。 灵异为什么这个时候来, 不是她愿意被太阳晒, 更不是受虑, 这时候是他们卖完菜下班的时间。 甘宝同学, 我是青龙学院的学生, 现在代表班级邀请你去我们班,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聊聊吗? 啊, 甘宝, 欧张得好大, 圆润的红唇好诱惑, 好性感。 青龙学院, 她梦寐以求的学校, 莫想到居然有人邀请她, 甘家心。 青龙学院, 不会是骗人的吧? 你们懂什么? 甘宝那么漂亮, 卖菜稀施啊? 说不定这个小伙子, 就喜欢这口呢? 也是, 普通天赋怎么可能去青龙学院, 也只有这种可能了。 卖菜稀施吗? 真不错。 我, 甘宝很想上学, 她要赚很多钱, 到时候姐姐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可是青龙学院真的会要她吗? 还有, 为什么是代表班级邀请, 而不是学校? 甘宝同学, 已经中午, 你们的菜也卖完了,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 一边吃一边说。 主要是自己饿了, 哈哈。 甘宝看看姐姐, 又看看灵异五人, 不知道该怎么办。 妹妹眼中的期待, 她这个做姐姐的何尝不知, 知识青龙学院的学生, 为什么会来邀请妹妹? 既然如此, 那就谈谈吧。 甘家心把剩下不多的菜给了一个大妈, 收拾好摊位, 跟着五人来到附近的餐馆。 末多久, 一桌丰盛午餐就准备好了, 一大张圆桌都放不下了宝, 我告诉你, 想吃什么就点什么, 小一今天可是发大财, 从校长那里坑来一大笔钱, 使劲仔。 灵异服饿, 这丫头没救了, 每次都这样, 你让我情何以看。 等大家都吃得差不多, 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将整个包厢覆盖, 灵异也走入正题。 甘宝同学, 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青龙学院乾隆班的班长, 她是副班长洛西儿, 这个是副班长轩缘谍一, 他们两个也是乾隆班的双胞胎姐妹, 上官林儿和上官西儿。 我今天来是代表班级邀请你加入乾隆班。 甘家兴暗中警惕, 在暗网中联系青龙学院校长王德发, 校长, 这一届乾隆班的班长是不是叫灵异的, 他来找我妹妹。 看到消息, 王德发也吓了一跳, 这个混小子真会找人, 又招惹了一个女武神。 啥也不说, 秒回, 从薛源谍一上他知道, 灵异找人绝对有一手, 是叫灵异, 他也从我这里, 拿走一张路取通之书。 甘家兴嘴角上扬, 磕睡来了, 就有人送枕头。 十二年长假结束, 他该回去了, 原本不知道如何安置妹妹。 乾隆班貌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这个班长的实力强得过分, 黄金九级比大四学生还恐怖, 神鹰绝对有他的位置。 小弟弟, 宝的天赋, 我相信你也知道。 你如何保证他以后不受欺负? 不瞒您说, 邀请甘宝同学进入乾隆班知识其次, 我的主要目的是拉他进入我的小队。 您应该发现了, 这只二哈不是普通二哈, 未来的他可不比神兽差多少。 啥? 众人又蒙圈了。 你说这个憨货有一天比神兽强大, 你没有搞错吧? 二哈听到他会很厉害, 人性化地扬起脑袋。 啪! 啊呼! 脑袋被拍一巴掌, 二哈立马不干了, 站起来就想报复, 看到灵异似笑非笑看着他, 又垂头丧气搭拉着脑袋。 惹不起, 直觉告诉他绝对不能惹这个人。 您应该明白, 您保护不了他一辈子, 他的路应该自己走。 这里是通知书, 我们小明天要去黑暗峡鼓励练, 想好了九点前到学校门口集合, 相信以您的能力这些都只是小事。 啊呼! 灵异起身要走, 二哈觉得自己又行了, 不过那个可恶的人类为什么要挥拳头? 短暂的接触, 灵异发现甘宝很听姐姐的话, 那就好办了。 有人帮忙干活, 他何必自己出力, 坐等明天队友上门就可以了。 又是一下午的买买买, 回到宿舍时灵异是一个手指头都不想动了, 不过还是没有逃过三堂会审。 四女把灵异围在中间, 洛西儿就像一个法官, 一言一行决定犯人的未来。 小异, 为什么不给宝儿解释清楚? 他也想解释, 但他解释不清楚, 干脆就不解释迭一, 帮我捏捏肩。 好的, 少爷, 一双柔软的小手在肩上游走, 舒服, 真的舒服。 灵异, 迭一, 你是哪边的? 好气啊。 才开始, 自己一方就有人叛变, 让他这个大姐大情何以堪, 西儿姐, 少爷这么做, 一定有少爷的道理, 如果他想说会, 告诉我们的。 你, 哼, 我太难了, 这个可恶的家伙, 什么都算到了, 就不能让他赢一局吗? 干家心不是普通人, 凭我们很难说服他, 除非暴露底牌, 都说是底牌, 自然不能暴露。 我只是给他时间寻找答案, 放心吧, 明天我们这个小队就齐了, 好好休息, 在开学前, 大家可都要在黑风峡谷过夜, 好好感受一下床的温暖, 接下来你们就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了。 灵异现在的灵兽, 有黄金九级宇宙之蛇, 黄金七级九尾灵狐, 青铜九级泰坦蛇王。 九尾灵狐治疗, 宇宙之蛇和泰坦蛇王攻防一体, 灵异现在缺少的是飞行灵兽。 玄武防御类灵兽, 他现在不需要, 舞爪金龙的能力, 与宇宙之蛇和泰坦蛇王严重重叠, 也不是很好的选择。 迷彩幻蝶和九幽冰凤倒是不错, 就是心急低了一些, 拉低了队伍的逼格, 也直接被放弃了。 荒野, 多少预售师的梦想, 听到要去荒野, 还是被捐起来不是那么危险的黑风峡谷, 众人都十分亢奋。 少爷, 担保契约的狗才黑铁一击, 会严重拖我们的后腿, 乾隆班那么多天才, 您为什么会选择他, 蝶一不是很明白。 一边捏尖, 薛元蝶一问出自己的疑惑, 同样也是其他人的疑惑。 算了, 早晚要知道, 不如就直接告诉他们。 我是一个官, 从小到大我只有一个朋友, 原本我们小队有一个位置, 是留给他的。 不过, 就在我拿两颗零售弹的时候, 他走到了我们的队里面, 以后或许就是敌人了, 所以我才临时改主意, 去找另一个人。 你们了解乾隆班吗? 了解其中的规则吗? 作为学霸的你们, 应该没有了解吧?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你们说说。 乾隆班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班级, 全球只有很少部分实力雄厚的学校能开班, 总只是培养一个未来能独当一面的超级强者。 在乾隆班, 权力最大的不是班主任, 更不是校长, 权力的中心是班长, 班长决定班级的一切, 学校和班主任之事配合班长。 是不是很奇怪? 没错, 乾隆班就是围着班长转的。 资源, 人员, 都由班长一人分配。 就拿现在来说, 我可以把整个班90%的资源合理地分给你们, 其他人只能分剩下的10%, 如此庞大的资源, 谁不掩红。 所以, 有人利用背后的势力来抢班长的位置, 说起来, 这个人还是叠一的同族。 轩一破天, 轩原家大长老的孙子, 利用家族之变, 收买了出铃和歇儿的所有乾隆班成员。 所以, 我不得不另外找人。 至于他们两个, 自然也是有目的的。 两个苦命女孩, 处处遭人排挤, 在最困难时, 白马王子从天而降, 接下来不就是女孩感动, 以身相许? 滚! 你才以身相许。 好了好了, 我们继续说乾隆班, 刚刚我们说到哪了? 轩原破天, 拉拢乾隆班成员。 你们都知道, 战斗是预售师成长最快的。 在大学, 修炼资源要学分兑换, 学分又要做任务。 大四之前, 我们是莫资格, 区域外的, 学分获取基本上都是在秘境中。 为了锻炼学生的团队一时, 学校秘境基本上都要组队进入, 最少六人, 无上限。 没有队伍, 不能做任务, 没有学分。 一个平民孩子, 没有家族帮助, 又赚不到资源。 你们说会怎么样? 同班同学, 无论战斗经验和实力, 都会慢慢超过他。 乾隆班是给联邦给全人类培养动量的, 不是让你来享福浪费资源的。 乾隆班成员, 只要有三个人战力超过并战胜班长, 还一直向学校提出, 申请更换班长。 那么, 我这个班长就做到头了。 现在, 你们懂我的意思了吗? 整个过程, 灵异平静无波, 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无关一样, 就像, 就像再讲一个故事一样。 憋在心中的话说出来, 灵异感觉全身轻松, 等开学了, 一定要狠狠揍一堵。 大家足了不起啊。 在背后搞小动作, 打法律的擦边球, 钻空子, 而且还在合法范围内。 总之, 背靠大树好乘凉。 轩辕破天, 灵异一点都不放在眼中, 青铜九级巅峰, 开学后应该会突破到白银, 会影响他吗? 告诉你不可能的。 得知真相, 四人也感到紧张, 六对二十八, 真的是有难度的。 而且还带一个脱油瓶。 你们放心, 甘宝实力是弱了一些, 不过他的天赋和蝶异差不多, 需要一点点开发。 而且, 那只傻狗已经在进化, 等他进化完, 天赋至少是传说级, 而且进化的过程中, 境界也会跟着突破。 所以, 甘宝可能是你们之中, 最早突破白银的。 少女们, 不要只顾眼前, 眼光要看长远一些。 在薛元叠一契约虚空暗影兽之前, 谁知道, 他能契约神兽。 灵异就知道, 还把他拉进队伍, 现在对他, 那是死心塌地。 他们丝毫不怀疑, 不是睡觉, 就是啃骨头的傻狗会进化预言能力, 真的恐怖如斯。 我们的到来, 他不会早就知道了吧。 小艺, 你的能力在预言对吧? 洛西尔不怀好意的眼神, 看得灵异直发毛, 这丫头, 又要发什么疯? 不是预言, 只是看到一些片段。 两人的对话, 两姐妹自然听到了, 也就知道, 灵异已经了解他们的心意。 结果就是, 灵异被四女好好教训了一读。 结果就是, 隔城海王了。 很大很大的海王。 京都薛元庄园, 一栋豪华别墅内, 一个少年享受着漂亮庸人的服务, 一脸幸福。 他就是薛元破天, 今天得到消息, 乾隆班最后一个人也签契约了, 从此以后, 乾隆班就是他的天下。 家族已经在暗中培养了两个青铜八级玉兽师, 只比他低一级。 等新生大比一过, 他们就挑战班长, 把他推上班长的位置。 到时候, 名利女人都是他的。 干家兴等妹妹熟睡后, 离开家, 完全没注意妹妹的眼睛在他离开后不久睁开了。 被收拾一毒, 灵异睡的那个香啊。 而且起来就有香喷喷的早餐, 牙膏都给他挤好了。 另一个房间一直关闭着, 学姐还真勤奋, 从今天开始, 我们也该努力了。 和灵异计划的一样, 干家兴连夜给妹妹办好所有入学手续, 一大早带好行李给他送到学院门口。 宝儿, 新儿, 两个女孩一见面就抱在一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多年朋友呢。 灵异, 帮我照顾好妹妹, 她要是受委屈, 你就死定了。 干家兴丢给灵异一个戒指, 临走之前恶狠狠瞪着她, 还不忘威胁。 干宝和众女分别拥抱过后, 转身时, 哪里还有姐姐的身影? 一时间空间都安静了, 干宝儿更是垂下脑袋, 十分沮丧。 姐姐, 走了吗? 灵异拍拍她的肩膀, 安慰, 她不敢你和告别, 她怕自己看着你就走不了了。 既是安慰也是保证, 她会带着她一路过关斩将。 不就正是女武神吗? 要是连这都做不到, 我还开什么挂? 放心, 加入我们小队, 你们姐妹很快就能见面。 真的吗? 干宝儿眼睛立马亮了, 姐姐昨晚上回去后告诉她, 以后要好好听灵异的话。 如果, 如果真的能见到姐姐, 听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真的, 真的, 比珍珠还真。 鸡女一阵鄙夷, 如此粗略手段, 就欺骗了一个少女, 完全忘记, 她们也是这样跌落凡尘的。 女神落难, 根本不知道, 未来要面对什么。 轩辕破天如何也想不到, 灵异已经提前组好队伍, 做好放弃班及其他同学准备。 到时候, 她会不会被气死, 吐血三声。 接触同学, 用资源邀请其组队, 并没有违反联邦规定。 这是二代们制裁平民学生常用的伎俩, 屡是不爽赤裸裸的阳谋, 让你无可奈何。 不过灵异是谁? 挂毙啊。 一切阴谋诡计, 都将在绝对实力面前, 烟消云散。 可能有些麻烦, 但还莫当让她忌惮的地步。 小队聚齐, 在学员任务大厅租赁一辆越野车, 奔赴小队成立后的第一个目标。 黑风峡谷, 是官方为年轻一辈准备的猎场, 峡谷外鱼龙混杂, 笑脉之声不绝于耳。 古大师亲手锻造神兵, 不要9999, 也不要999, 这要99, 99, 你就可以买一件古大师锻造的神兵力气, 你还在等什么? 买到就赚到。 秘境新鲜出炉的灵兽弹, 这要98, 神兽灵兽带回家。 买丹药, 买丹药。 这才是家的味道, 真的好怀念。 小叶, 我们去看看, 说不定就简陋了。 甘宝灵动的双眸, 就像在说话一样, 让他无法拒绝, 就连一向沉默的蝎儿都露出期待。 无奈, 灵异只好跟上。 这些东西或许真的来自秘境, 不过想简陋, 基本上不可能。 说得玄乎, 和前世的古玩一样,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无非就是坑几个肥羊。 我讨厌逛街, 讨厌人多的地方, 一点都不人心话。 六人身上衣服都很普通, 一看就没什么钱, 所以没有什么客, 灵异也乐得清闲。 黑风峡谷外的小镇就那么大, 转了几圈, 众女也就兴趣缺缺。 好东西一样不见, 单药, 兵器都非常普通, 甚至是劣质的。 小叶, 这些人不是坑人吗? 洛西尔很气愤, 小怜鼓鼓地告诉别人, 他生气了。 每个人都在坚强地活着, 为了生存, 对错谁又分得清。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活着, 可能很卑微, 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天赋好, 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但哪些天赋差, 又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 这里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你请我愿的是, 就算不喜欢, 也不要去破坏和打扰。 灵异感觉自己就像的老师, 什么事情都要解释, 当个队长真的好难。 你不是讹人吗? 为什么是99万? 小伙子, 老朽名家彪马, 在这里卖了40年, 不买你可以放下, 小伙子没有强迫你买。 一阵争吵声传来, 喜欢热闹的上官铃, 拉着洛西就围上去。 这丫头。 人群中央, 一个少年正和百摊老人争吵, 而少年手中拿着一颗灵兽弹。 提示, 稀有剑形草灵兽弹, 武器, 可化为常见, 自带技能天地一剑。 好东西, 就是资质差了点。 老爷爷, 你这样是不对的, 你知不知道? 两个女孩对这里的东西不满意, 现在看到同龄人被骗, 同情心泛滥, 有人出头, 少年也挺直腰板, 极力表现, 拿下零售弹, 同时说不定还能得到美人青睐。 大爷, 就如你最先说的, 九十九, 这是一百, 不用找了。 少年手一挥, 豪横将一百大羊放在老板摊上。 滚。 九九W信用点, 少一个字, 今天你别想带走任何东西。 大家都来看看, 都来看看, 这位大爷都这把年纪了, 居然还骗人, 你们说还有天理吗? 天理何在? 少年大意凛然, 已经占到道德的制高点。 这话说中了两女心坎, 跟着复合, 天理何在? 有人出声, 少年更加卖力, 声音之大, 半个小镇都能听到。 自以为是, 莫看见人群戏谑的眼神吗? 啪。 啪。 两巴掌拍下, 洛西和上官铃儿, 泪眼汪汪。 当众被打, 洛西和上官铃儿, 拿里啃一, 扑腾着要打回来, 灵异, 我跟。 又是啪啪, 两个巴掌, 疼得他们泪眼汪汪。 呜呜, 臭灵异, 坏灵异。 在灵异的淫威下, 两女抱头蹲在地上滑圈圈。 他们太善良和冲动, 这会, 要了他们的命, 需要时间去成长。 他, 作为队长, 有责任带好头。 拱手行礼, 欠一道。 老爷子, 非常抱歉, 多莫见过世面, 让您现笑了。 老人莫发话, 灵异一直保持拱手动作。 在这个危险的世界,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脸面什么的都是次要的。 现在吃亏, 尝点教训, 免得日后吃亏。 过了一会儿, 老人才笑呵呵道, 小伙子, 你这是做什么? 老头子又莫生气, 这样倒显的是老头子的不是了。 带头去做, 很多时候比说叫更好用。 灵异是他们的主心骨, 众目睽睽之下受辱, 都想发作, 但身体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压着。 老人眼中闪过诧异, 现在的年轻人都如此恐怖了吗? 还不赶紧谢谢老前辈? 收回威压, 严肃说道。 两女心中不服, 又怕灵异作妖, 值得道歉。 老爷爷, 谢谢你, 以后我们不会再犯了。 两人低着头, 脑袋都快埋到波兰壮库中间。 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会慢慢懂的。 抓住两只柔软的小手, 拉着他们就要离开。 灵异要走, 少年如何会罢休? 人群之中, 响应他的只有他们, 两个漂亮女孩, 他们走了, 他如何简陋, 如何装逼泡妹子。 两位小姐, 此人胆小如鼠, 还无理取闹。 我看他根本不值得。 他怕, 少年哭丧着脸, 不带打脸的, 还一左一右。 两个女孩冷冷看着少年, 冷冷道, 小姨再不是, 也不是你能评论的。 随后很乖巧地抱着灵异的手臂。 心里暖暖的, 不过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在此之前, 我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谁想动你们, 就得先问过我。 啊, 啊呀, 为什么? 为什么好东西是别人的, 漂亮妹子也是别人, 为什么? 狂怒, 扭曲, 他自认隐藏得很好, 但却被灵异看出来, 现在已经把他定位为一个死人了。 你, 敢不敢多打一? 刷! 剑光闪过, 剑尖停留在其脖子不到一毫米的地方。 一言不合就拔剑, 少年被吓到了, 瑟瑟发抖, 差一点他就没了, 去阎王殿喝茶去了。 这种小丑, 敢出现, 才死就是了。 宝剑归翘, 灵异又恢复成人畜无害的屌丝, 很猥琐脉种。 心儿他们善良, 容易被带节奏, 但不是你利用的对象, 再有下次, 生死台线。 大夏对青少年保护, 处于高压状态, 为了照顾一部分人。 矛盾无法调和时, 可以申请上生死台, 生死不论, 一战恩怨消。 看你那怂样, 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 完美解决, 潇洒转身, 过程中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失足少妇。 身边的女孩, 让人自行惭悔, 都说装逼遭雷批。 帅不过三秒, 一只枯搞的手按在他肩膀上, 让他动弹不得。 完了, 自己说什么来着? 扫地的, 守大门的, 守仓库的, 守图书馆的, 摆地摊的, 都不能轻易得罪。 这运气也是莫谁了, 现在买彩票, 不知道会不会中个几百亿。 灵异回头, 露出一张笔窟还难看的笑脸。 前辈, 您老把我们当的屁放了吧? 再说, 冤有头债有主, 我又没得罪你。 你找他去啊。 灵异立即转移仇恨, 一切都因这小子气。 老人浑浊的双眼, 突然锐利起来, 所有的秘密, 在这双眼睛下, 都无处遁形。 你没有系统学过剑道? 没有, 我都是自己瞎摸索的, 有不足的地方, 还望前辈指点。 灵异放低姿态, 提示, 怪我了。 你都知道, 不能得罪了, 寻装逼。 靠! 我就知道, 这玩意很坑。 没有错, 就是你。 老头子这里, 有一个小玩意, 留着也没用, 希望你不要埋没它们。 老人手中突然出现一颗, 布满黑白花纹的灵兽弹, 一脸不舍。 提示, 神话级双生剑龙灵兽弹, 武器, 资质神话石心, 可化为阴阳双剑, 被动技能, 剑光爆炸, 剑星, 主动技能, 特性, 锐利, 坚不可摧。 我我。 灵异一把降灵兽弹抱在怀中, 打死不松手。 神话石心的武器类灵兽, 还是双剑, 我要定了, 谁来都不好使。 前辈, 以后你就是我爷爷, 我给你养老, 你老也不用辛苦百贪了, 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再找几个奶奶, 保证。 滚滚滚。 好嘞, 这就滚。 黑白灵兽弹出现的那一刻,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贪婪, 嫉妒。 但灵异一点也不怕, 有一个圣级大高手在, 他怕什么? 再说了, 这些人还不够他一只手打的。 剑草灵兽弹对少年的诱惑力很大, 眼看白嫖无望, 最后还是以99W拿下。 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被几双眼睛看在眼里。 现在明白了吗? 很多时候,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这个人明显不是第一次了, 他就是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绑架人群, 获取自己利益。 如果我没有猜错, 他和你们一样, 第一次与玉兽师打交道, 才会如此。 洛西尔很不服气, 气鼓鼓道, 小义, 明明是老头为老不尊, 怎么会是少年的不对? 灵异伸手捏住他鼻子, 美好气道, 让你好好读书, 多了解一下知识, 这回吃亏了吧。 普通零售蛋, 在零售商店要卖98万, 地摊上都是没有鉴定过的, 其中可能隐藏着高资质零售, 多卖了一万, 一点也不贵。 你们记住, 入乡随俗, 他们如此叫价, 是所有人都默认的潜规则。 一些大的卖场, 默认的货币是零食, 你要傻傻地跟着标价去付钱, 到时候丢脸的可不是我了。 啊。 出示身份证后, 一行人成功进入黑风峡谷。 西尔侦查, 寻找凶兽, 灵儿和西尔准备好战斗, 叠仪随机应变, 宝儿不要离开我身边, 出发。 气势磅礴, 一往无前, 六人走出千军万马的气势。 六人身后, 一个少年跟着进入黑风峡谷, 赫然是市场上的少年。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灵异的目光下。 既然来了, 就乖乖做工具人。 进黑风峡谷默一会儿, 甘宝就气喘郁郁, 黑铁一击, 还是太勉强了。 小姑娘没有喊泪, 一直努力跟上小队的步伐。 小叶, 找到了, 青铜七级的花斑虎, 我们去揍他。 洛西尔跃跃欲试, 那就揍他。 黑风峡谷森林, 巨石上, 花斑猛虎惬意地晒太阳, 完全没发现四道身影鬼鬼祟祟靠近。 小叶, 你去帮他们, 我可以的。 甘宝低着头, 弱弱说道, 他们自己能解决。 两个传说一个史诗一个神话, 连一只花斑虎都搞不定, 要他们何用? 小金, 飞语攻击。 小兵, 冰刺。 小虎, 烈焰焚烧。 灵异, 一个个都是取名困难症患者, 这回谁也别笑话谁。 金羽如历剑封锁花斑虎行动, 巨石瞬间被冰刺覆盖, 刺破花斑虎的同时, 将其冰冻, 一道火红色火焰直扑花斑虎, 一股肉胶为扑鼻而来老虎。 虎声太难了, 睡个午觉, 窝背站了不说, 还成了焦黑的塞子。 四女配合, 花斑虎被秒杀, 完美碾压。 灵异摇头, 太浪费了。 黄金雕, 冰凤, 火凤, 虚空暗影兽, 都能单挑花斑虎, 如此伤害一出, 以后会吃亏的。 不过, 灵异已经很满意了, 这支是他们的第一战。 黄金雕飞的高, 速度快, 又可以变换大小, 是侦察的好手, 躲起来的凶兽, 根本无法躲避搜捕, 成为四女的猎物。 一开始, 三只灵兽一起上, 有时候轩辕蝶一也参与其中。 后来, 逐渐减少人员, 天黑时, 已经能一个人面对凶兽了。 流失迅速, 一下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六人在宽阔高地扎营, 灵异翻烤着肉, 舞女叽叽喳喳讨论着。 夜幕降临, 万寿咆哮, 荒野进入猎杀时刻。 荒野生火并不是明智选择, 灵异没有阻止, 才刚刚开始, 太严苛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精力多了, 自然就会记住, 形成本能。 烤肉技能, 还是八戒上次练出来的。 一手好的野外烧烤手艺, 可以很好拉近与领导的关系。 默一会儿, 一股肉香就在林间飘荡。 咕噜。 甘宝低下头, 满脸通红, 恨不得找个地方攥进去。 队伍中, 她是最辛苦的。 又累又饿。 闻到香味肚子真的忍不住了。 灵异露出大白牙, 在黑夜中格外显眼, 不要着急, 很快就好了。 刷油, 翻烤, 撒上秘制佐料, 看着真的是那么一回事。 一会儿后, 每个女孩都分到一大块烤好野猪肉, 灵异也拿起一大块大块朵鱼, 在她脚边的吴小枝也都分到了。 哦哦哦哦。 好吃。 太好吃了。 嗯嗯。 小艺, 莫想到你有这手艺, 以后做饭就靠你了。 对对, 小艺以后就是我们的大厨了。 吃饱喝足, 巫女打量着灵异边上的五只灵兽, 直呼好家伙。 一白一青两条蛇类灵兽, 一黑一白两条龙类灵兽, 一只白色小狐狸。 五只灵兽, 薄金强者。 同位天才, 你咋就那么优秀? 灵异没有解释, 契约阴阳剑龙后, 弥补了自身短板, 一般薄金根本不够他打的。 而且, 小白和阿里修为一天一个样, 不出意外, 开学薄金绝对没有问题。 两条龙是灵异在镇上契约的, 一颗灵兽弹出了一对双胞胎, 可化为黑白两把巨剑, 灵异给他们取名百灵、黑煞。 作为天才学霸, 根本不需要灵异安排, 他们就已经分好首页队伍。 灵异和甘宝一组, 洛西和轩园叠一组, 上官铃和上官仙一组, 每一组分别守四个小时他们的成长, 灵异都看在眼里, 为他们高兴自豪。 干宝在灵异的要求下, 早早睡了。 首页时间结束, 洛西和轩园叠一换班, 灵异靠着树上, 并没有回帐篷。 不是他身体有问题, 也不是女孩们不诱人, 不速之客就要来了。 提示, 狼群将在三个小时后冲击营地, 请做好战斗准备。 没有危险提示, 说明狼群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威胁, 不过认真一点还是有必要的。 狼群, 好东西啊, 让他们知道, 世道的险恶。 深夜, 四周一片黑暗, 火堆冒着火苗给周围带来一丝亮光。 累了一天, 两女昏昏欲睡。 突然, 两女同时睁开眼睛, 目光锐利如刀, 警惕着周围。 老师为什么喜欢天才? 讨厌普通人, 就是因为天才一学就会, 举一反三, 根本不需要老是操心。 荒野的野外寒风凛冽, 树木枝条乱舞, 树叶沙沙掩盖了狼群的脚步, 但还是被两女感知到了。 声音越来越大, 一对对绿油油的亮光出现在森林之中。 是狼群, 我来挡住, 快去叫醒他们。 轩辕蝶一灵兽附体, 一套漆黑铠甲将其贴身覆盖, 两只御手上同时出现两把断刃, 顿入黑暗。 虚空暗影兽, 真的是个好东西, 铠甲和武器都有, 看看自己, 就两把巨剑。 如果不是自己人, 说什么也要抢过来。 噗, 利刃入肉, 走在前面的, 苍狼倒在地上, 脖子上多了一个血洞, 眼睛睁得大大的,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 就这么死了。 在黑夜中, 与虚空暗影兽战斗, 简直在找死。 噗噗噗, 苍狼倒下, 仿佛是某个信号, 入肉之声不断, 狼群也在不断倒下。 狼王发现不对, 也不再隐藏, 抛着手中令牌, 灵异一脸苦笑, 峡谷守卫三生五令让, 他们做好捏碎传送令牌的准备, 原来是有原因的。 白银九级狼王, 十六只白银精英, 其余都是青铜, 五百多只苍狼组成的狼群, 一般黄金都会被磨死, 真的是联邦圈起来的新手区吗? 峡谷守卫指挥部, 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一个屏幕, 屏幕最前方, 坐着一个黑色风衣, 体态恶挪的油雾, 赫然是离去的甘家兴, 峡谷守卫, 铁饭碗, 看似风光, 其中的苦有谁知道, 每次有大人物亲属历练, 他们都忙得起火。 这不, 今天又有人来了, 还拿着金牌来的, 他是一点也不敢怠慢。 大人, 真的不用支援吗? 大队长谦卑地问道, 甘家兴冷冷看了一眼, 根本不想理他, 许久后才吐出两个字, 不用。 这些爷, 一个比一个难伺候。 小子,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否则就算校长拦着, 我也会收拾你。 狼群出动, 三道身影冲出帐篷, 释放灵兽, 迎上狼群小青, 白灵, 黑煞, 你们也去。 三只灵兽一跃而下, 加入战斗之中。 十六只白银精英, 加一只狼王, 还有五百多的青铜, 在他, 小白和阿里不出手的情况下, 他们, 干宝很矛盾, 他很弱, 随便一只苍狼都能要了他的命。 可是, 可是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 我, 拉开帐篷一条缝, 然后他看到终身难忘的一幕。 好多狼, 无穷无尽, 一只倒下另一只就补上, 而他们的前面, 就是他的队友。 四道弱小的身影, 六只灵兽, 仿佛坚固的城墙, 把狼群死死拦在空地之外。 就在这时, 身体突然一清, 然后他就出现在灵异边上。 小叶, 快去帮忙, 他们快撑不住了。 干宝一脸焦急, 出生绝对不是好主意, 但他已经别无选择。 这就是宿命, 如果你怕了, 明天我送你回去。 宿命, 他不管, 他只要自己的姐妹活着, 只要他们活着。 四啦, 在干宝交集的时候, 战场上出现变故, 一只白银四季, 苍狼混入, 爪子在火缝身上, 抓出生可见骨的伤口。 火缝一个亮呛, 身上出现一个燃烧火环, 将狼群阻挡在外, 逃过狼群的捕刀。 小火! 上官铃儿一脸焦急, 手中常见疯狂攻击, 但还不够, 他根本无法突破狼群的围攻,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伙伴受伤。 大家小心, 狼群中有白银急。 提醒已经晚了, 火缝被中创, 靠着火环不受攻击。 噗哧。 分心之下, 上官铃儿也被白银苍狼偷袭, 一击被中创。 结束了吗? 好不甘心。 骗子, 大骗子。 上官铃儿不甘地闭上眼睛。 白银五级的一击, 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 此刻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他。 苍狼一击得手, 十分得意, 一个小小的人类, 还想阻挡伟大狼群的步伐。 他最喜欢年轻的人类, 猎杀他们, 看着他们恐惧和撕心猎肺的样子。 那种感觉, 太美妙了。 妹妹。 铃儿。 这一刻,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上官铃儿身上, 时间仿佛就此静止。 火缝全身灵气涌动, 决定自爆陪主人一起。 不,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噗哧。 时间定格, 在最后一刻, 上官铃儿睁开眼睛, 在白银苍狼不可思议的目光下, 将掌剑插入他的脖子。 青铜五级击杀白银五级的苍狼, 越大境界斩杀。 他做到了, 可惜。 上官铃儿闭上沉重的眼睛, 等待死亡的到来。 杀。 所有人收回目光, 疯狂地与周围狼群战斗在一起。 完全没发现, 上官铃儿和火缝都飞往一棵参天大树, 围着的苍狼, 全部倒地生死。 他们天赋很高, 灵兽天赋也非常高, 但差距太大, 就算能越击杀敌, 敌人比你多, 还在偷袭的情况下。 队员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上官铃儿击杀一只白银三级苍狼, 重伤一只白银六级苍狼后, 被另一只白银四级苍狼中创, 冰封也没有幸免, 最后一刻, 还准备自爆。 洛铃儿全身都是找痕, 伤痕累累, 最后一刻, 黄金雕将他抓到空中。 相比之下, 轩辕蝶一就要好许多, 狼群无法捕捉他的位置, 每一击都带走一只苍狼。 三人退出战圈, 三只灵兽和轩辕蝶一的压力大增, 空间被一步步压缩, 眼看就要来到灵异所在的树下。 你们没有吃饭吗? 几条大狗, 还要我出手? 草! 大哥! 大哥! 你看好形势好不好? 他们都快挂了, 无论暗中的少年, 还是盯着屏幕的守卫都无不吐槽。 还要脸部? 洗你自己来啊! 但是, 下一刻,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青蛇身体迅速膨大, 犹如山岳, 一个尾姬清除大片空地。 阴阳剑龙也毫不示弱, 两条剑龙互相交织旋转, 形成一个庞大的太极图, 旋转着碾压向狼群。 开! 开挂了! 虚余之间, 狼群尽数陨落, 就连白银九级狼王, 被小青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被一口吞下。 呜呜! 上官夕儿伸得懒腰, 挫着朦胧的睡眼, 茫然起床。 不对, 我, 不是。 熟悉的帐篷, 熟悉的人, 还有老实不老实搭在自己身上的腿。 我没死, 还是说这是地狱。 将妹妹的腿推开, 走出帐篷, 然后她就看到坑坑洼洼的地面, 仿佛被陨石撞过一样。 不远处, 几只灵兽在打闹, 发现她后, 一直扑到她怀里, 脑袋不停地蹭着。 我还活着, 小兵也没事, 一切像做梦一样。 眼前的满目疮痍告诉她, 昨晚的大战得得确确发生了。 小兵, 发生了什么? 兵凤摇头, 表示也不知道, 醒来就这样了, 她只记得自己自爆时, 被一股恐怖威压阻止了。 恐怖威压? 除了她, 这个混蛋, 不可原谅。 上官夕儿一点气氛, 太卑鄙了, 人家还是孩子, 为什么要经历这些? 然后, 她就看到树上趴着一个让她咬牙切齿的身影, 而且她还睡得很香, 鼻涕泡都快滴到地上了。 在阿里的治疗下, 众人很快恢复, 但灵异并没有继续前进, 留给他们消化的时间。 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提升速度是最快的, 资质最好的轩辕蝶一已经到青铜九级巅峰, 即将踏入白银级。 洛西尔青铜八级, 上官铃和上官西尔都是青铜七级。 甘宝只有黑铁一级, 感悟却是最多的, 她是队伍中除了灵异全程知晓的人。 知道是灵异最后救了他们, 实力也突飞猛进, 对灵异的气就消了。 进入黑风峡谷的第五天, 六人再次启程, 这一次, 干宝不再是修位最低的白银三级, 二哈成功退化成吞天狗, 知识血脉还没有完全觉醒, 相当于刺神级灵兽吧。 出发, 开学前没有突破白银的, 小队的卫生就交给她了。 大手一挥, 灵异就做出了不公平的安排。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黄金九级 98472年 天赋 吞噬 空间掌握 技能 石骨之牙 灵蛇刺 振动空气炮 空间转移 空间球龙 九尾灵弧 资质 神话 等级 黄金八级 89769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驱散 圣域光辉 太坦蛇王 资质 神话 等级 白银一级 1726年 天赋 钢筋铁骨 技能 吐刺 聚毒沼泽 王指守护 大地球龙 阴阳剑龙 武器 资质 神话 等级 青铜八级 847 天赋 一卵双生 坚不可摧 技能 剑光爆炸 被动 剑星 被动 阴阳剑绝 天地一闪 看着自己灵兽的面板 灵异给自己的机智点个赞 这样 9号宿舍就有人打扫了 还有 距离开学还有半个月 突破白银 真的一点也不难 到时候 说不定自己就搏金了 他们真的就只能做挂剑了 18岁的搏金 就问还有谁 黑风峡谷最降的凶兽 是黄金五级天火鹰 已经被灵异预定了 太坦蛇王和阴阳剑龙的目标 就是离开前把天火鹰杀了 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 洛西尔 上官铃和上官仙一组 甘宝和轩辕一组 分开猎杀凶手 太坦蛇王和阴阳剑龙一组 一路朝着峡谷内推进 自己什么都可以压他们 就出声 说多了都是累 12月29日 老爹老妈 你们就不能晚两天 把我交到下一年 五个女孩 没有一个比她小的 原本是找队友 最后变成保姆了 小白 阿黎和灵异 暗中跟着三支队伍 害怕他们出现问题 一行人离开不久 一个少年来到他们 驻扎的地方 一脸不甘 老师 我真的没有机会吗 小波 你的天赋很好 未来必是搅动风云的人物 忘掉吧 你也看出来了 他们已经心有所属 兰波 可恶 不仅坏她好事 花掉了几乎身上所有钱财 还泡她看上的妹子 真是不可原谅 小波 成为强者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何必在乎一时得失 对啊 老师说过 自己的天赋堪比史诗级 加上老师这个尊者 全力相受 自己变将了 要什么女人没有 根本就不用她操心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 巫女都在快速成长 第八天的石轩园 叠一突破白银 随后陆陆续续的 都突破白银级 全部由白银级组成的 大义新生小队 不说后无来者 恐怕也是前无古人 进入黑风峡谷第十八天 泰坦蛇王和阴阳剑龙攀上一座 高达百米的悬崖 潜伏在天火鹰的巢穴内 银 天火鹰捕猎归来 感觉到一丝危险 在空中盘旋 鹰眼扫过悬崖的每一处 想找到危险的来源 但 无论她如何寻找 都没有发现缩小版的 泰坦蛇王和阴阳剑龙 他们都躲在天火鹰巢穴内 突然 天火鹰一个突袭 快速接近悬崖 就像发现猎物一样 悬崖她的地盘 是没有其他生物存在的 接近悬崖后 天火鹰快速拉伸身体 回到空中 眼中人性化 出现一丝疑惑 难道自己感觉错了 也是 整个峡谷范围 除了那只笨熊 还有谁敢惹自己 几次试探 没有危险 天火鹰落到鹰巢内 鹰 天火鹰很烦躁 鹰巢也没有以前舒服了 转来转去 时而又飞上天空 折腾了大半天 还不见敌人的影子 难道自己真的感应错了 一阵折腾 敌人莫看到 倒是把天火鹰位趴下 无奈只能飞回鹰巢 天火鹰即将落下 警惕松懈的那一刻 他看到了敌人 敌人居然藏在鹰巢内 但来不及了 鹰巢内一黑一白 两龙口中吐出剑气 在空中合为一体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杀了 其后还跟着一条 张开血盆之口的青蛇 天火鹰奋力扑腾翅膀闪避 躲过必死的袭杀 三只灵兽的攻击准备已久 天火鹰又处于疲倦状态 只能把身体挪开 噗 火雨漫天 一只翅膀被斩落 肚子被青蛇咬中 全身陷入麻痹 趁你病要你命 三只灵兽 可不会给天火鹰反击的机会 天火鹰失去翅膀又中毒 开始自由落体 黄金吉 已经能在空中短时间飞行 更何况 他原本就是空中的王者 可两条龙根本不给机会 剑气不停 黑白剑气在空中碰撞 爆炸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地越来越近 赢 天火鹰七力鸣叫 传遍整个峡谷 万寿寂静 这一刻 只有天火鹰的悲鸣 眼看求生无望 天火鹰张口 一道火焰冲天而起 作为强大的龙族 阴阳剑龙 天生就有强大的战斗本能 完美躲过火焰攻击 在反作用力作用下 天火鹰坠落速度更快 与大的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碰 火星撞地球 地动山摇 黑风峡谷内 卷起一道蘑菇云 刷刷刷 黑白剑气不停 疯狂攻击天火鹰坠落的地方 天火鹰那个气啊 你们倒是来啊 先是偷袭 现在又远远攻击 风峡谷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最近半个月 黑风峡谷的守卫 可是一点也没有安宁过 黑风峡谷 是给各大院校大义新生试炼所用 这不 峡谷内已经投放了大量凶兽 只待大义新生开学 南宫号是守卫三团团长 负责京都城西外围守卫 黑风峡谷也在他的管辖之内 天火鹰的哀鸣 把他吸引过来 赶在他的地盘 猎杀天火鹰 不要命了 等他赶到 除了一个大坑 就一堆鸟毛随风飞舞 黑风峡谷的王者 天火鹰就这样被人杀了 回到监控中心 南宫号发现 存储卡刚刚被人换过 守卫队的高层 有一段记忆被人封了 封印的时间 就是灵异等人 被狼群袭击的当天 一天记忆没了 这些人干什么吃的 核查进出记录发现 这段时间 只有七个人进入峡谷 一个六人小队 和一个独狼 灵异 洛仙 轩辕蝶 干宝 上官铃 上官仙 兰波 七个人 半个月把黑风峡谷杀穿 真有你们的 现在的心声都那么酱了吗 团长 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这样 守卫队长站的笔直 等着团长的惩罚 南宫号扬起巴掌 久久无法挥下 七人都是十八岁 都是大义新生 合理合法 就算是他结果 也好不到哪里去 算了 这件事就烂在肚子里 凶兽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是 南宫号走出监控室 来到一个偏僻角落 大人 我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知道 我知道什么 快滚 一栋破旧的木屋内 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是 南宫号走了 木屋内的一个破旧屏幕内 正播放着他 最想要的信息 六个人 杀穿新生的试炼之地 还有这两个小家伙 莫想到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 还有那条青蛇 也是难得的灵兽 屏幕上 切换到三只灵兽 大战天火鹰现场 天火鹰落地后 把自己藏在烟尘中 等待三只灵兽下来 谁能想到 三只灵兽根本就不下来 在空中 对他狂轰滥炸 烟尘散去 他立即陷入一片沼泽 动弹不得 就在这时 合二位一的剑气 划过脖子 不讲武德 鞭尸 到死 他都没有想明白 三只灵兽为什么 还要补刀 试炼时间结束 三方人马归来 五只灵兽围着灵异 诉说着他们的思恋和成就 巫女则互相拥抱在一起 最高兴地没过灵异 只要出去 他就是一个 货真价实的搏金强者了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黄金九级 十万零八百四十五年 天赋 吞噬 空间掌握 技能 石骨之牙 灵蛇刺 振动空气炮 空间转移 九尾灵狐 资质 神话 等级 黄金九级 100 1446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驱散太坦蛇王 资质 神话 等级 白银七级 7198年 天赋 钢筋铁骨 技能 吐刺 大地囚龙 剧毒沼泽 阴阳剑龙 武器 资质 神话 等级 白银三级 3814 天赋 一卵双生 坚不可摧 技能 剑光爆炸 被动 剑星 被动 阴阳剑绝 天地一闪 两一剑 小白和阿黎的年限 都超过一万年 之所以没有突破 是被黑风峡谷的大阵压制 出了大阵范围 两支灵兽就能突破 他 也就是伯金强者了 伯金级的大义心声 就问还有谁 谁不服 小叶 我们都进步那么大了 作为队长 不表示一下吗 快去做饭 灵异 前半句还可以 后半句就有毛病了 为什么让我去做饭 我像做饭的人吗 男人真难 灵异垂头丧气 最终进入森林 寻找口感好的肉食 馨儿 我们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甘宝儿有些呆 大眼睛扑闪扑闪 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队长去弄吃的 一般不都是蝶衣姐姐去吗 众女被逗乐了 莫想到队友里 还有这样呆的女孩 怪不得小叶那么快就拐了 上官林儿有些着急 直接了当说 我们都把自己给她了 当然要她去弄吃的 什么跟什么吗 宝儿 我问你 你喜欢小叶吗 愿意和她在一起吗 面对洛西儿的询问 甘宝儿陷入沉思 自从遇到队长 她的人生就改变了 朋友们都是真心待她 我当然写 甘宝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连她自己都听不到 喜欢 当然喜欢 可是你们怎么办 上官林儿跳起来 将甘宝儿拉过去 喜欢就好 这样 我们一辈子就不用分开了 不用 分开 怎么越说越迷糊 都快到明了 还不明白 情商堪忧 馨儿是小叶的女友 会一辈子跟着小叶 我是小叶的丫头 生生世世都不会离开她 至于林儿和希儿 也不会离开小叶 宝儿 我们四个都要做小叶的女人 你愿意跟着小叶 一辈子做我们的姐妹吗 啊 甘宝呆了 这回真的呆了 她听到了什么 你们 你们 看到四人点头回应 甘宝呆若木鸡 怎么会这样 这个花心大萝卜 不过好像也不错呢 林儿如何也想不到 心而不知不觉 已经给她拉去了后宫队伍 真的是闲内猪娃 一个小时候 林儿把处理好的二十只凶兔带回 开始了她的烧烤大业 吃饱喝足 林儿开始询问 你们怎么了 怪怪的 自己离开期间 一定发生了什么 一回来 各个目光闪躲 低着头 还一脸羞红 思春了这事 蝶一 你来说说 我离开时发生了什么 搞事情 不好意思 哥有间谍 你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哥的掌控范围之内 怎么办 薛元蝶一内心慌的一逼 自己的脸 小叶会不会嫌弃 说了会不会影响姐妹间的感情 她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 你就别为男蝶一了 我告诉你 我们五个决定一辈子跟着你 做你的女人 怕大 得知五女愿意跟着她 林依那个兴奋 降上关系而拉入怀中 对着温润如玉的红唇就吻上去 夜晚 林依跳到大树上 满脸通红 看着脚下的帐篷 咬牙切齿 生无可恋 单身了那么久 以为今天就能告别男孩 谁知道 他们只管放火不浇水 管杀不管埋 他是浴火难耐 真想冲下去用墙 什么生生世世 都是骗鬼的 就连叠一都学坏了 哎 造孽啊 天懵懵亮时 六人离开黑风峡谷 非常紧急 早知道吃不上肉 就不在黑风峡谷过夜了 什么莫唠道不说 还辛苦忍耐到大半夜 小叶 你别生气嘛 人家给你摸摸 上官零儿眼睛一亮 想到了什么 挽着灵异胳膊 还故意拉到两座风丸之间 搞得灵异那颗心啊 七上八下 我人 多大的人了 还和一个小姑娘计较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灵异就差麻咪麻咪哄 默念了 人的战友遇在作怪 窗户指没有捅破之前 他就没有这种感觉 现在没有 他们就像天理难容一样 这也不怪他 任谁四十年 也会如此即可吧 况且 对象还是天使 面容魔鬼身材的游物 上官零儿和洛西儿 一路诱惑 灵异都忍住了 真是魔人的小妖精 只能轻轻摸摸 何必去找罪兽 一会可就开学了 青龙学院 所有大义心生 集中修炼场 四千多名学生 密密麻麻 屈连心情很不好 校长三番五次 插手前龙班 都开学了 走后门的四人 还不见踪影 真的是一点也不把老师 放在眼里 开学后 如果不能让我满意 全部滚蛋 真以为有背景 就可以为所欲为 王德发看到 驱连杀人的目光 又看看只有 二十八人的 前龙班队伍 他何尝不知道 这个严苛的老师 记上他的 关键时刻掉链子 灵异 我也不想啊 关键时刻 老色胚发作 没有忍住诱惑 就这样了 在王德发 杀人的目光下 六人偷偷摸摸 走到前龙班后面 站好 我 不生气不生气 我可是校长 一个举动 差点让校长 心脏病复发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五 灵异昏昏欲睡 多少年了 自己听了多少年了 现在又要受这种摧残 校长 你们的毒鸡汤 能不能换一换 耳朵都出茧子了 校长讲话 年级主任讲话 特邀嘉宾讲话 老师代表 千篇一律 反正就是各种吹 周围学生 没有一个认真的 在太阳公共的关怀下 你来试试 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 一言难尽 在众人的期待下 屈联完成老师代表讲话 感谢屈联老师的精彩讲话 现在有请学生代表 灵异同学 上台发表讲话 有请学生代表 灵异同学 上台发表讲话 所有人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学生代表 多大的荣耀 在大人物面前露脸的机会 你咋就不中用呢 小艺 叫你 上官铃 在灵异腰上戳戳 提醒道 别乱说话 几千人 叫灵异的 又不止我一个 我们才从外面回来 你觉得会是我吗 也是 就你这样的 也不可能上台 青龙学院的嘉宾 谁没有两把刷子 灵异和上官铃的话 清晰被听到 他们也看到了两人 男的帅气女的漂亮 金铜玉女 最重要的是 两人身上散发着煞气 刚回来 他们去野外了 还有他们的等级都好高 全部白银 还有一个看不透的小伙 主持的美女老师 手足无措 他真的不知道灵异是谁 这些不都是 事先准备好的吗 无奈他只能求助校长 嗨嗨 灵异 作为乾隆班班长 躲躲藏藏像什么样 还不快点上来 我 不是吧 啥也没准备 临时发挥 同学们不知道灵异 但知道乾隆班的位置 然后他们就看到 一个少年不可置信地 指着自己 向校长确定 指什么指 就是你 作为乾隆班班长 难道要给学校丢脸 臭老头 你给我等着 赶鸭子上架 你完了 乾隆班中 轩辕破天看到灵异 一脸轻蔑 就这样一个土包子 如何与他争 老大 猴子十分激动 老大真的 来青龙学院了 还当了班长 万众瞩目 这种感觉真不错 就是有点太高调了 主席台上 王德发一脸笑意 臭小子 我还治不了你 嗨嗨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中午好很荣幸 成为学生代表发表讲话 说真的我真的很意外 意外到我什么 都没有准备 首先 感谢校长和各位领导的演讲和鼓励 我知道 这是他们用了很多年的毒鸡汤 一个稿子用无数年 还又丑又长 不得不说啊 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世界天赋决定一切 不管你出生豪门还是平民 没有天赋你就是妥使 有天赋的 放的屁都是香的 资源树枝不尽 我说这些 并不是贬低任何人 我只想告诉你们 天生我才必有用 存在集合里 你是天才 你NP 有本事你别吃普通人种出来的粮食啊 只也没有贵贱 玉兽师地位为什么高 因为死得快 有危险事冲在第一线 随时会死 他们的职责 就是保家卫国 普通人呢 你们会说普通人呢 如果普通人不种地了 让玉兽师打完凶兽 打完一族回家自己种地 要不然就得饿死 就问 你 你 还有你 会抛弃弃子 走上战场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 我们要做的 不是抱怨 不是嫉妒 而是要不断超越自己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一个你或许很渺茫 但千千万万个你就是伟大的 你缺一不可 我们先被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两个人加起来 达到一一大于二的效果 在我看来 出身不重要 天赋也不重要 有个好爹最重要 如果你 没有一个好爹 那么你要做的不是抱怨 更不是嫉妒 而是努力 努力做什么 努力让你儿子有个好爹 如果你不努力 只会抱怨 几年后你儿子 看到同学的儿子 也只会说一句 我如果有一个和他一样的爹 我也是天才 演讲结束 灵异一个跳跃 溜之大吉 气得王德发 又是一阵咳嗽 灵异的话给了很大的启发 天赋很重要 但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拼爹 大家族为什么 基本没有低于 优秀天赋的孩子 他们从小各种药育 觉醒前用的 都是完美药剂 学校免费发的是 什么垃圾 就算高五了 拼爹时代也不会过去 大家族也不是天生就代的 他们也是 先辈们一代代奋斗才有的 希望他们能够明白 小叶 你太厉害了 收获了好多小迷妹呢 低调低调 灵异演结束 校长再一次灌毒鸡汤 结束开学典礼 各班学生 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 回到班级教室 乾隆班班级教室 有45个位置 呈95排列 宽广大器 摆设也十分得当 灵异一屁股坐第五排 靠窗位置 巫女立即坐在周围 拱卫主任上官链 坐他前面 落仙坐右边 轩缘叠一坐他后面 上官仙坐链的右边 落仙的前面 甘宝坐轩缘叠一的右边 落仙的后面 如此 六人成功找好座位 34个人很快落座 奇迹般的前两排 空荡荡的 第一排 傻子和学霸专属 吃粉笔挥不说 还老被老师盯 第二排吗 好像也不是很安全 当然是从后面开始了 要不然 灵异怎么会 抢到如此好的位置 灵异 轩缘叠一 落仙 上官链 上官仙 坐第一排 甘宝 轩缘破天坐第二排 其他人依次往前 留最后两排 最后两排 是给其他老师坐的 刚刚安静下来的班级教室 再次热闹起来 座椅移动之声不断 然后 他们发现 老师专门点名的七个人 只有轩缘破天 老老实实坐到第二排 其他六人 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灵异 轩缘叠一 落仙 上官链 上官仙 甘宝 没有听到我说话吗 赶紧坐上来 牛人啊 第一天就不听老师的话 太牛了 我谁都不服就服你 灵异 你作为班长 带头坐上来 屈连严厉说道 不不 像我这种肌肤如玉 美若攀安 人见人爱 鬼陷鬼仇 凶兽陷了就撞死的帅气 我要是去了第一排 我们班就不用上课了 为了我们班的集体荣誉 我就牺牲一下 这个位置挺适合我的 哦 所有人都吐了 不想去第一排就直说 何必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上来 不上 上来 不 呆了 都呆了 班长头铁 班长威武 灵异 要是不想来乾隆班 你现在就滚 你确定 灵异面色冰冷 同学们感觉周围突然凉嗖嗖的 滚 屈连一声河东湿吼 教学楼抖三抖 大楼震动 学生都准备逃离 都被各自老师安抚了 这屈连老师 每次都这样 给学生下马威 就不能温柔一些 像他们这样 和平共处多好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报名时就给他脸色 现在还来 也不伺候了 起身 留给众人一个潇洒的背影 巫女对视一眼 也跟着离开教室 林小看了看老师 又看了看已经走出教室门的老大 跟着众女一起离开 站住 你们要做什么 造反吗 每一届 他都给学生一个下马威 同时给班长树立威信 后门声 资质空白 他就想敲打一下 莫想到 林毅一点都不给面子 林毅 不是我不给面子 班级其他人要搞我 现在老师 还把我当做锦猴的鸡 面子 呵呵大 全班34个人 第一天就走七个 史无前例 最重要的是 史诗级天赋学生跑了林毅 仿佛没有听到一样 速度丝毫不减 队长莫停 队伍自然不会停 七人 在曲连呆愣的几秒 已经走到楼梯口 滚 都给我滚 歇斯底里 更年七道的女人 果然不好惹 尤其对方 还是一个强者 班长和老师闹掰 最高兴的 就属轩辕破天 他就有机会 获得班长位置了 你在想屁吃 乾隆班的核心是班长 班长在乾隆班就在 班长走了 没有史诗 集天才的乾隆班 联邦会撤销所有资源 没有资源 学生要么加入精英班 要么守着一个 空壳乾隆班 拿班长开刀 谁给你的勇气 史诗集都没了 还开个锤子的乾隆班 你就等着老校长的 鱿鱼套餐吧 猴子 你确定要跟上 猴子脸上 露出愧疚与坚定 道 老大 我没有什么本事 脑子也不好使 被人骗了还不知道 以后我就是老大的刀 老大指哪里 我就打哪里 打墙 好嘞 碰 墙没事 人 林小拳头鲜血淋漓 看样子还骨折了 这猴子是真的虎啊 怪不得能和前身做兄弟 林一走过去 摸了一下林小的额头 草 猴子 也莫发烧啊 老大 果然还是原汁原味的老大 第一时间不是问自己有事没事 而是自己有没有发烧 老大 我莫发烧 没发烧 你打墙做什么 不知道这墙是有阵法加固的 别说你 就算搏金来也打不动 林一一脸嫌弃 不过还是给他治疗了一下 老大 知道打不动你还让我打 太欺负人了 七人来到宿舍 见到了校长王德发 看样子 已经等很久了 老头 对不起啊 我们可能要走了 你的恩情日后会还的 王德发上上下下 打量了一下七人 看得林一阵发毛 这老小子 不会有特殊癖吧 还是说对心 他们有想法 怕大 王德发摔过六个令牌 金灿灿的十分好看 作为班长 带头逃跑 你还是头一个 不过老头子我喜欢 你们是走不了的 如果你留下 我可以帮你一个小忙 比如说福西儿丫头的老爹 怎么样 考虑考虑 罗坤 怎么办 好难抉择 但又不想和那个老女人一个本 放心 去连老师我去解决 以后你知识在乾隆班挂名 去不去上课都行 你可以到学校任何班级旁听 旁听 这个我喜欢 不用去上老女人的课 还可以全校旁听 校长走后 林毅发现白杰还在九号宿舍修炼 已经到突破边缘 也就没有打搅 宝儿先和其他人住一间 等学姐走了你再搬进去 猴子睡沙发 猴子 老大还是老大 一点都莫变 猴子 你睡沙发 晚上赶过来 你就死定了 多年兄弟 猴子不知道林毅床是啥味道 反之也一样 都睡沙发 一会儿叠一 去抢一下八号宿舍 至于其他人 守好九号就行 当然你们去八号虐菜 我也不反对 记得八号和九号就行 抢多没用 还遭人记恨人 七人离开后 屈莲十分烦躁 一直希望他们返回 教室门打开 屈莲没有看到学生 还看到 一个他最不想看到的人 校长 你还做什么 屈莲声音冷淡 连禁称都去掉了 就是他 把他的班级搞得乱七八糟 王德发看了一眼屈莲 面无表情 然后笑呵呵 看向留下的二十七个学生 道 由于一些原因 乾隆班班长暂时不来乾隆班上课 你们是另外选一个班长 还是等班长回来 校长 我们还是另外选一个班长吧 对对 我听说 班长是走后门进来的 就是 一个走后门的 还隐藏天赋 我听说 他的稀有天赋 都是靠那只猴子才有的 是吗 快说说 西南市发生的事情抖出来 屈莲更是铁了心要赶灵一走 但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王德发表面和蔼可亲 内心则冷到极点 你们有信仪的对象吗 有的话大家推选一下 正好老头子给你们参考参考 校长 薛元破天同学已经白银极了 第一只灵兽是红龙 第二只灵兽银翅虎王 我选他做班长 好强 我也选 薛元破天同学一定会带领我们变强 碾压其他学院 我也选薛元破天 我 二十六个同学 全部选择薛元破天做班长 薛元破天心中暗喜 第一天就选上班长 还得到校长的首肯 前期工作果然没有白做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但 王德发下一句话 把他打入深渊谷底 既然班长选好了 你们以后 就是青龙学院第四个精英班了 什么 精英班 完了 巴比扣了 去连一个亮枪差点摔倒 他就说不对劲 原来是在这 想让他们重新加入乾隆班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别打歪主意 圣人的怒火 不是你能承受的 王德发临走前传音给屈联 屈联摊坐在地 圣人 他的背后居然是圣人 怪不得 怪不得校长都要退步 任他们胡闹 可是 乾隆班没了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精英班的资源 不到乾隆班的千分之一 精英班班长待遇 还没有乾隆班普通学员的好 现在 什么都没了 大难临头 各显神通 什么约定都去死吧 再说了 他们知识千一个月内 不与班长组队 现在的情况 就算他们组别人 也不一定带你说什么 学生会主席听到妹妹的哭诉 想到九号宿舍的男生 他是一阵头大 最后只能求助家族 我的傻妹妹 你是不是傻了 为了点利益 一起排斥班长 亏你们想得出来 末多久 青龙学院就出名了 稀有天赋做班长 开学末到一天 乾隆班就改成精英班 简直离谱到家了 关系好的 都纷纷联系王德发 问他是怎么回事 答案无一例外 小事 已经解决了 当然是解决了 薛云叠一是神级 或者次神级 单板也差不多一样 次神级保底 灵异就不用说了 王兴亲自保证的神级天赋 还有背景雄厚的洛星 他王德发还怕谁 就算其他三院的 乾隆班一起上 他王德发也不带虚的 不久后 家长组团找上王德发 都得到一个答案 乾隆班还在 你们的孩子不愿意和史诗 天赋者一般 我是看在你们的面子上 才加一个精英班的 他们三生五令 一定要和班长打好关系 你们倒好 联合起来干翻班长 等着吧 啊 哎呀 这一夜 不知道多少人屁股开花 就连薛源破天 都被家族收拾 第二天一大早 九号宿舍外排起长龙 一个个撅起屁股 姿势极为销魂 吸引了大量的目光 这些人不是乾隆班的吗 怎么都在这里 还有他们 为什么在九号宿舍外 噓 我听说这些人排挤走了班长 乾隆班被降成精英班 应该是来道歉 都是牛人啊 谁不知道 乾隆班班长是老大 就连班主任都知事副手 直接干翻班长 怪不得 罪有应得 听到学生的风言风语 他们羞愧的低下头 真的不怪他们 就赚点外快 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都怪老师 屈脸也不好过 被好多家长指着鼻子骂 开学第一天 拿班长开刀 真是给你脸了 现在 只希望学生能请得动灵异 否则他绝对不好过 吵吵 一天就知道吵 一天不好好修炼 净搞妖蛾子 你们烦不烦 啊 灵异打开窗户 对着众人 就是一阵教育 然后光当窗户关上 继继续睡 没有人敢反驳 都默默站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很多男生开始摇摇摆摆 烈日炎炎 一个个汗流加倍 流入伤口时 那种酸爽 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 但 没有一个人敢走 赶回去 就不是屁股开花了 差不多了 灵异想教训一下他们 可不想多一个敌人 差不多就行了 看到灵异终于出来了 一个个感觉自己又行了 就是这腰板 这么也直不起来 东西留下 全部滚蛋 想要资源凭本事来抢 哇 老大 我叫王鹏 这把传说 集黑龙剑您收下 只有威武不凡的班长 才配他 老大 我叫拓跋雄 这是完美 基本的生龙丹 可以提升人的资质 老大 我叫夏兰 这把史诗集龙银剑 就孝敬你了 汗水流过伤口 全身肌肉都在跳舞 一个个都希望 时间过得快一些 当最后一个同学 把礼送上 灵异也就原谅他们了 好了 都滚蛋 想要资源就拿出本事来 再玩鹰的 就不在精英班那么简单了 滚 以前受够老板和二代们的气 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 26个同学的赔礼 特别还有两把长剑 大转特转 可惜学院破天没有了 这家伙应该退学了吧 得罪整个乾隆班 他就算现在不走 也留不了多久 还不如现在就去其他学院 小的们 分赃了 嘿嘿 一下子激动了 不过想收回 已经来不及了 灵异暗中留下两把长剑 其他的前步道查几上 弹药 武器 铠甲都有 还有一颗传说级火炎爆熊的灵兽弹 就是心急低了一些 才七星 这把刀我要了 干宝最先选择了一把 抄袭有长刀 这个我的 这个 这个 武女分赃 猴子手足无措 这些东西都很昂贵 不是他能用的 双目放光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接着 生龙丹 或许能让双头火龙资质提升一点 将生龙丹丢给猴子 灵异没有丝毫的犹豫 生龙丹 对他和众女来说 基本没有什么作用 老大 我 羡慕吧 告诉你 羡慕也没用 都是我的 以后记得叫嫂子 噗 说好的一起单身 两个月不见你摇身一变 成海王了 捅一刀就算了 还往伤口撒盐 老大还是一样的毒 小叶 把你的长剑交出来 我们都看到 你用的双剑 已经换下来了 我可怜的双剑 为了哥的幸福之能 牺牲你们了 一路走好 双剑刚取出 上官链 直接上手抢抢 然后分一把给上官仙 他则自顾自耍起来 暴力 猴子 八号宿舍你先住着 下个月能不能抢到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没事 别来打扰我们 将八号宿舍 要是丢给猴子 坐在堂椅上 一脸享受 轩缘叠一则很自觉地 过来给他捏尖 甘宝和上官铃垂腿 好不快活 我 林小一刻也不想呆了 他狗粮吃兔了 而且事情解决 他可以去八号宿舍住 小叶 你似乎在排斥林小 他不是你的本家吗 听说还是死党 面对众人的询问 林毅绝对不会告诉他们 他想吃肉肉 所以把猴子支开 笨头笨脑的 一点眼力 线都没有 没看到你老大 和嫂子 你浓我浓了吗 还要我敢 乌黑的眼眸中有回忆 更多的是落寞 我和他之间非常复杂 一时半会难说清楚 简单来说 就是 我和他都是别人看不起的对象 互相取暖 其中还有一点他没有说 猴子对前身太了解了 盗版的就是盗版的 重来一次 他不像一天就戴着面具活着 他要遵守本心 活个自在 薛缘破天转学 其他人送来礼物道歉 这个风波也该过去了 等众人都休息后 林毅一个人来到房顶 看着满天星辰 一脸满足 穿越着 真是一个好东西 不知何时 房顶上多了一个人 他一袭风衣 威严满满 在想什么 老师 你说 如果没有空间裂缝 现在的生活该有多好 两个月来 林毅不知道 沾染了多少鲜血 这还是连鸡都杀不死的他吗 是啊 如果没有这些裂缝 他或许也是一个大学教师 和丈夫一起 但 一切都没有如果 林毅 这是老师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希望对你有帮助 昨天是老师冲动了 希望你能原谅 明天去班级 我带你们去野外 另外 不管你有多大背景 如果不能让我满意 就算不做老师 你也得给我滚出乾隆班 这 好吧 屈脸给他一块黑色令牌 看起来古朴 非金非玉 一面刻着大厦的万里河山 一面刻着一个繁体龙字 提示 神营令牌 大厦联邦给予大贡献 烈士家属发放 凭借此牌 可在联邦宝库 选择一件宝物 同时免试进入神营 原来是神营令牌 不过一块好像不够 这么也得两块 老师 你知不知道 那个老师手里 还有神营令牌 一个不够用啊 空气顿时冷 周围空间被封锁 老女人的眼神好可怕 就像要吃了他一样 干嘛 老女人 想杀人灭口吗 告诉你哥 可不是好惹的 白银抗钻石 薄金你就弄一个王者 老天爷 求求你别枉我了 行不行 你如何知道 这是神营令牌的 屈连面若冰霜 声音冰寒刺骨 犹如魔鬼索命之声 灵异抛了抛令牌 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 我的天赋能力是预知 什么 预知天赋 怪不得 怪不得校长要他做班长 预知 可能不是将才 但绝对是难得的帅才 提前一步 预知敌人的动向 战场上能救回多少人的命 老师 慢点撤 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我想知道 他在绝对利益面前 会如何选择 这一届的乾隆班 屁事真多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西南市的事情 不知道被谁抖出来 还大肆宣扬 京都现在 恐怕默人不知道 青龙学院乾隆班班长 是一个稀有作弊者如此名声 好 我可以帮你 一个小时后 灵异一个人躺在房顶 眼角不由的湿润了 真的和他想的一样 站了别人的身体 说什么 也要把坑埋上 或许完成他的梦想 灵异就能做回 完完整整的自己 空间某处 屈连一直关注着 灵异的一举一动 害怕他做出 不理智的事情来 还有什么 比最亲近的人背叛 更让人痛苦呢 就如他 每天脑海中 总会出现 胸口被贯穿的画面 如果当时校长 没有路过 或许自己已经死了 自己用命换来的东西 希望你不要埋没了 千百年来 大夏发出很多神鹰令牌 只要令牌来历清白 联邦可不管你是谁 都能享受相关待遇 觉醒舞弊 就和以前的高考舞弊一样 已经发现 这辈子就毁了 它永远是你人生中 一个抹不去的雨点 灵异觉醒作弊 还成了乾隆班班长 官方一定会插手 不过 这何尝不是一次机会 青龙学院今年丢脸 算是丢到姥姥家了 先是乾隆班差点散了 现在又闹出 班长只是一个走后门的 稀有天赋作弊者 消息一个比一个劲爆 校长不到两天 又拖了不少 国家机器这个庞然大物 快速运转 灵异作弊行为 立即得到证实 甚至连王兴都被清查 王德发 洛坤 小镇老人 王兴 每一个都不是轻易得罪的 那么 只能从源头解决问题 而且还不能有任何私心 否则这些人闹起来 可不是一点资源 能解决的 又是新的一天 灵异被单独叫去校长办公室 其他人正常上学 此刻 校长正和一个古装老人在喝茶 旁边跟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 一个个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圣人高级 真是看得起我 不过 这些可都是肥羊 随便出点血 就够他消化的了 提示 龙武 七百九十八岁 大帝七级 玉兽 曾经世界公认第一强者 下眼横空出世后 在一次与异族大战中假死 一直在闭关修炼 放心 此人一心为国为民 你可以随便浪 大帝七级 大夏曾经第一强者 这就是大夏的底蕴吗 果然 每个大国的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的底蕴 不过为毛他的玉兽是问号 但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 提示 不是不告诉你 怕你骄傲 龙武看着一脸激动的灵异 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种感觉 他只在一个人身上有过 每一次 他可都是打出血 难道 这小子和下眼小子一样 是一个老淫币 灵异同学 对于舞弊一事 不知道你有什么要说的 灵异摸着脑袋 一副憨憨样 嘿嘿 前辈 天才都有自己的骄傲 您总不能说调查就调查吧 要是这样以后 岂不是天天被人调查 那我还修不修炼了 又是这种感觉 天才都是这样的吗 龙武轻轻品查 道 说说看 只要你没有作弊 国家会考虑的 考虑 告辞 灵异转身就走 想白嫖 你再想屁吃 老子不吃这套 不对 我这么在空中 还往后退 圣人了不起 圣人就能把人像小鸡仔 一样拎着 抗议 我抗议 抗议和挣扎无效 灵异就任由中年汉子提着 一动不动 一脸平静 安静地让人害怕 灵异同学 这位是大厦得高望重的老前辈 他问什么你就会什么 校长保证 你没有人能冤枉你 灵异 灵异就像没有听到一样 安静地站在办公室中央 没有一丝退让的意思 老人示意校长停下 和挨说道 灵异同学 你知道舞弊是什么 它会是你一辈子的余点 当然 如果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 联邦会想办法满足 但你要知道 这是建立在 你没有作弊的情况下 呼 吐出一口气 灵异又回到拉垮的样子 演戏真累 前辈 你们比我更清楚 年轻一辈的重要性 在他们弱小的时候打压质疑 等他们成长起来 你还想 他们对联邦有多忠诚 还想他们为联邦去拼命 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出 否则弱大大下 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所以 来了 铺垫那么久 终于找到重点了 我不是不愿意接受调查 你们都知道我无权无事 随便一个人都比我强 比我有势力 我是不是要接受每一个人的检查 谁又能保证 检查的人 没有其他心思 说来说去 就是我们的不是呗 中年拳头紧紧握在一起 等他进入神营 一定要他知道 人心险恶 老头子我刚刚说了 只要你没有作弊 联邦会 满足你的要求 尽量两个字没了 灵异一脸猥琐 一副奸济得逞模样 还抱全感谢 谢谢 我就知道 大下还是好人多 我的条件很简单 有以下几条 一 队员上官林儿 和上官仙儿的母亲 还在天海城 希望联邦能把他 接入京都 受最好的保护 二 我要六个进入 联邦宝库的名额 三 我要一枚神营令牌 四 我想去其他学院 契约灵售 希望联邦做好工作 让我有去任何学院 契约任何灵售的权限 五 啪 刚说五 脑袋就挨一巴掌 中年圣人已经忍不住了 说的是人话吗 你干脆说 全国资源你任选不就完了 没完没了了 真当这里是菜市场吗 告诉你一样没有 圣人了不起 灵异丝毫不惯着他 没有就滚 你 好了小华 灵异同学提些条件 也是可以的 这些条件 老头子就能决定 能满足几条 就看你值不值了 龙武摸着胡须 怡然自得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响应我 莫门 不知道我要如何 才能满足所有条件 实施天赋 我们可以满足你 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 如果你修位在黄金级 第二个和第四个条件 老夫也可以答应 如果有史诗及天赋 没有作弊 保护其家属是应该的 更何况 两姐妹的母亲 已经在他们的保护下 知识提高一下力度而已 神鹰令牌 那一届乾隆班班长 默去神鹰 给他又如何 如果现在就黄金 说明天赋极佳 给他些资源上的帮助 无可厚非 前辈 麻烦你把空间封印一下 有些东西 不能让别人看到 在京都还不能现人 龙武一下子也好奇起来 什么东西不能让人知道 他一个地级高手 还能有人在眼皮底下 对他不利不成 暗中观察的人 也是一阵紧张 灵异接下来要展现的东西 如果不能令人满意 他们将和灵异一起丢人 嗡 整个办公室 瞬间被隔离隐藏 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次元一样 空间封锁 得到校长王德发的示意 灵异也就不必隐藏 将五只灵兽 从空间中放出来 一出现 五只灵兽就围在灵异周围 警惕看着前方的四个人 随时准备拼命 三位前辈 校长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伙伴吧 小白 神话十二星宇宙之蛇 薄金一级 阿里 神话十星九尾灵狐 薄金一级 小青 神话十星泰坦蛇王 白银九级 白银和黑煞 神话十星阴阳剑龙 一卵双生 都是白银七级 四 就算他们见多识广 这一刻 也被灵异豪华的队伍惊艳到了 全部神话顶级 还有一只打破极限 达到十二星 薄金一级 看向灵异 他的气息已经变了 从一个没有任何修为的普通人 变成薄金一级 全身气息灵力 不是吃单要吃的 觉醒到现在才多久 他就成长到这一步 还有他手臂上不断旋转的彩色九芒星 神话 绝对不会错的 怪不得那个老家伙 会把阴阳剑龙灵兽弹送给他 眼光还是一样的毒辣 王德发激动的无语伦次 听说是一回事 亲眼见到神话 他是真的激动 降五只灵兽收回空间 九芒星也隐去 看向老人 前辈 这些够的条件吧 要不我再加点 滚 滚回来 拿着这个老夫的一道分身 关键 不到生死时刻不要动用 一块令牌飞到灵异手中 上面赫然刻印了龙武的一道分身 大地七级 就算知识一道分身 大地不出 他就是属螃蟹的 横着走都没有问题 灵异眯起的眼睛 龙武也是一阵好笑 他应该是想到 什么馊主意了吧 问道 你的天赋 还有谁知道 王行老师 吕清风校长 还有就是你们了 我的队友可能也猜到了 滚吧 你以后的天赋 是稀有级的预知天赋 记住了 哦 灵异小鸡灼米般点头 快速离开 将灵异档案定位S绝密 天赋是稀有预知能力 是 预知 一种十分恐怖的能力 就算知有稀有 价值也是无法衡量的 S级机密 很多高层都能看到 自然也会传到敌人耳中 有时候暴露也是一种保护 灵异则没有想那么多 只要王者不出 天下没有人能拿他如何 甘家兴是女武神 骆昆是圣人 轩缘叠一和他一样之是孤家寡人 现在上官两姐妹唯一亲人 也在联邦保护下 他们可以大展拳脚了 前龙班 33个学生 在老师的组织下 开始组队 灵异不在 他的队友自然成香波波 就连灵小也成为众人的焦点 但 没有一个人成功 他们不会再接受任何人进队伍 猴子很想和灵异一个队伍 但被巫女拒绝了 无奈他只能自己组建一个队伍 猴子不明白 为什么不让他加入 很快 所有人都找到自己的队伍 灵异小队6人 灵小小队8人 其他两个小队9人 组队完成 灵异还没有来 所有人只能等待 谁让他是班长呢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 灵异脸上的笑容 一直没有停下 这回真的赚大发了 六次联邦宝库取宝机会 全国学院契约零售的机会 还有一块神银令牌 最重要的是 有一个大地七级的分身 真的 回到教室 所有人一脸忧怨 尤其是猴子 一脸激动 老大 我们两个队伍合并 这样 我们又可以一起大杀四方了 看着灵小 脑海中 出现昨晚上梦幻蝶 幻境中的一幕幕 他真的不敢尝试 稍不注意 他将万劫不复 虽然是测试 但何尝不是他内心深处的想法 猴子 你要学会独立 还有不能打扰老大 灵异几眉弄眼 可猴子这个 憨憨 就是看不懂 被嫌弃了 我居然被老大嫌弃了 都说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呢 灵异 为兄弟两肋插刀 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了解一下 老大 为什么 面对灵小的问题 灵异早就有了答案 猴子 我们都长大了 都有自己该奋斗的地方 你看 他们就是老大 未来四年的目标 你呀 也该下手了 勾住猴子肩膀 小声说着悄悄话 看着勾肩搭背 一脸猥琐的两人 众女福娥 男人都是这样的吗 搞定灵小 灵异告诉屈连 他们小队 不准备参加此次班级活动 屈老师 我们就不去黑风峡谷了 昨天才从黑风峡谷回来 想先学习一下武技 然后挑战秘境 假期期间 藏书阁关闭 他现在悬之有自己领悟的 两种半吊子武技 攻击单一 面对敌人时 总有些束手束脚 灵异同学 前龙班第一次集体活动 作为班长 我希望你带好头 好吧 屈连危险的眼神 告诉他 不答应绝对要出问题 只能妥协 不过也提出自己的条件 他要去藏书阁学几门武技 以备不时之需 明天才能出发 灵异退步 其他同学也需要准备 屈连智能点头答应 出示学生证 顺利进入藏书阁 藏书阁和宝库一样 也是七层 越往上武技越稀有 要选自然选最好的 灵异直接上七楼 可七层只有 零零散散的几本 还被保护得严严实实 最主要的是 没有一门是适合他的 第六层 落花剑法 清风剑爵 剑须 灵异一本本翻过去 看完最后一本 他还是没有找到 自己喜欢的剑法 不是太娘 就是不符合他的风格 他喜欢长剑 也就是重剑 势如破竹 一力破万法 居然没有 什么吗 好歹也是世界前十的学院 居然没有一本 适合他的武技 差评 必须差评 我要去哪里寻找 适合我的武技呢 提示 涂魔石室 第极剑技 上古人族 至强者图神所创 一生杀的 欲外各族文风丧胆 在其完善第十世时 遭遇天罚 图神 与大半第十世消失 前九世剑爵 辗转无数纪元 最终收藏在青龙学院 藏书阁特殊藏书区 第五个货架底下 提示 拔剑术 第极剑技 创造者未知 被青龙学院收藏于藏书阁 第一层剑技区 第七个书架第47本 至今无人修炼成功 请谨慎选择 第极剑技 我收回刚刚说的话 青龙学院还是有好东西的 知识被蒙尘了而已 还有 你下次提示能不能快点 我都看完两层的剑技才提示 在提示指引下 灵异走到涂魔石室的货架边上 看到巨大的货架 灵异有些犯难了 我要如何才能搬开 这样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那么 只有 莫多久 五个队友来到特殊藏书区 第五个货架 都一脸疑惑 那个 麻烦你们帮忙把货架抬一下 抬货架 干嘛 出于信任 四人一人一个脚 洛西尔稳住书架 很轻松 就将书架挪开 然后 他们就看到 灵异从原来书架位置 居然有一本书 纸张泛黄 后门部分还一片焦黑 就像被人烧过一样 搞了半天 就找这样一个玩意 灵异把书捡起 拍去上面的灰尘 准备看看 地级剑技是什么样的 提示 地级剑技悬傲无双 最好找一个宽阔的地方 再打开修炼 你们慢慢选 选完了就回去 我去找一下校长 乾隆班 每个人都可以到五层 选择一本五技 五层可是王者级别的五技 别人一辈子 都羡慕不来的 他们开学就有了 听说乾隆班来选择功法 其他班级的学生都来看看 取取经 为日后选择功法做打算 谁选择秘籍不是小心咨询 仔细斟酌 他们看到了什么 所谓的乾隆班班长 从七楼看到六楼 走马观花 然后从特殊藏书区的书架下 拿到一本未知的书 又到一层 拿了一本狗都不练的秘籍 然后 他就登记了 灵异同学 你确定不重新考虑一下 藏书阁的老人看了一眼灵异 劝阻道 换 傻子才换 地级剑技 蓝星都没有几本 不过 这两本剑技是怎么来的 难道在此之前 这个世界也有人存在过 那么 他们又去哪里了 谢谢前辈提醒 我就选择他们 藏书之能 自己阅读和学习 一个月后归还 灵异 借普通剑技一本 特殊未知书籍一本 普通剑技 好像挺普通的 一堆鬼画符 不过 这正是我喜欢的 灵异的选择 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种人 不是天才就是疯子 灵异明显是第一种 得罪天才 得不偿失 乾隆班学生 就是最好的榜样 他们可没有东西去孝敬 地级剑技 不知道以他堪比 钻石的战礼 能发挥几成 校长办公室 龙武和两个中年都还在 发现灵异后 都多看一眼 好奇他回来做什么 灵异摸着头 一脸憨笑 校长 我想找个地方修炼剑技 有没有宽阔 又不影响别人的地方 修炼室 哪有这么简单 修炼室可以的话 他就不会来了 校长 我要找的地方 至少可以施掌 王者攻击的地方 灵异本身战力堪比钻石 修炼地级剑技 威力即使不及王者 也差不了多少 至于学不会 他从没想过 以他资质 还学不会的话 这个世界还有谁敢说学会 王者级别的破坏力 王德发是真的为难了 这种情况 只有三个地方满足条件 秘境野外和神营 三种情况都不好办 普通秘境可能被打碎 高级秘境对灵异来说又很危险 野外倒是不错选择 不过没有人护卫 神营就更不可能了 现在不是招生时间 而且也没有大一 就近神营的先例 何必麻烦 老头子走一趟 定能护他周全 感谢龙老 晚辈一定会好好学习 不辜负的你栽培 回到班级 在屈莲的带领下 一行人很快进入黑风峡谷 屈莲看着自己的学生 五味杂陈 这是他带的最难的一届 内部矛盾重重 班长还不理事好难 目光锁过 所有学生都占的笔直 等待老师训话 他十分满意学生们的恭敬 但 看到灵异时 他是气不打一处来 海王也不是这样当的 平复一下 严厉说道 黑风峡谷 虽然是联邦给大义 新生练手的区域 但也是荒野的一部分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遇到危险 第一时间捏碎传送令牌 在这里 死了就真的死了 好了 都滚吧 半个月后到这里集合 四个队伍各自离开 老实心真大 没有给他们熟悉的机会 就丢进荒野 也不怕全军覆没了 黑风峡谷上空 两道身影悬空而坐 赫然是小镇里的 麦蛋老人和龙武 一是对后辈的关照 二是他们都想知道 薄金一击 如何发出 王者击攻击 你们如果要练手的话 就各自离去 我要学习剑技 武女翻白眼 表示也要修炼武技 小白 阿里 保护好大家 在一个十分宽阔的山丘上 灵异让两只灵兽守护 龙武不到危险时刻 肯定不会出手 小鱼小瞎 还得靠自己 你们都离远一些 我怕伤到你们 灵异对武女说道 哼 他们很不高兴 不过还得躲得远远的 各自召唤灵兽 拿起秘籍开始修炼 只有半个月 灵异也不想浪费时间 取出拔剑树秘籍 然后 你们确定 这是地级剑解 不是那个小朋友的临时佳作 整本秘籍就一张纸 一张发黄的纸 以小人为忠心 向外伸出无数双握着剑的手 怪不得在第一层 就这个还没有小学生画得好看 嗯 灵异摇晃脑袋 以为自己视觉出问题了 无数只手造成视觉错乱 再看 小人周围的手居然在动 他们都在拔剑 没错每一只手都在拔剑 密密麻麻 让人理不清 不对 秘籍都有破解的方法 方法在哪里呢 灵异陷入沉思 提示 拔剑术只有一招 但也有千遍万化 你可以尝试 由短到长组成一次拔剑 我去 还有这样的 图案上手的长短不一 密密麻麻 连完整的手都看不到 真的能组成吗 对于提示的信任 灵异一边回忆图案 一边抽出黑龙剑 按照图上的动作拔剑 五只灵兽隐藏在周围 随时警惕着周围的危险 灵异则十分别扭地施展拔剑术 轩缘破天走了 并不代表乾隆班就能团结起来 他们的身后 一直跟着一个小尾巴 灵异早就发现了 灵异喜欢把剑背在背上 拔剑时 自然要从背上拔 拔剑 挥出 归翘 拔剑 挥出 归翘 灵异搞笑的拔剑动作 被暗中之人发现 京都各大校园 又爆发了一次 关于灵异的讨论浪潮 又是这个垃圾 你们是爱搞笑的吗 就没有好的话题 一天天就讨论这个垃圾 楼上的就不知道了吧 据我救老爷二大姨 隔壁王大妈的亲戚说 灵异之友 稀有天赋 不过天赋能力居然是绝命 作为某局局长的他 居然没有查看权限 楼上的 你亲戚真多 不过 就算是稀有 也不至于这样吧 我家楼下小孩 都比他比划得好 谁说不是呢 青龙学院看样子要没落了 话说你们 就不想知道灵异 为什么能当上乾隆班班长 官方去查也没事 快说说 哪位也知道内幕的 其实也没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一届大厦 只有三个史诗天赋的天才 四个超级学院 谁抢不到 就落后其他三院 当时激烈角逐 不知道为什么 青龙学院退出了 大家顿时明白 原来如此 王德发看到这些评论 差点没兔血身亡 面对风言风语 他无法反驳 在灵异天赋暴露前 这就是事实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 在灵异成长起来之前 他必须顶住压力 千年来 神级天赋者 为什么只有下眼 因为其他人都死了 留下他们的名字 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混乱 龙武在保护下眼的 最后一战中 深受重伤 假死 现在隐藏在幕后 增加大夏的底蕴 大地重伤假死 你可以想象 下眼成长过程中 大夏付出了多少 神级天赋 晚暴露一分钟 就少一个死亡 就少一个家庭支离破碎 哎哟 王老头 你有什么感想吗 空间波动 三个老人出现在校长办公室 脸上满是细血 四大学院 青龙学院常年霸占第一 只有朱雀学院 偶尔夺一下桂冠 王德发 识别他们是最喜欢看到的 你们尽情嘲笑吧 现在叫得有多欢 到时候 脸就有多种 王德发心中想到 肥阳上门 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 他可是记得 灵异想到其他学院契约灵寿来着 别人笑我太颠狂 我笑别人看不透 今年的第一 还是我们青龙学院的 你们没戏 三人一听 这还得了 就青龙学院的情况 不垫底都不可能 如此 不如让他好好出血一回 真当他们学院多垃圾 王老头 你说你们学院能拿第一 敢不敢打个赌 白虎学院院长白寒风 一脸笑意 那样子 像是占了多少便宜一样 就是 王老头 你敢不敢赌 我们也不赌大 你只要把今年的名额 给我们一个学院 两个就可以 田不知耻 真是田不知耻 每家两个名额 还不大 青龙学院就十个名额 还要脸吗 王老头 你不是怕了吧 玄武学院葛青 一脸鄙视王德发一听 这还了得 顿时脸红脖子粗 对回去 我会怕你个老乌龟 赌就赌 就怕你赌不起 老尼秋 老夫会赌不起 就怕你会赖账 四人针锋相对 就连绰号都用上了 半个小时后 王德发美滋滋的 拿着三张契约 嘴巴都歪到脑后勺了 契约内容 青龙学院拿到新生大笔第一 第一的队伍每个队员 可以到三个学院 契约一支没有限制的零兽 包括神兽 队员间可以转让名额 而且 每个学院拿出一个祖龙池名额 青龙学院拿到大笔第二 双方不用支付对方任何东西 青龙学院要是拿到大笔第三名以下成绩 青龙学院分别要给朱雀学院 白虎学院和玄武学院 两个祖龙池名额 三个傻叉 林毅先不提 他的五个队友都是白银 一个月后不说黄金 白银高级 肯定是跑不了的 到时候 五个白银一个薄金 还想拿第一 都在想屁吃 等着大出血吧 他现在已经想到 林毅和薛元叠一 去契约神兽时 三个老家伙的脸色了 自家被掏空 作为兄弟学院 你们资助一下不过分吧 都是为了大夏做贡献 不对 白寒风那个老家伙 不行 我得躲一下 白寒风十分舒畅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次了 正好可以去看看白家的天之娇女 自己争取来的名额 给自家后人不过分吧 白秦雪很颓丧 突破白银五级 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新生大比第一 第一个突破白银 然而 在他搬出九号宿舍时发现 五个学妹都是白银 薛元叠一修位和他差不多 这让一向骄傲的他 无法相信 还有那个一件 差点要了他命的男人 咚咚咚 敲门声打断了白秦雪的思绪 打开门时 看到最疼他的祖爷爷 顿时扑到他怀中 泪水不争气流了下来 梨花带雨 让人心疼 祖爷爷 丫头 不哭不哭 告诉爷爷 是谁欺负你了 祖爷爷帮你打回去 祖爷爷 你说我是不是废物 白秦雪带着哭腔问道 怎么会呢 我们家秦雪可是天上的明星 谁敢说你是废物 祖爷爷就打断他的腿 可是 可是 今年的新生都比我强 还是六个 你说什么 白寒风掏了掏耳朵 以为自己听错了 再次问道 丫头 你刚刚说青龙学院 有六个白银新生 嗯 他们住九号宿舍 我突破的时 他们刚从野外回来 上官林儿学妹 拉我去比斗 结果我输了 被对方碾压 他还是六人中最弱的 完了 白寒风第一感觉就是完了 他被老泥丘坑了 脏 王德发 王德发 还是和以前一样脏 我怎么 就相信他了 白寒风后悔不已 回去撕毁了契约 他不是默想过 可王德发这个脏人感应他们 就早已想好对策 现在回去 只会被他奚落 不出所料 玄武学院院长 拓跋红 把一则消息发给他 大猫 你求是不是犯病了 这种事情 都能拿出台面 老乌龟啊 老乌龟 真正被坑的 可是我们啊 拓跋红的消息 是一张截图 青龙学院院长 王德发 在校园论坛上的道歉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校长对不起你们 被人用激将法 签了辱墨青龙学院的契约 为了弥补此次错误 我将前往全国各地 想办法把名额要回来 后面还附带契约照片 灵异的事情 闹得风风雨雨 王德发这把火 立即烈火燎原 评论每秒 几百条的速度在增加 有没有 鸟大的出来解释一下 祖龙池是什么 值得三个院长去抢 祖龙池 每十年开一次 一共有一千个名额 五大牛蒙占了一半 其他一百多个国家分五百 进去的人 只要不陨落 保底钻石 靠 小的画屁股 开眼了 保底钻石 我要是能进去就好了 你在想屁吃 听说大厦的一百名额 官方占了二十 四大院校占了四十 其他家族和院校瓜分四十 就问你有机会吗 这不公平 凭什么好处 他们都占了 楼上杠金嘛 你有能力有天赋 自然有机会 上面说的名额 可不是固定的 就拿青龙学院来说 他们现在还有四个名额 祖龙池开启前一个月 拥有名额的组织 都会摆下擂台 擂台最终会留下 与名额相等的人数 打败拥有名额的人 就能代替其进入 要不 我们去青龙学院 他们不是 有四个名额吗 而且有灵异这个 稀有级的垃圾在 妥妥白送 我感觉去其他三院好一些 毕竟有十二个名额 你们咋不去官方 他们可是有二十个 楼上厕所打灯笼 找死 官方名额是给军人准备的 他们从小在战场厮杀 活下来的都是佼佼者 不怕被打出墙来你就去 白寒风脸色越来越苍白 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这只老泥丘 比以前更脏了 不过 这种耻辱 可不能我一个人受 白寒风拿起电话波 邀请两个校长到学院一续后 直接消失 刘白晴雪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说好的安慰我呢 连祖爷爷都不爱我了 兽神会 与异族勾结的人间 千年时光 他们已经混进各国高层 无论是兽神会还是异族 S级绝密 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秘密 灵异的天赋 很快功不于众 稀有御之天赋 御之能力的价值 足够他成为乾隆班班长 但对他们的威胁 就小太多了 大下境内 对高级御寿师有严格的要求 跨城市时 要到御寿师联盟报备 否则神赢就会上门请你喝茶 严重者一去不复返 所以在大下境内击杀一个天才的代价太大了 但到了域外就不一样 灵异之友 稀有天赋 一生最多伯金 御之能力的确变态 那也得人活着才行 在域外 人族强者都自顾不暇 随便发动一颗小棋子 杀一个伯金的垃圾 不是简简单单 何必在大下境内的大废周章 三大学院校长 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就算猜到灵异的天赋有假 也不会声张 德发就是算准这一点 提前在网络上暴露 黑风峡谷 灵异一刻不停练着 第一天 暗中之人在观察 灵异在重负拔剑 挥剑 归翘 招式幼稚 滑稽 杂乱无章 第二天 暗中之人还在观察 灵异在重负拔剑 挥剑 归翘 没有丝毫进步 暗中之人还在观察 第三天 灵异重负拔剑 挥剑 归翘 施展各种怪异慢动作 第四天 周围已经找不到凶兽 其他队伍开始向深处进发 第五天 周围除了灵异队伍 没有任何人 灵异依旧在拔剑 挥剑 龟翘 出招 依旧没有什么进步 第六天 第七天 灵异终于挥完所有的组合 闭上眼睛 七天来的一招一式 在脑海中回放 百米范围 气息锐利 第八天 密集上的小人 开始笨拙地挥剑 周身围绕着恐怖的能量 那小子要突破了 天空上的两个老人出现 灵异所在方圆石里被隔离 第九天 小人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甚至只看到了影子 灵异周身出现了一道道灰剑的虚影 第十天 灵异已经看不清小人的动作 眼中全部是手 洛西尔等人 也看不清他身上的影子 第十一天 灵异捕捉到小人灰剑的轨迹 但是太快了 他的剑跟不上 虚影消失 第十二天 小人的轨迹越来越慢 灵异的速度已经跟上小人的速度 但还是不够 还是太快了 第十三天 小人就像是慢动作一样 这个时间已经够他攻击无数次了 斩 一道紫色剑气斩出 空间碎裂 大地都在哀鸣 攻击超出了蓝星地面的承受能力 窝迪娘爱 这还是人吗 大哥 你猜波金啊 这一剑威力比一些普通黄者还强 妖孽 真正的妖孽 这一剑 足以将黑风峡谷从蓝星上抹掉 人类也好 凶兽也罢 通通都要殒灭 好 凶兽感受到危险 疯狂往外逃窜 冲击守卫可能会死 留下来一定会死 逃是唯一的生计 但 来得及吗 当然来得及 龙武一挥手 剑气前方出现一道裂缝 将剑气全部吞入 轰隆隆 空间内发生剧烈爆炸 黑风峡谷空间震荡 形成一个个小小的空间裂隙 逃跑的凶兽趴在地上哀鸣 卧槽什么情况 不是说给我们试炼吗 我感觉世界末日来了 妈妈 我还不想死 我还没有女朋友 曲脸脸色苍白 冲向峡谷内部 如果乾隆般夭折在这里 他就是人类 是大下的罪人 黑龙剑在空中挽了个剑花 龟翘 过程非常完美 艺术不需要解释 帅就对了 就连龙武和老人都愣了一下 睁开眼睛 向两位老人行礼道 多谢两位前辈 未婉被护法 老人看灵异 越看越满意 起了收徒的心思 小家伙 可否愿意拜我为师 拜师 也不是不行 就是这老头够不够资格 提示扣扣搜搜的 一点都不给力 提示 南宫无敌 大帝六级 八百九十五岁 玉兽 九颜火狮 大帝六级 古剑草 圣人九级 黄金史莱姆 黄者八级 曾经一人一剑手 昆仑空间裂缝 将火族挡在蓝星之外 做你老师绰绰有余 你还在等什么 大 帝 六级 已经死了四百多年的剑帝还活着 躲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卖龄兽蛋 壮灾 大下不愧是异族的禁地 不是随便说说的 一个摆摊的 都是大帝六级 灵异 在联邦 说到用剑 前辈是当之无愧的 你拜他卫师 绝对有莫大帮助 龙武劝道 要不要拜师 拜了有大靠山 日后到了狱外 不说横着走 最起码不用担心那些老不死的追杀 但也有坏处 自己可能会被特训 会离开乾隆班 丫头们怎么办 没有自己 他们会很危险的 思前想后 灵异决定拒绝 前辈 很抱歉 晚辈很想拜你卫师 跟你学习剑法 可我不是一个人 我要带他们一起 一起走向巅峰 我不想哪一天回头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孤独的站在高峰 高处不胜寒 强者都是孤独的 就像老人 几百年如一日在这里摆摊 如果有个老伴 会不会好一些呢 少爷 你跟前辈走吧 我们会努力的 一定会等你回来 轩辕叠一 有些不舍说道 洛西儿 小义 我们很想 你能一直陪着我们 但是我们 更希望你能变强 到时候 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 上官林儿 灵异 你去吧 我们会自己加油的 有你们这些就够了 哥可是开挂的男人 现在最起码能勉强自保了 前辈 非常抱歉 我还是不能离开他们 谢谢你的好意 这小子 风流了一点 心情还是不错的 老头子 我可以收他们做记命弟子 跟你一起修炼 老师在上 请兽图一拜 灵异跪地磕头 变脸之快 让人咋舌 看到灵异向他们眨眼间 巫女也跟着跪下磕头 老师在上 好好 都快点起来 南宫无敌十分激动 他终于找到传人了 哈哈 然后 他看到灵异目光灼灼 在期待着 几百岁的人 他何尝不知道 灵异要做什么 拜师礼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更何况是跪拜大理 南宫无敌思量 灵异两把剑 一把史诗一把传说 还不缺武器 掌握的剑截还没有熟练 剑截暂时也不需要 五个女娃子的情况也差不多 给点什么好呢 有了 小艺 卫师发现 你还在使用空间玉佩 这是老师以前 剪刀的小玩意 你先用着 说着递给灵异一个古朴戒指 空间戒指 哥也有空间戒指了 精神力注入后发现 内部空间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这回终于不用担心 空间不够用啊 没有管陷入 狂喜的灵异 南宫无敌 又掏出五个玉瓶这地心凌辱 对白银级别的灵兽 有罚精 洗髓之效 你们好好休息 明天开始训练 争取在灵异不出手的情况下 拿下大笔第一 说完 两个老人直接消失 大帝就是了不起 来无影去无踪 老人离开 五女都围过来 上官铃一脸不甘 小艺 你为什么要磕头 碰 疼 上官铃捂住额头 一脸委屈 哈哈 谈习惯了 一下子没忍住 可我会告诉你吗 伸手揉了揉上官铃的脑袋 高深莫测说道 老师和师父是有区别的 一个人可以有无数个老师 但师父不会有几个 在我们大厦有句话 一日未失 终身未复 到了今天 我们日常见到的老师 师父 他们只是一个行业的称呼 他们一生会带无数个学生 也只会按部就班地去教学生 带出徒弟饿死师父 现实更加残酷 灵异没有继续说 试师 独占也不是不可能 但拜师不一样 他这辈子 或许只有我们几个弟子 作为一波传人 他会毫无保留地传授 懂了吗 嗯嗯 天天给他们普及知识 当家的还真是累 不过看到他们满足的样子 一切都是值得的 四下无人 灵异怎么可能会有坏心思呢 一把降冷若冰山的上官铅 拉入怀中 谁都没有想到 灵异会如此大胆 上官熙铅闭着眼睛 翘脸红扑扑的 煞是可爱 上官铅儿小眼睛眨巴眨巴的 居然横插一脚 这下好了 想做点什么都不行了 一个小时后 灵异一脸颓废走出营地 肉末吃到 还被赶出来找吃的 真是造孽啊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做事总要有代价的 曲脸很心累 乾隆班他带过不少 这一届妖蛾子是最多的 当他发现灵异六人时 居然围着火堆大块朵银 空间碎裂 没有看到吗 什么个时候了还吃 但作为老师 保护和教导学生 是他的职责 只能再次进入黑风峡谷 灵异 你们在做什么 吃东西啊 曲老师要不来一些 灵异递出一块烤好的野猪肉 稀溜 好香 这个混蛋 应该就是这样吸引女孩子的吧 不过好香 色泽金黄 吃起来一定很不错 但这样会不会 有了 灵异作为队长 出现危险 没有及时撤离 所以食材没收 曲脸一挥手 还在火堆上的烤肉 全部进了他的腰包 土匪 真是土匪 峡谷监控室内 南宫号双手颤抖 牙齿咬得嘎吱作响 又是他们 上一次把黑风峡谷杀穿 还得整个团紧急抓凶兽补上 这才几天 黑风峡谷差点没了 不行 一定不能让他们再出现 否则不知道 还要闹什么幺蛾子 六人实力 已经远超大义心生 这样 对 就这样 黑风峡谷外 一对对衣衫蓝绿的少年少女 相继走出黑风峡谷 有庆幸 有谩骂 有的则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讨论 吴少带着我们在峡谷内大杀四方 各种凶兽看到吴少都要绕着走 你们就吹吧 黑风峡谷可是有黄金凶兽 还绕着走 恐怕在想屁吃 怎么 不服 黑风峡谷紧急关闭 所有试炼者一下子都集中到小镇中 冷清的小镇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年轻气盛 自尊心强 一言不合就爆发矛盾 但 在守卫爱的教育下 一个个格外老实 青龙学院校在屈联的帮助下 27个学生全部集中在校车 发现零一六人踪迹后第一时间赶往 不得不说 屈联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就是对后门生有点不友好 不会是 零一想到一种可能 而且可能性很大 老师以前吃过后门生的大亏 刻骨铭心 不过 这不是一个老师针对学生的理由 同学们在校车上一边吹空调 一边吹嘘 自己在峡谷的英勇表现 互相攀比 一个尖嘴猴塞的少年 看了聊得阵望的众人 目光有些躲闪 接着 大义凛然说道 零一到底几个意思 一个稀有天赋的垃圾 让我们等那么久 联邦的人也是废物 这种垃圾 还留在乾隆班 什么 难道我说错了 少年看了众人一眼 一脸鄙视 一群怂包 众人被鄙视 哪会忍 林毅他们惹不起 你刘鹏还不配 王成林站起来 沙包大的拳头虎虎生风 刘鹏 不服来练练 也让你几个月下不了床 刘鹏脑袋一缩 心中暗骂 莽夫 刘鹏 听说你姐姐嫁入轩原家 要不你去试试水 反正你姐也会给你擦屁股的 有一个同学幸灾乐祸说道 对啊 刘鹏你上 我们挺你 对对 你上 到时候班长的位置就给你了 刘鹏呆了 心高气傲的金二代也有害怕的时候 让他一个小家族弟子上 有没有搞错 刘家 西河市的一个小家族 漂亮姐姐大学期间调上金龟婿 与轩原家拉上线 刘鹏觉醒天赋后 姐姐将他接到轩原家 沾了不少好处 轩原家作为衣食父母 刘鹏自然跪舔 轩原破天与他同龄 就是他的机会 轩原破天被迫退学 他自告奋勇 留下来搞灵异 这才在峡谷内监视灵异 拍下视频发到网上 他的想法很简单 青龙学院不是保灵异吗 那就把他搞臭 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无能 青龙学院能压一次 无数次呢 也压下去不成 民众的眼睛可是明亮的 轩原破天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许诺了很多资源 所以他不会放过任何采灵异的机会 无论官方 灵异或受神会和异族 都非常感谢刘鹏 他的一个视频 解决了很多问题 刘鹏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搞掉灵异 加入轩原家 跳出小城小家族的圈子 踏入上层 成为人上人 机会给他们了 但不中用啊 多好机会 这群废物 连一个稀有天赋的垃圾 都搞不定的废物 刘鹏可冤枉他们了 能进乾隆班 谁不是天才 耀眼夺目 对灵异这个空降班长 没有人是福气的 就算赔礼 也是长辈们逼的 可 家里下了死命令 谁再惹灵异 乾隆班解散 大学就不用读了 直接上前线吧 念子哪有命重要 这才忍气吞声 他们永远记得长辈的话 收起不切实际的想法 抢班长要在规则允许内 下一次还犯这种低级错误 就自己滚到前线 灵异可以死 乾隆班也可以解散 但绝不能因为他们解散 否则就算家族也保不住他们 校车内 一个个拳头紧握 都想给灵异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可长辈的话犹如梦眼 时刻提醒着 后果很严重 灵异是班长 没有灵异 乾隆班就不复存在 玩手段 灵异罢工 吃亏的还不是他们 失利不讨好 谁会去做 而且 谁说班长一定是灵异 新生大笔后 乾隆班就会开启班级挑战 只有第一名 才有做班长的资格 还有一个半月 到时候让他知道 得罪他们的代价 稀有天赋 他们中任意 一个一只手都能吊打 让他嚣张 最后一个月又如何 众人昏昏欲睡时 街角出现灵异一行人的身影 身后还跟着脸色阴沉的屈脸 所有人脑袋一缩 正经危坐 说白了 还是一群小屁孩 对老师还是有天生的恐惧 学生到齐 须联对着众人 大声说道 因为某些原因 野外训练今天结束 明天早上八点 所有人到训练场集合 为半个月后的新生 大笔做准备 训练是不可能训练的 他们还要跟老师修炼 立即举手报告 报告老师 在新生大笔之前 我们小队要跟着师傅训练 不能参加班级训练 还望老师批准 你说什么 屈连双目 死死盯着灵异 怒火已经沾满脑海 这是哪家部将 居然如此勇猛 屈连也没有想到 灵异这个后门生 会这个时候拆台 太不把老师放在眼中了 气得他释放威压 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煞时间汗如落雨 灵异 完全不受影响 靠在座椅上一脸享受 仿佛压力不存在一般 挑衅 赤裸裸的挑衅 他不敢全力出手 一旦学生有损伤 第一个遭殃的就是他 看了一眼昏昏欲睡的灵异 心中暗叹 骨气倒是不错 但垃圾就是垃圾 再多的资源 也改变不了他稀有的天赋 唉 遇到又臭又硬的学生 还是班级不能动动的硬疙瘩 谁拿到都会头疼吧 收回威压 屈连一脸疲倦 看样子是放弃了随你们 日后别怪老师没有提醒 大一是打磨根基的关键时期 只有把基础打捞 日后在修炼上 才能走得更远 谢谢老师提醒 学生会注意的 如此 一名惊人登上世界舞台 把所有绊脚石都踩在脚下 现在 精力还是主要放在境界和舞技上 回到京都 灵异立即进行大采购 明天就要训练 日常用品是必须的 不能浪费空间戒指宽阔空间 夜晚 六人简单吃过晚饭 回到各自房间休息 怎么会有瀑布声 迷糊间灵异有些疑惑 学院里奶来的瀑布 准备翻个身继续睡 啊 失重感让灵异瞬间清醒 但已经来不及了 扑通 入水 浪花飞溅 五分钟后 灵异湿漉漉爬到岸边 一脸猛逼 我不是在宿舍睡觉吗 怎么会掉进水里 难道又穿越了 臭小子 一点危险意识都没有 被人宰了都不知道 师父 果然 瀑布的下游 南宫无敌披着缩衣戴着草帽 手中拿着一根很细的长条 灵异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要出事 醒了 醒了 就开始吧 咻 打我 小意思了 一个铁板桥完没躲过 我 灵异想骂娘 还带拐弯的 就在尖端绕回时 黑龙剑出鞘 拔剑术 定 长条被弹开 灵异也后退了好几步 险些摔倒在地 死 好大的力道 定 定 细小的竹条仿若神兵 不仅攻速快 每一次都有千斤之力 但又刚好 卡在他能承受的临界点 每一次攻击 他都要全力以赴 稍有松懈 身上就会多一条紫黑色的鞭子印 好狠 好疼 无论灵异如何挡 竹条总有打到的时候 身上的鞭痕纵横交错 就很刚去 又添心伤 南宫无敌 作为最早一批大帝 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 战斗技巧 不是灵异这个新人能比的 攻击无比刁钻毒辣 灵异之能被动抵挡 这是什么条子 打不断不说 疼痛感不比被狼王咬中肩膀落多少 再这样的意志 也经不起如此摧残啊 不行 不能致挨打 身体的恢复能力 就是我的资本 那么 机会只有一次 一定要把握机会 一击打破目前的困境 我挡 挡 挡 几十次攻击后 灵异等来了机会 完美躲过竹条的攻击 左手出剑 拔剑术 剑光锁过 天地震动 可南宫无敌手中竹条轻轻一点 轻松化解灵异的攻击 趁你并要你命 这是灵异的做事准则 在南宫无敌破解拔剑术的时候 发动了密集的攻击 气刃 气刃 十字斩 拔剑术 灵异的攻击速度很快 南宫无敌也不错 竹条捂得密不透风 完美化解所有攻击 等自己攻势缓下来 又要被动挨打 不行 绝对不行 就算是师父 也不能这样欺负人 看我大招 十字拔剑术 放弃了所有防御 两记拔剑术同时攻击 在空中交汇成一个十字 定 竹条被斩断 剑光没有丝毫减弱 继续朝南宫无敌斩下 轰隆隆 南宫无敌消失 剑光斩向远处的河面 激起滔天巨浪 臭小子 反应能力还不错 就是进阶差了一些 南宫无敌盘踞虚空 屡着胡须 对灵异越看越满意 天赋高 战斗一时堪称绝世 这回算是捡到宝了 您老人家是满意了 可我不满意啊 灵异有些抱怨说到师父 您老人家下回 能不能不要这样神出鬼没 会吓死人的知道吗 还有 真的很痛啊 指着身上的鞭痕 灵异一脸忧怨 说完召唤阿里治疗 全身火辣辣的 钻心刺骨 还好我有阿里 师父 这是什么地方 灵异好奇询问 如此瀑布 在前世绝对是风景圣地 这里很美 可灵异总感觉缺少些什么 这里是老夫的空间世界 虽不完整 但用于你们的训练 完全足够了 师父构建的世界 怪不得 感受着微风 瀑布建起的水雾 真的好神奇 小燕 你先练着 几个丫头应该醒了 我去接他们 瀑布 看样子 师父是准备让我们在瀑布下修炼 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不是白经历的 多少神功 都是在水中修炼成的大自然之力 鬼斧神功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让人无法察觉 踏入瀑布的那一刻 身上的压力 顿时增加百倍 因为是水流 不会把人瞬间压垮 这就给人极大的操作空间 来吧 让我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 双剑同时施展拔剑术 紫色剑气展出 将瀑布断开 但很快就恢复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压力越大 就越激发潜能 五只灵兽 也感受到自己的提升 瀑布从百米高空倾斜 无孔不入 实力最弱的阴阳剑龙 灵片剑戏 已经鲜血淋漓 他们很累很痛 但巨龙的骄傲 不允许他们后退 他们的主人还在 伙伴们都还在 瀑布之外 巫女看着气势磅礴的瀑布 又看向瀑布下的一人五兽 心中充满恐惧 他们的灵兽 直接瑟瑟发抖 这个糟老头子 你确定这是人干吗 师父 我们不会 洛西尔脸色发白 声音颤抖询问 男工无敌看着瀑布下的灵异 越看越满意 天才就是如此让人省心 他只要稍微提点就可以 就是不知道 这几个记名弟子如何 是否也如此顺心呢 你们五个先全力攻击卫师 待卫师了解情况后 再给你们制定训练方案 打他 五人对视一眼 同时对男工无敌发动攻击 相处一个多月 配合了无数次 就算黄金强者 他们也能合力击杀 同等境界 他们居然压着男工无敌打 这几个小丫头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他们缺的知识时间 怪不得那臭小子舍不得 不管是谁都不会放手吧 要是这样被你们打败 我不是很没有面子 男工无敌开始增加修位 白银八级 不行 还是被压着打 白银九级 还是不行 黄金一级 平手 黄金二级 巫女不是对手 但要一下子击败他们 还做不到 五人互相配合 攻击与防御得当 渐渐地还与男工无敌 打得有来有回 两个白银七级 一个白银五级 两个白银三级 与黄金一级的他打平 二级也知识劣势 了解六人的基本情况后 男工无敌给他们 规划了最适合的修炼和训练 灵异 唯一一个在瀑布下修炼的人 过程很艰辛 结果很丰硕 拔剑树突破入门的门槛 达到精通 一天精通 说出去 恐怕会吓死人的 一天修炼 灵异累得连眼皮都动不了 倒头就睡 五只灵兽同样模样凄惨 一个个筋疲力竭 血流不止 这孩子 也太拼 灵兽也随主人 不过我喜欢 男工无敌非常满意 没过多久 瀑布的一侧 架起六口大锅 咕噜咕噜冒着热气 仔细一看 灵异和五只灵兽丢进锅 分别在一口锅中 各种灵药在加热下不停翻腾 极限训练 能快速提升修味 但 并没有多少人会使用 极限修炼 除了坚定的意志外 极限训练大量珍贵灵药辅助 不是一般人承担得起的 作为大地清传 灵异自然不用担心灵药不足 瀑布的另一侧 巫女和他们的灵兽 也享受了相同的待遇 为了照顾巫女 南宫无敌 还特意从南宫家 找了一个王者女御寿师过来 南宫流离 南宫家的王者强者 看到死去的老祖宗 他激动万分 推掉一起事物来帮忙 老祖宗弟子 也就是说 想想心中很不适滋味 辈分降得也太多了 不过老祖宗回归 南宫家就能重新挤上 超级世家行列 多几个年轻的长辈 也就不知轻重了 再次醒来 灵异发现 自己躺在一口大锅中 锅中还在冒泡 好舒服 原来被煮也是一种幸福 感受一下本身的等级 薄金三级 一天提升两级 不愧是大地强者 手段恐怖如斯 穷人家的孩子 只要有一丝机会 都会去争取 灵异前世苦苦挣扎 到头来 还是一个底层人 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天之骄子 无论如何 也要争取一下 穿好衣服 灵异很轻松 越过百米大河 到了河对面 看到了还在锅中的女孩们 从空间戒指 取出大锅 各种肉食和调料 再咬一些不要钱的姜水 开始大餐之旅 磨一会儿 锅中就咕噜冒泡 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弥漫 嗅嗅 洛西尔可爱的鼻子动了动 睁开眼睛 看到不远处的灵异 正在煮着什么 昨天一整天 一厘米都磨尽 就被拉来训练 就算是白银级也遭不住 闻到肉香 肚子不争气叫起来 吃饱喝足 六人很自律地开始修炼 有天赋 懂得隐藏 又自律 不成强者 天理难容 白天 灵异的第一刻就是挨揍 被灵异斩断的竹条再次出现 又是一顿竹笋炒肉 接着 灵异与四只灵兽 围攻小白 在一个空白的世界中 小白完全展露身形 庞大的躯体直插云霄 嘶吼声震天动地 四小只毫不示弱 纷纷展露神通 五打一 平手 宇宙之蛇的强大 逐渐展现出来 南宫流离惊浪 一代王者 什么样的天才他没有献过 但能爆发出王者攻击的薄金 他还是第一次献 老祖宗从哪里找来的怪物 极限训练 酣畅淋漓的战斗 各种灵药辅助 灵异和武之灵兽的实力 一天一个样 完全停不下来 第七天 拔剑术达到入微 第十二天 拔剑术卡在入微最后一步 无法突破宗师 在师父的解答下 灵异选修炼涂魔石势 万法同归 翻开涂魔石势时 灵异发现 尸山血海之中 一个小人持剑 在一个个庞然大物间穿梭 每一剑都带走一条生命 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 把大刀质简 展现得淋漓尽致 图魔第一是 无招 无招极有招 随心所欲 每一次出击 都是剑招好强 能在万族中杀出来的强者 果然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灵异仿佛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却什么都得到了 这就是地级剑技 拔剑术360度无死角 图魔石势随心攻击 这两部剑技 仿佛给他量身定做一样 性提示 给永生 五个女孩同样进步神速 在第十二天的时候 轩辕叠一突破黄金 成为队伍里的第二个黄金强者 第十五天 甘宝突破黄金级 洛西儿白银九级巅峰 只差一个契机就突破黄金 上官链和上官西儿 也到白银九级 十五天 队伍的战斗力提升了百倍 背景真是一个好东西 这些天 六人和灵兽都在极限训练 每到晚上被练到极限 身体更是多处损伤 但 在师父南宫无敌准备的 腰狱作用下 各项指标都快速提升 第二天生龙火虎 又能进行新一轮的训练 灵要别人都是用来练丹 他们每天都要泡一大锅 如此奢侈 也只有大地传人 才有这种待遇了吧 灵异六人准备好了 其他学生自然也准备完毕 一个个摩拳擦掌 准备大弹一场 灵异带着五人 走到师父面前 说道 师父 我们都准备好了 南宫无敌睁开眼睛 目光在六人 和他们灵兽身上扫过 十分满意 如此阵容 拿下第一 基本是板上钉钉的 不过 还是要叮嘱一番 心生大笔 虽禁止厮杀 其中还是有很多漏洞 一定要万分小心 安全最重要 小叶 今天过后 你就不要刻意隐藏自己了 有老实在 这片土地上 还没有人能伤害你们 说到最后 南宫无敌挥手间六道光芒 没入六人身体 光芒的效果 和龙无给的分身令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 就是被动的 只有六人遇到生命危险时 才会触发 灵异不是很明白 苟着不好吗 做一个稳健的老六 他不香吗 为什么要走到人前 没有让他疑惑太久 南宫无敌继续解释 灵兽的本质也是凶兽 知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会出现在灵兽秘境中 凶兽一生都在战斗 在厮杀中变强 灵兽也一样 他们需要酣畅淋漓的战斗 在生死之间突破极限 因为有预兽师的存在 可以合理训练和使用各种灵药 提高修炼速度 但 心境不是修炼就能有的 何谓王者 王者之心 只有拥有王者之心 他们才能突破王者 以你的修炼速度 最多三年突破王者 没有那么多时间 让你慢慢感悟 所以 遵从本心 是你最急需要做的 遵从本心 我真的可以吗 本心 真正做到的 有几个人 能光芒万丈 谁愿意躲在黑暗的角落 觉醒后 神化天赋的自己 连天赋都不敢让人知道 被人误解成为 人人喊打的老鼠 羞辱 谩骂 为什么 因为他在害怕 死亡威胁 让他选择隐藏 躲避 但是 自己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身后有他们 还有大敌六级的师父 抱上了大粗腿 很粗的那种 那么 他为什么要隐藏 上辈子自己处处妥协 到最后 还不是一事无成 那么 就让世人好好看看 他们看不起的废物 究竟有多耀眼 师父 弟子明白了 弟子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灵异斩钉截铁 这一次 他一定要好好打那些人的脸 让他们看看 谁才是废物 这一刻 灵异整个人都变了 变得自信 锋芒毕露 猥琐中带着邪魅 仔细感受五之灵兽的情况 嘴角上扬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薄金七级 七十八万六千五百四十九年 天赋 吞噬 空间掌握 技能 石骨之牙 灵蛇刺 震动空气炮 空间转移 空间球龙 空间湮灭 九尾灵狐 资质 神话 等级 薄金五级 五十三万两千九百四十二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驱散 圣玉光辉 神圣光环 太坦蛇王 资质 神话 等级 黄金六级 六万九千一百十四年 天赋 钢金铁骨 技能 吐刺 剧毒沼泽 王指守护 大地球龙 大地印 阴阳剑龙 武器 资质 神话 等级 黄金五级 五万一千六百一十八 天赋 一卵双生 坚不可摧 技能 剑光爆炸 被动 剑星 被动 阴阳剑绝 天地一闪 两一剑 剑龙武 自己白银时就能挡下王者一击不死 现在 博金七级 五只神话 及灵兽 最弱的 都是黄金五级 王者之下 他就是无敌的 就算是一般王者 他也能周旋一二 新生大笔 我来了 从南宫 无敌的世界出来 六人第一时间集中学院灵兽弹仓库 轩辕一 甘宝 上官灵 上官新 只有一只灵兽 洛新 也只有两只 契约新的灵兽 正好在为七一个月的新生大笔中 熟悉和训练 除了自己 五人 都该契约新的灵兽了 初始学生证 灵异和上回一样 直接上七层 七层只有七颗灵兽弹 看样子 学院并没有补充 取下玄武 和五爪金龙灵兽弹 对着轩辕蝶和甘宝道 七层好的灵兽 就这两只了 蝶一的灵兽 是虚空暗影兽 善于暗中作战 注重攻击 这颗五爪金龙灵兽弹 就由蝶一你来契约 宝的小哈攻击强大 但防御力有所欠缺 这颗玄武灵兽弹 正好弥补宝的缺陷 众人来到第六层 三女没有感应到 亲切的灵兽弹 灵异只好动手 给它们选择 史诗实行的灵兽弹 有雪龙 天堂鸟 青竹灵虫 武器 黑毒胶 碧灵蛇王 青竹灵虫 可化为短剑 十分适合用短剑的洛心 可惜它们之间没有感应 契约后 还得培养默契度 契约高于自身资质的条件是 契合度高 上官灵和上官希儿 在六七层 都没有感应到契合的灵兽 众人继续下楼 第五层 两姐妹用心去感应 不一会 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兽 心灵感应到了 就让我看看 你们选中了什么 提示 传说十星独角灵鹿灵兽弹 带有一丝神兽白则血脉 灵异 我还能说啥 如果没有自己 这两姐妹 绝对是天地主角 第一只灵兽 灵兽是能进阶到神兽的凤凰 第二只也能进化到神兽 拥有白则血脉 就一切都有可能 能互相感应的双胞胎 灵兽也是一样 还都可能培养到神兽 围着两女看一会儿 也没有发现 他们有什么特殊 也没有提示说 他们有外挂 或者重生之类的 少爷 您突破了吧 为什么不自己选一颗 血缘叠一带眉紧走 想不明白 少爷为什么不 自己选择一颗 伯金能契约五只灵兽 双生剑龙一卵双生 五只灵兽已经够用 再多了开支大不说 要是遇到好的灵兽 没有位置 岂不是很可惜 我自有分寸 你们先去登记 契约完了 还要和新伙伴熟悉 说完 灵异就向下走 真是麻烦 这么大的学院 就不能一层一个人吗 不过 刚到楼梯口 灵异古怪地看向五人 美女 就像一坨巴巴 到哪都吸引苍蝇 落仙 干板 上官铃 和上官叠一 都是爵士 被不务正业的学长们 排进校花榜 同时出现 一时间吸引了 无数人的关注 这不 刚到楼梯口灵异 就对上一道道 恶狼般的目光 让人非常不舒服 六人没有停下脚步 快速下楼 好漂亮 我愿意用十年寿命 换校花一清方泽 下辈子吧 落仙 永远的神 我感觉牛顿的棺材板 压不住了 那么大 不受一点引力 楼上老色胚 鉴定完毕 老色胚一 美女到哪都是 吸引眼球的 灵异也很无奈 总不能见一个打一个吧 她岂不是成恶人了 来到登记的老人前 周围围满人 不过并没有读死路 就算是管理员 也无可奈何 老人给五人登记后 对着灵异说 二十万积分 二十万 你怎么不去抢 灵异还没有开问 老人就继续说道 他们三个的灵兽 但可以使用班长特权兑换 但他们两个不行 传说吉林兽蛋 一颗十万学分 十万学分 坑爹啊 青龙学院 一积分价值十万信用点 还有价无事 十万学分 就是一百亿好坑 不过 灵异还是老老实实 交出学分 传说级别灵兽蛋 在外面都是百亿起步 好一点的几百亿 再炒作 或者拿去拍卖 上千亿也不是不可能 十亿 这是学校给学生的福利 回到宿舍 所有人才松口气 如此众多的目光 真的是压力山大 美女的魅力太恐怖 别人用欣赏的目光来观看 也不是什么反派二代 她还不能做些什么 唉 叮铃铃 叮铃铃 屁股莫作热 手机就响了 一看 是班主任屈莲打来的 灵异 每年的新生大笔钱 各大拍卖行 都会举行一次拍卖会 今天晚上 我们准备去天宇拍卖行 六点十到班级集合 嘟嘟 我还一句话莫说呢 就挂了 有必要这样吗 不过 从这也能看出 屈莲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 可她咋就老看自己不顺眼呢 你们说 老师为什么老师跟我过不去 巫女看白痴一样的目光 让她很不自在 我啥也没做好不好 第一天就让老师下不来台 你说她 为什么跟你过不去 屈莲也不想 她也很绝望好不好 乾隆班享受庞大资源 从来没有开后门的先例 今年不仅开了 还一下子开四个 你让她以后砸整 有大人物塞人进来 她还如何反驳 不过 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的 心生大笔 灵异就给她 堵死所有人的嘴 这回 老师应该不会给我甩脸色了吧 六点 六人准时到教室集合 其他人早已在等待 六人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教室 老大就是老大 连老师都不敢说什么 人齐了 现在出发 半个小时后 青龙学院校车 停在一栋辉弘的古建筑前 拍卖行 她可是第一次来 果然辉煌大气 要是自己有一天能开一家就好了 在去年的带领下 乾隆班所有人 从贵宾通道进入 让排队的一众学生家长羡慕 屈莲虽然是王者 但也只能获得一个不大的包厢 35个人显得有些拥挤 但没有一个人离开 奇怪 这些人应该不缺钱才是 为什么愿意留下来挤 管他的 不影响自己就行 八点 一道窈窕身影 从后台走出 红色旗袍将他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灵异看了一眼 还行 比起家里的要差点 欢迎各位来宾赏脸参加天宇拍卖行 一年一度新生大笔钱的拍卖 我是此次的屏幕上林 此次拍卖大部分宝物是给新生准备 但其中也有很多极其稀有的宝物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林小姐还是一如既往的美 不知道哪坨牛粪 有幸得到这朵鲜花 什么牛粪 我看你连牛粪都不是 切 林全身充满诱惑 对这群刚刚长大的孩子 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可能也是因为这点 林才到现在连男朋友都没有 都是炒作 暗中不知道 嘿嘿 林一邪恶地想到 林双手下压 吵闹得大厅安静下来 这时候 一个侍女从后台举着一个托盘走到台上 托盘上放着一个玉瓶 完美品质狂暴单一瓶 十二颗 能让预售在半小时内实力增加百分之一百 半小时后 陷入两个小时的虚弱期 底价一百万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十万 可能是顾及新生 林并没有把单位省略了 这也是一个好兆头 一百万 一一零万 一二零万 叫价的都来自大厅 包厢内的都在等待 狂暴单是不错 但还没有让他们出价的资格 这会降低他们的逼格 最终 狂暴单被一个少年 以五百万价的拿下 预售师 原来是如此烧钱 一瓶拼命的丹药 就要五百个W 真的惹不起 我们的第二件拍品 是古德尼大师打造的超稀有常见青红剑 底价二百万 每次出价不得低于十万 二百万 二百五十万 今晚的第三件拍品 同样来自古德尼大师打造的超稀有战刀斩锋刀一把 底价二百万 每次出价不得低于十万 斩锋刀出现 林小眼中满是渴望 很快又暗淡下去 这只死猴子 还是一如既往的倦 我是不是太敏感了 当初让曲莲用梦幻蝶测试 在突破王者的契机面前 猴子给了他一刀 灵异这才疏远 二百万 二百一十万 可在此之前 这家伙无数次给他挡刀 这是不争的事实 纠结那么多干嘛 我不是测试中的我 也不会给他偷袭的机会 那么不就没有取宝牙上的情况出现 角色调换 如果是自己 在突破的利益面前 他又会如何选择 这个事件 太认真 也不是好事 一千五百万 灵异出价 提高七百万 一下子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纷纷不再交价 最终 灵异以一千五百万 拿下乾隆班的第一件拍品 灵异 班级资金有限 我们还要拍卖后面的宝物 所以不要乱花钱 班级资金 怪不得这些二代不自己开一个包厢 原来是想白嫖 既然有班级资金 灵异就不掏腰包了 他也要白嫖 很快 包厢门被敲响 一个侍女和两个护卫 将斩锋刀拿来 屈连很大方的付钱 等拍卖行的人走后 屈连将斩锋刀递给灵异 老师 不好意思 让你破费了 灵异 心生大笔中 你们不仅要面对凶兽 还要时常提防国外和兽神会等的袭杀 危险重重 班级资源你都能支配 但我希望你能为其他同学考虑一下屈连画风转变 语气中带着一丝哀求 完全不像一个王者 废话 要是你提前 把钱花光了 他还拿什么给班级同学购买底牌 老师 我会注意的 果然 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 也只能希望他真的能良心发现吧 猴子 斩锋刀像垃圾一样丢向灵小 被他很轻松揭在手中 看来 这段时间没有浪费 老大 猴子 有需要就大声说出来 这是班级资金 又不是某个人的 屈连应该是想拍卖后面的宝物 这样能保护班级的安全 老大 谢谢 灵小不敢去看灵异的眼睛 心中一直愧疚 他知道老大生气了 猴子的样子 现在的处境让人心酸 他的队员并不买他的账 传说八星双头火龙 在前龙班智能算中等 如何能做一个队长 让队员幸福 猴子 恨我吗 盯着灵小的眼睛 问道 哼 有过吧 老大 我从来没有恨过你 如果重来一次 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但我灵小发誓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以前是 以后也是 猴子的样子很认真 灵异也相信他不是出于真心 但 他们谁都读不起 真是该死 都死了还不安生 就在刚刚 灵异居然心生悸动 生出把灵小拉入队伍的冲动 这绝对不是我 灵异走到猴子前面 伸手搂住他的肩膀 说道 我们没有背景 脸要靠自己 想要尊严就要努力 不管是谁 真正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 兄弟 朋友 最多在你困难的时候 拉你一把 猴子 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也没有背景 一切都需要去争 去抢 退让智慧让你变得无能 守好自己的底线 不让自己迷失 一步步变强 好好想想吧 回到自己的位置 灵异继续关注台上的拍卖 就耽搁了一小会 又有两件拍品拍完 末多久 上场的十件拍品全部拍完 除了灵异拍了斩风刀 其他都是大厅内的人拍走 上场结束 中途有休息15分钟时间 15分钟很快过去 中场拍卖开始 拍卖师还是性感成熟的灵 侍女端上来一个托盘 托盘内十一六角星 这个六角星异常坚固 我们尝试了各种办法 既不能破坏 也无法鉴定其用途 上一届新生大笔石 从红雨秘境中带回 其拍价100万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10万 提示 吞天兽墓穴开启钥匙 集其三把钥匙 可开启红雨秘境中 吞天兽的墓穴 其余两把钥匙即将拍卖 吞天兽墓穴 听着就很牛的样子 买了100万 六号包厢出价100万 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100万一次 100万两次 100万三次 恭喜六号包厢的贵宾 拿下第一件宝物 下面有请我们中场第二件宝物 果然 第二件还是一模一样的六角星 还是一样的价格 还是被灵异100万拿下 第三件拍品 还是六角星 不过这一次就不是那么幸运了 200万 灵异出价100万后 一号包厢立即出价200万 300万 400万 500万 灵异 这东西可能是他们卖的 现在是故意跟你抬价 须联赶紧劝阻 灵异自然知道 他连续买下两块 极有可能知道用处 拍卖的人应该是想收回一块 或者说他们手中还有 提示 吞天兽墓穴钥匙一共六把 及其三把 可打开吞天兽墓穴 龙家前后一共获得四把钥匙 还有两把钥匙散落在秘境中 提示出现 钥匙的价格已经开到1500万 要是对方继续加价 灵异就准备放弃了 毕竟秘境中还有两把 大不了自己去找 提示 因为空间震动 其余两把钥匙 已经从空间裂隙 落入吞天兽墓穴中 我 灵异满头黑线 这提示越来越皮了 不就是1500万吗 我买 2000万 3000万 我去了 还真跟我杠上了 4000万 5000万 猫那个咪的 一号包厢是不是疯了 出价如此高 提示 吞天兽墓穴值不值这个价 灵异有些虚了 5000万 要是不能回本 这回就亏大了 提示 吞天兽作为星空巨兽 体内宝物无数 金河蕴含庞大的能量 宇宙之蛇完成吞噬消化 能量足够它晋级尊者 圣人也不是不可能 足够小白晋级尊者的能量 哪还有一个毛线 一亿 灵异咬咬牙 输入一个今夜拍卖的 第一个高价 灵异 屈连极了 乾隆班的班级 资金只有十亿 灵异一下子用掉一亿多 后面还怎么买宝物 灵异也知道 一亿买一件什么用途 都不知道的东西 的确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 灵异可不管这些 他手中还有校长给的 十亿不记名黑卡 希望一号包厢 不要跟他投铁 小姐 价格太高了 再说 我们手中还有一款 六号包厢是青龙学院 前龙班 以龙家与青龙学院的关系 他们若知道用途 一定会答应龙家的合作 一号包厢内 一个绝美少女 一脸不甘 捏着小粉拳 再次输入一个价格 二亿 灵异拿起拍卖器 就在他准备 输入价格时 被屈连阻止灵异 不能再加价了 二亿太高了 可灵异怎么可能会受影响 快速输入两个字 点击确认 三亿 价格一出 一片哗然 青龙学院今天为何 如此投铁 三亿 就算乾隆班有资源 也不是这样花的 小姐 龙觉营美目盯着六角星的价格 最终将拍卖器放下 等了十多秒 还没有人出价 零开始正常叫拍 神秘六角星 六号包厢出价三亿 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没有就由六号包厢的贵宾拍下了 三亿一次 三亿两次 三亿三次 恭喜六号包厢的贵宾 拍下我们的第三件宝物 下面有请我们的下一件宝物 各位来宾请看 这是一位贵宾送来的零售蛋 此零售蛋的气息 实强实弱 无法确定品质 其拍价一千万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一百万 提示 混沌零售蛋 契约后可孵化出任意品质零售 可能是神兽 也可能是普通野兽 赌博有风险 请远离 混沌零售蛋 零一第一次听说 难道是新出的零售蛋品种 就在这时 第三把钥匙送到 拍卖之前 居连就有拍卖的目标 下半场的破阵锥 价格在十亿左右 正好是班级资金的极限 十亿资金 零一一个人就用了三亿 这可是班级半学期活动资金的十分之三 众人自然不愿意 所有人都一脸 不善地看向零一 恨不得掐死他 不解 愤怒 但没有人敢站出来 现在的零一他们 还惹不起 哥已经如此光彩夺目了吗 零一摸着下巴 一脸猥琐 不知道在想什么坏主意 吞天巨兽 肯定资源无数 要不要带几个工具人 他就想知道 有多少人会在他的淫威下屈服 嗨嗨 大家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 虽然我是班长 可以优先支配班级资金 不过呢 也不是独裁之人 我们班一共有34个人 我一共拍卖了三亿两千两百万的东西 简单换算一下 就一人一千万吧 大家举手表决 同意的 我就有一千万的支配权 表决后缺少的部分 我自己想办法补上 一千万 就算是二代 也不是随随便便拿出来的 他们如何选择 自己又能找到几个工具人 现在同意的举手 灵异自己先举手 洛西尔 上官铃 五人同时举手 然后就是灵晓 队长举手了 作为队员 他们自然要支持 其他两个队伍 你看看 我看看你 最终没有一个人举手 一 二 十六 十六个 就是一亿六千万 剩下的一半 他自己支付 这个屌丝 有那么多钱 不知道 看着就是了 说不定人家就有呢 屈连看了一下灵异 又看看激烈讨论的其他同学 掏出自己的银行卡付钱 灵异同学 这次就不用班级资金了 老师来付这个钱 灵异同学 接下来不要乱买东西了 老师的钱也不多 屈连好心劝解 开学一个月 他了解了灵异的背景和性格 家境贫寒 吃软不吃硬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班级团结在一起 新生大笔 百万人参加 班级团结 才有可能拿到好名次 一个多小时后 中场拍卖结束 同样休息15分钟 下半场开始 下半场的十件宝物 是这次拍卖的重头戏 很多人都是冲着下半场来的 下半场的第一件拍品 不是托盘 有一辆小推车上推上来 盖着红布 从形状看可能是灵兽弹 这原本是一颗史诗级独角龙灵兽弹 争夺过程中出现损伤 导致本源流失 跌落到传说级 能否孵化 天宇拍卖行无法保证 但本拍卖行 可以保证 此灵兽还是活的 起拍价一亿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一千万 提示 史诗九星独角龙灵兽弹 因为本源缺失 跌落到传说级 兵临死亡 传说级天赋 预寿诗可契约 成功率70% 预寿师契约名额有限 不管是契约失败 还是预寿死亡 都会占一个名额 名额用掉一个少一个 根本不会有人乱契约 冰死的灵兽弹 风险极大 根本默认会契约 灵兽弹上来后 没有一个人加价 猴子 这颗灵兽弹 你要不要 孵化概率很大的 而且冰死 你可以跨越资质契约 灵异一句话 又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个人又开始搞妖娥子了 这种时候 刘鹏这个反派 自然要找存在感 犹如愤怒的小鸟 指责灵异 灵异 你不要太过分 啪 一张银行卡 排在桌子上 赫然是王德发给的黑卡 够了吗 刘鹏不敢说话了 黑卡 卡内至少有十个亿 紧急时刻 可以在任何银行 透支百亿 这脸啪啪的 都肿了 在黑风峡谷 偷拍自己 现在又跳出来 灵异自然不会惯着它 黑卡 还是不记名的 屈脸满是诧异 对灵异的看法 又改观了一些 灵异不用班长特权 居然掏钱了 老大 我 别婆婆妈妈的 要不要 灵异打断猴子 拍麦不会给太多时间 他要确定猴子要不要 要吗 灵异内心在挣扎 但想到 因为没有契约 老大选的灵兽弹 差点失去了这个老大 这次 我不会再让老大失望 灵异目光坚定 斩钉截铁回答 要 灵很烦躁 使施吉林兽弹 哪一颗不是千亿起步 就因为冰死 现在连一亿都不值 就在他准备宣布流拍时 显示屏上出现一亿的 叫价一亿 灵异拿下独角龙灵兽弹 拍卖继续 很快就到老师 准备拍卖的破阵锥 破阵锥 不仅拥有破解阵法功效 本身拥有强大的攻击能力 是此次拍卖的 三件压轴品之一 被取连九 八亿拿下 正好在他的预算之内 倒数第二件宝物 是一个藏宝图 最终被一号包箱 以五十亿拍下 在众人的期待下 最后一件压轴物品登场 不是托盘 也不是小推车 是一个大铁龙 红布掀开 所有都惊呆了 男人们投去迎邪的目光 灵异 我不是 我是用欣赏的目光去看的 铁龙中 一个少女缩在角落 一身性感红衣战衣 裙甲下是一对修长雪白的玉腿 红色高跟 背后是一对红色肉翼 额头上一对小巧的龙脚 齐腰的红色秀发 配合那张魅惑众生的脸 给人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大了 提示 半兽人 体内拥有人族和龙神的血脉 龙神血脉一旦觉醒 成年后会很快达到大地 强烈推荐买下 又是一个自己不知道的存在 这个世界还真是精彩 大家请开 这个一个强者 委托天语拍卖行拍卖的半兽人 大家或许会说 天语拍卖行 什么时候做这种生意了 下面请大家耐心听我解释 此女士拥兵 在狱外偶然所得 小小年纪就已经是黄金七级 如果调教得当 日后说不定会是一大战力 那么 有异象的可不要错过 此女起拍价十亿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亿 十亿 起拍价就是十亿 自己卡里的钱根本不够 怎么办 校长 你有多少钱 立即给我转过来 急用 卡号六十二 给校长发完信息 01立即输入十亿 点击确认 自己身上还有九亿 去连老师应该还有 自己也不算喊空价 十亿 十二亿 价格一路飙升 很快就到一百亿 定 您的某行尾号位 六千二百八十三在 二十二点二十四分三十六秒 转入一万亿 一万亿 这个校长 还真的富有 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他 五百亿 有钱 腰杆都是值的 01 够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曲连出声提醒 五百亿就算是他一下子也拿不出来 01也不拉胯 两处到账短信 曲连和同学们 都一副陷了鬼的样子 原来你隐藏的如此之深 超级土豪啊 十八岁就掌握万亿支配权 就问还有谁 最终 半龙人被林毅一千两百亿拿下 再创新高 台上的林妹眼如花 笑容一刻也停不下来 林毅可不管那么多 一个未来的大帝 绝对物超所值 如此漂亮的半兽人 到了别人手中 下场可以想象 到时候 大侠就不是多一个大帝 而是多个大帝敌人了 千亿高价 不是谁都能拿出来的 青龙学院乾隆班 哪里来那么多资金 师父让他遵从本心 他还有什么顾虑的 校长能有什么坏心思 就算有还有师父会搞定 他要做的 仅仅是力压住年轻一辈 没用多久 半兽人少女 就被带到包厢 吸引了一众男同学的目光 女同学们偷偷看几眼 比对一下 自行惭愧 拍卖行结束 余波却远远不止 乾隆班班长 花费千亿买一个半兽人 多劲爆的消息 刚刚有些平息 林毅又火了 很多报社媒体 就像闻到新味的猫 已经安排人专门负责林毅的报道 屈连经验丰富 在半兽人送到时代 他们从后门离开 校车停下 七人下车后 校车再次启动 聚接还在天宇拍卖行采购的学生 远远的 林毅就看到宿舍前 站着两道身影 校长和师父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林毅叹气 女半兽人 买的人都是有特殊癖好的妇人 满足她们变态的欲望 王德发给的一万亿 绝对是联邦给的 联邦给钱 培养你 是让你变强 将来守护一方 不是让你用来享受 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师父 校长 大晚上的 你们怎么在这里 装 你继续装 看你装到什么时候 这一次看你如何狡辩 林毅 别给我装糊涂 今天要不给一个满意答复 往后四年的资源就没了 没有资源 哥可不是下大的 看我 王炸 他身上流淌着神血 没有管带住的两人 从他们旁边绕过去 开门 神血 一个是大地强者 一个是因为受创回来教学的强者 他们都在域外战斗无数 自然知道神血的存在 神血 神级强者 或直系后人才可能有 这个半寿人的父母 居然是传说中的神 最起码有一方是神 不得了了 不行 不能让小家伙乱来 无论蓝星还是域外 大地都是天花板般的存在 但上面还有传说中的神 如果这个半寿人少女 真的是神的子女 事情可就大条了 蓝星可承受不起一个神的报复 两人进门 就看到灵异 正对半寿人少女说话 应该说 开始洗脑 你好 我叫灵异 是一个御寿师 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买下你 我需要一个工具人 用你们的话一个叫做死士吧 半寿人少女突然跪下 大声回道 我 曼德拉斯 凯 愿意做你的战士 啥 我还没有说完呢 你插什么嘴 但少女却是发自内心的回答 为什么 提示 半寿人在狱外被视为下等种族 和猪狗一样被捐养 宰杀 从小受尽各种折磨 作为神龙子嗣 内心通灵 感受到你真诚的想法 他只是一个希望过得好一点的可怜人 请善待 好 好 好 林毅连说三声好 心中已经乐开了花 未来的大地强者 又人半寿人小姐姐 给给给 哥的魅力果然无法隐藏 大手一挥 豪气说道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谁要是欺负你 我们就给他打回去 对 我们一起打回去 上官连很开心 又有新姐妹加入了 看到林毅怀疑的眼神 立马对回去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 林毅投降 他能怎么办 他也很绝望好不好 希望新伙伴不要跟他学习 否则他就废了 都是伙伴了 自然不能继续用夹锁输费 林毅解开了曼德拉斯 凯身上的灵力夹锁 夹锁解开 曼德拉斯 凯身上灵力暴动 周身笼罩在灵气潮之中 不一会儿 曼德拉斯 凯重新掌握体内的力量 周围也恢复平静 林毅也看清了他现在的等级 17岁 黄金7级 不愧是流淌着神血神灵子嗣 不过 现在都是我的 你叫曼德拉斯 凯吗 我叫上官灵 大家都叫我灵 我以后可以叫你凯吗 我叫洛歇 大家都叫我歇 曼德拉斯 凯的灵力夹锁被打开 他将身后的暗红肉一收起来 身上的裙甲也焕然一新 整个人看起来英姿飒爽 老天爷 你饶了我吧 为什么要遇到如此优秀的女孩 重点是能看不能吃 这就是所谓的 吃不到的 才是最好的吗 六人互相介绍过后 曼德拉斯 凯被鸡女拉到沙发上 叽叽喳喳聊个不停 林毅 上辈子也莫造孽啊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巫女看到林毅坐在沙发上 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 不由得有些好笑 现在 知道谁是当家的了吧 小叶 去做饭去 我们饿了 破 林毅足 全剧中 当然是不可能的 不就是做饭吗 搁得拿手好些 炒菜是不可能炒菜的 林毅的目标是一锅熟 就是把各种杂七杂八的食材煮一锅 只要手艺好 做什么都是美味的 少爷 凯来帮你 曼得拉斯 凯跟着 林毅进厨房帮忙 少爷 你一定很奇怪 凯为什么会 轻易跟着你吧 凯一边洗菜 一边问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半兽人 处境艰难 林毅自然好奇 不过 凯如果不说 他不会问 相信他有一天会 告诉他的 凯蹲着 林毅伸手摸他的头 像安慰小孩子一样 不要勉强自己 摸头杀 凯从小在死亡边缘挣扎 何时受过如此待遇 温暖的大手 他瞬间就沦陷了期待的同时 心中充满忐忑 少爷会 嫌弃自己吗 一定不会的 母亲是小镇远近闻名的美女 有一天 一个帅气男人出现 她实力强 出手阔绰 加之疯狂地追求 母亲很快就沦陷了 和男人结了婚 但 好景不长 母亲怀我的时候 男人离开了 这一去 就再没有回来 原本 男人留下的财富 足够我们花销一辈子 但好景不长 随着年龄增长 我身上出现不是人的肢体 母亲 把我藏在家里 不让我和其他小孩玩 我很不了解 直到有一天 家被人包围 要烧死我们 他们我是贱重 灾心 凶兽 夜晚 母亲带我从地道连夜逃亡 我才知道 母亲为什么要天天挖土 逃亡的路上 所有钱财被人抢光 母亲也被人害死 而六岁的我 被人像猪狗一样 喂养在笼子里 有一天 他们说我身上有什么神血 我就带上枷锁 等我长大了 送给黑魔大人 一个月前 他们准备 把我送到一个叫黑石堡的地方 路上被人袭击 双方两败俱伤 最后有一群人类出现 杀了所有人 我就被带到了这里 母亲告诉我 有一天遇到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 就跟着他 就算最后粉身碎骨 那也是我的命 少爷 你会对凯好的 对吗 凯抬头 卡自兰的大眼睛盯着灵异 满眼期待 当然 只要还活着 无论是谁 都别想动你一根汗毛 灵异很认真回答 这也是他内心的想法 得到想要的答案 凯眼中的笑意 怎么也藏不住 灵巧地将菜洗干净 然后就站到旁边认真学习 少爷说 自己是工具人 应该是庸人之类的吧 一定要学会做饭 做一个有用的人 灵异一边将各种调料倒入锅中 心中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凯的母亲是普通人 可以推测 父亲是神龙 神龙化身人形 就能和人类有后代 生殖隔离呢 再怎么变身孽石龙啊 要是生物学家们来到这个世界 伴兽人绝对会被切片研究的 没多久 香喷喷地砸回锅就做好了 校长和师父都还在 但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凯的身上 我说师父校长 你们一直盯着人家女孩看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变态呢 丢不丢人 先说好 凯现在是我的人 别打他主意 否则就算是师父也不行 从提示可以推测 大地之上还有境界 很有可能是神 这两个老家伙 多半是冲着神血来的 听到灵异的话 两人顿时觉得 碗里的大杂汇都不香了 不过 为了人类未来 脸面 哪是什么 灵异同学 大夏一直想找到神血研究 找到突破神迹的办法 大夏要是有一个神级 三火炎族在进攻 大夏就不会束手束脚了 你看 放心 知识抽一点点血液研究 对他没有多少伤害的 吃抽血的话 也不是不行 要真研究透了 大夏有自己的神 这片土地 就真正成为异族的禁地了 凯 你的想法 放心 只要你不愿意 师父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凯原本很紧张 听到灵异的话后 莫名的心安 妈妈果然没有骗他 善良单纯的他 又怎么会让少爷为难 立即答应 少爷 凯愿意 让陌生人抽血 这傻丫头 如此 灵异更加坚定了 保护他的信念 不过 血可不能白抽 要回点本才行 师父 校长 凯现在 是我们小队的一员 你们看 灵异也不知道 该要些什么 半兽人 半人半兽 无法成为御兽师 也不能像灵兽一样修炼 总之 他的未来知能 自己去探索 灵异同学 凯加入你们小队 得有一个合法身份 落户问题 我们帮你办 而且 他会以旁听生的身份 加入乾隆班 享受乾隆班同等待遇 这样 他不仅能享受 公民的权益 还能跟着你们小队 进入各种秘境 你看如何 落户大夏 乾隆班的旁听生 享受相同待遇 要做到这些 两个老人可能还要出出血 也好 就这样吧 师父 校长 我同意了 不过你们不能多抽 最多50CC 而且不能暴露 更不能让人知道 谁是凯的 50CC 知识研究 已经足够了 保密问题也不用担心 就这样 凯成功进入这个家庭 知道凯也能去秘境 巫女非常高兴 灵异脸上的笑意 从没停过 凯 你使用什么武器 以后让校长给你挑一些 黄金七级 到时候 也是非常不错的武力 武器 貌似不需要 在众人注视下 凯变深了 背后多了一对肉翼 武器一把两米多漆黑长枪 枪杆上的鳞片 犹如活了 一般在动 半生武器 可随主人的成长而成长 神灵的子嗣就是不一样 就算再落魄 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身份解决了 武器也有了 今天是他的幸运日 也是自己的幸运日 那个 你们看看是不是搬去我的房间 我随便找个卧室对付一下 九号宿舍有六个房间 晚上没有一个人留门 哎 武器立即摇头拒绝 上官铃儿 更是一脸不善盯着她 小姨又想干坏事了 叠一出场 做了合适老少爷 不准有坏心思 大学毕业前 姐妹们可都是学生 我 我太难了 毕业季又趁分手计 我哭 少爷 你怎么哭了 是凯哪里做错了吗 曼德拉斯 凯小心问道 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 洛西儿把凯拉过去 安慰道 凯 你别理她 一有时间她 脑子就坏掉了 一天天就想干坏事 第二天 还有心声大笔 眼看没有便宜站 灵异道声晚安 然后郁闷 回到房间睡觉 九号宿舍 有六个房间 现在有七个人 有一间得是两个人 灵异想游戏人间 雨露均沾 多好的机会 就是默把握住 不中用啊 唉 忙活一整天 大家都累了 都没有讨论的兴趣 上官仙直接决定凯的去处 凌儿跟我住 凯住凌儿房间 上官仙的提议 众人没有意见 众人在宿舍的时间 寥寥无几 上官凌儿每次回来 都和姐姐睡 单独房间就是摆设 正好给凯 喜欢和姐姐睡 这种小要求 满足她就是了 夜深人静 八号宿舍 林小看着面前破裂的灵兽弹 久久不能下决定 七月失败 她将失去一个灵兽名额 终身注定比同资质人 少一支灵兽 但要是七月成功 她就可能有一支史诗灵兽 就算已跌落史诗 随着时间推移 重新返回史诗 也不是不可能 啪 林小给自己一巴掌 双掌使劲搓脸 让自己清醒一点 猴子自卑内向 不与人交流 自身是非常聪明的 从开学 她就感觉到灵异的疏远 她也在反思 自己当初做错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再来一次 她还会选择契约双头火龙 她也知道 老大需要一个绝对信任的人 信任到 就算让她去死 也会毫无怨言 但是 自己也是天才啊 也有自己的野心 谁甘心做一片绿叶呢 老大 这一回 我信你 最终 林小选择赌一次 用一个名额 看清一个人 割破手指 将血滴到灵兽弹上 成了 老大没有骗我 真的能孵化 桌子上 一条小黑龙 在吃着蛋壳 不是东方神龙 是西方传说中的异龙 额头上 还有一根锋利的角 独角龙 黑铁九集 史诗九星 感应一下独角龙的属性 林小知道她捡到宝了 老大就是老大 独角龙的存在 队长的位置 将稳如泰山 谁敢阳奉 因为 她有底气 将其踢出队伍 堪比史诗天才 日后有谁敢瞧不起 敢再欺辱 独角龙注定她绝非凡人 第二天一大早 八号宿舍 五女四男九人 默去教室 都在九号宿舍门口等待 刚出门 林一看到 猴子展开双臂扑来 立即伸出中指 顶住猴子的额头 青铜四级 被一个手指挡住了 老大到底有多强 猴子 老子不搞 记 别让你 嫂子们误会了 咔嚓 猴子当场碎裂 不带这样的 把我的感动还给我 有了嫂子 就不要兄弟了 猴子哭丧着脸 瞧你那点出血 要抱抱身后 美女队员去 抱大老爷们 我怕你生出 不该有的想法 林一手一拽 猴子和她站成一排 两人就这样勾肩搭背地走了 猴子 不是老大说你 真的要加油了 我们三班很多人都结婚了 等过了今年 我们就会去欲外历练 到时候 万一死瞧瞧了 老林家不是要绝后 他们一天天 跟你一起训练 多好机会 你咋就不中用了 还记得我说的不 只要胆子大真子放产假 等闹出人命 老丈人还能把你吃了不成 老大 我 别插嘴 让我说完 我们出生不行 要学会主动出击 等他们光彩夺目的时候 想要追求你就难了 所以下手一定要趁早 你看看 老大都六个了 要是拿不下 以后别说 是我小弟 林毅声音不大 但每个人都听到了 表情各不相同 男同学偷偷看向五个女人 已经在考虑追求哪个 女同学则满脸羞红 对长得老大什么人吗 这都什么跟什么 我告诉你啊 人最孤独的 就是站在最高处的时候 一回头之 剩下自己一个形单影之 乾隆班同学的资质 都相差不大 到时候双宿双飞 起步美哉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短短几百米路程 林毅进行了一次洗脑 让猴子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快到教学楼的时候 林毅停下来 对着林小说道 猴子 给你一分钟时间 把想说的说了 老大 大笔中 我们能跟着你们吗 这个好 正愁没有工具人呢 收获上脚九成 还有不能跟我抢东西 这 老大还是老大 一样不当人 不过他喜欢 好 红雨秘境 作为全国新生大笔秘境 每个学院都有传送入口 乾隆班人齐后 34个 凯旁厅 学生跟在去连身后 到训练场上集合 尊敬的各位老师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入学一个月了 今天 是检测你们一个月 修炼成果的时候了 以前 你们有长辈 有老师跟着 这一次 你们能靠的只有自己 每个人在进入秘境时 都会获得一块传送令牌 遇到危险 捏碎传送令牌 就能脱离危险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不要有任何侥幸 秘境禁止厮杀 但每年都有受神会 一族 外国的走狗进入秘境 他们的目标是猎杀你们 如何确定他们的身份 就需要你们自己去观察把握 任何松懈 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校长王德发 一刻不停地科普红雨秘境的危险 以及此次大笔规则新生大笔 一场面对全国开展的一次活动 所有大义新生均可参加 设在大厦最大的秘境 红雨秘境 学生击杀凶兽 采集灵药和搜寻宝物 都能获得积分 抢夺他人积分牌 可获得对方一半积分 每个学生每天之能被抢一次 学生可以单人 也可以组成小队 积分单独计算 联邦制药结果不看过程 虽不能杀人 但每年都有数千新生 永远留在秘境之中 听完规则 所有人都吸口凉气 要从百万人中脱颖而出 实力 运气 缺一不可 其中还有那间虎视眈眈 真的一点也不由好 在灵异看来 这都是毛毛雨了 大厦需要强者 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怕死还做什么预售师 回家重点不就得了 平平安安 心生大笔 就是让他们知道 今日心生大笔 校领导的讲话都十分简练 没有过多吹嘘奉承 十点 同学们准时排队进传送塔 传送塔内 树立着无数宽十米 高十米的白玉石门 此刻 其中一道石门已经打开 石门内是一个旋转的漩涡 犹如星云一样璀璨 让人向往 更让人恐惧 队伍七人 手拉着手 一起踏入传送门 一阵眩晕感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古城 他们此刻正站在古城上 随后 一道道光束天降 都是参加大笔学生 他们传送进来了 小艺 这就是古城吗 好残破 洛西一脸嫌弃 红雨古城 洪雨秘境历练出始地 此刻正被一道屏障保护着 这是秘境给试炼者准备的时间 秘境开启 前三天会爆发恐怖寿潮 试炼者们可以躲在城中等待寿潮散去 一年复一年 古城已经残破不堪 却是试炼者唯一希望 提示 吞天寿木学疆 即将在两个小时后开启 三天后关闭 木学位置已经标出 请尽快前往 提示出现 一个只有灵异看到的箭头 指向远方 二百公里外 不是很远 但 在兽潮阻挡下 想要三天时间前进二百公里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怪不得卖钥匙的人 找不到木学位置 不过 我可是开挂的 能一样吗 看向六女 给他们打个预防针 你们准备好 屏障打开后 跟着我冲出去 冲出去 猴子刚刚站稳 差点摔倒在地 老大 你真的是我老大 什么事情都敢干 兽潮 不是你见到的蚂蚁窝 随便就能踩死 蚂蚁 好像也差不多 只有一只王寿带领的寿潮 不说无事 但也不惧怕 老大 校长千叮嘱万嘱咐 一定要在古城抵御寿潮 这是投铁吗 在陌生环境 抱团取暖 人的天性 不管他们如何不服灵异这个班长 也都集聚过来 乾隆班集聚 精英班 普通班自然跟上 灵异的目标 是吞天寿木学 自然不会留下来 做保姆 拿出积分令牌 创建小队 输入神异两个字 邀请六人加入 灵异的小队名字 终于取好了 神异 女神和灵异组合 没有特殊意义 总之 她的小队成立了 小队成立了 接下来会有多少工具人呢呀 诸位 在座的都是天交 我也不废话 屏障消失 我们小队就要冲出去 愿意加入神异小队的 必须发天道誓言 此次秘境 不得做任何伤害小队的事情 秘境所得上交99% 话一出 全国哗然 99% 你怎么不去抢 华众取宠 人们此刻唯一的想法 老大 我加入 不愧是兄弟 第一个挺 相信他 不会后悔的 王若雪 我加入 猴子小队中 一个女孩举手 表示自己加入 萧玲玲 我加入 韩晓晓 我加入 蓝黄 我加入 张云起我 我就不去了 队长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只能依靠古城抵御受潮 对不起 队长 最终 林小和队伍中的四个女生 加入神异小队 昨天晚上 林小契约独角龙成功 潜力超过传说 加上他点破 这四个女孩 应该对猴子有想法 猴子 你得好好谢谢哥 等你什么时候成海王了 就知道哥的好了 要是敢背后捅刀子 做好被打半死 救活 再打半死 残酷的人生等你来 确定队伍人数 林毅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一根圆锥形长条物 丢给萧青影 破阵锥 不要让青龙学院丢脸 除林毅小队外的最强者 青铜九级 至于他的灵兽 林毅懒的深究 提示也没有出现 然后一直看向远方 仿佛宝藏已经向他招手 就在这时 一行人朝青龙学院这边走来 一个青衣少女 走在最前面 你好 林毅班长 我是朱雀学院 乾隆班班长龙绝颖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少女举止优雅 显得落落大方 不由得让人产生好感 不过 龙绝颖 是否就是卖吞天兽 木学钥匙的龙家 嘴角上扬 表情让人难以寻味 你好 我叫林毅 龙班长有什么事 就在这里说吧 这 龙绝颖看向众人 又看林毅 最后值得妥协 林毅班长 你在拍卖行购买的六角星 是我们龙家出售的 不知林毅班长 是否知道其用途 炸我 不好意思 不知道 我就是感觉 有缘就买了 林毅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钱买来的东西 我会跟你分享 你不会说 其中隐藏大秘密 要找我合作什么的吧 别搞笑了 要真有秘密 早就被你们龙家发现了 还用得着拿去拍卖 果然 和老祖说的一样 这人不好对付 无奈只能拿出家族 还剩下的钥匙 我们龙家很久以前 就获得了六角星 研究多年 只知道是某种钥匙 但 翻遍红语秘境 龙家 也没有找到使用的地方 啊 哪我不是占大便宜了 可果然是主角 这都能让我遇到 林毅哈哈大笑 说出的话让人服额 什么主角 真到我们是反派不成 林毅 龙绝颖还想说什么 被林毅打断 龙班长 不管隐藏什么秘密 现在东西 是我的 所以希望 你们自重 你 龙绝颖身后 有一个女孩想说什么 同样被龙绝颖阻止了 小拳头紧了紧 随后松开 平静地说道 林毅班长 绝颖这里还有一块 你 不好意思 我已经收藏三块了 这块对我来说可有可恶 再次被打断 龙绝颖已经到爆发的边缘 出生到现在 谁对他 不是恭恭敬敬的 这家伙三番五次打断自己 一点都不绅士 不知道美女有特权吗 林毅班长 真的不愿意告知绝颖吗 宝藏龙家只要一半 一半 人心不足蛇吞向 四成 三成 林毅你别太过分 班长已经退步那么大了 难道你以为就你们这几个臭鱼烂虾 真能找到宝藏 哦吼 这不是我们的轩辕大少吗 不抢班长位置了 还是说做舔狗了 泽泽 理想不错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闻闻味 龙爵影看不起轩辕破天 但现在为他说话 可不能让众人寒心 灵异 三成已经是极限了 没有我手中的这款 你就算知道目的地 也无济于事 三成 你在想屁吃 吞天兽今何能让 小白保底尊者 有望冲击圣人 那么 对方生前至少是大地 更可能是传说中的神 一个神的墓穴 分你三成 总的三成 呵呵大 灵异不再搭理这些人 要不是看在龙老的份上 他都不想回答 一心为家族的人 牵绊太多 注定不是一路人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 六角星 我就是买来收藏的 龙大小姐 如果他们真的关乎宝藏 你们龙家会拿出来 不就是想给你的舔狗报仇吗 我接着就是了 还有你 轩辕破天 不要以为绑上一个史诗 就可以为所欲为 搞得像那家没有史诗一样 史诗 哼 灵异的画像一个炸弹 在所有人脑中爆炸 青龙学院 有史诗天赋者 众人脑海中同时出现 史诗集 遇知天赋 恐怖如斯 大夏 隐藏如此之深 那么 现在为什么不隐藏了 其中又有什么阴谋 灵异如此说 自然是有原因的 心声大笔 大家实力都不是很强 又没有强者 保护这种时候 天才是最危险的 他只是 吸引了一份火力而已 等待中 古城屏障越来越稀薄 甚至能听到凶兽的咆哮 十二点整 屏障消失 包围古城的凶兽 开始攻城 看在龙老的份上 你的收获上脚九成 不怕死就跟上来 就在龙觉影 准备指挥大家 抵御兽巢时 脑海中出现一道生命 回头 他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一个帅气少年 从城墙上跳下去 随后又有十一道身影跟上 龙熙 你来指挥 说完 龙觉影也跟着跳下城墙 这些人疯了吧 这时候冲下去不是找死吗 宝贝 我也不明白 不是说坚守三天 凶兽自会退去 等着吧 一群跳梁小丑 谁说不是 秘境外 王德发站起来 紧张看着秘境之灵 转播的画面 校长 这是怎么回事 曲莲十分着急 他以为灵异之士说说 莫想到居然真的冲进寿巢 红宇秘境 虽是低级超大型秘境 但兽巢可不算在内 历史上 跳下城墙的不少 各个天才绝艳 最后一个回来的都没有 出去 不过多几个亡魂而已 好 凶兽发动攻击 万兽奔腾 接连天际 欲将古城摧毁 钻石 兽巢中 居然有钻石凶兽的存在 和校长说的根本不一样 而且 他隐隐感觉到一道危险的气息 提示 银翼狼王 王者四级 想要两败俱伤的话 你就去吧 王者四级 人类完了 战 战 万军咆哮 天地震荡 回头 试炼者还在 古城还是那个古城 不同的是 城墙上 多了一排排 整装待发的雄军 古城兵魂 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他们一次次的将凶兽 拦截在古城外 一年一个轮回 不知道在等待什么 守护的意义在哪里 有兵魂守护 凶兽没有一次攻入古城过 试炼者们只要待在城中 等待三天时间即可 不过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宝儿 走前面防御 心儿负责左翼 灵儿夕儿负责右翼 凯电后 蝶翼负责支援 猴子 王若雪 肖灵灵 韩晓晓 南皇 你们五个到队伍最中间 灵异快速部署 看到追上来的龙爵影 灵异也是一阵头大 让你嘴贱 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龙爵影也在队伍中间 保护好自己 别死了 你才死 但 没有时间给他反驳 他们与凶兽对接上了 猴 有人类出城 这是对他们赤裸裸的挑衅 凶兽立即扑来 是将众人撕碎 猴 猴子 我们王若雪声音打战 手紧紧握住手中的长枪 似乎能给他一点安慰 怕了就赶紧滚回去 你们已经是御兽师了 想当初我们仙辈 可是用血肉之躯挡住凶兽 怕死就回家伤孩子去 谁要是掉队了 没有会回头帮你们 谁要是敢拿队友挡凶兽 我就把他丢凶兽群众 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自己想好 灵异一人当先 冲向兽巢 六女没有给其他人时间 足好阵型就往前冲 猴子咬咬牙 跟着冲起来 一个人选择回城 这条路注定困难重重 谁也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黄金七级 黄金四级 黄金三级 白银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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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队伍 如此恐怖 还有冲在最前方的少年 身上笼罩着一层迷雾 居然看不清境界 大夏不行了 如此天才 居然让他们去送死 哈哈 大夏 想超越灯塔 这不是搞笑吗 保护天才 你们就是这样保护的 哈哈 间谍们把视频发到国外 所有人都拍手叫吼 谁都知道 绝对不能出古城 现在 他们已经看到大夏天才 陨落 一蹶不振的样子了 王德发 你在搞什么 电话接通 长老对着王德发 就是一阵输出 如此天才 居然出披露了 王德发哭丧着脸 他也很绝望啊 他哪里知道 灵异会冲兽巢 如果知道 他拼着失去名额 也不会让灵异 参加新生大比 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只能听天由命 十字斩 黑白双剑出鞘 十字紫色剑光斩出 毁天灭地 所过之处 万物泯灭 一招 清出一片空地 队伍立即跟上 积分排行榜 第一名 零一 一 一万六千五百八十积分 第二名 五 第三名 五 一击 一万多积分 简直逆天了 如此打法 其他人还有什么希望 击杀黑铁凶兽一积分 青铜十积分 白银一百积分 黄金一千积分 如此类推 可见 灵异一剑拿下一万多积分 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 龙绝影 史诗天赋 背靠龙家 现在也才突破白银 其他人就不用说了 青铜级 就算都猎杀青铜凶兽 也要一千六百五十八制 一个月 他们能做到吗 亲身经历 灵异才知道 兽朝的恐怖 无穷无尽 汗不为死 气刃 气刃 双剑挥动 紫色剑气如龙卷 清空前进路上的障碍 凶兽太多了 清空一片 刚走过 就有凶兽补上来 上帝视角往下看 灵异等人 就像一个丢入江河的乒乓球 随波逐流 古城 无数凶兽蜂而至 与守卫厮杀在一起 试炼者们只能 躲在城中瑟瑟发抖 兽朝 最弱的 凶兽都是青铜 他们根本插不上手 一切都交给兵魂 灵异 一行人到古城千米之外 他可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双剑狂武 密集剑气将凶兽挡住 形成一个安全的空挡区 所有人 收回灵兽 上来 灵异话音刚落 泰坦蛇王被召唤 一出现 就大吼宣布自己的出场 吼 天地之间出现一只庞然大雾 蛇 好大的蛇 青蛇体如山月 蛇手直插云霄 身上散发着上位者的威压 凶兽们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 等待审判的到来 泰坦蛇王 巫女是陷过的 第一时间就跳上灵异身边 凯队灵异绝对信任 小青出现的第一时间 就跳到灵异边上 比巫女速度还快 身陷受潮 可没有考虑时间 其他人纷纷跟上 没有队友拖后腿 现在我要开始放大 装逼 小青 干掉他们 越多越好 得到命令 小青十分激动 周身瞬间被一层土黄色 护盾包裹 蛇尾狂舞 挥动之间 清除大片凶兽 灵异也毫不示弱 气任 十字斩 不断打在凶兽秘境的地方 黄金七级 又一个黄金七级 这都什么人啊 人们还发现 灵异肩膀上 站着两只灵兽 在灵异飘逸攻击时 两只灵兽 没有睁开眼睛 也没有落下 人们猜测 青蛇可能是 它最弱的灵兽 太让人震惊了 黄金七级灵蛇 在兽巢中 来去自如 遇到薄金灵兽 也能一招解决 这蛇是什么品种 体型巨大 战力恐怖 所过之处 鸡犬不留 吞天兽墓学钥匙 绝不是拍卖行说的 上一届新生带回 龙家 绝对研究无数年 那么 是什么让他们 没有找到用法 用到拍卖来找人的方法 只能说明 吞天兽墓学 在红语秘境 又不属于红语秘境 卡在红语秘境bug 秘境之灵的控制外 那么 墓学内的宝卧 还能计算成积分吗 保险起见 灵异准备干一票大的 在进入墓学之前 刷到足够的积分 在人人逃避的兽巢中刷分 脑子不是一般的兴起 刷刷 一道道紫色剑气 展向四周 将凶兽群 阻挡在外 一人一兽 犹如神魔将士 在凶兽群中 大地翻涌 形成囚牢 囚牢收缩 凶兽拥挤在一起 然后地下冒出一根根锋利吐刺 凶兽犹如肉串被串起 哄 囚牢在小青的控制下爆炸 碎肉纷飞 各种碎肉碎骨 犹如蛋片 又击上一大片 有的甚至直接死亡 大地囚龙夹吐刺 简直就是战场杀气 青蛇头顶 一个个脸色苍白 胃里翻江倒海 摇摇欲坠 有的已惊吐得稀里滑了 太恐怖 太残暴了 他们和石经历过 如此血腥场面 老 老 林小也忍耐到极限 不管是谁 在血肉世界 谁都会崩溃的把 林毅则不然 明明来自和平世界 连鸡都让老板宰好 现在却没有一丝不适 内心兴奋 非常享受这种感觉 爽 十字枕 气韧 林毅在泰坦蛇王身上 跳转横挪 剑气一个接着一个 全身被鲜血染红而不知 这个人是不是疯了 看看其他人 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表现 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吗 天才和疯子 往往是一类人 楼上正解 学到了 学到了 好奇怪 蛇王战斗如此激烈 头上的人居然不掉下来 没错 看他们的窝囊样 一定是蛇王保护他们 我想要这样的蛇蛇 有人有门路吗 楼上的来我家 后山竹林有很多 便宜甩卖 998一只 滚 老子要蛇王 不要该死的青猪标 泰坦蛇王暴露 平静的世界下 风云涌动 受神会 一族 国外 纷纷启动案子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一定要枪灵异 扼杀在摇篮里 大厦官方 大长老亲自安排 神鹰一个小队 暗中来到青龙学院 提示 由于你大肆屠戮凶兽 遵受烈火雕一分钟后 加入战场 我丢 小青 缩小体型 小白 使用空间转移 朝目标前进 灵异通过契约 向两只灵兽发布命令 声音急切 恐惧 两只灵兽反应迅速 在小青缩小的时候 小白发动空间转移 众目睽睽之下 一行人消失 观众们还莫明白 发生什么 灵异他们所在范围 变成一片火海 人类 给本尊滚出来 天空中 一个火红身影 快速接近 一对明眸巡视着 哄 所有人脑海卷起十二级风暴 本尊 尊兽 这居然是一尊尊兽 新生大笔出现尊兽 这可是头一回 浪是要资本的 兽朝最强者 知识一只兽王 淫翼狼王 尊兽 要是知道 他根本不会走出古城 感觉又被提示坑了 提示 有大能将古城经历的时空片段 从时间长河中截取出来 周而复始 是你屠戮凶兽 引出尊兽 自作自受 听听 这是人话吗 不过 是谁有那么大能耐 将一座城的历史截取 放到这个秘境之中 目的又是什么 小老鼠 你逃不掉的 烈火雕 仿佛认准了灵翼 在空中来回盘旋 没有一丝协助攻城的迹象 百里外 灵翼一行人凭空出现 提示 你已经被烈火雕发现 你有一分钟时间逃离 我 灵翼很想骂娘 遵守 打他就跟完一样 他还没有丝毫办法 要不逃回城中 提示 冰魂靠本能守护古城 一切靠近古城生物 都会被击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干脆等死算了 提示 吞天兽墓穴 神都难破 是你们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躲进吞天兽墓穴 灵翼也想过 但身后跟着一只尊兽 还是以速度著称的烈火雕 寻找入口 打开都需要时间 时间 真的是个好东西 提示 吞天兽墓穴入口开启 需要五分钟 以你的实力 九死一生 也是你们唯一的生机 唯一生机 怎么可能 六人身上有师傅留下的印记 自己手中还有龙武留下的分身 难道还能出现大地级别凶兽不成 提示 凶兽根据古城和试炼者实力刷新 试炼者出现大地气息 凶兽有神兽出现 也不是不可能 神兽 神兽 灵异脑海中 一直出现神兽两个字 打碎了他所有的侥幸 怎么办 真的要硬扛尊兽 月四个大境界 有活命的机会吗 一定有机会 机会 机会在哪里 我们有什么可以使用的 提示 尊兽烈火雕在三十秒后到达 请做好准备 时间 对了就是时间 烈火雕发现和到来需要时间 他完全可以使用这个时间差 进入吞天兽墓穴 小白 朝前方连续使用两次空间转移 哼 烈火雕刚到 又失去了灵异的身影 他只能原地狂怒 不一会儿 机人身影出现在二百里外 这一次 灵异聚精会神 等着提示到来 即时五秒 提示如约而至 提示 你已经被烈火雕发现 你有一分五十秒 时间逃离 发现时间和追击时间也变长了 距离和时间就是他的机会 给我找到 距离吞天兽墓穴最远的地方 一条绿色线条出现 他们所在位置 秘境中距离吞天兽墓穴最远位置 吞天兽墓穴位置成一个三角 最远的位置居然在百万里之外 怪不得秘境被大侠搜寻千年 还有价值 百万里 如果有得选 从百万里外赶回 自然是安全的 但 连续使用空间转移 还要保护所带的那么多人 小白的负担极大 带众人一起 小白能施展九十来次空间转移 那么 灵异计算好位置 就在他准备让小白前往目的地时 提示再次出现 提示 尊级强者可撕裂空间 千米之外 烈火雕即会使用消耗大量灵力 撕裂空间 三十秒内赶到目的地 你最佳选择在八百米内 我丢 八百米就八百米 我就不信了 八百米我还逃不掉 小白 灵异给小白下命令 小白没有让他失望 在烈火雕到来的前一秒 再次消失 这是什么 撕裂空间吗 不像 撕裂空间速度比这个快的太多 而且有技可循 烈火雕发现不了 说明不是撕裂空间 这灵异 给人的惊喜太多了 希望他能活下来 死定了 你们下国联邦的天才死定了 不管他用什么逃逸 都有用完的时候 哈哈 外国人的狗 滚 我就不滚 有本事来砍我呀 哥全身酸痛 却砍 忍不了了 我四十米大刀 已经饥渴难耐 报地址 老子这就来砍你个憋孙 你找到我再说 网络上出现骂战 大厦群众不服输 反驳时却没有底气 双方差距太大了 现在才过去不到三小时 还有两天二十一小时 不管他们用的是什么 都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计算好位置 灵异瞬间就规划出最佳路线 开始不规则出现 每次 烈火雕出现时 众人刚好消失 气得烈火雕气氛丝鸣 哄 一百里的位置 烈火熊熊燃烧 而灵异出现距离火焰不远的地方 这畜生 果然聪明 居然会预判 不过还是差了点 第十四时 灵异他们到距离吞天兽木穴八百米的位置 烈火雕出现的前一秒 众人再次消失 这一次 灵异等人 没有如约出现 一分钟 两分钟 烈火雕越来越暴躁 开始覆盖攻击 山林被烈火笼罩 灼烧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第八分钟的时候 十三人出现 前方 有一个直径百米的圆盘 圆盘上有三根石柱 每根石柱上 都有一个六角形凹槽 大小和吞天兽 木穴钥匙一样 木穴找到了 灵异脸上却没有笑容 在圆盘四周 树立了九个雕像 球牛 匪子 碧岸 酸泥 饕铁 焦图 碧蟹 编稳 皮羞 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 薄金七级的气息 该死的 要启动圆盘离开 就要拦住或者打败这九只神兽 有时间 小白阿力配合自己 磨死九只神兽 简简单单 现在 他们缺的就是时间 烈火雕最多七分钟就会到来 开启要五分钟 那他得保证两分钟内 搞定九只神兽 真是麻烦 不过拼了 小青 保护好他们 龙之九子 各有所长 灵异很快决定攻击的对象 匪子善斗 编纹可避灾祸 这两个是必须先除掉的 十字拔剑术 剑一凌空 撕裂苍穹 周围空间在扭曲 在破碎 一剑 扇斗士杀的匪子被消首 身躯被剑一撕碎 化为点点碎线 另一边 小白 编纹和皮羞 在一条直线上 震动空气泡发动 编纹化为飞灰 皮羞被重创 距离碎裂也不远了 提示 龙生九子 同根同源 生生不息 每五分钟一次刷新 实力将全部恢复到巅峰 老天爷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 要如此整我 接着 把他们 放到柱子的空缺上 瞬间解决三只神兽 灵异脸上没有任何轻松 剩下的六只神兽 分成两组 每三个围成一个方阵 将他们包围来了 就不要回去了 随后将药师分别丢给洛西 上官铃 和上官铅 好 球牛发现 有人靠近柱子 鼻孔冒着青烟 踏步就想回原阻止 分心 就是你的死期 黑白两剑合二位一 轻轻挥动 天地间好像发生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双剑分开 拔剑术 化解碧岸和酸泥的攻击 扑吃 球牛一分位二 重重倒下 惊了 球牛皮糙肉后 莫名其妙死了 球解释 球牛怎么死的 同球 同球 一 普通人莫看清 强者们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黑白双剑合臂的那一刻 灵异挥出了一剑 剑气化过 球牛被一分位二 速度之快 普通玉兽师们根本无法捕捉 更何况普通人 网络时代 幻网影的强者不少 很快就有人在网络上解释 顿时哗然一片 如此快 杀人是不是更快 但 没有人跟他们继续解释 告诉你 经过知识找些成就感 强者有自己的骄傲 不会巴拉巴拉一大堆 灵异不乏飘逸 在两只神兽间来去自如 每一剑都在两兽身上留下伤口 碧岸和酸泥都是神兽 对危险的感知极为敏锐 每次准备全力攻击 都感受到死亡威胁 只能被动挨打 另一边 小白独自拦住滔铁 焦图 避陷 上关链靠近 滔铁转身攻击 速度之快 小白一时反应不及 好在曼德拉斯 凯和轩辕蝶蝶 反应及时 合力挡住了滔铁的攻击 攻击无效 滔铁顿时大怒 两只蝼蚁 岂敢浮游汗术 前掌挥出 煞风呼啸 凯和蝶一 有如炮弹被打飞 狠狠撞在地上 噗 同时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摇摇欲坠 随时可能倒下 阿里一直注视整个战场 一道道绿光落在两女身上 及时得到治疗 干宝冲上去 掏出完美疗伤单给两女服下 小白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识如 和主人同时面对三神兽 自己让对手伤了女主人 识如 必须用血来洗刷 饕铁及周身空间 瞬间破碎 泯灭 接着恢复原样 饕铁消失了 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空间泯灭 小白突破博金领悟的技能 一击同境界神兽灭亡 杀伤之恐怖 一下子失去五个同伴 剩下的弊案 酸泥 焦徒和辟邪都十分谨慎 稳扎稳打 准备拖时间 圆盘上 洛西尔 上官灵 和上官西尔三人 遇到大麻烦 越靠近石柱 重力越大 实力最强的洛西尔 走到石柱下 恐怖的重力 让他直不起腰 要是也就无法放进凹槽 墓穴入口 就打不开 加油 战斗之余 灵异还不忘 给他们加油打气 加油 我不是一个人 小翼在战斗 我不能拖后腿 洛西尔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支持着他站起来 把六角星钥匙 安放在凹槽内 咔嚓 六角星放入 重力消失 石柱发出耀眼的光芒 上官灵和上官西尔身上 绿光不断 恢复着超重带来的损伤 支撑着他们前进 有的时候 毅力也是一种实力 视线模糊 身上有千斤重弹 身体细胞 不断破裂和重组 他们依旧在前进着 一步 两步 最终 走到石柱下 用尽全身力气 将六角星钥匙 放进凹槽 三根石柱 同时发出一道金光 金光在圆盘中央交汇 随后 一道更粗金光 从交汇处射向圆盘的中心孔洞 金光落下 圆盘上古朴复杂的纹路 仿佛经脉 由内而外 逐渐变成金色 吞天兽木穴入口启动 接下来需要等待 启动用了两分钟 还需要五分钟 烈火叼到来只有还有四分五十五秒 他必须在尊兽嘴下 坚持五秒钟 造孽啊 四只神兽不强弓 战场一时交作 不过 灵异可没有拖时间的习惯 左手击退酸泥 右手黑剑突然发力 拔剑术 头颅和鲜血飞扬 酸泥到死都不明白 人类为什么要爆发 失去平衡 碧岸根本不是灵异对手 很快被斩落剑下 六打二变成二打二 交图和碧屑能有什么剑术 很快去和兄弟上路了 一家人整整齐齐 他们怎么能例外呢 在阿里的治疗下 曼德拉斯 凯和轩缘叠一恢复 十三个人 全部站在圆盘中间 一会儿 我们只管防守 记住不要打死他们 面对尊兽五秒钟 他没有丝毫胜算 不过 九只神兽 为什么是薄金七级 难道是和入侵者最高等级有关 那么 是不是可以利用他们 挡住烈火雕 第五分钟时 圆盘四周再次出现九神兽 一个个愤怒咆哮 朝着灵异等人冲来 大地囚牢 冰封 火环 剧毒沼泽 控制技能 一个接一个 丢在九只神兽身上 灵异 小白和阿里站成三角 将众人保护在中间 人群中 龙绝影眼神闪躲 好几次想取出宝物 又放回去 不行 还不到时候 现在出手 我一点机会都没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渐渐的天边出现一个黑点 来了 所有人都十分紧张 等待着最后一刻 啾啾 火焰将方圆十几里范围笼罩 烈火雕进入圆盘范围 九只神兽境界 瞬间提升到尊者 薄金抗尊者 根本就不可能 灵异 小白和阿里 瞬间被重创 吐血倒地 烈火雕攻入 九只神兽放弃众人 冲向烈火雕 读对了 不过 噗 啊 叮当 龙绝影的手 被吐刺击中 准备启动的符牌 吊在地上 五秒钟 很快结束 圆盘被金光包裹 再次出现时 十三人已经出现在一个绿水青山的世界 刷 轩人叠一反应迅速 短刃架在龙绝影脖子上 灵异 你做什么 龙绝影一脸愤怒 但又无可奈何 做什么 你认为呢 灵异心中愤怒 想拖着重伤的身体 给他来一件 可谁让他姓龙呢 算了 就当给龙老一个面子 先留着他 把他绑起来 我恢复前 任何人不得离开这里 谁敢离开 就地格杀 全身骨骼断裂 可能还要内出血 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了 自己还是太仁慈了 灵异的队伍 又给世界来了一波骚操作 内讧 小青除了一开始的战斗 后面就不再出手 就连控制技能都没有用权力 这一刻 人们都明白了 原来人家早知道队伍有问题 防着一手呢 真的好惊喜 龙绝影被严厉看管起来 空间戒指也被收走 还有一条恐怖的青蛇盯着 他哪里也去不了 那个 你叫小青是吧 可以出去一下吗 我想方便 小青 你主人对你怎么样 要不跟着我吧 我们家可有很多资源 你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神异小队 短暂经历 像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 过程高低起伏不断 引动心弦 无脑冲进兽巢 在人们质疑他们 用生命博人眼球时 神异小队 展现了恐怖的战斗力 一人一兽碾压兽巢 斩获积分千万 过渡屠路 出动尊兽追杀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生死一线间 一次次完美躲过尊兽致命攻击 利用时间和空间差 成功甩掉尊兽 找到逃生路 九神兽挡路 经验战斗 绝杀九神兽 利用圆盘神兽等级规则 成功拖住尊兽最后几秒 在他们即将逃脱时 龙爵影偷偷取出抗拒扶牌 扶牌即将启动的瞬间 准备已久的蛇王发动攻击 将抗拒扶牌击落 又成功躲过一劫 接着 彻底失去了他们的身影 都在猜测 他们进入了另一个怎样的秘境 唯有女人与小人难仰眼 古人不欺我 越是漂亮的女人 就越会骗人 哈哈 你们猜猜灵异大佬 会不会放过龙爵影 我看玄 抗拒扶牌 能把出自己的所有生灵 弹出百米万 成功释放 灵异大佬等人 被弹出百米万 一个也活不了 换成我 直接一刀咔嚓掉 也不能这么说 人家好歹是龙家的天之娇女 砍了麻烦多多 打个半死就行 你们都太无情了 就不能先 嘿嘿 猥琐 羞于等卫武 陈王败寇 龙爵影释放成功 十二人必定丧生雕口 到时候 他一口咬定 动用扶牌之势 挡住烈火雕攻击 龙家从中再运作一番 付出点代价 事情就过去了 问题是 他失败了 众目睽睽下 扶牌被打飞 还被灵异捡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家都好奇 灵异会如何选择 会不会真的 灵异一行人消失 人们只能去查看 他留下的成就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分 积分排行榜 第一名 灵异 1931 6870积分 第二名 轩辕碟1 8510积分 第三名 曼德拉斯 凯 8120积分 第四名 丹宝 7500积分 第五名 洛西 6850积分 第六名 上官林 5460积分 第七名 上官西 5310积分 第八名 5 第九名 5 不到三小时 斩获近2000万积分 给他时间 杀到寿朝退去 积分会 恐怖到何种程度 无论神异小队 在新秘境多久 第一的宝座 都是他的 京都龙家大厅 集聚了大部分 龙家上层 叱咤风云的他们 此刻像作错事的孩子 战战兢兢 等待上手老人发话 无伤 传令下去 龙家不得找灵异的麻烦 否则 家法伺候 老祖 绝影他 龙家现任组长龙无伤 欲言又止 还想争取一下 龙绝影史诗天赋 三只灵兽都是史诗 前途一片光明 现在 生死未卜 换成他们 龙绝影绝对活不到明天 就由自取 是 不甘心又如何 龙家获得要是多年 耗费无数人力物力 都没有结果 没想到 一个后辈找到了答案 有老祖撑腰 又在大下 就算是龙家 想找灵异麻烦 也得掂量一下 现在 只希望绝影没事 京都 某个办公室内 一个满头引发老人 靠躺一上 不知何时 办公室内多了一道黑影 老人睁开眼睛 目光如炬 仿佛能看透世间虚妄 情况如何 黑影行礼 回到 大长老 都查清楚了 灵异父母十二年前 在寿潮中丧生 亲戚朋友疏远 神话天赋 对外信息是稀有预知能力 灵兽灵狐 附蛇 黑影汇报完 恭敬地退出去 两个大地保护 有意思 希望这小家伙 能走出这一步吧 老人喃喃自语 闭上眼睛 继续假妹 屈连看到灵异等人的表现 默默为他们加油 有这样的学生 他很自豪 要是不唱反调 就更好了 王德法很高兴 青龙学院名声 一下就打出去了 看三个老伙计 还如何嘚瑟 敢说青龙学院 乾隆班的不是 就问 脸还好吗 短短不到三个小时 推翻了一个多月的 风风雨雨 八嘎 一定要杀了他 否则帝国将无翻身机会 让域外做好准备 祈祷域外后 第一时间灭杀 永绝后患 发动最优秀特攻 一定要让他回到 泡菜国的怀抱 大下人天才 得能活着才行 各方反应不一 最终结果指向两个方向 拉拢和灭杀 拉拢的 准备在其成长起来前投资 获得一个未来强者的友谊 准备宝握 让家族天才弟子 接近灵异 送跟班 送女人 也有想过 看到他身边的六女 天之娇女 无不自行惭悔 就没有必要了 不过 亲近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真的发生点什么 他们也是喜闻乐见的 想杀他的 发动大厦内 隐藏多年的棋子 监视灵异的一举一动 准备在灵异离开大厦 第一时间将其抹杀 大厦境内动手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代价是任何国家或民族 都无法承受的 当年 为了杀下眼 大厦境内能用的人 几乎被屠杀殆尽 只要稍微露头 神鹰就会毫不犹豫 将其击杀 根本没有不给接近的机会 而且 他们还隐约查到 灵异身边有大地强者保护 灵异 薄金强者 皆遵受一击不死 大地互道 总之 想在大厦杀灵异 简直是天方夜谭 与其如此 还不如掌握他行踪 在域外追杀 而且 最着急的可不是他们 三眼火族 应该坐不住了吧 把信息透露一点 给三眼火族 大厦日子就不好过了 你们不是互犊子吗 那就去吧 强者死得越多 对他们就越有利 前辈 晚辈不明白 为什么您会让他透露自己的天赋 龙武教训完后辈 一刻不停来到青龙学院 正好看到 南宫无敌和王德发在喝茶 顿时明白了 但又十分不解问道 龙武 小义天赋很高 需要非常规方式成长 只有遵从本心 才能在最短时间 踏入王者 说不定还能赶上 什么 龙武不淡定了 赶上 赶上什么 对王者有好处 又在最近发生的 只有百年开启一次的上古战场 不到两年的时间 真的来得及吗 古城内 试炼者们看着悬浮半空的榜单 内心很不适滋味 还没打呢 冠军就定了 那还玩个洞 有些眼红的 直接冲下城墙 很贴心给凶兽送点心 侥幸活下来的 回城时被冰魂一箭斩杀 擦 我就转个身 就不认人了 渣男 最终 不管他们如何不甘 都只能躲在冰魂背后 等待第三天的到来 有时候 受伤也是有好处的 吸诊在曼德拉斯 凯诱人的御腿上 旁边还有人伺候 帝王般的生活 怪不得古人常说 温柔香 英雄种 一点都不假 才享受这点时间 灵异都有种躺平 当昏君的冲动 可惜 只有受伤时间 才有福利待遇 平时一个个防贼一样防着他 都下锅了 还矜持 真的是莫谁了 等毕业了 看我如何收拾你们 当然 变强也不能落下 好不容易重来一次 怎么能迷恋美色哥的目标 可是星辰大海 新生大笔第二天一大早 六女早早起来做饭 不一会儿 营地周围 香味扑鼻 让人食欲大增 闻到饭香 灵异肚子不争气叫起来 都说强者能避鼓 为什么救我不行 遇到吃的 就是忍不住 这香味 是怎么回事 猴子队伍里有烹饪高手 要不挖过来当厨娘 不情愿离开帐篷 灵异就看到一行人 围着一口大锅 哈喇子直流 锅中冒着气泡 上面盖着一层野菜 看不清下面有什么 花丛中 一些小兽冒着脑袋 吸着空中的香味 眼中满是渴望 灵异出现 小青第一时间感应到 丢下龙绝影 快速变大 将灵异卷起来 让他在空中飞舞 重伤出狱 灵兽很开心 想和他玩闹一下 灵异也就随他 谁知道其他灵兽看到 纷纷加入 阿灵 把你尾巴拿开 除我脸上了 小青 再不把我放下 下回就不让你站斗了 白灵 黑沙 你们 灵异恢复 大家都很高兴 现在 不仅安全有保障 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好东西 十多分钟后 开用勺子 从锅中咬一点尝一下 满一点头 大家 可以吃了 不 碰 灵异脑袋插到地下 始作勇者小青 已经和四个伙伴跑到锅边 一脸期待 你们给我等着 将头拔出来 恶狠狠瞪着吴小枝 啾啾 吃溜 阿灵看了一眼主人 歪着头想不明白 然后狠狠吃一口米粥 巴唧巴唧嘴 又吃一口 主人脸好黑 是不是生病了 那就治疗一下 治愈树 绿光落在灵异头顶 绿油油的 伤害不大 侮辱性即将 作为当事人 灵异还没发现 自己被绿了 还是自己的灵兽 天大地大 干饭最大 灵异没有太过深究 把自己碗地给开 然后 蹲到角落 开始消灭野菜 米 和凶兽肉煮的粥 一口下去 满嘴分香 不由地加快速度 吃完一碗 第二碗时 灵异发现不远处 龙绝影吞咽着口水 这位大小姐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干净的碗 成了一大碗 放到她面前 大小姐 吃吧 吃了这毒 我们就此别过 说完 也不管她是否听到 走回队伍之中 盘膝坐下继续干 三大碗下肚 灵异满足地摸着肚子 嘴上叼着水手摘来的野草 好不自在 老大 你怎么给她吃 猴子十分不解 龙绝影差点害死他们 老大不杀她就算了 还给她吃的 龙家一位长辈对我有恩 要不然 你以为她还能活着 放心 一会我们 就离开这座岛 到时候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眼不见心不烦 听完解释 猴子对灵异更加幸福 决定以后 一定要好好听老大的话 王洛雪 萧玲 韩小小 蓝黄交换眼神 不知道在做什么决定 跟着一个帅气 实力强 又有情有义的队长 他们是幸福的 满满一大锅 被十三人消灭 连锅巴都没有剩下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 大多数都进了灵兽的肚子 今天你们谁做的饭 太好吃了 明天继续 灵异直接下决定 这回终于轮不到我了吧 现在有如此优秀的厨师长 我这个半调子 该退役了 少爷 是凯做的 少爷要是喜欢 凯天天做给少爷吃 得到夸赞 凯十分开心 两个小酒窝 十分性感可爱 咔嚓 裂了 灵异直接当场裂开 前天 凯还是一个站在旁边 什么都不知道的门外汉 这才多久 如此水平 五星级大厨 也不过如此吧 厉害了 我的凯 还是说 他是天生的美食家 灵异很期待 凯 你以前做过饭吗 为什么能做出 那么好吃的粥 凯有些迷糊 但还是老实回答 少爷 我看你用各种材料 放锅中 煮好了很好吃 所以我就试了一下 哄 没跑了 天生的美食家 以后神异小队有福了 少爷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凯会改的 看到灵异不说话 凯有点害怕 凯没有什么不对的 我知识莫想到 凯如此厉害 天生美食家 以后 我们神异小队就有福了 等这次大笔结束 我带你去学厨师 未来你一定会是一个 震惊宇宙的美食家 少爷 美食家对凯可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你在 凯 你别理他 他就是想忽悠你 让你天天做饭 他就有时间想坏事 好啊 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看我大威天龙 一把拉过洛西 将他抱入怀中 对着温润的红唇就吻上去 这一次 洛西没有挣扎 玉手抱着他的熊腰 小爷 以后不要冒险了好不好 两次了 你受伤两次了 我害怕 一滴晶莹液体 化过佳人脸颊 咸咸的 其中夹杂着对方的担忧与害怕 放心吧 我这不是没事 我可是很稳的 这次是例外 谁知道会引出遵守 洛西很懂事 发泄完后 将灵异推开 又一个女孩扑到他怀中 六倍快乐 灵异笑呵呵的 一脸满足 完全无视猴子杀人的目光 猴子 老大 我想打死你 虽然打不过就是了 欠 单身狗 灵异走向龙爵影 他一脸不甘 愤怒和恐惧 没有求饶 也没有用背景威胁 就这样平淡地看着 仿佛已经放弃挣扎 看了一眼 灵异解开 他身上灵力枷锁 空间戒指也还给他 不想死 就不要离开这片区域 临走前 灵异不忘提醒 史诗天赋 死了怪可惜的 龙爵影颇为意外 接着就是狂喜 自己不用死了 蝼蚁尚且偷生 能活着谁愿意死 可莫等他高兴 头上就被人浇了几吨冷水 一颗星辰到谷底 看到这片花海了吗 不要离开 更不要破坏 代价不是你能承受的 临走前的警告一番 这样或许自己会 安心一些 灵异一波操作 搞得众人莫名其妙 特别是龙爵影 茫然站在原地 不知道要做什么好 猴子更是忍不住问 老大 为什么要告诉他那么多 这种女人 死了更好 猴子的话深深刺痛了龙爵影 心中满是苦涩 不生在世家 你们根本不知道争斗的残酷 他也知识 想活得好一点 有错吗 在龙爵影的注视下 灵异带队 十二人在花海中穿梭 渐渐远去 他很想哭 但又哭不出来 一眼望去 数不尽的花朵随风摇晃 小蜜蜂嗡嗡飞着 欢快踩着花蜜 老大 这里是什么地方 猴子忍不住问 这里太诡异了 传送进一望无际的花海 一只凶兽都没有看到 这还是秘境吗 不会是来到天堂了吧 不知道 不过却是这片空间 唯一乐土了 嗡嗡 小蜜蜂飞舞的嗡嗡声 仿佛在回应 是的 学校里 老师反复强调 到了野外 不要掉以轻心 更不要轻易破坏一草一木 因为你不知道 它是不是有主人 如此广阔一片花海 只有一些小兽生活在其中 说没有猫腻谁信 而且 灵异已经大概猜测到了 如此广袤无垠的花海 居然没有一丝香味 这正常吗 灵异不敢说出来 害怕激怒暗中的存在 花海接连天际 他们才走多久 就没有了龙绝影的影子 更加确定了灵异的猜测 还好 队员们都很自律 都很老实地跟着 灵异看似胡乱走 但她都是跟着绿色线条走的 每一步都十分小心 过了很久 众人来到箭头的终点 但前面还是花海 灵异一步踏出 迎冷气息传来 忍不住打个寒战 入眼是一片黑暗 回头 哪有什么花海 身后是一片黄沙 一具具巨大凶兽骨骸 半埋在土里 每一具都散发着 微弱的威压 尸骨都快腐朽完了 还残留着威压 生前得有多强 希望不要有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骨骸的缝隙之间 有一排脚印 赫然是他们 刚刚走过来的 哇 嗯 猴子被吓到了 赶紧捂住嘴巴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其他人也都差不多 但都忍住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寂静的黑暗 还在如此恐怖的地方 极大压迫着 每个人的神经 众人情绪稳定下来 灵异才低声说道 大家小心 紧跟着我 不要触碰任何东西 这么多尸体 恐怕会诞生 什么恐怖的东西 他他他他 虽然已经放轻脚步 但在寂静中 再小的声音 都会被无限放大 小翼 不会有鬼吧 上官铃一脸害怕 美眸神经兮兮的 钉向四周 周围突然惊得可怕 大姐 想归想 别说出来啊 不知道会吓死人的吗 灵异回头 瞳孔放大 随后恢复正常 平淡回到 确实有鬼 不仅有鬼 还已经 混到他们队伍之中 啊 上官铃 被吓得紧紧抱住姐姐 不敢动他 美好气瞪了他一眼 可惜他是看不到了 严厉说道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已经一炸的 课本上不是说过鬼族吗 鬼族 不死族分支 灵魂不灭便不死 是一种极为难缠的生灵 老大 别吓唬大家了 怪甚人的 大家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儿 猴子才忍不住说道 我可没吓唬你们 真的有脏东西 就是暂时没有危险而已 提示 野袍子的魂灵 不知什么原因 一个普通野袍子的灵魂幸存 就算死了 也改变不了他的好奇心 喜欢跟着目标 接近和伪装目标 满足好奇心 危险极低 没有危险 这个好 跟着箭头 看到野袍子的魂灵 一道人形黑影 不知何时混入的 到现在 还没有任何人发现 这袍子成精了 形态变化的和人一样 黑灯瞎火的 很难发现 嘴巴一裂 我可没有骗你们 你们数数有几个人 他就想知道 队伍中混进来一个鬼 他们适合反应 我们有十二个人 猴子随口就回答 然后感觉不对 看了一下周围 顿时汗毛倒数 十三个 他们居然有十三个人 龙绝营可没有跟过来 老 老大 这 这 猴子结结巴巴 说话都不利索了 真的有鬼 韩晓晓从后面给猴子一脚 埋怨说道 死猴子 你鬼叫什么 一个大男人 怕什么鬼 还不解气 又踹了一脚 猴子无动于衷 眼睛一直在人群中来回扫尸 根本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被人踢 猴子也不恼 继而说出一个 众人毛骨悚然的话 我们有十二个人 但这里却有十三个 哄 猴子的话 就像十二级风暴 吹得众人人仰马翻 都下意识轻点人数 数了几遍 依旧是十三人 也袍子有样学样 分化出一部分身体 像人的手一样 在不断挥动 这傻袍子 可惜这是魂灵 要不然就能加仓了 少爷 你就别吓唬大家了 轩逸叠一猜测 所谓的鬼 是灵异动恶作剧 无论何时 队伍的信任 都是最重要的 发现不对后 众人害怕 但并没有任何动作 空间再一次安静下来 我就活跃一下气氛 大家不要太紧张 这东西没有危险 就是好奇心重了点 灵异靠近 也袍子感觉到危险 撒鸭子就跑 一下子就没影了 老大 猴子哭丧着脸 生无可恋 老大还是一样的毒 我自愧不如 真的跟不上了 灵异也知道 做得有点过火 赶紧转移话题 我并不是吓唬你们 只是提醒你们 任何时候 都不要放松警惕 猴子 老大 你继续狡辩 我听着 我们传送进来 是一望无际的花海 现在是 又是一望无际的骨骸 你们就没有发现什么 灵异不说破 把问题丢给队伍其余人 经过灵异提醒 众人立即发现了 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一片花海 却没有一丝花位 风支朝一个方向吹 小蜜蜂叫声千帆一律 好像人未安排的 骨骸中 第一感觉就是静 静到可怕 还有冷风在吹 一切 都是那么的不自然 可他们 没发现 问题出在哪 看气氛 预量差不多 灵异也就不藏着 把自己的推测告诉众人 一路走来 我观察了所有骨骸 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骨骸都朝一个方向 而且身上没有 丝毫打斗的痕迹 就像一下子 全部死绝一样 死亡之地 容易诞生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 死了那么 多恐怖凶兽 居然只遇到一个 好奇心极重的 傻袍子魂灵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是很奇怪 无论天然 还是人造的小世界 阳光是第一位 无论白天黑夜 都会有光亮 而这个世界 就像死了一样 看不到一丝生机 希望目的地 有自己想要的答案 有了傻袍子的小插曲 每个人都很谨慎 迈出的每一步 都十分小心 紧紧跟在灵异身后 越往前走 凶兽骨骸越巨大 威压也越强 后来 实力不足的 机人之能 在他庇护下前进 时间就这样 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们距离目的地 也越来越近 依旧没有任何生机 到底是怎么回事 提示 该世界生灵 被为之强者抹杀 灵魂泯灭 自然没有生机 真是如此 这个世界被人毁灭了 那么野袍子是如何幸存的 果然 这东西到哪都一样 好奇心重 生存能力却是一等一的 确定没有危险 灵异速度加快了几分 一天后 神异小队走到谷海的中央 一座延绵不知多少万里的山脉 所有凶兽都面向这座山脉 犹如朝拜君王 提示 吞天兽尸骨 其死亡后化为山岳 镇压世界核心 打破山壁 可进入吞天兽体内 吞天兽是何等实力 死后居然化为一座 如此宏伟的山脉 如此恐怖的存在 居然死了 为什么这些凶兽要朝拜 又是谁杀了他们 还顺带抹杀了这个世界 自己好像卷入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件中 提示最近越来越扣了 连对手是什么都不提 满足一下求知的心会死吗 此行是为了吞天兽的金河 现在找到吞天兽 自然不能放过 老大 这座山难道是某个大佬的墓穴 这些凶兽是用来陪葬的 猴子猜对大半 这的确是墓穴不过没有埋葬 是葬在天地间 金河的位置在哪 提示 金河藏在头骨之中 吞天兽骨骼坚硬 化为土石也不是现在的 你能劈开的 请从吞天兽嘴巴进入 劈开上额组织 从毛细血管直达金河所在 灵异的眼睛中出现一条曲线 从他现在的位置出发 大概五公里的地方 就是吞天兽的嘴巴 一路弯弯绕绕 箭头位置应该就是吞天兽金河 跟我来 说来奇怪 进入山脉范围 凶兽们的威压居然消失了 几分钟后 灵异发现一个巨大山洞 山洞上方垂下一个个中乳石柱 可惜没有光亮 无法欣赏山洞的美 如果灵异没有开挂 就算遇到 也只以为是一座山吧 谁会想到 是凶兽骨骸 其中藏有宝贝 在山洞前进 大概一百多里 提示向左侧前进 这就到位置了 抽出黑龙剑 对着洞壁用力劈砍 定 金铁交鸣 黑龙剑在洞壁上 画出一道道火星 留下浅浅的剑痕 反阵力作用到右手上 虎口一出鲜血 还好强大的恢复能力 让它很快恢复过来 好硬 有痕迹就好 再难我也能给你摸开 都退后 保护好自己 待众人退开 灵异把五只灵兽 全部召唤出来 黑龙剑归翘 手握黑白双剑 指挥其他三只灵兽 攻击指定位置 阿里 曾福 小白和我一起 把这里给我轰开 带头发动攻击 十字斩 轰 洞壁上出现一个凹坑 震动空气泡 轰隆隆 轰隆声不断 巨大的冲击波 让鸡人一退再退 一时间 山洞尘土飞扬 碎石纷飞 灵异发现 除了他们攻击的点 其他地方 洞壁并没有被破坏 那么 让暴风雨更加猛烈些吧 轰隆隆 几公里外 众人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内心充满疑惑 老大最近做事越来越迷了 难道觉醒天赋后他 真的改变了 大家先休闲 少爷可能发现了什么 再说 我们去了帮不上什么忙 可能还会添乱 所以大家注意休息 保持精力 在他需要的时候 能全力以赴 轰隆蝶一 不愧是弦内主 看到队伍势头不对 立即站出来 安慰大家 听到轰隆蝶一的话 猴子也反应过来 这时候队伍安定 才是最重要的 附和道 嫂子说得对 大家先休息 等老大弄完了 会回来找我们的 曼德拉斯 凯狠担心灵异 靠近洞壁 龙牙枪全力扎下 叮 龙牙枪反正 凯后退了十几步 才停下来凯 你发什么疯 轩一叠一语气责备 这时候捣乱 不是给少爷添乱吗 红语逆境 人们发现城墙上的兵魂不见了 往城下一看 哪里还有什么兽朝 微风吹过 小草随风摇曳 还带来一阵阵青草的香味 三天了 兽朝结束了 城墙上 一个个小队冲向远方 消失在山林中 老师说过 进入秘境后 不要相信任何人 谁都有可能是你的对手 我突然有些可怜他们了 才刚刚开始 就注定与第一无缘 谁说不是 不是你们不优秀 是一老太妖孽 投降吧凡人 你们也是够了 就不想知道 灵异的神异小队去哪了 楼上的操什么星 自会有大人物去处理 我们只管吃瓜 吃瓜 一 吃瓜 二 不管到哪个世界 都少不了谁有们的身影 那么 灵异现在 到底在做什么呢 此刻 灵异正四仰八叉躺在地上 手中抓着一块 晶莹剔透的红色晶体 脸上的笑意 怎么也藏不住 提示 血精 吞天兽 精血结晶 能快速提升灵兽 和凶兽等级 嘶嘶 啾啾 喉喉 喉喉 四只灵兽围着灵异 眼睛全部集中在血精上 都很渴望得到血精 都是自家孩子 一个也不能亏待 问题是 血精只有一块 取出一把灵力丹 自己吃了一颗 其他的递给四小只 血精吗 当然是收起来 现在可不是吸收的时候 少爷 小义 老大 远远的 灵异就看到众人赶回来 脚步急促 这才是自家人 还有猴子 或许自己 一开始就错了 但又能如何 我没事 在这呢 灵异招手 表示自己没事 但声音的疲倦 谁都听得出来 臭灵异 我们以为你疯了呢 上官铃一来 就拉他抱在怀里 身上的衣服 被灰尘染成黑色都不知 果然 只有受伤的时候 才有福利 你们真的太绝情了 疯 那是不可能的 不吃了你们 怎么可以疯 就算疯 也要先把你们吃掉才行 想得美 我们可是说好的 毕业前不可以 哼哼 上官铃又开始傲娇起来 手本能地伸到 灵异腰间的软肉上 威胁到 不准乱想 别 灵异立即投降 他现在可不想在这里 大战三百回合 黑就算了 还在猴子面前现场直播 这张老脸 真的放不下 在两人打闹的时候 猴子已经探查完 灵异一天的杰作 就是打通这里 不解问道 老大 这个洞穴通向何方 何方 当然是好地方 可惜你们 没有机会了 这座山脉 是一个伟大存在的尸体 它尸身化为山脉 体内却藏着惊天宝物 诺 就是这个 众人一脸蒙圈 老大手中黑乎乎的玩意是什么 给点提示 这里真的没有危险吗 灵异心中默念 提示 此地对你没有危险 你只要不做死 就不会有事 对我没有危险 不做死就不会有事 意思就是 有危险 知识很难遇 没有危险 我就放心了 灵异取出夜光珠 给漆黑的洞穴 带来一丝亮光 借助光亮 人们看清灵异手中的东西 一块不规则红色晶体 晶体仿佛活了一般 上面似乎还有液体 在流动 好漂亮 小叶 送给我好不好 上官灵异大眼睛 直勾勾盯着血精 一脸渴望 其他人也很期待 不过 灵异开口了 他们就不好意思要了 灵异诱惑询问 喜欢吗 嗯嗯 灵异赶紧点头 不给 啊 臭灵异 最终 在四小之幽怨的注视下 灵异将血精递给上官灵 灵异眼睛眯起月眼 好漂亮 灵异对她真好 拿到血精 灵异儿 像拿到玩具的小孩子 向姐妹们展现她的成就 然后 她就悲剧了 火凤自主 从玉兽空间出来 一口将血精叼走 啊呀 小伙 不能吃 快吐出来 咕噜 在灵异绝望的眼神下 火凤将血精吞下 还一脸无辜 灵异气得直跳脚 但又没有任何办法 就在这时 温度开始急剧上升 以火凤为原星 开始起火 突破了 血精效果这么好的吗 灵异赶紧出声提醒 灵儿 快把小伙收回空间 灵兽在外界 和在玉兽空间是一样的 在灵兽突破的时候 收进玉兽空间 可以给她一个安定的环境 而且 没看到那么多人 汗流加倍了吗 任她烧下去 会出人命的 你们都看到了 血精是一个好东西 一颗就让白银九级的火凤 突破黄金 这个世界和我猜想的一样 所有生灵都灭绝了 现在并没有多少危险 我的建议是分开 自由寻找血精 十五天时 一定要回到这里出去 我担心秘境的规则 无法映射到这位伟大存在体内 到时候 你们真就要做苦命鸳鸯 有男有女 也不是不行 灵异摸着下巴 一脸笑意 要在你在 本小姐可是要回家的 爸爸还在等我呢 洛西儿第一个踏入洞穴 一向不服输的她 怎么甘心让灵儿吵过 轩逸叠一 与虚空暗影受融合 消失在黑暗中 声音在空中回荡 那么 大家十五天后见 小叶 我也去了 半个月后线 干宝卖着大长腿 很快消失在洞穴尽头 六女相继离开 猴子和四个女生待在原地 没有动身的意思 这工具人 不称职啊 打工 才是你们存在的意义 告诉你们 躺平是不对低 只要干不死 就往死里干 懂不懂 一点劳动精神都没有 都放心去吧 刚刚我已经让小白 在你们身上 加持了神圣光环 一般脏东西 对你们没有危险 你们不去 我可去了 一会傻袍子来了 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 傻袍子 想到黑暗中 多出来的那个人 五个人小心走进通道 猴子 哥只能帮你到这 拿不下只能说你不中用 你不要过来啊 龙爵银很后悔 他就不该出城 更不应该走出花海 准确地说 他是被花海赶出来的 灵异等人走后 一个人太无聊 就想摘朵花 随后花海消失 周围陷入黑暗 他所在是什么花海 赫然是一个巨兽骨骸 四周寂静一片 没有丝毫声音 也没有任何光 只能依靠玉兽繁补时 获得的势力加强 勉强看清周围的轮廓 渐渐的 黑暗把他逼疯 他好想有个人陪他说说话 他的愿望 不知道何时 身边多了一道黑影 看到黑影 他立即发动攻击 黑影反应迅速 消失在黑暗中 然后 他总感觉 有一双眼睛 在暗中盯着他 不久 黑影出现 两天时间反反复复 身上的宝物 基本上都用完了 黑影如复古之躯 一直跟着 有时候还靠得很近 很好奇 看他在做什么 最终 他疯了 在黑暗中狂奔 奔跑 黑影很高兴 蹦蹦跳跳的 有时候跟他跑成一排 有时候冲到前面 有时候又掉在身后 总之 就是不离开 龙爵影的遭遇 灵异是不知道的 再说了 和他有什么关系 机会给过他的 自己不珍惜 美貌还行 不过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还一脸傲娇 要不然给猴子 到时候生的小猴子什么的 应该不错 此刻 宇宙之蛇头顶 桌子和小马扎齐拳 灵异�翘腿 磕着瓜子 偶尔来一口快乐水 十分惬意 时间仿佛回到了过去 左边 右拐 灵异一边享受 一边指明方向 小白在血管中穿梭 遇到血精 全被小白收集起来 小白的 不就是自己的吗 何必分得那么清楚 思思 好奇怪 感觉会 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小白隐约感觉会 发生什么 但又无法确定 他如何也想不到 无良主人已经盯上 他辛辛苦苦 收集起来的血精 吞天兽血脉宽阔 小白的速度很快 犹如一辆急行的地下列车 五个小时后 灵异和小白 到了吞天兽大脑 金河所在的位置 吞天兽金河 一块直径近百米的紫色金体 散发着浓郁的能量 吸一口 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金河的周围 密密麻麻都是血精 一眼望去 至少有上万块 如此多的血精 等出去了 自己就能快速提升等级 到时候 就能去域外感受一下 一族风情不错 听起来蛮有诱惑力的 不过 选择先把金河收起来 多收集一下血精才是 小白 先收起来 嘶嘶 小白吐着杏子 居然在和灵异讨价还价 意思是 他要这颗金河 所有的血精他一颗不要 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自然痛快地答应了 吞天兽金河能量庞大 只有拥有吞噬天赋的小白 才可能消化 吸 小白张开嘴巴 用力一吸 血精全部飞到嘴中 被他收集起来 然而 金河还在原地 一动不动 小白不信 又吸了一次 还是不行 金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就像生根了一样 几次尝试 小白直接放弃了 将桌子小马扎收好 跳下来 走到金河旁边 伸手 哄 脑袋一阵嗡鸣 清醒时 场景已经转换 此刻的他没有身体 没有感觉 却能俯视一个广袤无垠的世界 只要他愿意 一个念头哪都可去 突然 天空裂开一条缝 裂缝中传来死亡之国般的声音 吞天 混沌古术不是你能拥有的 交出来 本王可放你吞天界一条生路 神王大人 吞天怨奉上混沌古术 大地上立即有人回应 铿锵有力 声如红钟 很好 天空中的裂缝闭合消失 最后一刻 声音再次传来 三天后 吞天界所有生灵 前来迎接本王 吞天 难道这只巨兽是吞天兽 与它说话的又是何人 让它如此忌惮 好 大陆中央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 这道声音传遍了这个世界 声音就像某个信号 各地纷纷有兽吼声回应 然后 一只只庞大凶兽 成群结队 朝大陆中央赶 第三天 所有凶兽匍匐在地 它们的中间 是一只延绵百万里的巨兽 它们都在等待 等待哪位王的到来 烈日延延 一望无际的凶兽匐匐 根本没有一只凶兽感动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是几个月 也可能是几年 天空再次撕开一条裂缝 道道金光洒满整个世界 一个金色身影走出 背后一对洁白的翅膀 展现着它的高贵与地位 哼 吞天 这就是你迎接本王的方式 地面上 一些凶兽离开原本的位置 阵形有些混乱 大人 小的这就解决 还望大人恕罪 吞天兽张嘴 无数光束吐出 准备斩杀离开位置的凶兽 只见 金色身影伸手一抓 所有光束破碎 凶兽们都松口气 得救了 大人 吞天兽低下高傲头颅 十分谦卑和低微 同时 一个光球从吞天兽口中吐出 光球五彩斑斓 里面居然是一棵散发着彩色光芒的小树 拿到古树 金色身影十分高兴 转身就离开 但谁也没有发现 身影转身的时候 嘴角的冷笑 裂缝减小 只剩下一条缝的时候 久久没有关上天地气氛 突然变得十分压育 突然 天空中传来一声声中声 吞天兽发出愤怒咆哮 他知道自己被骗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当 第一声中声传来 普通生灵全部死亡 灵魂泯灭 当 第二声中声传来 大地破裂 万物枯萎 当 第三声中声传来 凶兽强者纷纷殒命 当 第四声中声传来 天空失去神采 给大地带来生命的太阳破碎 化为飞灰 吞天 不要怪本王 要怪就怪你知道太多 你们不死本王难安 当 吼 第五声中声传来 吞天兽发出一声怒吼 一道旋而又旋的力量 直冲裂缝而去 吞天兽死亡 彩色光球 也被吞天兽 用时空之力带回 吞天 你找死 宇宙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就连吞天兽这种恐怖存在 都要卑躬屈膝 强者随手毁灭世界 我TM来到一个怎样的世界 不是走出蓝星 打打一足就可以了吗 鬼鬼 这是让人一辈子劳累 不给享福的节奏啊 就在此时 吞天兽尸体灵魂离体 吞天兽灵魂体上 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痕 随时会崩碎 吞天兽抬头望天 目光与灵异对视 明显有些不可思议 人类 还是玉兽尸 哎 灵异头上一排乌鸦飞过 人类怎么了 玉兽尸又怎么了 又没有吃你家大米 用得着爱上叹气吗 小家伙 你能来说明我们有缘 这个小东西就交给你了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 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行 吞天兽张口 一个彩色光球向它飞来 不是金色身影所要的小树苗 又是什么 不要 我不要啊 无论灵异如何呐喊 光球速度丝毫不减 很快与它融为一体 这何遇到老爷爷 然后老爷爷对你说 少年 我看你骨骼惊奇 正好继承我的一波 和这有区别吗 完了 吞天兽何等强大 五到终生 整个世界变为一片死地 一点生机都没有 小树苗与自己融合 蓝星岂不是很危险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阿伟 似乎感觉到灵异的担忧与害怕 吞天兽再次开口 小家伙 混沌古树被封印 不到境界封印不会打开 再说那么多年了 或许他已经找到其他宝物代替了 就算没有 暴露时 已经不在这荒芜之地了 修炼之路 斗天斗地斗万物生灵 就你这样的 如何成为强者 呜呜 大佬不带这样的 人家生在和平年代 一天天打卡上班 回来呵呵冰阔落的存在 要我一路秒天秒地秒空气 成为无上存在 陈妾真的做不到阿 哥就想弥补前世遗憾 来个左拥右抱子孙满堂 咋就那么 难这年代 都穿越了 还要步步未营 盼头在何方 好了 本神时间不多了 最后这东西也送你了 如果有机会 去风暴海看看 吞天兽是否留下火种 小家伙 希望你真能走到那一步吧 碰 吞天兽灵魂像玻璃一样 在空中碎裂 化为点点星光 向他飞来 还来 都说了我不要 呜 不带强买强卖的 你还上瘾了是不是 星光全部消失 代表着吞天兽彻底死透了 灵异从上帝视角退出来 周围还是黑暗的山洞内 右手依旧触摸在金河上 唯一不同的是 脑海中多了一本书 星光环绕 显得神圣无比 提示 吞天诀 吞天兽一族 依靠自身天赋创造的无上法觉 可吞尸万物为己用 不过失去修炼资格的 你就别想了 老老实实吃软饭吧 不疲会死 什么吃软饭 哥也很努力的好不好 蓝星人只能依靠灵兽反补 怪我咯 再说了 大盗三千 谁又能保证 玉兽不是三千大盗中的一盗呢 吞天戒被金色身影磨灭 灵魂 怨念 生机 一切都没了 那么 血金和金河 就是大不要啊 灵力一动 吞天兽金河 被收入空间戒指中 主人 给我给我 说好的给我的 一道奶生奶气的声音传来 小白脑袋在灵异身上蹭来蹭去 好了好了 主人说给你就给你 不过不是现在 我们现在要多找一些血精 这样其他伙伴 才能和我们一起成长 谢谢主人 小白超爱你的 这小家伙 不是说不到钻石不开口吗 看来是真的急了 不过 貌似他们也不用隐藏了 自己这几天的操作 现在 他们一定在想办法杀我吧 走了 灵异跳到小白身上 开始血精收集 金河到手 先把脑部的血精收了 然后再沿着大动脉 去心脏锁在位置 收集完这两处 还有时间就沿着全身动脉寻找 然后是静脉 哥可是接受过生物教育的 想跟我抢 门都没有 不是灵异来 他捡的速度太慢了 哪像小白 像颗吸铁石一样 只管吸 血精就会送到他嘴中 小白 加油 收集足够多的血精 我们就可以大杀四方了 嘎嘎 对了 这东西给你 不知道能不能和你的天赋配合起来用 灵异将吞天绝通过契约桥梁 直接传给小白 他可能用不到 但一定会有所启发 快乐的时光 总是过得很快 一个人在黑暗中穿行 灵异很快就昏昏欲睡 不过要给小白指路 只能强打精神 无聊的时候 看看几只灵兽的情况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他们的修为年线都大变样了 年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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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小白 其他零售修为年线 都在以不同的速度 增加阿里速度最快 大概每两秒加一年年线 一天24小时 1440分钟 86400秒 一天增加的修为年线 大概是43400年 做火箭都没这么快的 看样子 小白也得吞噬血精了 要不然 这个最强战力 可能会被赶超 小白 把前方最大的血精吸收了 奖励你的 前方拐角处 脸盆大的血精 格外显眼 正好用来抚平 小白受伤的心灵 小白泪流满面 终于轮到自己了 毫不犹豫 一口将脸盆大的血精吞下 年线 一万 卧槽 这是什么神仙灵药 一口就是一万 这还得了 想到自己一天 就收集了上万血精 直接五虎起飞 什么圣人 什么大帝 通通都是弟弟 主人 虽然很不礼貌 但我不得不告诉你 就算是我至少要五天 才能降血精消化 否则会影响根机 小白的话 就像一把杀猪刀 狠狠插入灵异洞心窝 血流不止 小白 一点都不懂主人的心 就不能让我开心开心 梦做久一些 体验一下飘飘欲仙的感觉 不过小白是真的强 不仅一口增加一万年年限 就连消化时 缓慢增加的年限 都是每五秒十年 也就是每秒两年 是其他人的四倍还多 每天 灵异都要通过提示 确定小队成员的安全 可谓是操碎了心 三天时间 灵异终于把吞天兽头部 主要动脉的血精收集完 这还是五支灵兽 分开搜寻的结果 不知道其他人情况如何 现在 跟我去心脏 一声令下 五支灵兽在临近的大动脉 朝一个方向前进 目标 就是吞天兽的心脏 这三天 整个神异小队大变样 每个人都得到巨大提升 灵异提升两个小境界 到搏经九级 秘境结束前 钻石基本上稳了 进步最快的 莫过于猴子 王若雪 萧玲玲 韩晓晓 蓝黄五人 喂养灵兽一颗血精后 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 到白银级 血精的作用 恐怖如斯 当然 血精也不是无敌的 不能瞬间制造强者 小白吞下血精 修为年限暴涨瞬间一万年 往后以五秒十年的速度增加 随后效果减弱 到第三天 每分钟之增加一年 到最后时 偶尔才出现年限一的气泡 因此 灵异大胆猜测 吞浮血精 修为年限会得到一次暴涨 随后一点点消化吸收 吸收的速度 与灵兽等级和体质有关 而且效果 还会越来越弱 所以 就算有足够血精 也不可能成瞬间无敌 需要一个漫长的消耗过程 当然 要是有预兽师亚苗助长 一次性给灵兽 吞噬大量血精 后果就很难想象力 身体成兽撑不住爆炸 也不是不可能 灵异的灵兽 都是神兽 非常自律 血精没有消化完钱 就算灵异这个主人给 他们也不吃 知识保存起来 希望这群小伙伴 不要乱喂灵兽吧 不是每只灵兽 都像他家的 敢和主人说不 时间又过去一天 灵异成功到心脏的位置 入眼一片血红 血精 好多的血精 不仅块头大 看品质也极好 那么 开始扫荡吧 时间一天天过去 灵异空间戒指堆满血精 足球场大的地方 铺了一层厚厚的血精 不行 还得继续捡 一定要把把空间戒指装满 第九天 灵异空间戒指装得满满当当 一块多余的血精都放不下了 灵异准备不再剥削的 不过又突然想到 能否让五只灵兽血精 自己搬进玉兽空间 玉兽空间很大 除了灵兽自身 其他东西放不进去 灵异立即脑洞大开 血精被灵兽吞到肚子里 到了玉兽空间再吐出来 我可真是一个小机灵鬼 拼到灵异的计划 吴小枝一阵哀嚎 最终 吴小枝还是没有 逃过剥削的命运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翻身浓母把歌唱 第十天 小白的年限达到 薄金的极限 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 明明才吞噬一块血精 为什么不增加了 提示 吞天兽先天不足 突破钻石 遇到巨大瓶颈 需要大量能量修复自身 打破禁锢 提示 生灵就像一个气球 只有自身质量够硬 才能承受足够多的气体和压力 越吹越大 宇宙之蛇 如果吸收大量能量 极大概率会轰爆掉 请做好心理准备 灵异脸上一下子苍白如指 他就知道 没有那么简单 小白的灵兽弹破损严重 他还好奇 为什么小白的资质 还是神话十二星 除了初始等级低一些 其他没有丝毫一样 感情你在这等着我是吧 小白的灵兽弹破损 阿里和小青的灵兽弹 气息微弱 一度被分到西游区 如果 三只灵兽废了 就凭阴阳见龙 他的实力 一下子被消掉九成 这个危机 不可谓不严重 严重到让他跌落神坛 怪不得 怪不得没有人会契约 先天不足和破损的灵兽弹 这就是教训 没有背景 没有长辈 真的很吃亏 提示 你给我滚出来 这都是 你干的好事 灵异突然好无助 只能原地狂怒 三小只一路陪他走来 是他的家人 是这个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现在 你告诉他 三小只先天不足 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什么狗屁的万能提示 有本事你给我想想办法呀 提示 吞天兽金和 同位星空巨兽 又兼有时间和空间天赋 补全宇宙之蛇的同时 能让其实力得到质的飞跃 但 需要大量灵药辅助 药方 千年翠体草 万年血枝 千年猪果 千年牛筋根 千年 提示 请在一年内完成蜕变 否则你只能少一只可爱的灵兽咯 我尼玛 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十二星神兽 卡在钻石 就算小白不修炼 每天自主吸收的灵气 都能把他称爆 灵气 称爆 如果小白一直消耗体内灵气 不就没事了 提示 你可真是一个小机灵鬼 这种方法 的确能让宇宙之蛇度过危险期 还能打破瓶颈 就是有一点后遗症 资质降到神话九星 甚至更低 听到这句话 灵异心中才舒缓了不少 心急跌落 如果 如果真的没办法 也只能使用这个方法了 最起码 他还活着 嘶嘶 灵异内心很沉重 吴小枝都能感觉到 都靠过来 阿里的大尾巴 在灵异面前摇来摇去 好奇怪 主人很喜欢阿里的尾巴 每次阿里变大 主人都会各种使唤 今天是怎么了 灵异心情不好 吴小枝也没精打采 做什么都没有动力 过了很久 灵异看到围着她的吴小枝 脸上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 对不起 刚刚是主人不对 让大家担心了 现在 大家都去寻找血精 越多越好 只有最后几天了 大家加油 丝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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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喉 喉喉 可能是想让灵异开心 吴小枝没有说话 都是发出最原始的声音 资质降低又如何 资源 只要有足够的资源 他们就能成为强者 血精是非常不错的资源 它要在最后五天 获得更多 多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小白 从今天开始 你就不要修炼 也不要吃任何宝物 对不起 是主人没用 对不起 灵异赶紧自己好没用 眼睛渐渐模糊 嘶嘶 山洞中 灵异劈开的地方 队员们开始回归 最先回来的不是灵异 也不是六女 而是五人一组的猴子等人 不到半个月时间 每个人都突破到白银高阶 而且 这种提升还在持续 虽不是暴涨 细水长流 时间长了 就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最降的灵小 已突破黄金 比刚进来时的落心 上官两姐妹 还高一个小境界 他们肩上 灵兽身上挂着无数大包小包 装的都是满满的血精 第十五天 六女相继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个人都十分焦急 眼睛一直盯着洞口 蝶一 你说小义是不是遇到危险了 洛仙担忧地问道 轩云蝶一出生名门 从小被人欺负 掌握了各种人情事故 哪怕他一直以灵异侍女自称 鸡女都默认了 他大姐大的身份 眼看第十五天就要结束了 灵异还没有出现 不着急 少爷会保护好自己的 还有一天的时间 第十六天 山洞依旧没有灵异的身影 六女互相对视一眼 做出了某种决定 十分钟后 上官林儿 上官仙和洛仙 走到林小面前 得给他一封信猴子 我知道你是小义最好的兄弟 现在带着他们出去吧 如果我们最后没有出去 麻烦你把信交给校长 让他转交给我爸爸 说完 洛仙深深给猴子鞠躬行礼 转身走进通道 猴子 我和妹妹的信也拜托你了 不是 你们 猴子想拦住他们 根本拦不住 他们每个人都散发着恐怖气息 薄金 只有这种解释了 六个十八岁薄金 也只有老大 才能带出这样的队伍吧 第十七天 在六女的期待中 洞内出现一道黑影 不是灵异又是谁 都上来 灵异声音沙哑 犹如地狱恶鬼 让人毛骨悚然 六人没有丝毫迟疑 纷纷跳到小白头上 老大 你 你这是怎么了 猴子看到灵异的样子 十分吃惊 这是哪个不仅帅气 还读得不行的老大 说他是乞丐都不畏过 看到猴子 灵异心中五味杂陈 猴子 对不起 刚到这个世界 他本能地排斥这个世界的一切 谁也不敢相信 步步未应 他一度想斩断与灵小的关系 可他们的关系 根深蒂固 死都死了 还影响他 他承认 自己对猴子有偏见 先入为主 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 为了利益 父子刀兵相见 而猴子 两次选择都和他背道而驰 尤其是在老师 把他拉入梦境后 一切都是内心在作祟 没有发生的事情 谁知道未来会如何 老大 你这是怎么了 兄弟间有什么对不起的 以前我做错了你就揍我 老大 你知道我很笨 很多事情都反应不过来 要是我做错了 你就和以前一样 狠狠揍我 猴子认真的样子 灵异有些想笑 又笑不出来 这才是现实吧 拳头硬了 说什么都是对的 伸手拍了拍猴子的肩膀 一切都不言其中 老大 这是我们的血精 都在这里了 五堆血精 很多都用衣服包裹 灵异看了一眼 让他们自己收起来 自己不要 他们就不算违背血事 深吸口气 还是警告众人 不想死的 让灵兽吞掉你们的血精 放到玉兽空间 不要向任何人 透露血精的存在 家人也不行 我们六个有大地级的师父 凯是我的侍女 你们妖室有能力 完全可以向天下人 展示你们的收获 让大家看看 你们是如何半个月 提升一个大境界的 说完 灵异倒头就睡 该说的都说了 你们选择作死 就不管我的事了 听到灵异的话 猴子第一时间 让双头火龙 吞了几包血精 回到玉兽空间又吐出来 真的可行 一时间 所有人垂胸顿足 感觉错过 了几个亿 要知道 他们的空间早就满了 一半时间 都是在找 块头大的血精 现在 你告诉我 玉兽空间可以用 洛西尔和上官灵儿 想冲上去 给灵异来几下 被轩辕蝶 拦住了 蝶 你别拦着 本小姐今天和他没玩 洛西尔撸起袖子 准备和灵异 大战三百回合 上官仙 看到两个火宝 还有继续闹 美眸一冷 训斥到 闹够末 末发现小异情况吗 上官仙发话 两女智能低头 六人中 气场最大的 不是实力 最强的宣逸叠一 而是实力倒数的 冰山大姐姐 冰冷的气质 严肃起来 就连灵异 都要给三分薄面 这两天 灵异行动异常 以往 灵异很准时 总是瑟瑟的 老是想干坏事 还很在意自己形象 绝对不会蓬头购面 说什么命可以不要 但不帅不行 知道小白的情况后 他就没日没夜 疯狂地搜刮血精 恨自己 为什么浪费了十天时间 要是他们不休息 他不一天就坐在小白头上 收集的血精 还会多很多 十五天时间 他不仅把足球场大小 几万立方的空间 戒指装满 四个预售空间 也都堆了几座小山 同时 实力也是突飞猛进 现在已经是钻石三级修位 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 小白卡在薄金九级 一年后 可能有生命危险 阿里和小青随时都可能和小白一样 他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 睡梦中 灵异拳头紧握 想的都是三只灵兽的情况 宇宙之蛇 资质 神话 等级 薄金九级 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 技能 石骨之牙 灵蛇刺 震动空气炮 空间转移 空间球龙 空间湮灭 九尾灵狐 资质 神话 等级 钻石三级 三二五 三二一六年 天赋 自然清和 技能 治愈术 恢复术 力量增幅 驱散 圣玉光辉 神圣光环 命运之恋 泰坦蛇王 资质 神话 等级 薄金八级 八十一万两千四百五十三年 天赋 钢筋铁骨 技能 吐刺 剧毒沼泽 王之守护 大地球龙 大地硬 泰坦之怒 阴阳剑龙 武器 资质 神话 等级 薄金六级 六十八万七千五百四十六 天赋 一软双生 坚不可摧 技能 剑光爆炸 剑星 阴阳剑绝 天地一闪 两一剑 剑龙五 流星坠 五只灵兽 在血精的作用下 属性得到质的飞跃 灵异灵异 一点高兴不起来 如果自己没有参加新生大比 没有进入吞天兽墓穴 不知道三只灵兽隐藏的危机 红与秘境 灵异离离开的二十一天里 各种天才展露头角 大展拳脚 所在学校 也是水涨船高 灵异 被所有人都选择性遗忘 二十一天时间 每个试炼者身上 都有不少积分杀凶兽 寻找灵草宝物 哪有打人爽 危险系数低 收益还很高 为此 各个学校家族组织队伍 对散人和小势力 进行围剿 在他们打得热火朝天时 一座不高的山峰上 出现了十三道人影 不就是已经消失了 二十一天的灵异等人吗 离开前 帅哥美女 光鲜亮丽 后来后 一个个灰头土脸 其中两个更是拉里拉遢 卧槽 那不是龙绝影吗 好像精神失常了 你们猜猜他 遭遇了什么 以本尊多年阅历 此女已为人父 瞎扯淡 人家有美女陪着 还需要干这事 不是把龙家 往死里得罪吗 说说又不会死 你完了 一神不会放过你们的 屁 他要真把龙绝影那个了 龙家第一个不放过他 你们就没有发现 灵异比龙绝影还惨吗 他们是不是同时 掉到某个危险的地方了 以本道看 此事有待考究 神医小队的出现 牵引着各方势力的心弦 最紧张的 属青龙学院和龙家 每个人都盯着转播投影 害怕错过一个细节 灵异呀灵异 就算你杀了他也好 现在就算南宫前辈 也很难收场 王德发揉着太阳穴 自从灵异入学 各种幺蛾子不断 他这颗心就没有放下过 龙家 高层们眼冒凶光 恨不得杀了灵异 这是对龙家的侮辱 辱家族者 必死 龙家天之娇女 被人哪杀 这个大瓜 人们自然不会错过 都期待大笔结束 龙家会如何处置这个天才 忍气吞声 还是冒险抹杀 两个小时后 灵异睁开眼睛 看到一张张担忧的俏脸 内心一阵愧疚 伸手抱住他们 久久不分开 都是可爱的人 傻傻的 让人心疼 许久后 灵异才看向龙觉影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龙觉影双手挡住脸 口中一直重负不要 落难凤凰不如鸡 不管你过去如何风华绝代 现在就一个疯女人 真惨 提示 龙觉影在吞天兽墓穴 遭遇野袍子魂灵 一直被其跟随 九尾灵狐技能 圣玉光辉可治疗 提示 龙家 因为你死克龙觉影 三位圣人已经到秘境外 请自求多福 你直接说 要我救他得了 绕来绕去的 不累吗 阿里 圣玉光辉 先把这个疯女人治好 要不然 别人还以为 我们把他傻了 少爷 什么傻了 曼德拉斯 凯歪着头 不解问道 就是那傻了 轩辕蝶一拉住凯 在他耳边说了什么 他的脸立马红彤彤的 不敢抬头看中人 少爷 他到底怎么了 蝶一的话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无论秘境内 还是秘境外 都等着灵异的解释 他呀 遇到那只傻袍子了 被他登到秘境结束 啊 既然看着龙爵影 又是震惊 又是同情 他们可永远忘不了 第十三人 灵异还奇怪 傻袍子好奇心极重 又一个在黑暗的世界 待那么久 为什么不跟上来 原来是遇到倒霉蛋了 一个人在绝对黑暗的空间 被一道黑影 追了十九天 想想就毛骨悚然 一个个脸上充满恐惧 班长 不会是真的吧 王若雪不确定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 好歹是大家族的天才 知识受到一些惊吓 休息一会就没事了 我还有事情去办 你们要么在这里等大笔结束 要离开的话带上他 免得被狼叼走了 等一切都结束了 看我不收拾你们 走了 一条白龙出现 灵异跳到他背上 双翼山洞间 急行几千米 小白突破需要上千种灵药 红雨秘境有好几种 最珍贵的是 秘境中央落雷坡的雷灵果 大夏都没有收藏的存在 提示 万年雷灵果 生长于常年雷击之地 淬炼肉身宝药 守护寿博金九级雷电鹰 博金九级 要是不知好歹 哥不介意砍了你 空间裂缝出现后 天空就不再是人类的主场 红雨秘境也不例外 可惜 他们今天遇到了灵异 注定是他们的噩梦 叽叽叽 白灵快速飞行 强大的气场 所过之处 万寿规避 老大 这是谁 这么嚣张 我们要不要把他打下来 丛林里的一个队伍 一个少年看到灵异飞来 一脸不爽 啪 谁知道话刚说完 就被老大一巴掌拍来 我说你是不是虎 那是龙 新生里有龙的 谁不是有身后背景 你厉害你上 呜呜呜 老大 我错了 类似的话 灵异一路上听了不少 也就笑笑 至于真动手的 连白灵屁股后面的灰都吃不住 快速飞行两个小时 前方乌云密布 雷声轰隆乍响 一道道雷电 劈在一个山坡上 奇怪的是 山坡上植被冒盛 丝毫不受影响 大自然鬼斧神功 有什么都不奇怪 力 一声音力 雷电鹰展翅高飞 挡在灵异和白灵前面 阴阳剑龙薄金六级 玄之有白龙在 神话资质摆在哪 雷电鹰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知识不断警告 让他们离开 白灵你不怕 你们加上我呢 灵异全身气息狂勇 钻石三级的压力 让雷电鹰不断后退 雷电鹰修行不易 我今天来之事取雷灵果 让开 否则我不介意杀了你 力 雷电鹰很不甘 他守了这么多年 只为突破钻石 雷灵果即将成熟 突然出现一个成咬精 你让他如何不怒 但救他 根本不是灵异的对手 得不到 你也别想好过 雷电鹰看了一眼雷灵果所在 眼中满是不舍利 鹰立震天 雷电鹰在空中盘旋 久久不肯离去 还不死心 好言难却要死的鬼 既然想死 一会就成全你 雷电鹰不肯离去 也不攻击 在空中短时间又跟不上 只能认他了 有本事你就跟来 看歌 把鸟毛都给你扒光 遇到比自己狗的凶兽 也是莫谁了 你凶兽的脾气呢 你自己慢慢飞吧 白灵落地 灵异将他收到玉兽空间 一个人走进落雷坡 轰隆隆 电闪雷鸣 粗细不依电盲落下 紫紫 电虎闪烁 人真的能走进去吗 挨雷劈 头上还有一只薄金凶兽 虎视眈眈 想取到雷灵果 真的很不容易 人们在担心时 灵异已然做好选择 走进落雷坡 轰隆隆 水桶粗的电盲落下 灵异全身一片焦黑 头发根根竖起 口吐清烟 轰隆隆 又是一道落雷 灵异身体摇摇欲坠 随时都可能倒下 立 立 雷电鹰看到 眼睛里满是嘲讽 展翅翱翔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灵异扑去 一定要撕碎这个 胆敢挑衅他人类 让他知道 谁才是这里的王者 速度越来越快 灵异还是摇摇摆摆 就是不倒下 雷电鹰眼中满是冷漠 锋利的鹰爪 在雷芒照耀下 散着冷光 一爪子下去 钢铁都会撕碎 何况是人 何况 鹰爪上都被灵异覆盖 赫然已经使用技能 灵异完了 人们仿佛看到 灵异身体 被抓爆撕裂的样子 一代天才就此陨落 原以为是个天才 莫想到是一个SB 看到宝物就走不动到了 这种人 早死早好 免得浪费资源 拖累打下 粉转黑了 唉 这孩子 太心急了 你们怎么就知道 一神没留后手 一个个满嘴喷粪 脑残粉 不解释 说时迟内势快 雷电音即将抓向灵异脑袋时 他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 灵异嘴角上扬 快速后仰 双剑出鞘 同时展出 剑气在空中交汇 攻向雷电音柔软的腹部 十字拔剑术 扑刺 力 力气入肉声响起 一声哀鸣 成为他最后的宣言 身体被十字剑光一分位似 鲜血飞剑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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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性作用下 雷电音身体在地面上撞出四个大坑 灵异 还是老样子 全身乌七八黑 头发倒数 唯一不同的是 站的笔直 任由落雷如何攻击 肩如磐石 毅力不倒 卧槽 老六 这个老六 我也是服了 这都被他遛到了 学到了学到了 下次去野外 我也是试 愿你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雷电音不愿离去 又不准备攻击 是想等进落雷坡 疲于应对落雷时 背后偷袭 既然要偷袭 灵异当然要满足他的要求 才有刚才的一幕 将雷电音尸体 交给阴阳剑龙处理 饶有深意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土坡 继续朝中央前进 灵异步伐缓慢 速度却是极快 雷电音死后 落雷一道都没有击中灵异 仿佛躲着他一般 土坡上藏着一道身影 赫然是当初在黑风峡谷 与南宫无敌讨价还价的兰波 老师 我们还要进去吗 兰波急切 不甘 他已经来很久了 想等雷灵果成熟 雷电音与他凶兽争斗时 他好浑水摸鱼 没成想 灵异半路杀出 一剑薄金八级的雷电音就没了 他去了 虽不会被一剑劈了 皮肉之苦少不了 何况落雷破落雷不断 真被劈死了 哭都没地方哭去 小波 那少年虽是钻石 群兽围攻之下 你不是没有机会 兰波背后的木剑 发出一道仓劲有力的声音 这道声音直接出现在兰波脑海中 根本没有人发现 好 兰波原本犹豫的眼神变得坚定 老师就是他的后盾 有老师在 他还怕什么 兰波最近一段时间 可是出境风头 吸引了一大堆关注 每次遇到危险 都会实力大增 转危未安 大家都很期待 两人相遇 兰波能否继续暴重 把灵力打趴下 不过 他们注定要失望了 在提示的帮助下 周围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越往前走 落雷就越密集 就算灵异步伐再飘逸 依旧被无数落雷击中 最后 灵异干脆就不躲了 直直朝雷灵国锁在前进 两个小时后 一块焦黑的巨石 映入眼帘 巨石中央 扎根了一株半人高的小树 雷灵树 一直靠吞噬吸收雷电成长的 特殊灵树 雷灵树周围 有一个落雷的空档区 方圆百米 落雷都被雷灵树牵引 吸收 雷灵树的顶端 一颗拳头大的红色果实 格外显眼 等最后绿色的小部分变红 雷灵果就成熟了 提示 九分熟雷灵果 距离成熟 还有三天时间 请耐心等待 三天 它还是等得起的 红与秘境灵异 需要的灵药不守 它需要的灵药 足足有八种 除了万年雷灵果 千年牛津根 千年猪果 千年青心莲 鬼面猪毒囊 千年冰格 百年龙须草 千年火灵芝都被人采集了 或者说它们 是从外面带进来的 有提示在 一年它还真有可能 筹起灵药 让小白蜕变 弥补先天 先等三天 把最珍贵雷灵果拿到手 再去和采有灵药的 七个同学 好好交流感情 让它们 感觉到爱的伟大 心甘情愿交出灵药 先说好 这不是抢 是它们自愿的 我只是手里而已 还有三天 它要好好休息一下 看着光秃秃的地面 灵异不禁吐槽 别的地方都是草地 就雷灵果周围 啥都没有 果然是与众不同 阿里 大尾巴借我一下 没有草地 就大尾巴来凑 这次 阿里一常听话 毛茸茸的大尾巴伸过来 被灵异当作靠枕 太欺负人了 别人在杀凶兽 他在睡觉 别人在抢积分 他还在睡觉 别人在争抢宝物 他依旧在睡觉 我们是来看你大杀四方的 不是看你睡觉的 起来嗨啊 不管他人如何呐喊 灵异听不到 就算听到了 他也不会理睬 不过 他真的在睡觉吗 灵异精神海中 一个和灵异一模一样的 透明小人 正在摆弄各种材料名单 没错 灵异并没有闲着 他在根据提示 在脑海中分类灵药的来源 小白蜕变的灵药 高达1442种 其中有药材 珍贵凶兽血液 毒囊 真菌 射击之广 每一样都十分珍贵 千金难求 如果是其他人 让小白降低心急 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 灵异想拼一把 十二星的小白 可以压着他和其他四只灵兽 如果真的降到九星 甚至更低 到时候受到打击 就算是神话 路也可能走不太远 半年后 如果无法找其药方上的灵物 就让小白走第二条路 最起码 他还活着 灵异最先罗列官方的收藏 剩下是世家大族 他们可能不买自己的账 不过让大帝六级的师傅出面 再花费一些代价 总能换到吧 至于兑换的宝物 灵异已经想好了 就用血精兑换 如果队伍其他人眼红 拿血精出售 就不是他能管的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这点都看不清 未来也就多一个炮灰 早死早超生 一天时间 灵异通过各种测试得到提示 得到各家的底线与可能性 列出了多张清单 其中官方的清单是最多的 高达1045种 种类超过三分之二 然后就是四大家族 龙家78种 王家67种 夏家55种 轩元家34种 再往后 就是学院和其他世家 每家有几种 有的甚至只有一种 都是他们家族掌握秘境的特产 是其他世里没有的 分到最后 灵异一张脸黑如锅底 还差九中万年材料 雷灵果就是其中之一 无论如何 雷灵果必须姓灵 谁敢伸爪子 就给它剁了 第二天 灵异睁开眼睛 直勾勾盯着 还莫成熟的雷灵果 眼中满是坚定 随着时间推移 天空的乌云越来越浓郁 一道道落雷 疯狂轰在雷灵树上 最后传导作用在雷灵果 每多一道落雷 雷灵果就成熟一分 中午十分 雷云不知受到何种牵引 开始向落雷坡中央集聚 天空漆黑如墨 黑云重叠碰撞 轰隆声不断 裂开纵横交错的明亮缝隙 雷电交加 整片空间都被雷电覆盖 灵异不得不退出中心范围 灵异都要退让的攻击 雷灵树居然迎头而上 就算枝条断裂 一片焦黑 依旧在坚持牵引和吸收雷电 把狂暴的雷电之力吸收 把温和的雷电之力 作用到雷灵果上 天才地宝 想要成熟 都要经得住大自然的洗礼 轰隆隆 轰隆隆 万年灵药 老天爷似乎都不想他出事 攻击一次比一次恐怖 雷灵果绿色斑点越来越少 小白 看到了吗 只有精力洗礼 才能接出果实 所以 一定要加油 主人也会陪你加油的 拍了拍小白的脑袋 指着雷网中的雷灵树安慰 嘶嘶 小白盯着雷灵树 原本枝繁叶茂的雷灵树 此刻全身光秃秃的 细小的枝牙 全部被击毁 但 剩余的枝干并不服输 一直向上天挑衅 这就是生灵吗 嘶嘶 小白突然想明白了 又好像没有想明白 轻溺在灵异脸上蹭着 表示他没事 现在很开心 突然 一道诱人的熏香飘来 吸一口 整个人都精神起来 这就是万年灵药 药效居然如此恐怖 光是散发的气息都如此 其效果可想而知 小白 小青 白灵和黑煞 给我守住四方 一只苍蝇 都别给我放过去 提示 柏金六级黑炎蛇 感知到即将成熟的雷灵果 四十分钟后赶到 请做好准备 提示 柏金九级火猎机 感应到即将成熟的雷灵果 三十五分钟后赶到 请做好准备 提示 柏金四级大地蛮牛王 感知到即将成熟的雷灵果 五十分钟后 带领蛮牛群赶到 请做好准备 提示 香味飘出去不到十分钟 灵异就看到提示刷屏 刷屏速度 让他看得眼花缭乱 只能抓柏金以上的信息 有的大开杀戒了 正好用你们来检验一下 这半个月的成就 咕咕咕 三十五分钟后 灵异看着眼前的庞然大雾 哈喇子留一地 好大的鸡 这腿 绝对能吃到爽 千米之外 一只火红色羽毛 机关呈血红色的鸡出现 咕咕咕往这边跑 就像小时候喂鸡一样 都躲好 这只鸡交给我和小白 今天晚上 我们加餐 黑龙剑出鞘 眼睛直勾勾盯着火猎鸡 几秒钟时间 他已经想好 如何料理这只鸡了 全身凉嗖嗖的 火猎鸡看了周身一眼 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继续朝前狂奔 前方 有人在等他 连吃法都想好了 火猎鸡 我不是人 你是真的狗 还没上场 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一会儿 火猎鸡就冲到雷网外 眼睛盯着红宝石般的雷灵果 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吃了它 自己就能晋级 拔剑术 黑龙剑划过 一颗鸡头飞向天空 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 火猎鸡就这样被淹死了 老六无处不在 永远不要把背对敌人 小白 合作愉快 继续灵翼伸手 跟小白的头碰一下 嗯 灵翼摸着下巴 想到一件事 他的空间介质满了 空间玉佩也不在 这么大的鸡 他要如何带走 苦思冥想 突然 灵翼看到一个熟悉山丘 山丘上还有两个提示 提示 蓝波 白银四级玉兽师 玉兽 白银四级剑行草 超稀有 青铜六级泰坦黑甲虫 超稀有 继续进化中 提示 黄云虎 大帝四级玉兽师 玉兽 五 全部死亡 只剩下灵魂 寄宿在一把万年水尘木雕刻的木剑上 目前最高可发挥黄者六级的实力 小可爱 又看到你了 原本不想那么早对付你的 不过居然不走 那么 小波 快跑 黄云虎提醒蓝波 让他赶紧跑 灵翼这种表情他陷多了 老爷也了不起 哥也有 比你的厉害 还是巅峰时期大帝 不像你就一个残魂 黄者八级 他不想招惹 除了大帝分身 他没有丝毫胜算 可他能怎么办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莫看到我家四小只哈喇子 都留一地了 而且 他身上还有自己需要的灵药 先干他一炮 小白 小白心领神会 再次从原地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蓝波背后 这场挂臂之间的对决 谁会胜出 所有人都很期待 你好 我叫灵翼 青龙学院乾隆班班长 可以正式认识一下吗 蓝波背下一跳 一眨眼 灵翼就从几千米之外 到他身后 这是何等速度 你好 我叫蓝波 朱雀学院普通班学生 不知道灵翼班长 找我有事吗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蓝波伸手 与灵翼握手 没想到如此天才 居然在普通班 要不你来我们青龙学院 前龙班不敢保证 但绝对精英班保底 啥 大哥 你是认真的吗 现在我们是对手啊 拜托尊重一下规则行不行 还别说 蓝波真有点心动了 这次他虽然表现惊艳 但还不到前龙班的程度 老师多次出手 才有现在的排名 和青龙学院前龙班班长交好 说不定真的能进前龙班 到时候 就能给老师 寻找更多的灵药 抱歉 我目前没有离开朱雀学院的想法 不过 就算不是一个学院 我们也可以做朋友不是吗 做朋友 这个我喜欢 我最喜欢和有钱人做朋友了 伯兄 我这样 叫你摸问题吧 没问题的 灵兄 蓝波感觉哪里不对 但又说不出来 来来 伯兄 我跟你说 我们青龙学院可好了 尤其是我们可爱的校长 愣是要把灵兽弹送给我 我不要 他还不高兴了 扑 蓝波咬牙切齿 灵翼的话 就像一把刀插进心脏 浑身都难受 有天赋 就能为所欲为吗 学校白送灵兽弹 自己为了两只灵兽 可是费尽心思 不生气不生气 老师说 遇事要冷静 几秒钟后 蓝波平静说道 还有这事 这小子 心态不错 看样子 黄云虎是一个 善于育人的老师 就是不知道 接下来你能不能忍住 哪个 不凶 灵翼欲言又止 一脸为难 这种眼神 有求于他 因此大气说到 凌兄有什么话直说 蓝波有什么能帮忙的 一定帮 太好了 就等你这话很久了 不兄 作为朋友 你一定要帮帮我 兄弟我现在 急缺一个空间带宝物 千年诸果 和鬼面诸毒囊 作为朋友 你一定会帮我的 对吧 帮你大爷 你怎么不帮帮我呀 怎么 不愿意 一定是我们友谊不够 我们就好好交流 增加一下友谊 灵翼拔出大宝剑 黑龙剑 一步步逼近 草 说话就说话 你把剑做什么 雅灭蝶 碰 黑龙剑山在蓝波身上 他感觉自己被火车撞网 飞了几十米 才停下 全身筋骨断裂 疼痛难忍 哎呦 这么热情的吗 我来了 一个跳跃 灵翼高高跳起 给他来个平沙落雁 随后 就是一次小拳拳爱的套餐 碰碰碰 灵翼动作迅速 前后不到一分钟 一个玉树林峰的天之骄子 灰头土脸 顶着一副大猪头 吉祥干食吗 你想干什么 你说什么 同意了 我就说以我们的感情 肯定会同意的 你这兄弟 我认了 以后被欺负了 就报个名号 搁照你 灵翼说话 手上速度可不慢 快速扒下蓝波挂腰间的储物袋 周围空间瞬间冷下来 灵翼知道 老爷爷出手了 一个转移 灵翼出现在几百米外 蓝波气息暴涨 修为瞬间达到钻石四级 比自己高一个等级 手持木剑 给人极大压迫感 瞬间变成战斗大师 步伐敏捷快速 剑招简单直接 看似普普通通的剑刺 无论他如何躲 都会被刺中 高一个境界 还是大地强者 打一场绝对收获多多 不过 现在可不是时候 黑岩蛇马上就来了 接着就是密密麻麻的凶兽 所以 灵翼从怀中摸出一块牌子 牌子古香古色 看不出是什么材质 华 避无可避的一剑 就因为一块牌子 木剑在距离牌子 几毫米处停下 不中 你这就没意思了 再用前辈的力量的话 我也要人 灵翼抛着手中的牌子 一脸笑意 这年代 谁还没有一点背景 您 灵 黄云虎很憋屈 居然被一个小辈给威胁了 他还不能反驳 成猪头的弟子 现在连话都说不清 令牌上散发着大地的气息 别说之剩下残魂 全剩时期 他都不会轻易和大地交手 说又说不了 打也打不过 这人是波儿的克星骂波儿 为师尽力了 最终 黄云虎只能憋屈挥手 让灵翼离开 一刻也不想看到他 灵翼也没有做绝 兰波这种人 往往会成为一代强者 得罪死对 他有没有好处 压制兰波的精神力 将一个空间带的东西 全部倒入另一个 取出千年猪果 鬼面猪毒囊 再装入一颗一指高的小草 空间带丢给兰波 身影再次消失 重新掌握身体 兰波迫不及待询问老师 他手中的牌子是什么 灵翼牌子 老师如此忌惮 难道是什么恐怖宝物 要不要乘机抢回来 随后 黄云虎的话 让他打消了所有念头 不是什么牌子 是一个大地强者凝聚的印记 准确说是一道分身 印记激活 大地分身降临 莫想到他背后 居然站着一位大地 小波 让你受委去了 黄云虎声音有些低沉 一朝落难 真的物是人非 师父 不就是大地吗 等我成帝 第一个把这个装逼犯奏一读 让他知道 因我的下场 听到兰波的话 黄云虎十分欣慰 自己如果不是这副鬼样子 他就不会受这种气了 还是自己不够强 拖累了他 灵翼让小白转移离开 不是害怕 而是时间到了 又一个大家伙千里送人头 不收他还是人吗 而且 那家伙居然想动我的鸡 绝对不可原谅 白白了您嘞 空间突然波动 然后听到一个人类的声音 黑烟蛇发现 自己的头居然在飞 蛇身在原地翻滚 头都磨了 还不消停 真当自己说蚯蚓 一劫就能活啊 又过去十分钟 卡车大的大地蛮牛 出现在地平线上 身后跟着成千上万的蛮牛群 懵懵懵 万兽奔腾 大地震战 牛牛好大 一锅顿不下 灵翼眼前 已经有无数牛肉卷在飞 想利用群体优势 不好意思 哥不在此恋 刷 灵翼一人一箭冲进蛮牛群 眼中都是涂抹石势 只见 灵翼像一个幽灵一样 完美躲过一头头蛮牛的冲击 扑刺 碰 扑刺 碰 牛群密集 灵翼只击杀前面的 尸体挡住后面的蛮牛 立马大减 一快一慢 阵型一下子被打乱 蛮牛皮操肉厚 一身蛮力 群体冲锋 就算高一个大境界的凶兽 都要避其锋芒 没想到 会栽在一个人类手上 他们根本撞不到灵翼 力气大 你得撞得到才行 他们连灵翼一脚都碰不到 怎么撞 猫猫 大地蛮牛王大吼两声 蛮牛群快速转换队形 再次冲锋 不过 灵翼已经玩够了 蛮牛群中间的灵翼 又展示了一项绝火 拔剑术 拔剑 黑龙剑快速旋转360度 一道圆形剑光 以灵翼卫中心 向四周扩散扑 扑 一剑 清空一大片蛮牛 一头头蛮牛 被从中间分位上下两部分 内脏 鲜血 瞬间染红大地 另一边 小白也加入战场 他全身暴涨 山月般的上身高高抬起 咔嚓 咔嚓 空间破裂 蛮牛掉进空间裂缝中 瞬间被泯灭 不到一分钟 上万蛮牛只 剩下嘻嘻疏疏几头 太凶残了 人类怎么可能如此凶残 但他们 都没有后悔的余地 被灵翼盯上的食物 还没有 他得不到的 得知灵翼背后有大地 还随身携带一道分身 兰博就打消了 继续抢夺雷灵果的想法 离开很远的距离 兰博打开空间带 开始清点空间带中的宝物 除了千年猪果 鬼面猪毒囊 其他的都还在 不对 好像多了一棵小草 小草有一道道黑色纹路 看起来十分诡异 只能求助黄云虎 老师 空间带里多了一棵灵草 你帮我看一下 是干什么的 安魂草 黄云虎声音很大 还一颗不停激动颤抖 它现在只有魂体 不能从外界吸收能量 补充魂力 只能缓慢恢复 有了安魂草 它就能炼制安魂丹 虽还是残魂 实力绝对会大幅度提升 知道是珍贵的安魂草 又只有灵异动过它的空间带 东西是谁放进来的 不用想都知道 小波 此人可结交 但不可深交 什么意思 能结交又不能深交 还好老师很快就给他解答 灵异这种天才 修炼速度极快 只可结个善缘 一旦深交 他惹的麻烦都会找上你 配角为什么死得快 他不死 主角怎么装X 怎么大意凛然 站在道德制高点 最后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 做天才的朋友和敌人都死得快 如果非亲非故 知识点头朋友呢 老师 我会注意的 洛雷坡上 到处都是凶兽尸体 还在一刻不停地增加着 来啊 孙子们 灵异和五只灵兽 把凶兽挡住洛雷坡外围 他们都不知道 自己杀了多少凶兽 灵异只知道 他的积分又大涨了 奋力追赶 你才几天 积分又提升一大截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吼吼 随着越来越多的凶兽到达 做出了一个 让灵异都想不到的情况 他们结盟了 远远地盯着缩小了几十倍的洛雷坡 准备第一时间冲进洛雷区 抢走雷铃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雷铃果散发的香味 越来越浓郁 吼吼 有些凶兽蠢蠢欲动 被薄金凶兽制止 不停地直接一巴掌呼死 第三天 雷铃果除了主树干 其他支条全都没了 只有主支在苦苦支撑 快了 万兽更加紧张 这几个杀神 要是他们动手 就麻烦了灵异更紧张 他害怕自己稍有松懈 雷铃果一主 他哭都没地方哭去 突然 天空乌云散去 露出碧蓝的天空 雷铃没了 雷铃果成熟 灵异立即沟通小白 转移到雷铃果边上 给我起 雷铃术和雷铃果都消失 吼吼 凶兽疯了 朝着几只灵兽冲来 雷铃果到手 谁还和你们打 吃饱了撑的 小白发动空间转移 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到百里之外 吼吼 灵异逃走 群兽暴怒 如此宝物居然落到一个人类手中 那么 几尊凶兽对视交流 最后可能做了什么决定 所谋不小 但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吼 毕竟深处 一道恐怖的咆哮 震战云霄 空中回荡 吼吼吼 各地凶兽纷纷响应 嘶吼着不断 纷纷走出栖息地 发生了什么 一神为什么逃走了 想看他大杀四方 可能是有目的吧 就像找雷铃果一样 被凶兽包围 不逃难道等死 现在好了 整个秘境凶兽都回应了 会不会产生兽潮 一定会 这些年 没有人去过秘境中央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今天这句怒吼告诉大家 红羽秘境凶兽 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提示 王者二级恶骄 红羽秘境凶兽无冕之王 能指挥整个秘境的凶兽 请将其击杀 解除兽潮 当然 你不怕观众用唾沫淹死 可以无动于衷 王者二级 又不是打不过 想搞事情 就拿你开刀 一同试炼的同学们 不要谢我 我只是 把凶兽送过来 击杀的 都是你们自己的功劳 自己惹的祸 再苦再累 也要补上 值得让白灵掉头 朝秘境中央飞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 秘境中的凶兽 一直一盘散沙 新生之药不进 高阶凶兽区域 基本不会有危险 又有诸多宝物 是极好的历练之地 但现在 秘境中央王兽开始指挥 强大凶兽 离开藏身之地 外围凶兽等级低 新生也不高啊 虽不是致命危险 想安然度过 也不是一事 同学们 自求多福吧 打不过 记得及时捏碎传送令牌 硬撑的 只能助你们好运 早知道就不跑了 把几十只 薄金凶兽斩杀 让你们敢告状 从目前的情况看 恶骄应该陷入沉睡 或者其他状态 雷灵果成熟时 才没有出现 一定是薄金凶兽 惊动了恶骄 得不到你们 也用不着这样吧 留你们一条小命 居然不珍惜 当然 我不会告诉你 我是急着白嫖灵药 才离开的 白灵速度极快 超越了阴速 在空中画过一道 长长的白线 几分钟后 距离落雷坡百里外 一只体型庞大 身上布满灰褐色灵甲 头顶龙角的大鳄鱼出现 这年代 鳄鱼都能画胶 不会是爱搞笑的吧 提示 鲤鱼月龙门都有 鳄鱼画胶怎么了 提示 鳄胶体内血脉稀薄 未知力量使其强制进化 导致进化未完全 但并不影响其次神级的资质 次神级 一个他没有听过的资质等级 神话还有次的 提示 次神级是对资质未达到神话 本身效果又无限接近 神话资质的统称 蛋宝 蓝波 都属于次神级资质范畴 原来如此 蛋宝资质可以不断提升 两个多月提升到稀有级 还契约了神话级资质的 吞天狗 传说中的玄武 玉兽师跨资质契约灵兽 有几种方法 一是契约破损或先天不足的灵兽 二是契约灵兽拥有强大血脉 后期觉醒进化 三是打负一只灵兽 何其契约 灵兽有自己的意识 如果有人故意破坏 灵兽就算死也不会何其契约 而且有缺陷的灵兽隐藏的有隐患 拥有强大血脉灵兽蛋 资质往往很高 血脉太过稀薄的 可能一辈子也无法觉醒 至于打负一只高资质凶兽 成功者寥寥无几 而且 灵兽还会叛逃 在危机时刻可能给你补上一刀 总之 跨资质契约千难万难 不过 这要完成第一个 后面的就好多了 蝼蚁贪生 前面都有人服了 自己屈服也没什么 甘宝现在只有稀有资质 契约那么久了 玄武还不怎么买他的账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总之 跨资质契约问题诸多 不过 兰波的资质又是怎么回事 给点提示呗 提示还是一样的扣 对他没有影响的东西 一点信息都不给 灵异在凶兽群千米外停下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一双双星红的双眸 死死盯住千米外的灵异 眼中满是贪婪 万年灵果 一旦吞服 不仅修位提高 还能改善体质 日后走得更远 人类 打杀我儿郎无数 又抢走其守护多年灵果 作为他们的王 我必须为族人讨回公道 恶交吐出人语 一来就站在道德制高点 跟我道德绑架 你怕是要笑死我 毫不客气 对回去 恶交 天才地宝 有缘者得知 你拿不到 说明不属于你 你此次违背秘境规则 代价不小吧 还是说你想违背约定 灵异双手抱头 轻松惬意 靠在白灵背上 恶交眼神慌乱 虽然只有极端一小会 还是被灵异捕到了 不行啊 堂堂王者 居然会把心声表露出来 果然不能闭门造车 呃 焦不知道存在了多久 在一群搏金中称王 根本没有多少对敌经验 这就是他的机会 心性和战斗实力 都可能不过关 你们的眼神恨不得撕了我 但又不过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们受某种限制 不能离开中央区域 这个消息传要是出去 不知道外面会怎么样呢 灵异摸着下巴 满满的好奇果然 听到灵异的话 众高阶凶兽一阵慌乱 他们实力强 每日消耗的宝物无数 中心区域就那么大点 很多宝物都需要外围上供 一旦消息暴露 还有多少凶兽上供宝物 请求庇护 想想就头皮发麻 好了 就不废话了 我先走了 百灵扇动翅膀 就欲离开 恶骄极了 诸多宝物 他占最多 一旦篓子捅大 影响最大的就是他 不过 让他跟一个钻石人类小子妥协 王者的脸王哪个 只能稍微退步 人类 我可以让儿郎们回到七夕地 但雷灵国你必须留下 这是本王底线 否则 你就等着族人被屠杀吧 留下灵国 想都别想 他人死活 关我屁事 走了 拜拜 灵异挥手 瞬间从原地消失 再次出现 灵异已经到恶骄身下 露出一嘴大白牙 利用小白的空间转移偷袭 真的是太爽了 天地一闪 嗡 无往不利地偷袭 这次居然遇到对手了 恶骄周身被一团紫气包裹 紫气像一团海绵 死死将天地一闪挡住 紫气凹陷到极限 开始反弹 紫色剑光原路返回 卧槽 轰隆 剑光划过 地面上出现一条长达数千米的沟壳 几公里外 灵异一头冷汗 王者 果然不一样 以前和小白配合六凶兽 一六一个准 直接一见一个小朋友 今天差点栽跟斗 自己还是太值得意满了 三只灵兽的问题没有解决 还敢小看天下英雄 还想越级挑战 天地一闪的攻击力 不亚于高级王者 连对方皮都莫碰到 提示 恶骄作为秘境之灵选择的代言人 受秘境大势保护 免疫致命 致残攻击 我 我 灵异直接口吐芬芳 不能打早说啊 哥差点 把自己玩死知道吗 提示 自己当老六 还怪我咯 我不生气 我不生气 灵异提醒自己 不能生气 大好男儿跟一个提示框生气 的确不应该 恶骄有秘境大势保护 最多揍他一毒 钻石正面打王者 你傻还是我傻 凶兽各个心惊胆战 又来了 那种袭杀了不知道多少同类的手段 连王者都差点死了 还有必要坚持吗 恶骄一脸惊恐 盯着灵异的一举一动 害怕再给他来一箭 太惊险了 如果没有秘境大势保护 他已经死了 死在那一箭之下 第一次 距离死亡如此近 体型是优势 也是劣势 恶骄体型巨大 因为秘境原因 无法离开中央区域 不能杀 也不能打残 那么 打一顿行不行 想法一出现 就如星星之火燎原 挥之不去 五重材料 可以出去兑换 这只老鳄鱼 不打一顿 浑身不舒坦 不能杀 打一顿行不行 教训一下这只憨憨 还是很轻松的 小白 干他 空间转移 灵异和小白 出现在恶骄鼻子处刚刚的一件 恶骄对灵异恐惧到极点 不逃完全是自尊心作祟 用剑致命和致残 我就用拳头 可惜不会拳法 但哥可以学啊 先来一拳试试水 借剑气刃 聚气在拳头上 对着恶骄的大鼻子 都是一拳 碰 噢 鲜血直流 恶骄鼻子处 立即肿起一大块 多处被震伤 血像不要钱一样花花流 一拳 王者恶骄半残 疼得原地转圈圈 想治疗一下 又够不着 趁你并要你命 灵异一向做事准则 虽然不能杀 但丝毫不影响他 痛打落水狗 小白 砰砰砰 这次 灵异攻击的是恶骄的腹部 双拳就像小马达一样 一分钟几千拳 轰在恶骄肚子上 吼 噢 腹部被攻击 震伤内脏 恶骄立即拱成虾米 卑鄙的人类 你给本王出来 碰 呃 骄剧掌拍在地上 大地崩裂 尘土飞扬 一击得手 灵异就远顿 独留恶骄在原地折腾 我在这呢 傻大哥 灵异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恶骄耳边 恶骄尾巴立即砸来 灵异和小白牵绊极身 又合作多次 恶骄尾即将砸到身上的那一刻 立即使用空间转移离开 哄 尾巴狠狠砸在耳朵上 恶骄脑袋嗡嗡作响 脑袋疯狂摇晃 死 不愧是凶兽 狠起来连自己都打 我打 灵异犹如幽灵 在恶骄的攻击缝隙中穿梭 一有机会就给他一拳 拳拳倒肉的感觉 是真的爽 就是有点废手 打那么久 手都红肿了 就在灵异兴性质勃勃 准备大干一场时 提示矿弹出 提示 恶骄即将释放重力领域 重力立场覆盖范围100公里范围 重力倍数由恶骄自由掌控 最高倍数可达百倍 请做好准备 小白 风景 扯呼 一人一兽刚使用空间转移离开 好 震耳欲聋 天地晃动 一道恐怖声波 以恶骄位中心向秘境四周扩散 灵异看到 恶骄放弃所有防御和攻击 朝天怒吼 一个圆形重力立场 以恶骄位中心向四周扩散 略略 百里外 灵异摆着各种风骚姿势 好气啊 灵异够不着 自己又出不去 这该死的家伙 就卡在极限位置外 要多欠揍有多欠揍 扑 帅不过三秒 重力领域释放 属下和凶兽倒一大片 该死的人类 呃 骄一口气上不来 居然被气晕了 轰隆 一声倒在地上 翻着白眼 看起来是不行了 唉 醒醒 醒醒 还不能睡啊 灵异再次出现 手握龙脚 使劲摇摆 提示 恶骄气血攻心 脑冲血 陷入深度昏迷 短时间无法苏醒 你可以尽情失位 这提示 我也是服了 还骄呢 一点都不惊打 恶骄重力领域消失 所有凶兽立即逃走 连观望都不敢 不过 现在不是让你睡的时候 拔剑 高高跃起 对着龙脚就拍下去 叮 碰 剑拍在龙脚 发出金铁之声 龙脚作用在蛟龙头 狠狠撞向地面 灵异的力量 何其之大 一剑拍下去 龙脚根部瞬间 溢出大量鲜血 嗷呜 一声痛呼 恶骄颤 微微摇摇摆摆站起来 这不就行了 灵异摸着下巴 一脸笑意 嗷呜 听到灵异动画 恶骄转身 亮亮腔腔就跑 这个恶魔 怎么还在 站住 灵异一声大吼 恶骄身体一抖 站在原地不敢动他 嗷呜 啪哒 啪哒 恶骄眼睛里满是迷雾 一汪汪泪水滴落 满脸委屈 这 好吧 放过你了 让凶兽回去 你就可以走了 灵异挥手 一脸嫌弃 嗷呜 这是人干的事吗 不过 他可不想再被揍 抬头吼出一声凄厉悲鸣 吼 果然 遇到不服的 打一顿就好了 不行的话再打一毒 不服再打 红雨秘境外围 新生们成群结队 到处都是群战 一个又一个学生失去战力 无奈捏碎传送令牌 结束试炼 就在他们打得热火朝天时 秘境中央传来一声惊天大吼 随后 周围出现一只只强大凶兽 杀得他们溃不成军 最终 新生们只能放弃成剑 联合起来与凶兽血战 不到一个小时 新生淘汰大半 还好有传送令牌的存在 死亡的并没有多少 眼看幸存的人类越来越少 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不甘 再坚持五天 一个月新生大笔结束 就能圆满完成试炼 可 他们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这次新生大笔 真的是多灾多难 而且都和灵异 这根脚屎棍有关 新生们绝望之际 秘境中央再次传来一声售吼 凶兽一只只转身 跑进丛林 不一会 再也看不到一只凶兽 凶兽的世界十分简单 弱肉强食 弱者服从强者 另行禁止 不像人类有那么多复杂的感情 新生们一脸猛逼 但外面的人可是 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切都是灵异搞出来的 不过 现在可没有人敢找他麻烦 以他现在的天资 国家绝对会大力培养 况且 他根本没有预料到 兽巢的存在 恶骄离开 灵异站在白灵背上 寻找六女 抢灵药 他也想过 不过想到接下来 还要与官方兑换灵药 他只能把这个念头掐灭 一个小时的凶兽暴动 新生们损失惨重 他要是再抢东西 大人物们觉得他自私自利 到时候就非常难办 凶兽暴动过后 整个秘境都十分安静 每个人都在默默舔尸伤口 找准方向后 一路急行 中途没有一只飞行凶兽挡路 八个小时后 灵异接近众女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整个山谷 到处都是篝火 山谷外围 还有学生不停巡逻 这是他们拉的队伍 也太快了吧 他才离开多久 满打满算五天不到 六个女孩就拉起 那么大一只队伍 自己的存在 或许限制了他们的才能 找准位置 让小白使用空间转移 直接出现在六女所在的帐篷 帐篷内 六女围坐在一起 一脸忧愁 当当当 你们看谁来了 灵异出现 摆出一个帅气姿势 等着六女的夸张 小易 看到灵异 六女都十分开心 愁云立即消散 小易 快跟我走 上官铃 拉住灵异胳膊 拖着往帐篷外走 灵异还想反抗 另一只胳膊 也被人拉住 背后还有人推 你们干嘛 刚来就想赶我走 提起裤子 不认人是不是 他急了 几天不见 帐篷都不让他进了 难道头顶长草了 不可能啊 出了帐篷 一行人吸引了无数目光 遇到的人纷纷给他们打招呼 可卫毛没有一个 跟自己打招呼的 这不公平 五分钟后 灵异被推进一个大帐篷 帐篷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药味 帐篷内 横七竖八躺的伤员 一个漂亮女孩在其中来回穿梭 世界还真是小 这都能遇到校友 小翼 愣着做什么 赶紧治疗啊 没看到千千一个人 忙不过来吗 治疗 还好还好 我以为头上长草了 原来是旧伤员 早说啊 阿里 交给你了 揪揪 毛茸茸的萌物出现 一脸不满 说好的 不把自己 关进玉兽空间的 这都多少回了 好了好了 那么多伤员 阿里你就帮忙一下了 一会给你弄好吃的 灵异赶紧哄 感觉自己才是灵兽 唉 这个主人做的一点面子都没有 老是被灵兽嫌弃 没谁了 阿里在灵异肩膀上 全身散发金色光辉 整个帐篷变得一片金黄 原本倒在地上的伤员 伤口肉眼 可见愈合 五分钟后 灵异走出帐篷 卧槽 刚刚那个不是走后门的灵异吗 灵兽治愈能力那么强 什么走后门 秘境开启当天 你莫看到吗 一个人杀穿兽巢 那又如何 反正我是不会原谅他的 永远都不会 我也不会 十个笑话 他占了四个 不对 是五个 简直不可原谅 同人不同命啊 谁说不是 汗得汗死 落得落死 同是学生 他咋就那么优秀呢 受伤的学生解决了 灵异就有进入帐篷的权利 同时 灵异也弄明白 事情的来龙去脉 灵异离开后 猴子带着四女离开 龙爵引恢复后 也跟着离开 六人感觉无聊 就在秘境里面逛 正好看到三大学院 联合围剿青龙学院 说话还十分难听 他们出手了 六个人挑三个学院 从那以后 他们就成了这个队伍的核心 凶兽暴动时 他们虽然极力阻止 最终还有大量同学受伤 有些同学觉得 自己还能坚持一下 才被集中到大帐篷内 由唯一有治疗能力的 下千千照顾 至于冒着死亡危险 也不退出秘境 新生大币 看似对抗 也是一次筛选 大币的排名非常重要 决定你未来一段时间 在班级里的地位和资源 因此 他们想拼一下 真的不行了 再退出去 都是狠人啊 换成自己 恐怕没有这种觉悟 用生命去换资源 老百姓还真是苦 一个小时后 灵异生无可恋 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 我生气了 真的生气了 一步三回头 几步路的距离 他走了整整一分钟 但 说多了都是泪 绝情 鸣鸣鸣 出了帐篷 灵异走进最近的篝火 找个位置坐下 从空间袋中 取出腌制好的 火烈鸡鸡胸肉 插在黑龙剑上 开烤 出发前 灵异特意采购了一番 各种工具齐全 都被他丢在 吞天兽墓穴中 佐料还是他特意留下的 灵异烤肉 五只灵兽 从玉兽空间出来 我很为难的 这么大块 还不够你们几个塞牙缝的 嘶嘶 啾啾 吴小枝抗议 同时传来他们的想法 他们就吃一点点 好吧 我信了 随着时间推移 一股浓烈的香味 在营地飘荡 咕噜 不知道是谁带的头 起了连锁反应 一个个肚子 开始咕噜咕噜响 灵异 一声河东湿吼 营地变得格外安静 六个女孩中 要说谁人气最高 自然是古灵精怪 脾气火爆的上官灵 他出马 有人要倒霉了 然后他们就看到 上官灵儿 怒气冲冲走向篝火 盘腿坐下 一脸期待盯着冒油的大鸡块 不停吞咽口水 这位兄弟 你这肉还有吗 能否割爱卖些给我 身后走来一个帅气少年 少年衣着华丽 谈吐风雅 一看就是富贵人家公子 肉他有的是 牛肉 鸡肉都有 给他一些也无妨 给钱就算了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凶兽肉 兄弟想要尽管拿去 灵异也不是小气的人 立即递出一块 莫盘大的鸡肉 多谢兄弟 少年接过鸡肉 不过却没有离开 一直盯着灵异的手 这家伙 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灵异不由地想到 少年内心挣扎许久 还是问出了心中的问题 这位兄弟 你手中拿的可是黑龙剑 黑龙剑 什么意思 是啊 灵异随口回答 提示框也没有提示 说明这个人 并没有危险你说什么 少年一脸愤怒 扑上来就准备抢 卧槽 给脸了是吧 给我滚 灵异用力 少年像风筝一样 飞了老多远 在地上滚了很远才停下来 给脸不要脸 都给你一大块了 还敢抢我的肉 小白 告诉你们 做人一定要知足 别像他 贪心不足 人啊 要知足常乐 欧也含脸色很难看 居然有人 敢用黑龙剑来烤肉 欧也家的巅峰之作 欧也家的骄傲 现在居然被人用来烤肉 这是对欧也家的侮辱 作为家族的一员 绝对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你们看 那不是欧也含吗 怎么如此狼狈 不知道 这个书呆子 一天就知道打铁 谁知道脑子发什么疯 居然和那煞心对上 可怜 周围 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但没有一个人靠近 灵异虽然是乾隆班班长 在青龙学院的 都是骂名 后门班长 废物 独占四大笑话 每一项都够他死几百回了 到现在 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每天笑话围着转 极度蒙蔽人的双眼 他们只考虑 别人获得多少 并没有想到 别人付出了多少 欧也含走近 一跤让他知道 与灵异的差距很大 靠近后 也不说话 就直勾勾盯着灵异的手 这人不会是 gay吧 灵异一阵恶寒 往灵人身上靠了靠 灵异伸出两根手指 灵气聚集 一把由灵气组成笔手出现 指尖挥动 笔手在烤肉上飞舞 不一会灵异 就把肉块切好 挑烤的最好的部分 递给上官灵 灵儿先吃 上官灵儿也不矫情 掏出一个盘子结果 然后掏出大宝剑切着吃 我 欧也还忍不住了 又来一个 你们对宝剑尊重吗 你们还是剑客 对得起自己的剑吗 分完吴小枝的 灵异手中还有一大块 少年恶狼般的目光 看得他全身不舒服 烤肉一分为二 将一半递给少年 兄弟 手一差了些 这话吃点 欧也还原本想拒绝 肚子告诉他 如果敢拒绝就造反 无奈他只能接受 嗯 好吃 太好吃了 欧也还从小各种山珍海味 第一次吃到 这种新奇的烤肉 没多久 三人都消灭完手中的烤肉 灵异摸摸肚子 准备回去 好好睡一觉 灵异要走 欧也还且会一 立即拦住去路 这位 不过 灵异起会 被一个青铜拦住 一个Z型蛇皮走位绕过 进帐篷前挥挥手 没有了 想吃自己烤 谁TM自己烤 我就想知道 黑龙剑是怎么回事 阿伟 不过 没有人回答 他也不敢进帐篷 这一夜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多少男人心碎 他们的女神 居然让一只猪给拱了 有的远远蹲点 想听到一点声音 这一夜 灵异睡得十分香甜 左拥右抱 十分满足 就是有点小遗憾 第二天早上 营地变得热闹起来 六人早早就出去了 一个人也就没有揽床的必要 灵异起床 凯很贴心地 给他准备了洗漱用品 清洗干净 换一套干净的衣服 又变成一个阳光帅气的小伙 走出帐篷 灵异看到一个人 就是昨天抢他烤肉的少年 看到灵异 少年欣喜走上前 伸出手 你好 我叫欧野涵 很高兴认识你 提示 欧野涵 欧野家家主独子 从小喜爱锻造 黑龙剑乃欧阳家祖先锻造 他希望借黑龙剑一关 黑龙剑胜欧野家打造的 果然有些东西 当初灵异一共获得两把剑 一把传说级的黑龙剑 一把史诗其龙银剑 龙银剑出鞘 会发出阵阵龙银之声 龙银剑就此得名 灵异很少使用龙银剑 就是因为这龙银声 龙银剑之 适合正面对敌 想他一个老六 用一把会发出声音的剑 不是自找麻烦吗 原来是借剑 还以为有特殊癖好 随手将黑龙剑 丢到欧野寒手中 看完了 记得还我 手中沉甸甸的 欧野寒一脸不相信 自己就这样 借回了先祖的代表座 双生剑龙突破薄金后 黑龙剑就有些不够用了 现在知识没有更好的剑 他只能留着 借给欧野寒一看 也不是不行 营地选择的位置 并不是很好 是一个葫芦口山谷 这种情况下 一旦鹿被堵死 所有人都没有活路 不过 再有四天 秘境试炼就结束了 他们只要撑过四天 就能从这里出去 末多久 灵异在山谷的石壁上 找到一块大石头 躺在大石头上 能看到山谷全貌 同学们正三三两两 集聚在一起 灵异身边 五只灵兽变小 像小孩子一样 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有时候还在他身上打闹 完全不把主人放在眼里 中午的时候 开给他送来吃的 大杂会 简单又好吃 灵异把午饭吃完 凯问出了一个 他不想回答的问题 少爷 你要离开了是吗 他是要离开了 小白还需要扒重灵药 提示都能在天玄界找到 为了小白 他必须离开 灵异不想回答 知识将凯抱在怀里 一起享受着难得的宁静时光 少爷 你带凯一起好不好 我想回天玄界 找到狠心的父亲 问问他 为什么抛下我们 我为什么会是半兽人 现在的灵异 不是什么天才 知识一个普通的听众 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听他诉说 从小没有父亲 后来被人当成牲口痒 他不是不害怕 也不是麻木 他需要一个宣泄口 把心中的恨都释放出来 说累了 哭累了 凯就在他怀中睡着了 凯这次睡得很香 嘴角露出甜美的微笑 这才是他日落西山 凯挽着灵异的胳膊 走在营地中 男同胞们纷纷侧目 回到帐篷 欧野涵抱着黑龙剑在等候 看他的样子 应该受益不少 不过 灵异可不会给他 传说已经是非常高的剑气 一剑千亿都不一定拿下 就算用不到 卖钱也是好的 灵异伸手拿剑 欧野含病 没有还剑 眼睛一直盯着他 提示 黑龙剑是欧野家收藏名剑之一 因为欠王家人情 被王家索取 一直是欧野家的遗憾 草 比我还不要脸 居然想白嫖 管你是不是住剑世家 哥又用不到 原本想交一个朋友 未来需要什么器械 可以委托打造一下 原本以为是单纯的友谊 莫想到 你居然要白嫖 拿来吧你 一把夺过黑龙剑 背在背后 灵异同学 我 打住 黑龙剑我不会交给任何人 谁也别想从我手中把他拿走 来自住剑世家 你应该知道剑对一个剑客的重要 让你看已经是极限了 希望你不要自无 剑是剑客的魂比命还重要 有些剑客根本不会让人碰自己的剑 欧野寒情绪低落 行礼道歉道 抱歉 但请你以后多善待他 有时间的话到欧野家做做 我会的 拜 这欧野寒 不会是脑子坏掉了吧 提示 朱剑师对剑的感情不比剑客少 你用人家祖上打造明剑烤肉 怪人家咯 好吧 这不是没办法吗 空间戒指装不下了 想到办法的时候 又不能浪费 时间捡回来 出去又得准备一套 抱歉啊 黑龙 主人不是故意的 问 黑龙剑震动了一下 传出欣喜之意 卧槽 这剑成精了 提示 剑有灵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少年 多读书 我 灵异不知道多少次 想打死操控提示的人 但对方就像不存在的 不管他如何问候 提示矿依旧我行我素 不理他 又以他所求提示 没谁了 不过我喜欢 就是偶尔想打死他 一个提示矿还 和他这个主人了 他不要面子的吗 拔出黑龙剑 仔细打量 莫看出有什么区别 剑身成灰褐色 非金非玉 挥了挥黑龙剑 期待地问道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问 黑龙剑震动 一股微弱的意念 传到他脑海中 仿佛在说 能听懂 哈哈 灵异像找到新玩具的孩子 十分高兴 众女早就习惯了 男人 时不时发下神经 经历一次凶兽暴动 各个大学都急剧起来 舔尸伤口 没有外出抢积分的欲望 大规模的试炼后期 独狼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除非他们 能像灵异这个开挂的一样 有一人灭一笑的能力 否则只能躲在角落 瑟瑟发抖 众目睽睽之下 不可能抢本校学生积分 最后几天 积分榜基本上没有动过 时间匆匆 四天时间 眨眼就过去了 所有人都十分期待 看向天空上的榜单 寻找自己排名 坚持那么久 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灵异也不例外 抬头 大大的灵异两个字 排在最前列 积分排行榜 第一名 灵异 2378 6520积分 第二名 肖天次 1687450积分 第三名 朱葛钦 154 8500积分 第四名 兰波 115 6820积分 第五名 白斩锋 854630积分 第六名 龙溪 725900积分 第七名 薛元破天 715860积分 第八名 肖清颖 685840积分 第九名 欧野涵 658760积分 第十名 张萧萧 644800积分 前十名 四大学院全部包园 青龙学院三个 朱雀学院三个 白虎学院二个 玄武学院二个 第一名 灵异 积分比前十名积分 总和还多 已经不是用妖孽就能形容的 时间到 天空降下一道道蓝光 将试炼学生传送走 一阵天旋地转后 灵异出现在刚进入时的古城内 古城没有丝毫变化 唯一不同的是 进入古城的人少了一大半 古城的中央 出现一个巨大的传送阵 踏入传送阵 就能选择传送的传送门 他们就可以回去了 灵异立即走向传送阵 他可没时间浪费 早回去就能早一些 获得小白蜕变的材料 踏入传送阵 在睁开眼睛时 已经来到传送塔的白玉石门外 效率不错 要是没有失重感 就更好了 离开前 灵异不由地评价 小艺 你就别评了 传送门 可不是简单的东西 其中蕴含的原理 现在蓝星都还没有完全弄明白 下国还好 有些国家传送门传着 传着就默人了 还不是一样用 好吧 祖国很强大 我们骄傲 我们自豪 果然啊 不管何时 东方这片土地 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走吧 别挡着人家后面的人 七人走到传送塔大厅 屈脸已经在等待 看到灵异等人 脸上露出了真诚的微笑 屈老师 我们没有让你失望吧 嘿嘿 给我站好 等其他同学出来 再一起出去 屈脸脸色一板 严肃说着 不过脸上的笑意 怎么也藏不住 好地 灵异拉住六女排队 她当然站最前面了 她可是第一 不到半小时 所有同学站好 灵异带头 两队人齐头并进 鸡 轰 欢迎学弟学妹们归来 恭喜灵异学弟 夺取此次大笔的桂冠 恭喜 出了传送塔 学姐们的热烈欢迎 李花飘舞好热闹 明年是不是该我们给学弟学妹们准备了 在老师的带领下 所有同学在学长学姐们的欢送下 走进训练场与已经淘汰的学生会合 队伍列队完毕 校长王德发 意气风发 拿起话筒 就激动大声吼道 同学们 你们都是好样的 在三大学院加工下 还获得如此优越的成绩 学校为你们而骄傲 但大家可不能自满 这仅仅是一次新生大笔 用你们的话 就是新手村的试炼 你们看看 你们有多少人坚持到最后 有多少人自主退出 我告诉你们这些 不是让坚持到最后的人骄傲 更不是让放弃的人自卑 王德发声音洪亮 指着台下低头的学生 怒气不争 怎么 不服气 听到王德发的声音 学生投放得更低 不敢看周围的同学和老师 回答我 你们是不是不服 声音加大 带着愤慨 还有你们 是不是觉得 坚持到最后了不起 高人一等 手转向偷笑的学生 同样没有丝毫留情 告诉你们 队友退场的时候 你们就是一个失败者 一个连队友都保护不了的失败者 王德发声如红中 响彻整个训练场 训练场外 大二大三学长 学姐们 一脸笑意 开始了 校长的表演又开始了 每年 同学们不管成绩如何 校长总有办法 把你贬得体无完肤 然后再来一个打转转鼓励 屡试不爽 当校长也不容易啊 没有两把刷子 打压不了学生的傲气 太过又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 你们要记住 战争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再弱小的一个人 战场上都有自己的作用 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团结起来 就不会有那么多同学淘汰 更不会被其他三个学院打得狼狈逃窜 在这里 我要点名批评灵异同学 作为乾隆班班长 居然带着自己小队冲兽巢 去隐藏秘境 把全校丢在古城 拿第一了不起 如果青龙学院没了 你拿一万个第一 也知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不过 说到这里 校长画风突然转变 便回和蔼可亲的老者 你们也不是一无是处 把三大学院打趴下 在班长和所有高端战力 不在的情况下 依旧占据了三个前世席位 个人实力是值得肯定的 欠的是团队合作 接下来 我希望 你们能找一个到值得依靠的队伍 日后你们会感谢 自己有一对值得信任的伙伴 听了大白天 灵异算是搞明白了 又是打一棒子 给个甜早的戏码 先是把所有人贬得一无是处 打压他们的傲气 随后 表扬他们可取之处 再到奖励发放 还别说 奖励是真的十分丰厚 秘境排名奖励 由国家发放 前一万名 奖励信用点100W 一次国家零售弹仓库契约的机会 前一千名 奖励信用点500W 一次国家零售弹仓库契约的机会 黄金及呼吸法一部 前一百名 奖励信用点1000W 临时1000颗 一次国家零售弹契约的机会 薄金及呼吸法一部 前十名 奖励信用点1亿 临时1万颗 一次国家零售弹契约的机会 钻石及呼吸法一部 薄金及武器一把 前三名 奖励信用点5亿 临时5万颗 一次国家零售弹契约的机会 王者及呼吸法一部 钻石及武器一把 黄金及铠甲一套 第一名 奖励信用点10亿 临时10万颗 一次国家零售弹契约的机会 遵级呼吸法一部 王者及武器一把 钻石及铠甲一套 神银令牌 奖励不可谓不丰厚 尤其是第一名的神银令牌 是用钱也买不到的 可惜奖励只能领一档 否则灵异就发达了 六次契约零售的机会 但 国家怎么可能让人赚这种空子 学院奖励也非常不错 但只奖励前十名 前十名 一次进入藏书阁四层挑选功法的机会 信用点1亿 灵异可以随时去藏书阁 这项奖励完全是鸡肋 前三名 一次进入藏书阁五层挑选功法的机会 信用点10亿 完美增灵单时刻 第一名 一次进入藏书阁六层挑选功法的机会 信用点100亿 完美增灵单100颗 奖励领下来 灵异成了真正的百亿富豪 钱还是能随意支配的 真爽 王德发宣布完奖励规则 让各班班主任将学生带回 奖励将在三天内 由专人送到学生手中 去连挥手 大家都整齐跟在他身后 朝着乾隆班走去 望着老师的背影 灵异一直在想 一会要如何才能退掉老师的课 小白退遍 课不容缓 乾隆班正式教学即将开始 校长刚刚说了 要团结互助 要有团队精神 一转身 你就搞个人主意 太不给老师面子了 问题是 他不离开班级 还真不行 走了一会儿 到一栋教学楼的时候 灵异举手 老师 我内急 我要上厕所 内急 拜托 靠谱点行不行 钻石强者内急 你认真的吗 灵异 道 灵异一手握住肚子 有气无力 看样子是真的憋不住了 老师 您行行好让我去吧 会出人命的 没事 出人命老是逗着 须连小蛮腰一扭一扭的 看起来十分高兴 跟着回到教室 灵异还是原来的位置 靠窗 美女环绕 须连扫视了一眼教室 脸上满是笑容 他的班级 人终于齐了一次 这一次 我们班表现都十分不错 尤其是灵异 肖清颖和欧野涵三位同学 排在全国前十 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不过 灵异同学 我希望你明白 人是群居生物 任何时候都需要伙伴的 所以 我希望你接下来 能尽好一个班长的责任 怎么 你有意见 年轻人就是不禁夸 才说他好 看样子 又要唱反调了 看到灵异举手 屈脸让他说 接着他就后悔了 这是一个学生能干的事情吗 老师 明天我要跟师父修炼 恐怕不能 和班级训练了 灵异声音十分平淡 仿佛在阐述一个不争的事实 和师父修炼 屈脸有些为难 自己比不过 真要强留灵异 他不仅不会担任班长 可能还会计分他 做出一些不理智的问题 要是放他离开 日后他 如何在班级立足 如何做一个威严满满的老师 灵异同学 刚当校长也说了 战争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 老师希望 你能看清自己的部族 不断完善短板 成为一个对社会 对国家有用的人 这一次 灵异没有跟老师杠 他眼中的厌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关心与不解 尊师重道 大下人的传统美德 他不会丢 同样也不会舔 跟着本心 去面对每一个人 灵异从座位上站起来 一脸坚定 屈老师 我知道 开学以后 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但我都不是故意的 我有自己的计划 想变得更强 现在 我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 还望老师批准 屈廉看向灵异 带眉微粟 很快又舒展开 上课 经过此次大笔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就要取长不短 老师在上课 不再过问灵异请假的问题 他知道老师默认了 没有一个老师 会批一个不知道时间的请假条 这一天 灵异认真听讲 没有给老师添乱 做了一天的乖宝宝 下课后 回到宿舍 大厅里坐着一个老人 赫然是师父难攻无敌 灵异准备吃完晚饭去找他 莫想到他先来了 师父 您怎么来了 南宫无敌 美好气瞪灵异一眼 教训道 怎么 我不能来 你小子出去了 敢用师父招摇撞骗了 哪能呢 徒弟这不是 有事找您帮忙吗 对了师父 你能不能把龙武前辈叫来 我有事情找他帮忙 好 南宫无敌 一直关注红雨秘境 灵异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关注下 自从灵异从未知秘境出来后 整个人都变了 变得忧心忡忡 他今天过来 就是想知道 灵异的问题出在哪里 现在让他叫龙武 徒弟的问题不简单啊 有客人来 灵异就亲自下厨 在凯的帮助下 一顿丰盛晚餐 很快就准备好龙武来了以后 正好赶上饭点 一大桌菜 但灵异怎么都吃不下 他的心乱了 吃饱喝足 轩缘迭一很轻快收拾碗筷 其他人也争先帮忙 做饭时 你们积极一点就好了 小艺 龙武也来了 你说说遇到了什么麻烦 听到灵异有麻烦 六女都竖起耳朵 害怕错过一个字 老师 你们稍等一下 灵异从储物袋中取出一踏纸 都是灵异在课上写的 你以为他在认真听课 不好意思 那都是假象 他知识在忙自己的 纸上 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材料 赫然是小白蜕变的材料 龙老 您是官方的人 我需要的东西官方最多 麻烦您帮忙想想办法 灵异永远会记得你的好 老师 这些材料是我分类出来 各大家族有的 麻烦老师帮我去兑换 至于兑换的宝物 灵异早准备好了 就是这种血精 灵异从空间中取出一块拳头大小的血精 血精出现 瞬间吸引了南宫无敌和龙武的目光 好精纯的能量 世间居然有他们从未现过的金石 蕴含的能量等级极高 对大地都有极大效果 灵异 这种血精你有多少 龙武迫不及待问道 大夏虽然在域外 天玄剑征战千年 现在也不过有青龙 白虎 朱雀和玄武四座要散 原因就是 大夏巅峰御寿师太少 如果血精足够 或许会改变什么 前辈 血精我有不少 不过我要这单子上的材料 你小子 龙武看着灵异 越看越满意 要是家族里的丫头 能和他拉上关系就好了 可惜 龙武看着材料清单 说到千年材料 不管是灵药还是宝物 一块血精换一株 万年那要十块换一株 好 什么 大意了 从灵异目前的情况来看 手中血精绝对不少 早知道就多要点 然后 他们看向灵异手中的清单 万年冰金雪莲 万年火炎草 万年冰蚕丝 万年龙咸草 万尘沙 时空龙之星 混沌土 千宁水 八种材料 无不珍贵异常 而且都是大夏或蓝星没有的 冰金雪莲 冰足圣物 每年只有一朵 象征着真挚的爱情 每一年 冰族都会举行新生一代大比 第一者可得到冰金雪莲的归属 火炎草 三眼火族的圣物 成熟的万年火炎草 能极大促进三眼火族的火焰之力 从蓝星大敌身上拿到灵药 基本上不可能 万年冰蚕丝 在冰族所在的北方 万年冰蚕土的蚕丝 非常稀少 万金难求 万年龙咸草 传说中的允龙坑有 至于消息是真是假 没有人知道 时空龙之星 巨龙之星 这是要他去屠龙 万尘沙 混沌土 千宁水 这三众 他们听都没有听过 灵异 你要那么多珍贵材料 做什么龙武不解问道 是啊 小叶 你要那么多材料做什么 这些材料 可是能培养出无数强者的 是小白 提到小白 眼角开始湿润 这小家伙 明明很伤心难过 每天都还装得很开心的样子 真的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小家伙 灵异继续解释 小白是我从垃圾场里找到的 当时他的灵兽弹破裂严重 七月后 先天有极大缺陷 在秘境中 小白在突破钻石时 遇到这个问题 他如果不能蜕变进化 轻则星级跌落 重则死亡 小白先天不足 不蜕变 就只能等死 原来一切都是 为了白蛇 众女知道小白有危险 都一脸担忧 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一 对于灵兽破损问题 古往今来的方法 是让灵兽 一直消耗自身灵气 自由进阶 老师 小白的星级是十二星 什么 两人以为自己听错了 十二星 你怎么 不说二十星勒 灵异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继续说道 小白真的是十二星 让他消耗灵气修炼突破 他极有可能降到九星 甚至更低 星级 灵兽的成长潜力 分别从一星到十星 十星是最高潜质 你现在告诉我 一条蛇是十二星 比最高的十星 高了两个星级 如何让人不震惊 十二星的灵兽 两个老人的第一想法 想办法让他成长起来 十二星神兽 千年来 大夏 甚至整个蓝星 都没有出现过 在天旋界 这个比蓝星高 一个未免的世界 十二星都只是传说 拥有十一星灵兽的御兽师 无不是打破大地极限 踏出那一步的存在 如果灵异的灵兽 真的是十二星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大夏都会庇护他成长起来 等他走出那一步 不仅粉碎多国限制的局面 在天旋界 大夏人也能直起腰杆 每天 就不会有无数战士牺牲 灵异 我问你 小白蛇的资质 真的是神话十二星 龙武双目勾魂夺破 在这双眼睛下 一切都无处遁形 南宫无敌也差不多 虎目瞪得滚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徒弟的小白蛇 是十二星神兽 我怎么不知道 两人的疑惑和严厉 灵异看得一清二楚 小白是宇宙之蛇 灵异把情况详细告诉两位老人 能否让小白蛻变 两个老人是第一步 不管是家族 还是国家 千年以上的宝物 都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收藏 何况量如此巨大 灵异自己去找 一年内不说找齐 连一半都做不到 这些珍贵材料 有钱都买不到 现在只希望两个老人能帮助他 否则 只能忍痛选择第二条路 两人打量了灵异许久 龙武收回锐利的目光 认真说道 灵异 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应该知道这些灵财的珍贵 老头子就算有心帮你 国家资源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老头子可以帮你申请 龙家的资源还可以送你 还会和南宫前辈一起 为你寻找其他灵药灵财 说到这里 龙武一读 继续说道 前提是 你如何证明灵蛇是十二星 龙武眼光如炬 没有离开过灵异身上 脸上满是期待 以灵异展现的战斗力 灵兽星级绝对不低 但说十二星 不是不相信 而是太难以置信了 那么 灵异会如何说服他们呢 灵兽星级 一个十分简单又极其困难的问题 在蓝星 没有一个国家 有设备或手段检测灵兽星级 说它简单 每个预售师能感知到灵兽的情况 现在的问题 是如何让人相信 宇宙之蛇是十二星神兽 我该如何证明 灵异在思考 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 就如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如何证明你 是你自己 问题很扯淡 但你还不得不证明 就在这时 提示框上出现两个提示信息 提示 南宫无敌 大地六级 八百九十五岁 玉兽 九颜火狮 史诗时星 大地六级 六五四八七五四六二三一七年 天赋火焰掌控 技能 火焰喷射 震天猴 提示 龙武 七百九十八岁 大地七级 玉兽 火龙虫 史诗时星 大地七级 七一五四六五七八九四五六年 天赋火灵霸体 技能 火球 烈焰燎原 抗拒火环 龙老和师父的详细信息 我就说这提示一天就扣扣搜搜的 一开始就全部展现会死 看样子 让他们相信自己 还要落在这两个提示上 灵异闭上眼睛 深呼吸 然后照着这提示 念一遍两人的属下 南宫无敌 大地六级 八百九十五岁 玉兽 九颜火狮 史诗时星 大地六级 六五四八七五四六二三一七年 天赋火焰掌控 技能 火焰喷射 震天猴 龙武 七百九十八岁 大地七级 玉兽 火龙虫 史诗时星 大地七级 七一五四六五七八九四五六年 天赋火灵霸体 技能 火球 烈焰燎原 抗拒火环 感受一下自己的信息 两人呆了 丝毫不差 就连都精确到各位 这这 随后就是狂喜 大夏真的有一个十二星的灵兽 哪怕是先天不足 那也是十二星 而且灵异的预知天赋 光说想想 大夏在接下来的争斗中 就是天狐啊 灵异同学 你放心 我们两个老家伙 绝对帮你把事情办得妥妥的 不过 你手中的八重 要么没有听过 要么我们弄不到的 只能靠你自己 所以 你得自己去天玄界 谢谢龙老 谢谢师父 剩下的八重 我会自己到天玄界寻找的 就算是抢 我也把它抢到手 灵异一脸坚定 这是她内心的想法 有提示在 她不相信自己 拿不到区区八重灵才 臭小子 我可是你师父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就认定了 要不然 我为什么把剑龙灵兽 蛋给你 臭小子 你和他们好好拒绝 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两个老人看一眼灵异 又看看 一直看着这边的六女 意味深长地离开了 两个老人离开后 女孩围过来 眼睛直勾勾盯着她 红红地 让人恋爱 要糟 六堂会审 不会被杀人灭口吧 灵异像只小绵羊 群狼环视 瑟瑟发抖 小意 想象中的噩耗没有到来 她被拉入一个 温柔宽广的怀抱 一张樱桃小嘴 主动送到嘴边 此处省略十万字 请自行脑补 第二天 灵异迷糊糊醒来 手中传来一片柔腻 脑海中 瞬间闪过荒唐的一幕 轻轻离开大沙发 入眼一片狼藉 战斗的激烈程度 可想而知 离别前的礼物吗 放心 我会活着回来的 关好门 靠在门上 一股青泪化过 宿舍内 他们同样泪水 模糊了双眼 都忍着不发出任何声音 一到随时能推开的门 仿佛天欠 将他们隔开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这就是离别吗 不知不觉见自己 就已经离不开他们了 自己算不算渣男 把人家那啥了招呼 都没有打一声就离开了 灵异不敢停留 迈步快速离开 她害怕自己停留了 就再也走不了 脚步声离开 他们的天塌了 她或许将一去不复返 京都某个房间内 一个中年人一脸寒霜 她养了十八年的小白菜 被人拱了 就这么没了 教职宫宿舍 某个房间内 三个满头引发老人正在喝茶 看样子已经蓄杯无数 等待很久了 灵异推门进去 正好与主位上的男工无敌正对 看着师父 一脸不解 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蓝星 前往更大的天旋界 六女放弃了所有坚持 让她如愿以偿 好事才到一半 师父就传言给她 今天必须离开 否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 这个消息 差点让她做不成男人 小易 师父知道你需要时间 但错过这次机会 不知道 何时你才有机会离开蓝星 未来还很长 我 灵异不知道该说什么 搞得自己像一个渣男 提前裤子就不认人那种 每年新生大笔结束 就是神鹰见习生招收的日子 神鹰 原来如此 每年 神鹰会面向整个联邦招收新学员 这些学员都是大三大四学生 一个个无不家喻户晓 其中也有一部分强者后人或弟子 灵异恐怕是后者 神鹰考核 牺牲率很大 全军覆没的可能都有 隐藏在学生中离开蓝星 回来时少一两个 根本不会有人发现 怪不得 师父会说 这是最佳机会师父 弟子明白了 不过 师父 就算成功考核 我也会被带到神鹰 到时候 岂不是成了逃兵 两个大帝的计划 灵异不相信 莫想到如此明显的漏洞 无论失败成功 除非他化为灰烬 否则神鹰的人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跟初衷就互相矛盾磨 考核失败自然会被送回来 成功就不一定了 等你成功了 自然就知道 小叶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天玄界不比大下 可没有人管你什么辈分 他们只认强者未尊 接过师父的空间戒指 一看灵异就傻了 好多的灵药灵财 除了蓝星没有的巴仲 全都起了 灵异双手颤抖 激动 感激充斥着脑海 一夜之间 1429种宝物 一夜之间全部集齐 这是何等伟劣 难道两个老家伙 把人家屠了 人老成精 难攻无敌 怎么会不知道 徒弟在想什么 朝着他脑袋就是一巴掌 啪 突然挨打 两眼泪汪汪 这还是师父第一次这样打他 臭小子 我和你师父 可没有抢过任何人 大长老知道你情况后 调动国家力量 这才一夜 把灵药灵财机器 龙武出来打圆场 原来是国家机器在运转 一夜之间 收集如此庞大灵财 除了大夏 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 千年和万年灵药灵财 是家族的底蕴 是绝对不会轻易拿出来的 现在 他们不仅拿出来了 还在如此短的时间 可以看出 国家机器是何等恐怖 想到自己身后有国家 一生骄傲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时间本不多了 龙武也不等灵异感慨 直接给他解释目前的情况 灵异同学 为了躲过有心人的耳目 我们擅自做主 把你的名字改为木免 以后在天玄界 你就以木免为名 木免 若报了 为什么不叫灵之免 不行灵之兔也行啊 灵异同学 这个是天玄界势力介绍 这个是天玄界的地图 不是很详细 但对你来说 已经足够了 还有这个 一百亿灵时 这些灵财如果能买 一定不要心疼钱 要记住你身后是大侠 龙武和南宫无敌 都没有要求他宣誓什么 也没有让他记住国家的好 灵异生在这片土地 不管他未来走到哪 这里都是他的家 就算两人不说 有能力时 他会守护这片土地 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世还来中华人 前世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不给国家添麻烦 这一世 他还是生在这片土地 虽然不是一个时空 但并不影响他爱这片土地 神话天赋 神秘提示 他已经有了登顶的前置 这时候 他如何能隐藏在后面 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知识有人为你默默前行 每天 都有无数战士强者陨落 才换来相对安全的大后方 有能力的人不上 难道让普通人上吗 保家卫国 血染沙场 想想就很激动 他也有成为英雄的一天 小易 这是老师的一点小礼物 在外记得保护好自己 南宫无敌 将一个空间戒指 塞到灵异手中 空间戒指中堆满灵石 其中一个角落 有三块四金飞金 四玉飞玉的牌子 分身印记 还是三个 分身印记的旁边 一把漆黑重剑 出现在视野中 完美流行性 不过看起来好厚的样子 提示 罪玉剑 由著名驻剑大师尼国鲁鲁 以灭世之龙 罪玉魔龙尸体打造 可分化为九九八十一把子剑 原来是一把复合剑 怪不得如此厚 不过 我是真的喜欢 师父 谢谢你 龙武看到南宫无敌送礼 他也随手送了一些 让灵异小赚了一笔 与二老告别后 灵异戴上鬼面 顿时不管是样貌 还是气质 都发生大转变 和以前的灵异 一点关心都没有 慕面同学 万事都要小心 天玄界不比大下 在天玄界 可是会死的 死 给他们有本事才行 提示的存在 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切危险在他面前 无处遁形 怕就怕敌人直接放大 一巴掌把他们全拍了 他就是有意 逃也无可奈何 校长 我会注意的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就麻烦您照顾他们 尤其是凯娜丫头 我怕有人会 欺负他们 放心 别的老师不敢说 在京都这地头 还没有人敢动我的学生 对了 校长 如果我没有回来 麻烦您帮我 把这两块令牌给他们 我大笔第一奖励的 令牌也给他们 灵异把两块神鹰令牌 交给王德发 让他带自己转给六女 三块神鹰令牌 解决了上官链 上官仙 和洛仙 进神鹰的问题 在校长王德发的帮助下 灵异一身行透 全部换了 还是那么帅气 气宇非凡 变得成熟了许多 普通的休闲套装 根本掩盖不住 他的阴气洒爽 背后 是一把巨大的重剑 最欲剑 如此巨剑 一剑下去 会被拍成肉饼的吧 不久后 可以从青龙学院传送塔 传送到传送门处 传送门外 今年参加选拔的学长学姐 早早地就在老师的 带领下来了 就灵异 这个半路插入的家伙 不仅走后门 还让他们等了那么久 灵异到来 一众学员一脸仇视 放眼望去 至少有几千人 这些可都是各个学院家族的佼佼者 几千人选六个 一个小队 这通过率真的不敢恭维 你们瞅啥 就算瞅又过不了 慕免是吧 把这个签了 出发 三千人就等你一个 知道吗 一个身着作战俘 一看就是队长的青年走过来 一张纸飞到他脸上 灵异也不脑 别人等你那么久 给他发泄就是了 原来是遗书 过去或许没有写的 不过现在有了提笔 龙飞奉武了四个字 等我回来 让谁等 当然是六个刚刚 蜕变成女人的他们了 报告 我写好了 灵异声如炸雷 把战士的声音都压下去了 归队 是 灵异一路小跑 自觉站到队伍的最后面 青年战士则踏着步伐 走向一直不说话 站在最前面的中年 报告中队长 菜鸟3124人 时到3124人 请您指示 开始吧 是 青年战士标准的转身 目光锐利 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考核早就该开始了 因为某个人 你们将受到更严酷的选拔 死亡和回家 是你们唯一的选择 一股股杀气传到灵异身上 草 这个王八蛋 居然敢因他 你给我等着 看我一会怎么收拾你 神隐选拔 和前世选拔特种兵一样 对你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撑过来你就是王 撑不过就回家 他不知道 国家特种兵 是如何选拔的 都是从电视剧上看的 神隐考核 可比电视剧上要残酷多了 他们不仅 要在敌人眼皮子 底下训练 执行任务 而且有名额限制 不管是战神隐 还是女神隐 每年只收六个人 你坚持过了也不行 你必须把其他人淘汰 或比其他人优秀 才有可能 而且 进入的知识间隙班 想要转正 任何绝望都让你后悔 这个混蛋 说得像自己不迟到 就不摧残他们一样 一会 有你苦头吃的 阿秋 青年战士打了个喷嚏 他知道这群菜鸟 现在恨他入骨 尤其是最后面的菜鸟 进入传送门 他们直接传送到一片森林前 前面 是著名的沙石岭 你们的第一项考核 每天中午前 徒步穿越沙石岭 到终点集合 你们记住 除了不能杀人 你在沙石岭的一切都是 合法的 不能杀人吗 看样子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兵来江挡 水来土也 我还怕你们不成 现在 你们可以组成小队 也可以一个人 现在出发 青年战士 说到出发两个字 就有一道身影 快速离开队伍 向前面森林冲去 卧槽 拦住他 那个让 我们受罚的二货 看清人时 灵异已经冲进森林 他们只能原地狂怒 还有这样的人 居然逃跑 一点都不难忍 灵异冲进森林 找到一棵大树就跳上去 他还有一件大事还没有干 怎么可能走 灵异离开 众人骂骂咧咧 三三两两组成小队 一起走进森林 大队长 你说他想做什么 距离他们千里外的一个指挥室中 两个身穿战装的中年军人 盯着一个屏幕 屏幕上正好是灵异躲在树上 其他试炼者 一个接着一个 从树下走过 大帝弟子 也不过如此贪生怕死 指挥室里 有人对灵异下的死亡通牒 确定他不可能通过此次考核 这有坐在中间的中年 一脸笑意 随后还点头砸嘴 不一会 有一个中年靠近 看着屏幕上的青年 一脸笑意 老赵 你不会看上他了吧 老赵也不掩饰 直接了当告诉别人 他喜欢这个菜鸟 老李 你信不信 这小子一会绝对干出一件 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 咱老赵就喜欢这种刺头 好好打磨 未来绝对是一个好兵 就算不留在部队 也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强者 老李也好奇了 跟老赵搭档多年 每次他说是好苗子 最后大多数都是绽放光彩的 灵异知道 他现在的一举一动 都有人监视 不过他自己说的 进入森林 除了自己都是敌人 就算打你一顿 也在规则范围内吧 许久后 几道身影分散开来 冲进森林之中 其中 赫然就有搞他的青年 小白 与小白沟通 灵异立即进入一空间 一路尾随青年 一个小时后 灵异发现 他们已经走了很远了 他要动手了 吴绍青很急躁 总感觉有人跟着他 但又发现不了目标 难道被某个菜鸟跟踪了 就在他思考时 后脑勺被重物轰击 吴绍青眼冒惊心 好多好多星星 眼前一黑 被一个腥臭的东西盖住 然后 各处传来剧烈疼痛 他想反击 但脑袋嗡嗡在叫 根本跟不上思维 只能本能抱成一团 嗷嗷大叫 老赵 不做瞒 真被你说中了 这小子要搞事情 灵异拳头拳脚相加 迅猛 吴绍青只能被动防御 每每他想召唤灵兽时 脑袋都会遭到一次重击 一顿打下来 灵异整个人神清气爽 所有怨气都消了 哥从来都是报仇一天到晚 嘿嘿 过了许久 吴绍青撕开头上兽皮套 露出惨绝人寰的猪脸 谁那么缺德 全全往脸上招呼 这回丢人丢大发了 这可是小媳妇进门 头一遭 就这样让他开张了 周围静悄悄的 根本没有人影 想找回厂子 只能把菜鸟都揍一读 出了树林 他就没机会了 等着 吴绍青脸上满是煞气 让你不要装逼 你不相信 现在遭雷劈了吧 此刻 灵异已经到几十里外 他不知道 前方会遇到什么 不到四百里距离 黄金御寿师就算徒步 几个小时就到了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 森林里有什么等着他们 提示 神鹰选拔 每年方式都不同 前方隐藏着四个 薄金老生小队 此次考核内容 是在老生围追堵截下 成功达到目的地 就算成功 原来是老鸟抓菜鸟的戏码 干就完了 参加神鹰选拔 就要做好死的觉悟 凶兽 神鹰老人 选拔人员内部 其他国家人员和一族 都是他们的敌人 能依靠的 只有自己 短短四百里杀石岭 成了阻挡选拔人员的 一道死亡线 想要通过 实力 运气 缺一不可 团结互助 那是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是竞争对手 随时在背后给你一刀 独狼 是唯一的选择 树林中 灵异快速穿行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莫多久 眼前出现三个提示框 提示 张震国 薄金一级 小菜鸡一个 翻车了 说明你菜鸡不如 提示 王思悠 薄金二级 小菜鸡一个 翻车了 说明你菜鸡不如 提示 慕容海 薄金一级 小菜鸡一个 翻车了 说明你菜鸡不如 要不要这样 关键十个打点点 能不皮吗 三个薄金 还想伏击他 当他这个钻石 是捡来的不成 灵异像没事人一样 一步步靠近 末一会儿 就走进三人的包围圈 三人乘三脚围住他 连满是喜悦 淘汰一个人 他们就少一个竞争对手 三人向他攻来 招式又快又狠 换成其他人 或许今年的考核 就要止步于此了 不过 换成灵异 一切都还未知 只见 灵异伸手拔剑 三百六十度旋转的拔剑术 再一次展现 刷 这一剑 急如雷电 势大力尘 砰砰砰 碎玉剑三百六十度旋转 三人吐血飞回 在地上滚了很远才停下 砰 巨剑砸下 地面出现一道道裂痕 吃吃 灵异拖着巨剑 巨剑在地面上 画出一条深深沟壑 一步步 朝薄金二级的王思悠走去 脸上满是细血 变态 三个薄金 选拔者中顶尖的存在 一剑 三个人都被秒了 王思悠全身剧痛 整个人都散架了 可他并不敢召唤灵兽攻击 因为别人也有灵兽 就算召唤灵兽 也是徒劳 白白损伤灵兽 做好被羞辱的准备 目光死死盯着灵异 谁知道 对方从他身边走过 看都莫看他一眼 仿佛他不存在一样 噗 青年喷出口鲜血 眼前一黑 直接昏厥过去 自己天之骄子 受万千宠爱 欺人的最高境界 目过于别人一脸紧张时 你轻轻地来 又轻轻地走了 这波操作 神秀啊 灵异离开不久 几个身着作战服的人出现 眼睛里满是怜悯 一击 废掉三人的行动力 只能被迫退出选拔 下一年再来 老赵 这小子不错 有老子当年的风范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逃过 吴绍卿的追杀 我就说是一个好苗子吧 可惜 注定不是神赢的人 否则我们神赢 又多了一个核心干将 老赵脸上有些惋惜 如此天才 注定不是一路人 还好都是大下人 神赢是一个紧密 而松散的组织 分外围成员和核心成员 外围成员是通过选拔考核 因各种原因离开神赢的人 所谓 一天入神赢 终身在神赢 核心成员 把自己的一生捐献给国家民族 是一个特殊常备军 行走在最危险的地方 四百里 对于灵异来说十分简单 小白使用空间转移 几下就到了 不过 他不想落人口舌 徒步穿行是必须的 灵异像一个敏捷的猿猴 森林对他来说如履平地 在树压上不停跳跃 不一会 就前进了很远一段距离 从指挥师上帝视角看 灵异像提前预知一样 完美躲过每一处危险 曲线前进 看似路程拉长了 省去战斗的时间 他已经把时间缩短到极限 以他的速度 不用三小时 就能走出沙石岭 不过 阴险狡诈的老鸟 怎么可能让他得逞 灵异诡异行为 指挥师立即做出应对 让老鸟去抓 你躲 我直接来抓你行不行 毒狼 毒狼 猎物已向你步西北方向逃窜 收到 一颗荷豹大的绒树上 六个身着特战服的神鹰小队 早就手痒难耐 这么快就有人过来了 不过为什么会是西北方 这里他们已经封锁 他是如何过去的 走 有菜鸟漏过去了 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材料 让老赵亲自下命令 六人小队训练有素 很快开始行动 提示 你被发现了 请做好战斗准备 这都打不过 打到回府生孩子去吧 我 灵异一头黑线 这鬼畜的提示 只要在他应对范围 就是各种对各种浪 温柔点会死 提示 会死 略略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个提示框 一定有人在操控 但他就是找不到 算了 不跟这匹匹瞎扯 先解决危机再说 凶兽不可能离开领地追击他 是神鹰老鸟追来了 看样子 刚刚就不应该绕开 十分钟前 灵异发现 前方有一个六人小队 境界他都无法探查 没有一个修位等级是低于他的 又不知道在神鹰里混了多久 各个战斗经验丰富 他值得避其锋芒 选择绕路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 不把他们打趴下 是没有机会走到终点了 那么 就用你们来试一下 老师给的醉玉剑威力如何 很快 灵异就找到一处适合的地方 把醉玉剑插在前面 闭目养神 等待敌人的到来 老赵 你快来看 这小子果然有类似预知的能力 老李的声音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正副大队长 一直在关注一个叫木免的青年 对他评价很高 刚刚还直接通知 醉匠的独狼小队去抓人 他们都很想知道是什么人 通过屏幕 他们看到一个十分帅气的青年 站在一片宽阔的空地上 前面插着一把银灰色巨剑 另一边 一个六人小队 正朝他所在的地方冲去 每年 新人遇到老鸟 谁不是躲得远远的 今年居然 有人要正面挑一个小队 还是醉匠的独狼小队 这人绝对疯了 真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一会他就知道 老鸟们是如何爱护他的了 沙士林某处 一个六人小队 正在快速朝一个方向前进 队长独狼脑海中 收到指挥师的提示 独狼 独狼 猎物有类似预知的能力 请做好准备 别翻车了 有预知能力 能躲过他们的封锁 果然不是简单角色 不过指挥师为什么要提示 他们六个 难道还会翻车 没多久 整片树林突然安静下来 鸟兽虫鸣 全部都消失了 灵异知道 他们来了 六个人 同时向他包抄过来 灵异依旧闭着眼睛 但周围的一草一木 都没有逃过他的感知 六人不敢大意 能让指挥师特意提醒的人 绝对不会简单 就那把巨剑 砸一下 应该会很疼的 六人不动 灵异可不会 他没时间陪他们 问 灵异突然动了 剑尖拖定 醉玉剑发出轻微剑鸣 灵异速度极快 原地留下一道虚影 而他已经领头人前 醉玉剑上紫光闪烁 狠狠朝着对方隐藏的地方砸去 定 战士之来得及用武器抵挡 所谓重剑无风 大巧不攻 醉玉剑作为巨剑 虽有剑锋 效果也是一样的 讲究的是绝对的力量碾压 战士被震退几百米 手中重锤差点拿不稳 虎口溢出鲜血 一见 他这个以力量著称的队长 居然落入下风 体内气血翻涌 就这 原本想陪他们玩玩的 莫想到就这 白浪费表情 脚踏地面 驯如猎豹 中间再一次朝战士砸下 卧槽 要不要这样 干嘛只打我一个 战士不在管身上的伤 全是土黄色灵器包裹 抡起大锤向灵翼冲来 叮 一箭一锤碰撞 巨大的冲击波 把周围大树震断 五个队员也远远退开 灵翼后退一小步 而中年战士 则又飞出白米 亮枪几下才站稳 奶奶的 你说这是菜鸟 有这样的菜鸟吗 第一次 他们第一次看到队长吃亏 还是在一个菜鸟手中 要知道 队长可是钻石七级 在各个小分队里 是排得上号的 枯木逢春 还好这时候 他的队友赶到 其中还有一个会治疗的灵兽 紫星竹灵兽 真是好运气 得了一只植物系灵兽 灵翼没有继续抢弓 而是收回最遇见 眼神轻蔑看着六人 勾勾手指 你们六个一起上 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灵翼不准备和他们玩 有点浪费时间 作为精英中的精英 他们何时 被人如此挑衅过 没有一个人召唤灵兽 同时向灵翼冲去 势必教他做人 就在这时 灵翼身上的巨剑突然散开 分化位形态各异的剑 拔剑术 拔剑术 灵翼的手化位残影 快速连续使用拔剑术 有的攻击 有的防御 六人武器 几乎在一瞬间就弹开 震伤了他们手臂经脉 怪不得 队长会那么 惨在六人警惕的注视下 灵翼背起醉玉剑 继续出发 站住 砰 重锤砸地 地面立即被砸出一个大坑 可想奇力之大 而灵翼 就像没事人一样 没有丝毫停留 队长 你脖子 队长中年听到队友说脖子 突然感觉有些热热的 用手一抹 手是红色的 流血了 回头一看 好家伙 五个队员 脖子上都有一条红色细线 细线外 浸出一丝血液 就那一瞬 他们都被割喉了 速度和力量都如此恐怖 这是哪里来的怪胎 小兄弟 我们承认你刚刚赢了 不过我们是御兽师 得用御兽才行 真是麻烦 灵翼突然转身 消失 碰 碰 六声巨响 六人脑袋上 肿起一个大包 躺在地上生死不知 自己你们都打不过 还御兽 不知道你们死了 能不能召唤灵兽 这几个废物 去 把他们带回来 继续回如虫造 大队长发话 没有人敢反对 每个人都用怜悯的眼神 看着屏幕上的六人 老鸟和菜鸟一起训练 这下有的完了 老李 你刚刚看清了吗 那小子是如何出现的 老赵眼睛一直盯着灵翼 又回放了几次视频 都没有找到答案 只能求助老搭档 老李喝了口茶 不慌不忙 这可是把老赵急坏了 就准备给老李抢 这才等来老李的解答 慕免的这种能力 并不是第一次用 吴绍青就是这样被伏击的 从这我们可以判断 这小子不仅有预知能力 还有对入空间的能力 就是不知道是他的 还是灵兽的 这种能力 不管哪一种属于他 都是极为珍贵的存在 总之 我们准备的东西 恐怕是用不上了 除非换人 换人 你开什么玩笑 钻石抓伯金 这已经很离谱了 难道你还想让王者小队 去参加这种老鸟 抓菜鸟的戏码 最终 两人决定 任由灵毅前进 以他的实力 进入神营 是板上钉钉的 至于臭脾气 进了神营 是龙给他握着 是虎给他趴着 神营是他们说了算 灵毅并不知道 还没有进神营 自己就被人惦记上了 咻 一根箭矢从远处射来 灵毅伸手就接住 箭头上绑着一张字条 不能一直躲避 否则考核失败 尼玛 这不是恶心人吗 居然让哥 做无所谓的杀戮 一群变态 那么小兽兽们 为了哥的未来 只能请你们下地狱了 在一群钻石 就能横走的沙石岭 凶兽对灵毅毫无威胁 一人一箭 所过之处 血流成河 没有什么 一箭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箭 三箭 总之 一定要砍到他断气位置 许久以后 参加选拔的人员 发现一个很奇怪现象 沙石岭居然被人 杀了一条血路开始 人们想跟着这条路离开 但很快收到 和灵毅一样的纸条 投机取巧者失败 不让简便移 什么人嘛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为什么不能跟着 没有人给他们解释 神隐选拔 可谓是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独狼小队被打残 其他三支队伍 就算遇到 也不找他麻烦 灵毅也乐得清闲 就是这凶兽也太多了 何时是个头啊 如此屠戮 真的是对的吗 灵毅不由地陷入思考 从他成为御寿师以来 杀的凶兽不计其数 但都是有原因的 像现在这样 一路屠杀 有什么意义吗 展现自己的强大 貌似没有必要 他活着根本不是想表现什么 仅仅是想去领悟一下 这个世界的美好 不知不觉 灵毅新晋发生了巨大蜕变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天地是没有感情的 对待万物都是平等 一切遵循自然 人类屠戮凶兽是为了生存 凶兽发动兽巢 冲击人类城市 一样为了生存 此刻 自己不需要生存 他们也没有威胁到自己 屠杀 他还做不到 渐渐地 灵毅收回手中箭 一步步朝着目的地走去 老赵 你看中的人 怕是要被淘汰了 另一边 老李看着灵毅的一举一动 不由地调侃 不按照规则 就算他再降 也不能进入神营 这是规矩 灵毅可不管这些 自己知识参与 并不一定要进入神营 而且 以神营这些老鸟的情况来看 进去对他的提升也不大 更何况 他还要去寻找灵药 提示 天上有飞机 啥玩意 飞 握了的草 真有飞机 不对 坠机了 天空中 一只冒着黑烟的大鸟 在前面飞 身后跟着树枝不静 黑压压的一片火毒虫 火毒虫 不是生活中炎热的岩浆中吗 怎么可能会在这出现 难道这里有岩浆 躲开 躲开 躲开啊 冒着黑烟的大火机 朝他所在的地方砸来 这一幕好熟悉 可惜这次砸下来的是一个抠脚大汗 轰隆隆 烟尘四起 周围瞬间灰蒙蒙的 记事感很低 就这点灰尘 对灵毅根本没有影响 灵毅也不想管坑里的人 这一切 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灵毅要走 青年可及了 他一个人不是这些火毒虫的对手 赶紧呼救这位兄弟 麻烦救我一救 我朱刚烈必有重险 可惜不是朱刚烈 否则就一下也无妨 灵毅可不会愚蠢地拒救对手 这小子一看 就还没有使用权力 还不拼命 他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果然 灵毅远离 身后温度突然升高 燃起一朵巨大火焰 将火毒虫烧成灰烬 把耐热的火毒虫烧死 火焰的力量不一般啊 这一招 用掉了青年所有力气 瘫坐在大坑中 不停喘气不过 这对灵毅来说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何况 提示 朱刚烈 薄金四级 觉醒天赋后 被灯塔国用火凤灵兽弹收买 这些年为灯塔国提供了无数情报 包括此次选拔 提示 灯塔国圣人二级强者拉夫蒂斯 在两小时后到达 请做好准备 提示来得太及时了 及时到他接下来 没有一丝负罪感 凤凰肉 灵毅还没有吃过 那么 今天就开张了 灵毅脸色突然变了 看向胖子一脸笑意 朱刚烈全身发毛 感觉被什么洪荒猛兽盯上一样 他如何也想不到 危险来自面前的帅气青年 空间转移 灵毅出现在火凤头上 拔剑树 一颗光秃秃的鸟头飞向天空 一只火凤 就这样没了 全身毛被烧干进步说 居然被人斩首 人类的世界如此危险吗 噗 主灵兽死亡 青年被反噬 进阶倒退 一口鲜血喷得老远 火连 火连 青年连滚带爬 最终抢到一颗烧焦的头 火凤死亡 青年境界一下子掉到黄金九级 可以推测 火凤是他最降灵兽 其他灵兽都没有薄金 青年站起来 眼睛里满是怨毒 犹如地狱恶鬼 恨不得撕了灵毅 但从灵毅刚刚出手的情况看 他绝对不是此人对手 难道他是某个势力安排的内奸 有可能 朱刚烈感觉也只有这种可能 灵毅才敢在选拔中 出手击杀他的灵兽 没有火凤 他即将跌落神坛 以往的光环都不在 一会 一定要杀了他 青年内心决定 一会灯塔国强者到了 他要当着他的面 把他的灵兽 一只一只杀干净 让他知道 失去灵兽的痛苦 不过 灵毅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他跌落谷底 我是叫你朱刚烈 还是叫火蛇 灯塔国的圣人快到了吧 不知道官方收到消息没有 朱刚烈脸色大变 神隐选拔 全城都有高层观战打分 灵毅的话 高层们一定听到了 那么 他还有机会吗 你不要胡说八道 不要以为鱼灭就可以抹去 击杀我灵兽火凤的事实 神隐是不会放过你的 大虾更不会放过你 火凤资质繁杂 从抄袭有到神话都有 朱刚烈的火凤 明显比上官链的好 已经是史诗级别的灵兽 不过很快 火凤就要被下锅 成为一道美食 灵毅被气笑了 背叛祖国 你现在居然想用让他们来对付自己 朱刚烈 朱家私生子 史诗天赋 契约灵兽时 被主母干扰 契约失败 尸魂落魄时 被一个陌生人送了一颗灵兽弹 还是史诗级的火凤哦 对了 整个人叫什么来着 好像 是 独龙 一个灯塔国扶持起来的帮派 大学期间 利用自己的天赋 接触了大厦无数机密 就如今天的考核 把消息透露给他们 三千多个大厦天才 他们要是死在这里 这些不过是你胡乱猜测罢了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火凤是灯塔国送的 证明 我为什么要证明 拉夫蒂斯来了 一切不都真相大白 提示 朱刚烈有写笔记的习惯 与灯塔国的交易 都被他写在笔记本中 此刻笔记本 就在他空间项链之中 哎呦喂 自己留下证据 反派都如此作死的吗 不过 我真的好喜欢 以大厦互独自的性格 怎么可能没有准备 知识不知道 敌人会不会来 什么时候出现 灵异的话 给指挥室中的指挥员 提供了线索 很快 关于朱刚烈的所有信息 出现在他们面前 朱刚烈 望海诚诸家数子 母亲早亡 四年前觉醒史诗天赋 不知道何原因 先是契约灵兽失败 受尽嘲讽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又成功了 还契约了一只史诗火凤灵兽 从此一飞冲天 独龙也却有其人 望海诚一个不小帮派的头头 与灯塔国联系紧密 而朱刚烈与独龙 又有诸多联系 如此一来 朱刚烈是内奸的可能性极大 很麻烦了 朱刚烈是个人才 除非拿到他手中的笔记 否则他倒咬一口 自己将会很麻烦 那么 刷 灵异身形一动 提起罪欲剑冲向朱刚烈 神音强者们一直关注着 有本事 杀了我 你也逃脱不了联邦的制裁 朱刚烈假装镇定 内心却慌得一批 这个二伙 不会真一剑杀了自己吧 咔嚓 碎裂声传来 朱刚烈满脸惊恐 仿佛又回到了 那段黑暗的岁月 灵异并没有攻击朱刚烈 强大的肉身力量 最欲见仿佛身体的一部分 控制自如 完美将其脖子边上挂着的项链条断 莫伤到气氛后 朱刚烈宁愿那一件 是挑在他脖子上 命可以丢 但空间项链中的东西 绝对不能暴露 否则 他会身败名裂 还如何给母亲报仇 毁了他 一定要毁了他 朱刚烈像疯了一样 率先发动强攻 不过 已经来不及了 灵异已经从空间项链中 取出三本厚厚的笔记 快速浏览 并大声念出来 新纪元178年6月7日 我觉醒了史诗天赋 大娘允许我上桌吃饭 还给我家了好多好吃的 就连弟弟要吃 大娘都没有家 我第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 晚上 爸爸告诉我 妈妈的死令有隐情 等我变降了 再告诉我原因 新纪元178年6月8日 在城主的安排下 你住口 朱刚烈赶到 红银枪对着灵异 就狠狠扎下去 刷 最欲见完美挡住红银枪 让其无法进一步 挡住朱刚烈攻击的同时 灵异嘴巴可没有停下 左手拿笔记 右手持剑 与朱刚烈站到一起 新纪元178年6月8日 在城主的安排下 我拿到了第一颗史诗级灵兽弹 我决定带回去 与爸爸和大娘分享喜悦 爸爸和大娘对我一阵夸赞 还保证 未来把朱家交给我 夜晚 在我契约灵兽的关键时刻 大娘闯入 一世被打断 我失败了 新纪元178年6月9日 我被人从朱家丢出来 给我的只有契约失败的灵兽弹 我永远忘不了大娘那增悟的样子 他亲口告诉我 妈妈是被他一棍一棍打了三天 活活打死的 新纪元178年6月10日 独龙帮帮主找到我 说能帮我报仇 让我跟他走 我见到了能帮我的人 一个惊发碧眼的青年 我知道他是外国人 书本上有介绍 但我管不了那么多 只要能报仇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新纪元178年6月11日 我成功契约了一只史诗火缝 对外宣称 契约并没有失败 只使能量不足 灵兽一直没有破壳而已 我一时风光无限 大娘上门跪求我回去 成事为我欢呼雀跃 可他们不知道 付出了多少代价 终身直不于薄金 我恨 为什么要如此针对我 为什么 丁丁 金铁交明之声不断 最遇见被灵异五的密不透风 无论朱刚烈如何攻击 都无法伤到灵异分毫 而他的秘密 随着灵异的声音 暴露在所有人耳中 不念不知道 一念吓一跳 灵异都不知道 学生居然能干那么多事情 接触到那么多秘密 原来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也隐藏着那么多秘密 奇才 这都能找出来 可惜没有 用到正图上去 念了一会儿 灵异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真的低估了人的下线 莫想到能低到这种地步 切而不舍 各种情报送他灯塔爸爸 连女票都送人了 就为了报仇 这种人就不该活在世界上 丁 一剑将红银枪挑飞 随后醉玉剑狠狠拍在其胸口 骨骼断裂 朱刚裂胸口立即凹陷下去 口中吐出各种碎末 生命力还真是顽强 或许他根本就不该活到现在 交给你们了 三本笔记本朝一个方向飞去 灵异看都莫看一眼 几个跳跃消失在森林中 笔记本飞去的方向 出现一个六人小队 从他们的作战符可以看出 就是大夏让人闻风丧胆的神吟战士 领头的战士接过笔记本 打开扫了几眼 脸顿时沉下来 最终 两个战士架着朱刚烈离开了 这一切都和灵异无关了 官方插手 未来就不是他能左右的 不过他知道一点 朱刚烈的下场绝对很惨 这人是一个可怜人 也是一个可恨的人 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说的就是这种人吧 从第一篇日记可以看出 朱刚烈在家中情况并不好 连上桌吃饭的权利都没有觉醒天赋后 他凭什么觉得别人对他好是真的 不再预售试联盟的契约是契约 带零售弹回去干吗 看不清情况 活该你被人利用 就是可怜了那些被他出卖的人 不值得哦 让一个傻叉给卖了 确定朱刚烈是内奸 神吟立即做出应对 联系大夏官方 让官方对朱刚烈的交际 展开一次全方位调查 有座监犯科者 一律重罚 卧槽 怎么忘记了 还没有问那家伙 岩浆在哪了 提示 方圆千里范围不存在岩浆 火毒虫乃是三岩火族 遗留在沙士岭 被某个倒霉弹触发机关 才被追杀 得知来人是拉夫蒂斯 神吟立即派出强者半路拦截 不让其靠近沙士岭 此次选拔 集聚了联邦九成天才 要是全妖者在这里 他们就莫必要回南星了 一个拉夫蒂斯 真把神吟选拔掀翻 那还选个吉尔 都回家洗洗睡吧 灵异现在要做的 天黑前离开沙士岭 进入沙士岭开始 灵异总感觉会发生什么 提示框没有任何提示 完全是自身对危险的本能感知 总之 离开沙士岭 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 每次选拔 神鹰都精心准备 怎么可能让他逃了 灰狼 灰狼 这里是狼头 菜鸟已经进入 请做好大餐 菜鸟极度危险 注意安全 接到命令 灰狼一头雾水 不是要到晚上吗 现在怎么开始 场地是有了 素材还没到呢 还特意提醒我们 极度危险 是什么样的菜鸟 创新记录 成为第一个 跳过第一个坑的人 没有素材 几个大老爷们 怎么安排大餐啊 他们不知道的是 大餐已经开始了 而且还是正餐 提示 渡边姓灵 王者二级御寿师 御寿 王者二级剧毒莫章 钻石八级黑暗鬼王 钻石八级是鬼鹰 钻石六级剑齿沙 钻石五级轻慢 善于暗杀和使用毒药 极度危险 请小心对待 提示 空岛奈美 钻石四级御寿师 御寿 钻石四级红鹰 六个人的名字 一听就是太阳国的 大夏神鹰选拔 怎么会有太阳国在这里 距离沙石岭不到十里路程 灵异准备去看一看 王者二级 真要拼他 不觉得自己会输 其他人遇到 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世界历史差不多 太阳国与大夏仇恨历来已久 新纪元开始后 大海变得极度危险 他们就把目光 再次投向东方这片大陆 但 大夏已经站起来了 十个太阳国 也别想撼动 为此 他们加入 以灯塔国为首的联盟 多国到处给大夏使绊子 千年时间 大夏不仅没有倒下 还不停赶超自我 成了异族的境地 在蓝星 除了大夏 其他国家或多或少 都有异族的影子 真的是 如此民族 相信高层也想把他们图了 可站得高 看得远 对太阳国动物 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他们才又活了千年 越过山头 灵异看到了 惊世骇俗的一幕 一只巨大章鱼上 一男舞女 坐着躺着 玩得正嗨 这都没什么 大章鱼居然参与其中 简直让灵异三观崩碎 这都行 与灵兽分享 不愧是你 剧毒莫章 分化出无数戏腿 灵异好想一走了之 但他却不能走 剧毒莫章 分出六条腿 将六个女人挂在头顶 强迫他们 他们的作战服 在毒液的腐蚀下 开始融化 露出雪白的肌肤 而且 他还看到了一张熟悉的桥脸 王兴 他怎么会在这里 西南三中一别 莫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再见 提示 刺美小队被杜边姓林暗算 身中暗魂香 神经被麻痹 精神力灵力都无法使用 这可是你的机会 就不想来一次师生之间的邂逅 大爷的 还来 敌人当前啊 能不能正经一点 刺美小队现在动不了 他只有一次机会 否则他们 就会有危险 灵异隐藏在暗中 一边忍着 不让自己吐出来 一边寻找机会 男人几个螺旋升天后 全身轻轻爆起 已经进入望我境界 小白 灵异从原地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经到章鱼头顶 十字拔剑术 拔剑术 灵异一出现 就对杜边姓林 发动最降攻击 十字拔剑术 全力出手 攻击力已经超过王者极限 直追皇者 杜边姓林毫无防备 又坠入巅峰 直接被灵异一箭斩杀 同时 紫色圆形剑光闪过 六条章鱼腿被斩断 六女从空中坠落 还好灵异早有准备 小白发动空间转移 七个人立即从原地消失 灵异走了 错过了身后的大戏 玉兽师死亡 灵兽虽然被重创 但也恢复自由 平时被杜边姓林压着 只能按照他意思 每次都不惊心 今天就不一样了 就算他境界被斩落 还是远超他们 根本不给反抗和拒绝的机会 远远的 灵异都听到惨叫 自作孽不可活 灵异带六女 再次出现在监控区 可把指挥室里的人吓坏了 这不是他们安排的赐美小队吗 怎么成这副鬼样子 嗯 不知道是谁进入状态 发出一声让人 难以把持的呢喃 卧槽 灵异身体一抖 要不要如此销魂 杜边姓林对你们做了什么 六个女孩 作战符多处破损 大片雪白肌肤 差点亮瞎眼 一个个面色潮红 要不是衣服没有被动过 灵异都怀疑他们呗 嗨嗨 口误口误 阿黎 治疗 一只小狗大的白狐狸 出现在灵异脚边 两条大尾巴摇来摇去 驱散 圣玉光辉 阿黎两个技能下去 六女恢复正常 知识还在昏睡怎么办 要不要叫醒他们 全身黏乎乎的 应该很不好受吧 可叫醒了我该怎么解释 好难 老赵 给你看一个劲爆的 老李一脸坏笑 不知道老搭档看到那场面 会适合感想 作为老搭档 老赵何尝不知道 老李想搞他 这个老伙计好事好 就是这颗心啊 可能就是人们 常说人老心不老吧 老李可不管老赵答不答应 立即把他录到的视频 神经兮兮的递给老赵 扑 茶全部喷在显示屏上 吓得他赶紧擦干净 老李播放的 正是美女和野兽的 火爆场面 和他的主人一样 一点反抗都没有 被人一击毙命 生命永远停在那一刻 老赵 这小子离开了场地 你看他的考核 对于灵异 老李和老赵 都打心眼里喜欢 这样一个刺头留下来 是福不是祸 而且 就算违背规定 离开过沙石岭 也是去救人 就这样把人淘汰 事出有因 算他过了 老领导内把我去说 四美小队 选拔第二阶段的核心 这时候出事 指挥员们头 都被挠突了 重新调一个 女武神小队过来 时间上来不及 杜边姓林 天玄界臭名昭著王者 善于用毒和暗杀 被他盯上的女人 下场都十分凄惨 没想到 今天会 栽在一个菜鸟手中 强者的清传 果然不可小觑 六女虽没事 杜边姓林下的药 足够他们丢半条命 就算强制叫醒他们 也无法完美完成任务 而且 灵异也不会让他们被带走 小白的治疗能力非常降 驱散和圣域光辉对毒 都有急降的克制作用 现在 他们只要好好调养 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 屏幕上看到 灵异对其中一个女孩 格外照顾 他们或许认识 也对 有一个御寿师协会 副会长的爷爷 接触一些强者后辈 也不是不可能 这就难办了 以灵异击杀 渡边姓林的能力 想要拿捏 除非他亲自出手 让我一个尊者 去训练菜鸟 老赵也是苦笑 训练菜鸟 也不是第一回了 第一次发生 如此多的波折 先是指导员被打闷棍 就连罪将的小队 都被揍了 为此 这些老鸟可没烧把气 用在其他菜鸟身上 被欺负狠了 菜鸟们就联合在一起 现在双方 都不敢轻举妄动 一旦遭遇 谁都不好过 灵异 就是这一切的源头 选拔还要继续 重新调一个女武神小队过来 很不现实 所以 六女必须恢复 要如何才能把刺眉小队 和灵异分开 可他们看到了什么 灵异居然架起大锅 开始做饭 这食材好熟悉 不是朱刚烈的火缝吗 这就下锅了 感情是嘴馋了 把书的感动还给我 灵异可不知道 来到这个世界 他对吃也颇有研究 不一会儿诱人的香气 飘入山林 引来了一群小兽的观望 凶兽莫看到 都躺地下了吗 只要有敌意 不管是谁 直接一键秒了 正常人 谁会对一个陌生人产生敌意 何况是兽 更是留你不得 夕阳夕下 一锅软烂入味的凤凰锅 就做好了 星姐 星姐 星星 灵异拍打王星的脸 还左右摇晃 不一会儿就悠悠转醒 一脸茫然 随后 一掌朝灵异打来 薄金八级 才四个月不见 就提升了那么多 不错不错 不过王老师 灵异可不是四个月前的小可怜了 灵异一把抓住王星的御守 让他无法动弹分后 星姐 是我呀 慕眠 灵异指了指自己的脸 慕眠 自己认识这个人吗 不过声音 王星立即反应过来 面前的人居然是灵异 才四个月 他是如何到这里的 这又是呢 自己等人不是落入渡边杏林手中了吗 又怎么会在这里 王星大脑中满是问号 星姐 叫醒他们 准备开饭了 灵异挥动手中的勺子 表示饭好了 开饭 他都多久 没有吃饭了 考核通过后受伤 然后他们小队一直在执行任务 饿了就随便应付一下 这时候他才发现 不远处 一口大锅在不停冒跑 一股股诱人的香味飘来 让人欲罢不能 咕噜 翘脸一红 自己怎么会如此不争气 卡罗拉 卡罗拉 醒醒 默一会儿 其他五个女孩全部醒过来 他们的代号 分别是卡罗拉 可爱多 和音 海洋之歌 小白兔 至于王星 代号是苏醒 小白兔是什么鬼 这些代号和玫瑰有关系吗 提示 玫瑰花的种类 这都不知道 活该你单身四十年 灵异 不带这样的 还人身攻击 我单身我骄傲 既然是玫瑰花的名字 拿就没事了 这都啥年代了 还去研究玫瑰花 是我跟不上时代了吗 管他的 天大地大吃饭最大 先吃饱再说 给美人乘一大碗火蜂肉 再分一个大馒头 回到大锅边上 五小只早就等待不及 一个个跃跃欲试 灵异要是再不来他们 就自己动手了 好了好了 一群蝉虫 摸着便大了几倍的五小只脑袋 赶紧把他们那份准备好 然后给自己盛了一大碗 坐在一边大口大口吃着 次美小队 最开心的莫过于王兴 不仅得救了 还是自己的学生 没想到 四个月不见 已经超过他这个老师了 苏醒 他是谁 卡罗拉警惕地看向灵异 他们被杜边杏林抓住时 就做好被辱的准备 谁曾想 最后不仅什么都没有发生 还被救了 救他们的人 还是苏醒任的弟弟 而且 他们当时身中剧毒 现在一点事都没有 如何不让人怀疑 卡罗拉 她是我弟弟慕眠 至于具体身份 抱歉我不能告诉你们 你们只要 知道她不是敌人 王兴赶紧解释 她可是知道 大姐的执着 如果真盯上灵异 那就麻烦了 小免 你怎么会到这里 这又是那里 王兴坐到灵异边上 好奇问道 细溜细溜 灵异猛喝几口肉汤 才回答 今年神营不是开始选拔了吗 老头子就让我来参加 这里是神营选拔的沙石岭 老头子 灵异果然败高人卫尸了 要不然 也不会突破那么快 沙石岭 完了 自己等人的任务 难道失败了 王兴还想问什么 却被灵异一句话打断 要吃得赶紧吃 这里不安全 一会要是拖后腿 可没有人管你们 你 卡罗拉指着灵异 要不是有王兴拦着 他一定掐死他 好了卡罗拉 小免他人很好的 你呀就不要生气了 再说 他还救了我们 王兴赶紧劝解 这些天 姐妹们没有好好尽一粒米 现在有白大馒头 还有大锅肉汤 是该好好补补了 十六 可爱多喝了一小口 眼睛立即眯起来 见此 其他人都纷纷开口 天空越来越黑暗 危险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到底是什么呢 提示提示 给点提示 暗中的危险到底是什么 提示 有些小麻烦 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你可以随便浪 好吧 好个鬼哦 没有生命危险 就不是危险吗 从提示腹黑又毒舌的尿性来看 今晚上绝对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嘴上矜持 身体却很老实 吃完一碗 又主动加一碗 灵异也不阻止 主就是让人吃的 只有吴小枝呲牙咧嘴 他们咬的越多 他们的分量就越少 对于吃货来说 没有什么比强美食 更拉仇恨了 吃饱喝足 吴小枝翻着肚皮 躺在灵异旁边 小免 你有没有感觉 周围太安静了 王兴靠近火堆 小声询问 不是安静 是太安静了 安静到让人恐惧 仿佛 他们所在 已经被人隔离成独立空间一样 一道尖锐声音 从天空传来 抬头一看 灵异差点被吓死 这是什么鬼东西 借着微弱的月光 灵异看到一个个巨人 摇摆着在前进 一步跨越几千米 可无论他们怎么走 都在原地踏步 鬼 还是某种海市蜃楼 灵异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 都默想到 这是什么东西 危险来自这些东西 怎么感觉画风越来越不对 不对 灵异立即闭上眼睛 不去想天空中的诡异画面 傻傻 有东西在靠近 两个 气人 气人 两道紫色剑气 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轰 轰 剑气炸开 借着剑光 灵异终于看到黑暗中的东西 两个蒙面人 能轻易接住气人的攻击 他们至少都是黄者 甚至更高 奶奶的 神音真不是人呆的 居然让两个黄者来抓他 不过 你们得能抓得住才行 小白 空间转移 灵异身形消失 两人都警惕背后 害怕和其他人一样 被背后攻击 不过 他们猜错了 灵异在原地出现 双手握剑 在两人惊异时 百米剑光斩下 剑光迅急如电 两人只来得及用武器格挡 叮 碰 烟尘滚滚 灵异再次消失 出现时已经到烟尘中心 最遇见毫不犹豫再次攻击 叮 被偷袭 中年匆忙格挡 他全力一击 居然只把黑衣人被震退几步 武器虽重 攻击虽强 但敌人太强大了 对他们根本没有多少伤害 灵异也不练战 一击不成立即退去 再次寻找战机 这两个人很将 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对付的 提示 敌人太过强大 认命吧 除非你能领悟涂魔十世第二世 中剑 否则就认命吧 反正又不会死 最多脱层皮 说得好听 又不是你 你当然认命了 我就是不认 不就是中剑吗 我就不幸做不到 中剑讲究的就是中字 多次斩击 同时击中一个目标 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一把剑 以他现在的情况 自然无法做到 别忘了最遇见 可是由81把不同剑组成的组合剑 那就拼一把 灵异消失 又一次出现到一个黑衣人身后 问 最遇见发出剑影 在空中划成81把长剑 拔剑术 拔剑术 81道拔剑术打出 汇聚成一道繁杂剑光 用刀黑衣人看到剑光 一脸凝重 他感觉到死亡 这是什么招式 高出四个大境界 他居然感觉到死亡威胁 黑衣人丝毫不敢大意 同样用出杀招 破浪斩 蓝色刀光与紫色剑光在空中碰撞 发出剧烈爆炸 爆炸声响彻方圆百里 赵如海体内气血翻涌 一口鲜血到口中 被他深深吞了下去 强者清传 果然恐怖 怪不得他们几个会吃亏 就连他都吃了哑巴亏 那是什么见解 作为对手 他最有发言权 灵异每次斩击 攻击强度 砍砍触摸黄者门槛 集中到一起 居然能伤到他 等烟尘散去 哪里还有灵异的影子 就连刺眉小队都消失了 难道是刺眉小队帮忙 老李 是什么情况 就那么一会儿 七个大活人就消失了 你这个尊者是怎么当的 李承明不慌不忙 胸有成竹 灵异刚刚的一剑虽强 对身体的负荷极大 打出一剑 已经是极限 现在 他又能逃到哪里去 百里外 灵异带着六人出现 刚出空间 就喷出一大口鲜血 将醉玉剑插在地上 不让自己倒下 脸色苍白 气息为民 星剑 你们赶紧走吧 这里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 马德 居然触动尊者 一点都不讲武德 扑 说完又吐了一口 小敏 王兴走到灵异身边 一脸担忧我没事 你们快走吧 灵异挥手让王兴离开 随后又喷了一口 强制使用超越极限的力量 全身多出损伤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还是先跑再说 王兴不知道想到什么 拿着一块手帕靠近 白不无嘴 两眼一黑 灵异就昏睡过去 王老师 您真的是个好老师 哥的仪式英明 就这样败给你了 王兴的队友目瞪口呆 苏醒什么时候 如此墨下线了 用药 蒙翻的自家弟弟 牛妈妈给小牛开门 牛到家了 王兴把手帕收起来 一脸无辜 仿佛再再说 跟我没有关系 灵异倒下墨多久 两道身影出现 赫然就是刚刚和灵异交手的两个人 看到倒在地上的灵异 又看看刺眉小队 不用想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求一下其心中阴影 被亲近的人蒙翻 这恐怕也是神音的第一个吧 灵异被拿下 他们就没有必要继续停留 直接回指挥室去了 这一夜 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天空出现恐怖身影 跟着 他们身边就出现无数黑衣人 黑衣人 无论实力还是人数 都比他们强 最后一个个被打晕带走 不知道过了多久 灵异悠悠悠醒来 发现自己 躺在一个茅草屋内 手上戴着一副手环 提示 异灵手环 封印预寿师的精神力和灵力 别冲动 你现在就是一个体质强一点的弱鸡 不过 你如果能一击 击碎其中的异灵宝石 异灵手环 就会失去作用 这不是废话吗 要是能打破 谁不知道打碎异灵宝石 问题是坚硬的外壳 除了精神力 根本没有什么 可以攻击到 提示 异灵手环钥匙在 你要是拿到钥匙 也可以逃离危险 虽然是点点 但却表明了位置 现在 一定要想办法过去拿到钥匙 我的好老师 莫想到你坑我 费了半条命 打出大招逃跑 我 真是最毒服人心 自己是被王兴老师蒙翻的 这也是莫谁了 他们都是神营的人 安全不用担心 这里 应该是神营的地方 不过为什么只有 自己一个人 也不能怪王兴 自己一心要逃 谁都抓不住自己 正副队长出马 拿不下一个菜鸟 到时候 他们队在神营中 别想抬头 打我的两个人是谁 现在总能给提示了吧 灵异在心中询问 提示 神营分位女神营和战神营 每个营下面分无数个大队 今年负责选拔新人的 是苍狼大队 队长赵如海 副队长李天明 都是尊者八级修位 在两个尊者手下逃脱 666 苍狼 没听说过 既然是正副队长出手 自己现在就是安全的 先休息一下 灵异闭上眼睛 不一会儿 茅草屋就传出呼噜声 老脸 现在怎么办 赵如海扶着额头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们两个出手 拿下灵异 还不是是手道擒来 谁承想 还是让他给跑了最后 刺美小队出手 才把他拿下 同时也暴露了自己 李天明敲着桌子 陷入沉思 桌子上放着连夜 对苏醒的调查笔录 木面 钻石玉兽师 为之强者清传弟子 拥有强大的恢复力 和类似于撕裂空间的能力 善于逃逆 圣人之下极难被抓住 以至灵兽 两条灵蛇 一只灵狐和两条龙 擅长用剑 其他能力未知 灵异攻击和逃跑的能力 他们陷过了 的确很强 就连尊者八级的赵如海都吃亏 逃跑更是没得说 重伤还能带六个人 跑到百里之外 神鹰太需要这样的人才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留下 可 苏醒一点都不透露他的消息 他们得到的消息也是绝密 只说对方是一个强者弟子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希望不要出幺蛾子 一觉醒来 灵异发现 茅草屋内挤满人 有男有女 都是熟面孔 赫然是参加此次参加考核的天才们 你先来的 知道情况吗 吴绍卿鼻青脸肿 身上都是淤青 不管他们以前发生了什么 吴绍卿是神鹰老人 话语权自然很重 同时被俘的几个老人 都以他为主 现在 他成了所有人的大脑中心 灵异看了吴绍卿一眼 转身根本不想理他 知识指了指头顶 在他们头顶 墙角 茅草中 一个茅草屋 不知道安装了多少监控探头 他们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在敌人的监视下 众人抬头 都集体沉默了 他们现在的一言一行 都可能暴露自己 这小子 观察力很不错吗 赵如海毫不吝啬夸赞 他们安装摄像头的位置十分巧妙 莫想到 居然被他发现了 要知道 每年在茅草屋里 可是要淘汰一大批人的 灵异的举动 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 一旦进入敌战区 等待他们的可能是死 更多的是生不如死的折磨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太阳升起 狭小的空间 又挤进来那么多人 一时间 汗臭味弥漫 女队员们 一个个捏着鼻子 脸色苍白 灵异就像没事人一样 靠着柱子继续睡 仿佛一切都和他无关一样 因为灵异迟到 他们对灵异的印象 本就不好 现在更是排斥他 只有吴绍青 对他一视同仁 气氛越来越压抑 第二天 终于有人忍不住 开始大喊大叫 不过并没有什么作用 有没有人啊 放爷出去 跟你们大战三百回合 人多欺负人 少算什么本身 有没有人 灵异还是一动不动 不过心中却是狂喜 他的灵力和精神力能用啊 虽然知识一点点 灵异戴上一灵手环 与吴小之失去联系 这可是 把吴小之吓坏了 一直在想办法打破空间 小白更是淡脆 张口嘴巴 对着空间 就开始吸收吞噬 随着一灵宝石能量被吸收 对灵异的意志越来越小 过了一天时间 灵异和吴小之联系上了 不过现在压制还很厉害 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没想到 提示也有不知道的事 提示 告诉你 你能如何 能联系上他们吗 吃软饭的玉兽师 我不气我不气 哥的心脏很强大的 不可能被几句话打倒 现在的问题是 赵如海和李天明在不在 自己动手 会不会影响他们的选拔 要不 我还是一个人走了算了 有两个尊者在 就算实力全部恢复 也不可能把这么多人带走 那么 各自珍重 茅草屋内 气氛越来越压抑 三天过去 有些人疯了 有些人在默默等待 第四天早上 一灵宝石最后一丝力量 被小白吸收 灵异重获自由 不过也不着急 先看看神鹰给他们准备了什么 第五天 茅草屋大门被人推开 接着传来一个凶恶的声音 其中带着的杀气让人瑟瑟发抖 这得杀多少人 王者 居然让一尊王者来放风 不过哥要走 你们根本拦不住 放风时间 谁敢离开封锁范围 死 四天都挤在一个狭小空间 他们早就憋疯了 知道能出去 相继走出茅草屋 再一次看到碧蓝的天空 真好 灵异仔细打量周围环境 发现正常人根本就出不去 四周都有栅栏 五十米左右 就有一个已经放出玉兽的黑衣蒙面人 栅栏外 灵异还看到了磁能重机枪和磁能炮 这种对付兽潮的重武器 居然放在这里 对他们是一如既往的好 两百人把三千人看得死死的 不愧是你们 有本事把一灵手环取掉 白群 不敢 就承认自己是垃圾 所有黑衣人中 灵异在很多人身上感到威胁 神鹰 果然人才济济 不过 这里现在还不属于我 他得离开了 神鹰选拔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今天他就得离开这里 去寻找所缺的八重灵药 强者虽多 对他有威胁的 基本上没有 没有一个能抓住他 到了天玄界 那自己也该离开了 离开前 还是要打声招呼 走到王兴面前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王兴低着头 翘脸通红 这个混蛋怎么过来了 是来找自己麻烦的吗 星剑 麻烦你转告他们 我有急事离开了 麻烦把这个转给他们 脑海中突然出现 灵异的声音 王兴惊了 连扭捏都消失 气质突然转变 美眸直直盯着他 勾魂夺破 灵异离开后 王兴内心正扎 最后用手在地上 写了一个桃字 随后擦掉 桃 谁桃 当然是灵异了 指挥室内 赵如海和李天明面面相去 这都能逃跑 两百多号人 他该如何逃走 第五天 说是放风 实则是变相折磨他们 在近四十度高温下晒一整天 很多人都昏厥 根本就没有 人管不管其他人如何呼叫 黑衣人就像铁了心一样 最后被搅烦了 近来几个黑衣人 将晕倒地拖走 在栅栏的不远处 一箭插入他们胸膛 推了下去 看到此景 每个人都尽量不让自己昏倒 一些身体强健的 自告奋勇 给需要的人挡阴 人群激愤 只有灵异 稳如老狗 丝毫没有动摇 这种天气 对于恢复实力的灵异 根本没有丝毫影响 汗水都没有出一滴 至于推出去的人 灵异都看到了 都是道具 一到十多米的沟壑 沟壑下有医务人员在等待 推下去的人 立即会得到最好的治疗 同时也标志着他们选拔失败 灵异要逃 赵如海和李天明 准备埋伏他一波 老李 今晚会会这小子 赵如海看向老搭档 脸色满是笑意 好 李天明也同意 他也好奇 灵异要如何逃 真当他们苍狼是泥捏的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想逃跑 得有实力才行 一天很快就过去 回到茅草屋时 人员少了许多 每个人内心都很沉重 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回来 他们能做的只有休息 保持体力 夜深人静 整个茅草屋陷入安静 根本没有人发现 他们之中 有一个人消失了 跟着提示指引 灵异走进一个黑暗的房间 房间内堆满各种各样的武器和空间戒指 其中就有他的空间袋 至于空间戒指 早就被他让小白们带到玉兽空间 将醉玉剑背到身上 拿起储物袋 转身就准备离开 问 钉 醉玉剑出窍 毫不犹豫向后斩去 被一把熟悉的糖刀挡住 灵异退出好远 看向来人 两个中年人 一个国字脸 带着胡茶 看起来最近都没有打理过 目光灼灼 用审视目光盯着自己 另一个使用的是一把骨剑 脸上有一条从额头画到下巴的争鸣伤疤 同样盯着灵异 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两人默蒙面 灵异收起 最遇见 两位前辈 是来阻止我的吗 灵异暗暗警惕 随时准备逃走 国字脸中年摇头 糖刀同样被他收起来 不知道从哪里捞来一把椅子坐下 不慌不忙说道 慕免 这应该不是你的真实性命吧 上头临时安排你进来 一定是有事情让你去做 不过 你应该听过一句话 一天在神营 终身是神营 所以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就算选拔失败的 他们都会打上神营的标签 是这样吗 不过还是不行 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 原本以为这是一个考核 莫想到 他们玩那么多花样 灵异思考了一会儿 坚决离开 两位前辈 我参加选拔这是一个意外 现在我必须离开 如果有可能的话 三年后 我会以自己的名字来选拔 希望到时候 您还能接住我的剑 卧槽 赵如海差点就爆粗口 什么叫做 我接住你的剑 咱老赵有那么弱吗 有本事你别跑 有本事 你们别追啊 接着 赵如海丢给他一个玉牌 玉牌的一面光滑如镜 另一面则刻画着东方历来的信仰 一条栩栩如生的神龙 在灵异疑惑时 解释道 这是神营外围人员身份玉牌 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你就是神营的人了 我期待你三年后到来 任务等这里 结束了 会发在玉牌上 记得完成 出去吧 外面有人在等你 灵异满头雾水 谁会见我 走出茅草屋 灵异看到一道茜粒身影 原本红润的嘴唇干裂 灵异赶紧把水递过去 不过被拒绝了 星姐 莫想到你会来送我 我还 疼疼 灵异没有说完 耳朵就被人揪住 王兴眼中弥漫着水雾 是不是觉得 姐姐没有脸见你了 告诉你 下一次 姐姐照样把你放翻 让你知道社会的险恶 是是是 我擦 我比他强啊 我在怕什么 难道是前身被欺负怕了 对 一定是这样 前身 你不讲武德 什么事都往我一个死人身上 还要脸部 灵异 脸是什么 可以吃吗 星姐 你看 我都那么大了 下回能不能不要揪耳朵 灵异可怜兮兮的 居然在装可怜 这完全不像一个大杀四方的少年 王兴收回手 认真地说道 小勉 从小你就很要强 记住以后 一定不要强制透支身体 身体再强 潜能也有用完的时候 姐姐要是不蒙翻你 你是不是还要和赵队长他们打下去 打是不可能打的 不过他们 要想抓住自己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灵异不回答 王兴就当他默认了 手不由地伸向灵异的耳朵 不过被他完美躲过了 臭小子 尝出去了 姐姐打不过 你也抓不住你了是不是 你给我过来 唉 都是命啊 谁让自己欠他人情呢 只能老实地把耳朵送过去 得到的却是一个脑瓜 王兴会心一笑 这还是他认识的小屁孩 一转眼都比他酱了 记住姐姐的话 要保护好自己 超出身体极限的力量 不要别乱用 更不要长时间用 他感谢观看 快乐 他感谢观看